叶灵是一名出身贫寒的采药弟子 无意间得到一个蕴藏仙府的玉佩 从此踏上真正的修仙之路 在这座神奇的仙府里 有一间木屋 吉姆林田 和云雾飘渺的幽谷山巅 炼器 筑基 金丹 元英 化神 一边在修仙界中采药炼丹 一边在仙府里种田 其乐无边 第一章 天降玉佩 九离浩土 无国地界 叶灵施展着玉丰树 及时在云苍山南路的险恶山道上 如一朵白云悠悠卷下 他不时回头看看 远远追来的几个云苍宗外门弟子 目光中闪出一丝冷酷之色 不就是在云苍山路 采摘了几株易接触品回神草吗 有没有闯进你们的护山大阵 也值得如此兴师动众 云苍宗隶属地玄仙门 外门弟子擅长的是防御护甲等土戏倒数 罕见会遇封树的 看你们怎么追上我 叶灵一声冷笑 透过陵墓的缝隙 隐约可以望见山路下的药谷 更是放下心来 身为药谷宗外门采药弟子 叶灵虽然只有炼器七亿层的修为 但也修炼了御风术 买了一阶出瓶火灵刀 为的就是出谷采药方便 可攻可跑 若在药谷里采药 一来野生的灵草日渐稀少 二来叶灵很难竞争过炼器二层的师兄们 所以他总是出谷采药 而在药谷北边的云苍山 云苍宗修士不擅长炼丹制药 更没有采药弟子 故此山中一阶灵草丰富 云苍山南路也就成了夜灵的首选采药点 云苍宗的五六个外门弟子 一边追赶着 一边气急败坏地大嚷大叫 抓住他 大家伙加把劲 可别让他给跑了 可恶 这小子半个月里 至少来咱们云苍山遛趟 每次都让他溜了 咱们云苍宗外门弟子的颜面何在 惹怒了老子 老子也去修炼御丰树 快看 前面有本宗的寻山弟子 不知是哪位师兄 哎 寻山的师兄啊 劫住他 夜灵心中一灵 散出神石 立刻察觉到半山腰上有灵力波动 似乎隐藏着一股危险的气息 要不是后面的一帮饭桶嘲嚷泄击 夜灵一时间还很难发现 半山腰有云苍宗寻山弟子埋伏 很显然 此人的修为在他之上 至少也是炼气七二层 夜灵的神色露出凝重 一拍储物袋 一接出瓶火灵刀在手 同时 左手又摸出一张残破的烈焰符 这可是 他从风桥镇方式上花了 两个灵石才买来的 一旦用去 两个灵石就打了水漂 但是到如今 逃命要紧 也顾不了许多 眼看到了半山腰 灵间埋伏的寻山弟子 胖大的身影突然窜出 果然是炼气二层的土修 光这个胖大身躯 这个驮就把山路拦住了大半 宁笑一声 不由分说 挥舞着黄灯灯的灵符 就向夜灵劈来 夜灵暗暗皱眉 施展御风树划开 躲过这致命一击 顺手打出了残破的烈焰符 哄 残破的烈焰符 爆开一团火雾 裹住了胖大修士的上身 夜灵趁着这个机会 火灵刀 划出一道赤红光滑 拦腰斩去 猛听的喀拉 一声清脆声响 火灵刀折坐两劫 竟然跟砍在巨石上相似 震得夜灵手臂发麻 抽身就跑 御风树 撤 可惜啊可惜 又废了五个灵石 损失尽半 夜灵一刻也没有停留 在半山腰飞掠 暗暗盘算着 这一回 总共就采摘到三株一阶出品的回神草 一共值十五灵石 如今残破的烈焰符 加上火灵刀 七个灵石去了 还没有斩杀掉一个炼器二层的修士 令夜灵有些不甘 胖大修士手忙脚乱地 拍灭了一山上的火焰 出了一身冷汗 再看夜灵已经去得远了 胖大修士安安后怕 还好还好 幸亏在埋伏的时候 就加持了石伏护体 加上贼小子的烈焰符是残破的 火灵刀品项也不高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要是阴沟里翻了船 侥幸不死 也要被人笑死 云苍松的几个外门弟子赶到 见寻山师兄没事 招呼上一起去追 个个恨得牙根都痒痒 哇哇爆叫 等夜灵看到了半山腰间横处的巨石 目光一宁 终于可以超近到了 飞身掠上巨石 一跃而下 云苍松的外门弟子们 狠狠吃了一惊 不仅是被夜灵这突然的举动惊到 更是赫然瞧见 苍穹之上 划出一道璀璨的寒芒 穿透山间云雾 快似流星闪电 也坠下了身见 众人气喘吁吁地 爬到巨石上往下观望 只见云雾飘渺间 若隐若现的长袭身见 众人不由地倒抽了一口冷气 纷纷议论了起来 够狠 这么高就跳下去了 老子看着都掩欲 罢了 拍马也撵不上了 过了长袭身见 就是要古宗的护山大阵 等咱们跑下山 黄花菜都凉了 保佑他坠得偏了 摔到山石上 粉身碎骨 那道寒光是什么 你们看清了吗 一闪而逝 怎能看得清 多半是天火星雨 要么就是晴天打了个霹雳 怎么没有劈死这个天杀的小贼 苍天无眼啊 众人败心而返 白跑了这么远的山路 寻山弟子还吃了个哑巴亏 唯有恨恨不已 长袭身见 咕噜 叶玲冒个泡 露出头来 见没人跟着跳下来 换了口气 又一个猛子扎了下去 方才叶玲在坠牙时候 同样发现一道寒光从天而降 竟然后发先至 比自己抢先坠入身见 反倒把他吓了一跳 还以为是哪个云苍宗外门弟子 制出的法宝法器 不要白不要 我正缺一样衬手的法器 打捞上来就是我的 叶玲一边想 一边在深剑水底 缓缓睁开双眼 寻觅起来 寒光竟透过淤泥 隐隐绰绰 药的深剑底 波光流动 叶玲在淤泥里好一阵摸索 触手冰凉 终于摸到了 取出一看 不由得大失所望 原来是一只核桃大小的白玉佩 上面闪闪发光 引现着太义两个字 等到叶玲拖在掌中细看时 白玉佩的光滑渐消散 叶玲只感到 有一股寒澈之意 顺着掌心流遍全身 不由得机灵灵打个冷战 叶玲舍不得放手 依旧紧握着白玉佩 茫茫茫踏水上岸 这股寒意 在叶玲体内 运转了一个大小周天后 渐渐消失 等到叶玲爬上岸 再看掌中的白玉佩 光滑也彻底消散 显得是那么的不起眼 更没有丝毫的良意了 叶玲满腹狐疑 按道真是诡异之急 见白玉佩再没有什么起色 也没有灵力波动 就跟着寻常的玉佩一个样 索性拿它替换掉 腰间悬挂的火石转 又胡乱凝了凝湿衣裳 穿回了耀骨的护山大阵 刚转过耀骨的北谷口 一道剑光飞至 叶玲赶忙冲着剑光 躬身一礼 因为只有助击七的前辈 才可以遇见飞行 炼气弟子 只能靠飞擒承载 来得显然是本宗的助击长老 人见一分 跳下个身着轻衣的中年男子 浓眉阔目 方便大脸上 现出罕见的焦急之色 急问叶玲 嘿 小子 你可曾看见 云苍山方向 落下到白光 叶玲看到他变毛变色的神情 心中一灵 连一向搬着死人脸的周长老 都如此紧张 叶玲当时感觉到 白玉佩的来历非凡 于是茫然地摇了摇头 故作惊奇地说道 白光 没有啊 弟子从云苍山南路 才要归来 被他们的外门弟子 追杀得紧了 只顾着夺路而逃 跋山涉水而回 不曾留意天上 轻衣中年男子周长老 浓眉皱得更紧了 喃喃叹道 定是有天才地宝将士 该不会是落在了云苍山上 嘿 来得迟了 说话间 周长老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 豁然回头 散开神识 上一眼下一眼地 打量起了叶玲 对这个相貌寻常 林根资质 更是普通的外门弟子 他总是有些怀疑 叶玲只觉着 一股强大的神识扫来 灵压压的他险些喘不过气 心下明白 赶忙打开自个儿的储物袋 把三株回神草 还有仅有的几块零食都翻了出来 实在是寒酸至极 又神色镇定地拍了拍身上 表示没有 周长老神识探查了半天 不见有任何异样 只好问道 你是哪个院的采药弟子 叫什么 弟子叶玲 住在外门清竹院 叶玲收起了储物袋 神色不变地回道 周长老似乎还些放心不下 沉引了片刻道 叶玲 出谷采药不是什么好差事 你做本长老的药童吧 认得我吗 叶玲心中一动 但又一想给他做药童 就是受人使唤的仆从了 更不用说他心存怀疑 不怀好意 于是叶玲淡淡地道 弟子认的是周冲周长老 只是弟子觉得 采药赚零食来得更快 又自由自在 弟子不惯为仆的 多谢周长老的美意 若没有什么吩咐 弟子告退 周冲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整个药谷 多少炼气初期的外门弟子 强迫头要给他做药童 尚且不能 如今 一个炼气一层的小修 竟断然回绝了 简直就是不识抬卷 周冲冷哼了一声 拂袖出谷 继续四处寻找 那道天降白光的天才地宝 叶玲心中松了口气 脸上却不带出来 整了整十一 若无其事地赶回青竹院 青竹院坐落在药谷的北谷 住着叶玲等 五名药谷宗外门弟子 叶玲资质寻常 修为较低 未进谷时 没有修仙家族的临时支持 所以五人中又数他最穷 从北谷口到青竹院 不过树里之遥 一路上叶玲偶然遇上 照看灵天的师兄们 也没人搭理他 叶玲还如往常一样 回转青竹院 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从青竹院传出 似乎是二女在说笑着什么 见叶玲回来 笑声呼的一顿 紧接着又是扑斥一笑 哼 紫山快看 好一只洛汤鸡 哎 洛汤鸡 有件大事要告诉你 再有两个月就是咱们要鼓 宗外门弟子大笔了 你看你修为甚浅 再看看你这资质 你这样子 说给了你也是白说 叶玲瞪了嘲讽她的桃医女子一眼 冷冷地道 我的事情 不劳肃秦姑娘关心挂怀 肃秦脸上一红 脆了一口 气正正地扳着翘脸 正要冷言反唇相激 在一旁的少女紫山赶忙拦住她 明眸好耻透着温柔可爱 上前飘飘万福 欠然道 叶大哥回来了 这是下河采药弄湿了衣裳吗 换下来 小妹帮你写 叶玲还礼不迭 淡然一笑 摇了摇头道 多谢山妹 不敢有劳大家 肃秦白了叶玲一眼 拉了紫山就走 游子纯纯告诫着 紫山 你瞧她可恶不可恶 明明修为 比咱们低着一层 不叫狮子反叫山妹 以后别理她 第二章 狱中天地 杀鸡 叶玲也不理会 清竹院二女 回到自己屋中 关上房门 依旧换了一身朴素的月白衣衫 今日得来的白玉佩 一定非同小可 否则的话 周冲那个老家伙 不会一惊一乍的 莫非真是天才地宝将士 叶玲心中一动 摘下诗衣戴上 垂挂的白玉佩 左看右看 怎么看也不像 实在是太寻常 太不起眼了 玉佩坠入身见时 闪闪发光 是多么的璀璨夺目 还引现着太义两个字 冰凉彻骨 如今色泽晦暗 字迹难寻 还不如普通玉石呢 丢到大街上 也没人捡 叶玲摆弄了半天 也琢磨不透 呼得想起白玉佩 是从深箭水底捞出的 何不放进水中一事 叶玲索性 把玉佩丢进了 盛满清水的瓦罐中 满怀期待的观桥着 一吸 两吸 三吸 直到两炷香 三炷香的功夫过去 白玉佩根本没有任何变化 叶玲叹了口气 捞出玉佩 打算用神石细细观桥 寻找隐线的太义两个字 谁知叶玲托起玉佩 用神石扫过 心神刚刚触碰到白玉佩 立刻从掌心 透来熟悉的 彻骨的寒意 更有一股寒意 来自灵魂深处 与之相容 紧接着 叶玲灯时感到眼前一片空明 在睁眼戏桥时 已然置身于 另一片天地 这是哪脸 叶玲抬头望天 赫然瞧见 天不在视天 仿佛是混沌 未开之色 漂浮着三眉 湛蓝的光球 不知为何物 周围云雾飘渺 叶玲散开神石 居然被云雾挡了回来 看不透也看不远 在低头看底 叶玲不由的一正 是一亩剑方的灵田 在灵田边上 立着一块白玉戒碑 而在灵田的那一边 助立着一座小木屋 叶玲又惊又奇地 来到木屋跟前 门是虚眼的 叶玲推开 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 空空落落 叶玲不禁有些失望 但又忽然察觉到 木屋中的灵气有意 仿佛笼罩了一层淡淡的薄雾 叶玲不明所以 从木屋中退了出来 走过灵田 来到明如镜的白玉杯前 正要细细打量 莫帝发现自己 在白玉杯上映出的影子 十分奇异 叶玲大吃了一惊 身子一震 赶忙低头瞧看 身上竟是流光虚影 不是肉身 魂魄之铁 叶玲心惊之余 有了几分明雾 我的魂魄 是通过神石 扫过白玉佩 进了这片奇异的天地的 那么随着心神一动 想必也一定能够出去 于是 叶玲心念一动 心神已然退出了白玉佩 在睁眼瞧看时 叶玲已然回到了 自己屋中 依旧是掌心中 拖着微凉的白玉佩的姿势 叶玲拍拍身上 完好如初 想必是 魂魄刹那间入体 没有丝毫的一样 果不其然 有趣有趣 玉佩中另有天地 叶玲在凝神戏桥掌中的白玉佩时 眼中散发出兴奋的光彩 用神石一扫 心中默念 静 随着心神进入白玉佩 叶玲再没有感觉到 寒意和空明之色 魂魄 直接来到了这片奇异的 玉中天地 叶玲心中大喜 看样子白玉佩 真是一样神奇的天才地宝 里面竟然有这样一方天地 到了此时 能出又能进 让叶玲彻底放下心来 对着灵田边上的白玉杯 照着自己的魂魄虚意 倍感兴起 之后叶玲又开始细细 查看这块玉杯 不知是什么灵石弃成 价值几何 刚用手一碰 叶玲赫然瞧见 白玉杯上 闪闪发光 若隐若现地 显出几行字迹来 东皇仙府摘星牙杯 牙主 叶玲 修为 炼器一层 寿元 八十一 封号 仙府摘星牙主 赐予灵田一亩 木屋一座 星辰之金三枚 灵田灵力 满 草木生长 无需恢复 木屋储物 空 储存灵物 万年不坏 星辰之金 满 滋润星神 无需恢复 叶玲心神震动 手按在玉杯上 宁神戏瞧了好几遍 绝对没有看错 东皇仙府 白玉配中的天地 竟然是做仙府 叶玲脸上 献出一丝迷茫 上面引现出的自己名字 修为 都是丝毫不差 叶玲喃喃念着 寿元八十一 封号仙府摘星牙主 赐予予灵田一亩 木屋一座 星辰之金三枚 嗯 这一方狱中天地 就是仙府的摘星牙 那三枚湛蓝的光球 就是什么星辰之金 什么 我的寿元 只有八十一吗 叶玲目光一凝 长叹了一口气 放开了白玉杯 在灵田上夺来夺去 口中只是默念 八十一 寿元仅有八十一岁而已 难道我叶玲金是金生 只有六十几年好活了吗 想当初来药谷时 叶玲只是为了 过得更好一些 混碗饭吃 不必在住风桥下的桥洞 不必风餐露宿 叶玲身为药谷宗的外门弟子 执行门派的采药任务 每个月 只需要上交十个零食 或等价的零草即可 剩下的换了零食 或买单药 或买法器灵符 都是自己的 虽然修为长进不大 但过得也算逍遥自在 如今当叶玲知晓自己的寿元 只有八十一岁时 即便还有一甲子以上的时光 但叶玲总觉得 仿佛大献将至 深深地体会到众师兄们 众长老们为何要勤奋修炼 他们为的 就是随着修为的提升 寿元无限地增加 与此同时 带来身份和地位的攀升 实力 权势和财富与之俱来 不过这些 还是其次 终归于一点 就是追求长生大道 常听师兄们说 练气期修饰的寿元 和凡人无异 只有八十年左右 即便服食增加寿元的丹药 也不过人生百年 而像本宗著姬长老们 寿元可大二百年 在网上 天丹仙门的金丹长老 寿元是五百年 至于仙门老祖 身为猿鹰老怪 寿元有千年之久 叶玲终于停下脚步 助力在白玉杯前 下定了决心 我欲求长生 绝不能虚度一事 止步于练气 从今往后 叶某也要前行修炼 求得长生 主意已定 叶玲开始视察她的领地 东皇仙府 摘星衙 熟悉这狱中天地里的一切 摘星衙周围云雾飘渺 叶玲无论用什么方法 都无法穿过 显然是 不知是谁步之下的云雾禁止 正如她始终想不通 为何会得了这么个封号 仙府摘星衙主 也不知是谁赐予她一亩灵田 一座木屋 和三枚星辰之精 叶玲想不明白 索性不去多想 总之来去自如 继为仙府摘星衙主 这亩灵田 就是自己的了 叶玲同时也发现了 在小木屋后 不远的地方 赫然有石阶通往 云深雾绕之处 但陷于云雾禁止 她无法沿着石阶下摘星衙 让她更觉得 仙府透着神秘 石阶 想必是通向摘星衙的山下 可惜有云雾禁止阻挡 无法一探仙府究竟 叶玲感慨不已 最后终于把目光 投向了仙府摘星衙的一亩灵田 只觉得 这里灵田有着银润的光泽 和药谷里的大不相同 药谷宗隶属于 吴国九大仙门的天丹仙门 也是在本地封乔镇附近的 几个修真门派里 唯一一个 以采药炼丹为主的门派 叶玲身为药谷宗外门采药弟子 平日里 也见过药谷宗的不少灵田 里面栽种着不同品质的灵草 不过药谷的灵田 要么是门派的 要么是铸鸡长老的 叶玲路过时 只有眼线的份 不知能否把储物袋 带进仙府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在仙府灵田里 尝试着种下回神草 没想到叶某 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灵田 而且还是随身带着的 叶玲想到此处 兴奋不已 刚要试着 把储物袋召唤进仙府 忽然间 一股熟悉的寒意传来 随之而来的 还有一股危机感 令叶玲刹那间 从仙府出来 门声紧接着就听到 有人不耐烦地大嚷道 叶玲 开门 搜查屋子了 谁 叶玲目光一灵 神色恢复了镇定 冷冷地道 外门直视弟子 李宝 奉了周长老之命 搜查清竹居 快开门 周长老之命 叶玲心神震动 暗暗心惊 周冲着老狐狸 居然还惦记着天才地宝 难道是他转一圈发现没有 依旧怀疑到自己头上 他派李宝来 能有神妖好意 叶玲目光中泛出寒意 却不慌不忙地 重新悬挂好了仙府玉佩 来到了门首 因为叶玲知道 一旦拒绝 不开门的话 后果显然是无法设想的 以他目前的微末修为 不仅应付不了眼前的 炼器三层的外门直视弟子 更得罪不起李宝背后的 助击长老周冲那老狐狸 想到此处 叶玲索性定了定心神 撤掉门栓 让静干瘦的跟猴子似的李宝来 叶玲冷冷地道 李师兄要搜查什么 只管来搜 他心中一阵冷笑 副手而立 他就不信 连助击器的周长老 都看不出仙府玉佩来 这次能搜查得到 果然 李宝翻箱倒柜 恨不能绝第三尺 神石扫了一阵又一阵 始终不见有什么异样 最后李宝有些急眼了 瞪着母狗眼 趾高气昂地命令道 储物袋打开 老子要细细搜查 叶玲墙压住心头的怒气 打开储物袋 还是那些个寒酸至极的家底 李宝看了都不屑一顾 皱起眉头 再仔细检查了一遍屋子 最后还是一无所获 只好领着人扬长而去 叶玲副手立在街上 目光冰冷至极 扫过青竹院 见肃琴和紫山房门紧闭 似乎没有受到搜查 暗暗松了一口气 随后叶玲听着动静 回头一瞧 青竹院西屋 冲出个矮状的身影 恨恨不已地大声嚷道 可恶 这四目中无人 不仅亲自搜查了叶兄的房间 而且他带来的人 连小弟的屋中也不放过 可恨 可恼 这个愤愤不平的 恋气一层小修 是跟叶玲同住在青竹院的孟昌 孟昌小个儿不高 但是粗壮结实 圆睁着虎目 瞪着李宝等人远去的背影 又狠狠地催了一口 与此同时 在东边的屋檐下 一个同样愤怒的声音 气横横地道 反了 这帮家伙反了 仗着是外门直视弟子 有点芝麻力大小的权力 就在药谷宗外门肆意横行 本公子岂是那么好惹的 李宝 你等着 叶玲回头看了看 见识和氏修仙家族的少公子 何景生 他素来高傲惯了 根本无法忍受 别人搜他屋子这种事情 不过看何景生的样子 手里扣着几张一阶上品灵符 似乎都被汗水浸透了 他嘴上说得好听 浑身都气得发抖 却不敢付诸于实际行动 叶玲一脸的冷酷和凝重 强者为尊 他们的实力强横 人多势众 就可以横行霸道 反过来 如果我们清竹院的五人当中 有一位是 炼气三层 谁还敢气上门来 说吧 叶玲光当一声关上了房门 心头泛起层层杀机 韩星般的眸子中 现出了冷意决然之色 第三章 先府仲天 炼气二层 经过李宝这次蛮横无理的搜查 清竹院的何景生 孟昌和叶玲 无意不对李宝恨之入骨 何景生生性懦弱倒也罢了 孟昌是直性子的人 但鉴于修为太低 与李宝差距太大 再要古宗 又不及李宝有权有势 所以再愤怒 也无可奈何 唯有叶玲 修为跟孟昌一样 都是炼气一层 但叶玲深知 李宝这一次来 是仗着周冲长老的势头 专门针对他而来 以周冲这老家伙的多疑 叶玲不难猜测到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以后肯定还有更难缠的 叶玲看着凌乱的屋中 愤怒之余 静下心来 陷入了沉思 周冲这老狐狸 已经怀疑到 天才地宝的失踪 和我有关 但是苦于没有证据 一时半刻也查不出来 看样子 只要我一日不死 周冲一日难安 他已助击长老之尊 要来抹杀我这个 小小的炼气一层的外门弟子 应该不是什么男士 叶玲沉吟了片刻 转念又一想 就算周冲自顾身份 不屑于亲自动手 他只要派李宝等人来陷害我 以我的威莫道横 也没有一丁点的反抗之力 不行 我绝不能让这老狐狸得逞 唯一的办法 就是尽快地壮大自己 修仙界的残酷 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叶玲身上 让他深有体会 物尽天择 优胜略胎 强者为尊 这才是修仙界 亘古不变的法则 弱者 只有被弱肉强食的份 或臣服于强者 或任人宰割 叶玲很明白这个道理 是到如今 叶玲想成为强者的念头 变得前所未有的破解 修炼 尽快地修炼 不仅仅为求得长生 更是为了生存下去 对 我还有仙府玉佩 玉中天地里的东皇仙府 摘心牙 说不定是个很好的避难之处 叶玲心神振奋起来 神石一扫 心神进入仙府玉佩 赫然出现在了玉中天地 不过让叶玲扫心的是 每回进来的 都是自己的魂魄肢体 肉身还在外面 这如何避难 叶玲叹了口气 把目光重新投向了仙府玲田 心念一动 储物袋果然随着她的心意 出现在了仙府天地中 令叶玲惊奇不已 果然可以把储物袋召唤进来 看样子 仙府玉佩 至少能用来储物 把重要的东西 放进仙府天地 神也不知 鬼也不觉 嗯 再试试仙府玲田能否耕耘 叶玲来了兴趣 取出从云苍山南路采摘回来的 三株一阶出品回神草 刚栽进了仙府玲田 还没等叶玲买土浇水 就见三株回神草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起来 天呐 这 这 这是什么灵田 也太逆天了 一阶出品的回神草 竟能长这么大盖 中品 上品 还在长 啊 极品 难道我是在做梦不成 叶玲不可思议地望着出出 只有两寸长短的出品回神草 最后竟然生长成了二尺多高 堪比上千年份的极品回神草 无论是几节的灵草 生长一百年份以下的都是出品灵草 二百年左右的是中品 五百年份的是上品 生长千年以上的就是极品灵草 叶玲眼中散发着奇异的光彩 好容易才从惊喜中回过神来 这才留意到原本量津津的一亩灵田 暗淡下去了一小块 灵草生长得快极了 田力消耗也很快 不过这三株一阶极品回神草价值不菲 极品回神草可以用来炼制极品回神丹 在枫桥镇方式上 每一株极品回神草都能卖到再三百灵石以上 这三株收获了 就是九百多块灵石 足足可以买到九张威力巨大的一阶极品灵符 应付眼前的危机 试想 九张极品灵符在手 还惧怕个炼器三层的礼宝 就是多来几个 照样可以出其不意 全部轰杀 叶玲兴奋不已 收获了这三株二尺多长的极品回神草 忽得心中一动 暗道 仙府灵田的灵力如此强大 何不用已经长成的极品回神草的枝叶再种 想到这里 叶玲折下了极品回神草的一小段枝叶来 栽进仙府灵田 令叶玲更为欣喜的是 这段小枝叶果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极快地生长起来 不多时又长成了新的一株二尺多高的极品回神草 果然可以繁殖培育 只要有足够的灵石补充田力 随意一株灵草 就可以种出无数 叶玲含星般的眸子又是一亮 为了再次印证 她心神退出了仙府 回屋中取了前些日子采摘来的其他一节灵草 同样在仙府灵田里种出了极品 收获后 在折下枝叶栽种 直至一亩灵田余下的田粒 全部耗尽 叶玲好容易才平复下激动的心情 感慨万千 没想到无意间得了这么个仙府玉佩 堪称是绝世的天才地宝 足以让全天下的修饰为之疯狂 想到这里 叶玲心中一灵 暗暗告诫自己 切莫得意忘形 绝不能让任何人知晓仙府的秘密 不就是千百灵石吗 比起长生大道来 何足道哉 再有钱 也得有命去想 叶玲定了定神 双眸中恢复了清冷之色 心中转过无数念头 事到如今 我即便在仙府灵田里 种出无数的极品灵草 可以卖了 买到数不尽的一阶极品灵符 极品丹药 甚至极品法器 用来提高自己的战力 不至于在练弃三层的礼宝面前不堪一击 但我与珠姬长老周冲那老贼的修为差距 不是零食多就可以迅速弥补的 还得靠勤奋修炼 才能逐渐地成为真正的强者 明天就上方式 卖掉一部分极品灵草 买下可以与礼宝抗衡的极品灵符和法器 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另外 还得买些极品丹药 以供平日的修炼用 叶玲打定了主意 索性就以魂魄之体 在仙府摘星牙里打坐修炼起来 要古宗外门弟子 每人都有炼器七一层到三层的基础功法 叶玲也不例外 在仙府里 叶玲闭目凝神打坐 神识内敛 开始耗费心神 去领悟炼器一层的基础功法 渐渐地 时间一息一息地过去了 叶玲却没有留意到 仙府摘星牙上空 漂浮的三枚湛蓝星辰之金光球 此时正环绕在他周身 使得他沐浴在一片湛蓝的光滑里 仿佛置身于深海中一样 也不知过了多久 叶玲在睁眼瞧看时 赫然瞧见这三枚星辰之金的光球 散出的蓝光是那么柔和 似乎在滋润着他的心神和魂魄之体 修炼了这么久 心神居然还处于充盈的状态 没有耗费掉一丁点 看来这星辰之金里 蕴含了极为浓郁和磅礴的灵气 叶玲心中震撼 直到这时 他才明悟过来 仙府戒碑上有关于星辰之金的说明 为何要写着滋润心神 以叶玲的寻常资质 平日里修炼炼器一层的基础功法 每天的心神和精力有限 只能吸得炼器一层功法的千分之一二 然后就得打坐修炼 吸收天地间的自然灵气 或依靠单药的灵力 慢慢恢复了心神和精力 再继续修炼 叶玲想从炼器一层 进阶至二层 至少要两年的时间 如今在仙府里 叶玲的心神源源不断 竟然一步留神 修习了炼器一层功法的十分之三 仙府的星辰之金 滋润心神 竟然可以辅助修炼 照这样下去 再在仙府里修炼两三个时辰 我就可以突破炼器一层 达到炼器二层的修为 叶玲强压下心头的狂喜 静下心来 恢复了冲和淡然之色 继续在仙府中 沐浴着星辰之金的光滑 打坐修炼 几个时辰的闭关 对修仙者来说 十分的短暂 但在仙府中的叶玲 魂魄之体 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星辰之金的湛蓝光滑 进入了叶玲的魂魄 被叶玲缓缓地吸收着 而她周身散发出来的气息 在逐渐强大 到了第三个时辰 叶玲的魂魄之体一阵 豁然睁开寒星般的眸子 流露出明澈 而又晶莹的光滑 一闪而逝 炼器二层吗 叶玲带着满心的怀疑 只感受到魂魄之力 明显壮大了几分 她试着散出神石 原来炼器一层时候 神石笼罩的范围 只有十丈 而现在 叶玲的神石 能笼罩过仙斧灵田 比原来的神石范围 又多了出十丈远 叶玲心念一动 出了仙斧 魂魄魄归体 叶玲身 万类俱技 月影邪挂纱窗 映照在屋中 月色如霜 在魂魄归体的一瞬 叶玲深切地体会到 魂魄归体后 无论体内的法力 还是力量 速度都提高了几分 这一切的一切 令她心潮澎湃 果然是炼器二层 没想到我在仙斧里 进阶的如此之快 叶玲满怀激动 心神进入仙斧玉佩 再一次来到仙斧的摘星牙 继续开始打坐修炼 令叶玲奇怪的是 这一回 她刚刚开始修习 炼器二层的基础功法 还没修炼到千分之二 心神损耗殆尽 而星辰之精的湛蓝光华 也再没有滋养过她的心神 这是怎么回事 叶玲暗暗心惊 坐不住了 站起身来 凝望着三枚湛蓝光球 似的星辰之精 似乎没有什么异样 又把目光转向了 仙斧摘星牙这一方天地 通往摘星牙下面的石阶 多出了三个 除此之外 仙斧里的变化 莫过于仙斧戒碑 重新闪烁着晶莹之光 叶玲心中一动 赶忙把手放到仙斧戒碑上 要看的究竟 果然 仙斧戒碑上 重新若隐若现地 浮现出几行字 东皇仙斧摘星牙碑 牙主 叶玲 修为 炼器二层 兽元 84 封号 仙斧摘星牙主 赐予灵田一亩 木屋一座 星辰之金三枚 灵田灵力 空 草木生长 恢复须中品灵石一块 木屋储物 空 储存灵物 万年不坏 星辰之金 空 滋润星神 恢复须三十日 原来如此 叶玲看罢最后 这行小字 当时放下心来 补充仙斧灵田的甜力 只需要一块中品灵石 也就是一百块普通灵石 这个不算什么 而恢复星辰之金的 湛蓝光滑来滋润星神 则需要三十天时间 我要进阶炼气三层 看来得等到一个月之后再说 哼 不难猜想得到 封我为仙斧摘星牙主的人 是想让我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巩固好现阶段的修为 第四章 浇出魂血 一夜之间 炼气二层 叶玲惊喜过后 随即想到 一旦星神退出仙斧玉佩 魂魄归体 就会立刻散发出 炼气二层的强大气息 如此精湿害俗的修炼速度 足以震惊整个药古宗 但如今我正处在危机之中 必须得隐藏好修为 如果使用一阶隐修服 或学会隐修术 骗得过同阶修士 但是骗不过门派里的助击长老 逃不过周冲那老狐狸的眼神的 除非 忽然间 夜灵脑海中灵光一闪 蹦出了个绝妙的主意 平时可以把大部分星神 都进入在玉佩中的 东皇仙府摘星牙 使得魂魄之体一分为二 余下的少部分星神 随着分魂归入体内 保持着炼气一层的样子 任由是谁 也不会看出我的真实修为 这个法子 比隐修服 隐修术高明多了 想到这里 夜灵试了几次 果不其然 随着心念动畜 星神一分 魂魄一分为二 一个分魂留在仙府里 一个分魂入体 妙不可言 此夜 夜灵注定难眠 好容易挨到第二天一大早 天蒙蒙亮 夜灵翻身跃起 轻手轻脚地推开房门 悄然出了轻竹院 直奔门派传颂阵 丰桥镇南城方式 朱雀大街的尽头 传颂阵的光滑一阵闪烁 现出了夜灵的身影 夜灵总算长出了一口气 仿佛在丰桥镇里 要比在耀谷安全多了 不必时刻提防着 外门直视弟子李宝的暗算 吴国丰桥镇 地处本地修仙界的中心 北有隶属五行先门的玉须宗 南有金阁先门下的南盛宗 西为耀谷宗 西北就是云苍宗 而在云苍宗的西北 是隶属优越先门的凤池宗 丰桥镇东边 是一望无际的东林泽 没有炼气后期的实力 谁也不敢去轻易设险 丰桥镇上的方式 自然而然地 成了本地修仙中 最繁华 最热闹的所在 满大街到处都可以见到 炼气修仕的身影 甚至还有为数不多的筑机修仕 也来方式活动 夜灵是丰桥镇本地人 在没有拜入药谷宗前 住在丰桥镇南的丰桥桥洞 对方式十分熟弱 南城方式多药铺 主卖单药 兼收药草 夜灵走街串巷 只逛小药铺和沿街的摊位 都售一街极品回神草 以每株300零食左右的价格 迅速地出手 不大会儿的功夫 夜灵的储物袋里 装满了4000多块零食 此外 更有几块中品零食 都被夜灵进入新神 存尽了仙府玉佩 夜灵在南城方式逗留了片刻 买了几瓶几瓶回神单 然后就绕向西城方式 去买灵符 他穿过了两条大街 轻车熟路地钻进一处不起眼的小巷 身影靠在门首暗处 倾扣门环 过了半晌 院中传来脚步声 有个年老的声音弹嗖一声 招呼道 哪位 不走正门 来老夫神父方的后门 坐神 是老主过 快开门 有大买买上门 夜灵压低了声音 背对着门环 微微探出头来 警惕的目光留意着巷子口 后门吱压一声开了 咣当又闭上 老夫还当是谁 原来是你小子 老主顾 笑话 你倒是老来 老是空手就来 别出去吧 老夫的灵符事 再也舍不起了 张伯 果然有好买卖 莫误了我大事 快开门 说好听的没用 除非先还了上回奢猎艳符的钱 否则要进我老人家的神符坊 没门 夜灵无奈 索性从储物袋中 抓出一大把灵石 碰撞的丁令 当郎万象 三百灵石送上 要三十张一阶上品灵符 神符坊的后门 猛地大敞开 反倒把夜灵吓了一跳 一个满面红光的老头 苍老的双眼 紧盯着闪闪发光的灵石 终于笑容可居地 朝夜灵拱了拱手 夜公子大驾光临 令寒舍彭壁生辉 小老不胜荣幸之至 快 里边请 不到一炷香的功夫 夜灵还从神符坊的后门出来 怀揣着两千多灵石 买来的一大碟一阶上品符咒 甚至极品符咒 各种各样的都有 如攻击用烈焰符 寒冰符 破魔符 埋伏用流沙符 风咒符 甚至有逃跑用神行符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几张一阶极品谁饮符 据神符坊主张老头说 用此符咒 足可以在炼器中期修饰的 眼皮底下隐身 用来隐匿 躲藏和暗算别人 最好不过 通常情况下 极品灵符的价钱 是上品的十倍 威力也大得多 叶灵不惜花大价钱买来 就是为了针对礼宝 来到西城方市 叶灵进了一处中等商会飞行阁 买了一阶极品赤火刃 和极品兵衔剑 每一柄极品法器 价钱都是当初 武林时买得出瓶火灵刀的数十倍 另外 叶灵特意买了一身锦缎极品法衣 暗地里套在了月白段长山下 极品丹药 法器法衣 灵符 都准备好了 本应该去北城方市逛逛 顺道买些倒数的 但一来临时花掉了大半 二来也没有时间挑选倒数 要是回去的迟了 难免又惹得周长老和李宝起疑 得速速回药谷 领取今天的外门杂役任务 想到这里 叶灵直接赶奔西城方市镜头 通过传送阵 回到了药谷 果然 叶灵刚回了药谷宗卿竹院 就借孟昌气喘吁吁的跑来送信 皱着眉头探道 叶兄 快去外门指示大殿领门派任务 李宝那丝欺人太甚 特地点名要叶兄亲自去一趟 我们不能带你领任务 李宝是在作死 我这就去成全他 叶灵双眸中泛出寒光 冷冷地道 心中却一阵冷笑 果不其然 这丝处处与我作对 都是因为背后有周冲那老狐狸之故 到了外门指示大殿 叶灵的神色早已恢复了镇定淡然 见李宝居中半躺半坐 身边还有几个炼气一层的女修 服侍着柔肩锤背 简直比外门长老还要气派 李宝鞋瞪着眼 轻蔑地瞥了一眼叶灵 就像审问犯人似的 傲慢地道 天到四时 你都不曾来点卯 该当何罪 叶灵淡淡地道 一时睡过了头 大不了领一个繁重些的杂役任务而已 嘿嘿 每天四十不到的人多了 你又能奈我何 李宝气得浑身发抖 整个要鼓踪外门 还没几个人敢直面挑战他的权威 李宝趴得一拍桌案 强压住怒火 推过最繁重最劳累的杂役任务预检来 沉声道 你只能从这几个里面选 叶灵淡然一笑 不跟他争辩 神识扫过 心中一动 领了个后山砍柴的门派任务 地方偏僻至极 领过任务 扛起斧头 叶灵转身就走 扬长而去 仿佛根本没把李宝放在眼里 一路上 叶灵心中暗笑 李宝啊李宝 你奉了周冲之命 无非是要监视我 但愿你气得发疯 能暗地里跟来 哈哈 不来是你的便宜 来 就是你的晦气 如今 叶灵虽然只有炼气一层的修为 但掌握着那么多张上品 来至极品灵符 足以灭杀李宝十几回 到了后山 叶灵在必经之路上 暗地里布置下扶阵陷阱 还在各种符路上 打下了神石烙印 一旦有人经过 叶灵会立刻察觉 启动扶阵 叶灵转过山奥 扔下了斧头 开始静静地等待 左手里攥着一大叠 极品灵符 右手按在储物袋上 随时可以拍出一阶 极品法器赤火刃 猛然间 叶灵的神石感应到 有人闯进扶阵 正是那干瘦的 跟猴子似的李宝 扶阵开启 叶灵的目光中 闪出凌冽的杀计 扶阵陷阱灵 灯时开启 与此同时 叶灵捏碎了水影符 进入了隐身状态 狭窄的山道上 极品流沙符 最先被触发 就听得李宝哀悠一声惊呼 顿时陷入流沙中 紧接着 埋在流沙中的 极品风筹符 立刻开启 刹那间 封住了李宝的肉身 然后李宝的噩梦 还没有结束 从山道两侧 抱起两道寒光 赫然是两张 极品寒冰符 不 李宝大吼一声 憋红了脸 不惜消耗 练弃三层的大半法力 挣脱了风筹符的束缚 立刻拍出一阶 上瓶土灵盾 挡住左边 极品寒冰符 并且极力地躲闪 试图躲开 右边寒冰符的袭击 咔啦啦 一阵冰冻的声音 冻住了李宝的右肩 仿佛在他身上 覆盖了一层冰甲 该死 李宝咬牙切齿地忍受着 只觉得彻骨的寒冷 从右肩开始蔓延 不得不消耗体内的法力 来延缓冰冻的效果 哄 山道上以李宝为中心 就好像爆开了一团红云 飞腾出无数烈焰 瞬间把李宝吞入火蛇中 这是扶阵陷阱的群攻杀招 夜灵足足在此 埋伏了十几张上瓶烈焰符 煞时间 李宝惨叫连连 好容易从烈焰中 连滚带爬地跳出来 上瓶法衣早已化为灰烬 浑身上下 就跟个墨猴似的 正在李宝暗自庆幸大难不死时 一阵幽蓝色的水纹 在他身后波动 刷得一道红芒斩来 李宝察觉到 这股危险的气息 下意识地举起土灵盾 回身抵挡 咔嚓 土灵盾的黄色光纹不稳 碎裂成好几块 夜灵持着极品赤火刃 如天神下凡一般 凭空闪现 冷冷地盯着他 夜灵 是你 这不可能 你只是炼气一层 怎会斩碎我的护盾 李宝捶着右肩 连连倒退 一脸的骇然和不幸 还妄想拍出一柄精灵剑来 与夜灵抗衡 忽然间 一股炼气二层的强横气息 从夜灵身上轰然爆发 这股强横的灵压 足以压制住 受了重伤的李宝 令他心神俱阵 夜灵冷冷地道 李宝 前后左右 都是我不置的负战 你跑不了 动一动 就是死 李宝静一不定 紧紧地握住精灵剑 额头上冷汗层层而下 连干瘦的脸都剧烈地扭曲着 为了让他彻底绝望 夜灵一翻手腕 献出一大碟极品灵符 李宝静得魂不附体 倒抽了一口冷气 心神震撼至极 接近了崩溃的边缘 他两腿发软 左手却颤抖着 摸向了储物袋 仿佛想要捞取最后一根 救命稻草 做最后一搏 夜灵冷哼一声 飞射出数张极品寒冰符 一大团冰雪飞舞 笼罩住李宝 灯使把他冻成了一座冰雕 在李宝恐惧和绝望的眼神中 夜灵用极品赤火刃 融开了他头上的冰封 不过是夜师兄 夜大爷 夜祖宗 小孙孙实在是被逼无奈 迫不得已 恳请老祖宗大发慈悲 饶过孙儿一命 李宝见夜灵没有直接杀了他 心中燃起一线希望 赶忙与无伦次的拼命讨好 谁知夜灵另有打算 丝毫不为所动 夜灵目中泛出寒意 赤火刃往前一地 冷酷地道 敲出浑血 任我为主 不然的话 死 第五章 收服 备战大比 李宝击凌打个冷战 一颗心无限的下沉 浑血与魂魄命脉相连 一旦交出浑血 从此生和死 都掌握在了夜灵的手里 夜灵冷冷地盯着他 宛如万年亘古不化的冰雪 冷酷 无情 看到夜灵的双眉一轩 赤火刃微动 李宝慌忙叫喊 祖宗饶命 小的交出浑血就是 李宝一咬牙 苦着脸 把浑血从眉心逼出 漂浮在半空中 却是个精英的光团 一瞬之间 李宝仿佛苍老了十年 如霜打了的茄子 顿时捏了 夜灵散开神石扫过 确认无误 满意地点点头 把他的浑血 拍入自己的眉心 与子府十海相连 事到如今 李宝颓然叹息 他深知浑血 被别人掌握的后果 只需夜灵一个念头 他的魂魄 就得灰飞烟灭 甚至 如果夜灵死了 他的魂魄也会随之消亡 连自身的魂魄 都得一起陪葬 夜灵拍出几张上品烈焰符 融化了李宝身上的冰封 冷冷地道 李宝 李宝浑身一颤 一脸的惊惧和敬畏 诚惶诚恐地败倒在地 再 孙儿参见夜佐 夜灵哑然失笑 论年岁 李宝比他大多了 如此称谓 令人可发一笑 随后夜灵淡淡地道 李宝 你虽然浇出了魂血 任我为主 但以后断不可如此称呼 尤其是在药谷里 你我平被论浇即可 不得让任何人知道此事 也不能让任何人察觉到一丝端倪 懂吗 是 小的明白 小的很懂 一切都听夜道友的吩咐 李宝赶忙站起身来 冲夜灵躬身一礼 强装出笑颜 目光中也流露出了无比的恭敬和狂热 夜灵点了点头 暗自蠢夺 看来此人天生一副奴才嘴脸 看风使舵 倒也不笨 怪不得他会得到助击长老周冲那老贼的器重 周长老派给你了什么任务 为何要陷害我 夜灵细细地询问了一遍 李宝毕恭毕敬地一一回答 丝毫不敢添油加醋 有什么就说什么 果不其然 周冲那老家伙终究是怀疑上了我 命李宝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必要时候还想置我于死地 幸亏今日我先下手为强 制住了李宝 夜灵沉思了片刻 看到李宝自己长嘴 发誓要痛改前非的样子 夜灵吩咐道 好了 既往不救 你是聪明人 若是周冲长老问起 你在他面前该怎么去说 该怎么去遮掩 你自己心里清楚 李宝恭敬地垂手而立 连声应道 是 是 小的尽量打消了周长老的顾虑 说对主人有利的话 很好 赏你一瓶极品回神丹 和两块中品零食 你速去疗伤 换身衣服 然后来清竹院 向众人赔罪 记住你我之间已道友相称 不能漏了破绽 夜灵挥手 递给他丹药和零食 李宝微微错愕 紧接着心头狂喜 赶忙接过 他早已见识过夜灵的肆意挥洒灵符 知道主人十分有钱 但没有料到 主人还会大家赏赐于他 李宝 看向夜灵的眼神中 恭敬和狂热之色更强烈了 仿佛跟对了主人 给夜灵办事 又简单容易 赏赐又多得多 这等好事上哪里找去 李宝之前的失魂落魄 一扫而空 竟然变得神采意义起来 赶忙败谢道 没的问题 多谢夜道友 李某自有分寸 先行告退 清竹院见 望着李宝信冲冲离去的背影 夜灵嘴角泛出一丝笑意 如今收服了李宝 有他暗中侧应 多少可以减轻些助击长老周冲 给夜灵带来的压力 夜灵袍袖一挥 进风卷过山道 收拾战场 做到毫无破绽之后 夜灵往仙府玉佩中进入心神 留下分魂之体 把修为依旧隐藏至炼气一层 然后回转清竹院 半路上又碰上了孟昌 他挑完水泄扁单 正打算上外门指示大殿交差 见夜灵悠然回来 差一道 夜兄 只是弟子 李宝没派给你繁重的日常任务啊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夜灵微微一笑 没有 李师兄 待我还算不错 你也不必去交差了 召集何景生他们 就回庆祝院等着 李师兄 说他昨日搜查的有些鲁莽 今日要上门来赔罪 什么 李宝要来赔罪 难道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孟昌瞪大了眼睛 一脸的迷惑不解 夜灵笑了笑 也不管孟昌如何惊骇 让他去找何景生 自己去找紫山和肃秦 不大话的功夫 五人都聚回了青竹院 围拢住夜灵 纷纷表示质疑和不幸 认为夜灵是哄他们的 谁知没等过了多久 青竹院外脚步想动 正是李宝风尘仆仆地赶来 他身上的伤势 也通过极品回神丹的灵气治疗好了 甚至还换了件促心的衣裳 何景生 孟昌 肃秦和紫山都是一正 唯有夜灵靠在房檐下 悠然自得 李宝见了青竹院五人 不敢去看主人夜灵的目光 擦了擦额间的汗珠子 远远的就打工作一的陪不试 满面春风的道 哈哈 几位道友 昨日都是上差下派没有办法 多有打搅 多有冒犯 今天特地亲自前来陪不试 还望道友们海寒 说吧 李宝连连作一 几乎躬身到地 态度非常诚恳 何景生四人面面相去 都不知晓他肚子里卖的什么药 梦昌撞上脑门子上的火气 也当时消了大半 夜灵笑道 李师兄不必客气 既然是例行公事 情有可原 我等自然不会去计较 不过李师兄为了表示诚意 可以免去我们的一些负担 比如说 在外门弟子大比之前 我们青竹院五人 似乎可以不去领外门的日常任务了 嗯嗯 没的问题 我来就是要和你们说这件事的 以后你们不必来支持大殿领任务了 哼哼 李宝拍着胸脯满口应成 多表现表现 何景生等人 更是一脸的惊喜之色 如坠梦里 是吗 还有这等好事 孟昌也是兴奋不已 高兴地直搓手 这么说来 我们能一心备战外门弟子大比 专心修炼了 那好啊 咱们终于有时间去长西 原野历练了 先去长西原野历练 再闭关修炼 你们看如何 紫山甚至憧憬起了 未来两个月的修炼之事 孟昌第一个响应 对原野历练备展新奇 更加兴奋起来 何景生也表示愿望 叶灵心中一动 同样想早些去长西原野历练 一来为了尽快修炼 提升自己的修为 二来 历练可以增加战斗经验 为两个月后的外门弟子 大比做准备 再者就是离开药谷 可以避开助击长老周冲的注意 好处多多 唯有肃情沉音不语 十分谨慎地看了一眼李宝 确定他所言非虚后 点点头道 嗯 长西原野历练 是个不错的主意 你们三个打算 何时上风桥阵方式 准备长西原野历练的应用之物 清竹院的五人 要商议长西原野历练之事 夜灵神识传音 喝退了李宝 嘿嘿 你们慢聊 在下告辞 李宝之去地离开 清竹院的气氛 随之也热闹起来了 一边对李宝的 赔礼道歉嘖嘖称奇 一边憧憬着长西原野历练 紫山婉尔一笑 我和肃情姐 沾了我们家陆大小姐的光 前些日子 就有陆氏修仙家族里 派人给我们送来上瓶法器和丹药 所以用不着去方式了 若是你们要去方式的话 给我们捎来些镇旗 帐篷之类的东西 好了的话 咱们明天就能走 孟昌羡慕得无可无不可 虽然他们孟氏小修仙家族 每月也给他送一笔零食 和修炼所用之物 但绝不会像风桥陆家那样 出手大方的 只有何景生既不羡慕 也不嫉妒 依旧保持着他高人一等的傲气 他身为何家的少公子 属于中等修仙家族嫡系子弟 再怎么说 也不弱于大修仙家族里的两个丫鬟 只有夜灵的心态超然 本身出身贫寒 原本也没打算跟他们比 如今夜灵有了仙府玉佩 对于他们修仙家族提供的资源 在夜灵眼里也算不上什么了 夜灵早上去的匆忙 没顾上买倒数什么的 一听此言 正对胃口 何景生和孟昌 也都想去方式买丹药法器 备占外门弟子大比 于是三人商议定了 即刻就出发去封桥镇方式 临走之时 肃秦补充道 莫妖望了 还有竹席蒲团等物 夜灵风餐露宿惯了 末入谷的时节 进驻封桥桥洞了 有镇齐抵挡妖兽即可 至于竹席什么的 原来也没打算准备 木天席地就好 听他这么说 值得点头道 好 这些花费不了几个零食 夜灵 孟昌 何景生 一行三人通过药谷的传送阵 直接传送到封桥镇方式上 为外门弟子大比做准备 置办去长溪原野历练 所需的法宝丹药等物 夜灵 咱们上长溪原野历练 一待就是十天半月 每人至少 也得购买足够半个月 修炼用的回神丹 还有半夜抵御妖兽袭击的镇齐 最为要紧 不知哪里有卖 孟昌询问 对封桥镇方式最熟悉的夜灵 何景生也提议到 镇齐要买 法宝灵气法一 更要挑选 夜师弟 先带我们去买一间 上品或极品的法器 夜灵巴不得早些支开两人 去悄悄地兜售极品回神草 让他们挑选法宝灵气 无疑是最耗时间的 于是夜灵点了点头道 随我来 到了方式西街 夜灵摇摇一指 这条街上专卖法宝灵气 最西边的大门楼 就是金阁仙门 在封桥镇下设的商会万宝阁 你们两个有钱的主 就上那里去挑选上品和极品法器 我去街上摆摊的 就在此处的陆氏商会等我 说话间 夜灵又一直左近的一处中等炼气阁 挂着陆氏大修仙家族的自豪 陆氏商会 就是肃秦和紫山他们家 大小姐陆冰兰的产业 何景生留神乔看 见是一座中等的炼气阁 脸上献出一副不屑的神色 看来本地最大的修仙家族 丰桥陆家也不过如此如此 夜灵悠然道 不错 正是陆大小姐家的产业 在丰桥镇上 陆家的产业有二十几处 这里仅仅是其中的一处而已 何景生的脸色顿时变了 不由得道抽了一口冷气 孟昌却浑然不知觉 除了羡慕还是羡慕 粗豪的声音笑道 哼哼 不愧是风桥陆氏 常听肃秦和紫山说起 我还没去过哪 何兄 咱们先上万宝阁 再上陆氏商会 第六章 全灵跟道树 夜灵与他们两人别过 独自一人转出了西街 就在中心方式暗地里 都受了几株极品回神草 然后夜灵漫步 走向北城方式的玄武大道 打算挑选些道树 北城方式专卖道树预检 和功法预检 摆摊的不在少数 道树是修士 需要消耗体内的法力来施展的 就是招法或法术 修炼的道树精湛与否 关系着修士的实力强弱 功法指的是内功心法 修炼功法耗费心神 与修士的修炼进度有关 夜灵身为单圣宗外门弟子 有炼器一层到三层的基础功法 暂时不用考虑购买功法预检 修士体内的法力 可以用丹药的灵气来补充 而心神的恢复 不仅仅可以依靠丹药的灵气 还能靠打坐修炼 来吸收天地间的灵气 这两种方法 均可以缓慢地恢复心神 而夜灵先斧玉佩里的心神之今 诚如他所料 一定蕴含了极为磅礴和浓郁的灵气 能急速地恢复和滋润心神 但有30天的使用限制 当初采药正灵石的时候 夜灵路过此地 只有眼线的份 因为倒数不论常见的 还是绝世罕有的 只有初阶 中阶和高阶之分 价格比起灵符丹药法器 要贵得多 就是最低阶的火球术 也要十几块灵石 夜灵买御风术时 是攒了两个月的灵石 逛遍了北城 好容易才在地摊上 买到最便宜的 另外所学倒数 要符合自己的灵根 否则买来无用 并且 无论修炼哪一种倒数 都得消耗法力多多演练 才能达到纯熟的境界 光靠打坐 吸收天地间的灵气 来恢复自身法力 花得时间太久 故此修炼倒数时 需要比平时消耗更多的丹药灵酒 来迅速地补充体内法力 维持修炼 夜灵的灵根 是大五行小三骑都有 金木水火土兵风雷 八大灵根俱全 像他这样灵根俱全的 全灵根修饰 在修仙界里 是最寻常的 毕竟每一个修饰的灵根属性 都是九九八十一点 拥有灵根的种类越少 相对而言分到某一种 灵根属性上的属性点就越高 最逆天的天资绝高之辈 就是单一灵根修饰 八十一点灵根属性 都分在这单一灵根上 修炼的速度最为逆天 无论修炼功法 还是修习倒数 占据了先天的优势 修炼速度都是最快 一旦有单一灵根的修饰被发现 足以振动整个封桥镇 遭到各个宗派的封抢 甚至会惊动九大仙门 丰桥陆家的陆冰兰陆大小姐 就是近年来在丰桥镇上 唯一一个被发现 是单一灵灵根的女修 早已被天丹仙门选中 她的两个丫鬟 肃秦和紫山 就是在陆大小姐进仙门之后 被安排到耀古宗的 和叶灵等人同住在青竹院 叶灵看着满街的倒数欲解 知道是自己的灵根天资平平 没有太突出的灵根 不仅不如何景生的金灵根 雷灵根强大 甚至连孟昌的二十几点 土灵根属性也比不上 修炼起倒数来最耗费法力 而且还得勤修苦练 像她这样的全灵根修饰 只有一点值得欣慰 就是无论哪一种灵根的倒数 都可以修炼 没有种类上的限制 如今我有仙斧种田 灵石丹药充足 全灵根反倒是好事 不必去在意丹药灵久的消耗 大不了辛苦些 多多苦练倒数 也可以练到纯熟的境界 未必输给天资卓绝的修饰 叶灵心神激荡 天之骄子又如何 还不是要靠门派或家族的资源支持 既有仙斧种田 足以胜过一切修仙资源 要是天丹仙门或要古宗 知晓本门弟子 以全灵根的寻常资质 不惜逆天改命 花比旁人多数倍 乃至数十倍数百倍的灵石丹药 去修炼众多倒数 飞弃的吐血不可 而叶灵偏偏就在 北城方式的玄武大道上 一路走过 相中了好些倒数心法 雷暴树 丰刃 很好很好 嗯 你的摊位上没有缠绕树吗 缠绕树啊 我这里有 叶灵一路上 把炼器初期可以修炼的倒数玉碱买了个遍 零食大把大把地掏出 普通零食不够 就用中品零食 吸引了不少摆摊卖倒数的修饰的注意 纷纷推销起了自家的倒数玉碱 道友留步 别上那边的大商会 一样的倒数 他们那里价钱又贵 还不如我等摆摊的齐全 就像这篇玉碱记载的谁引竹 他们玉须宗下设的商会奇数斋 就不肯出售 旁边还有个摆摊的炼器三层散修 也压低了声音负荷道 可不是吗 何止谁引述 五行仙门和玉须宗的大商会 连林木树都禁止买卖 而在我们摊位上 都私藏着不少 要不是看在道友出手大方 真心想买 我们也不敢轻易推荐 叶灵点了点头 这点她倒是知晓 门派禁止出售本门特有的道数和功法 就如要古宗门规 禁止内门弟子出售低阶回春树 方式上也罕见有卖的 至于中阶回春树 只有宗主的清传弟子才会 学会之后立刻销毁预检 不得外传 否则就视为门派叛徒 受无穷无尽的追杀 所以至今也没在方式上 看到有偷卖中阶回春树的 既然购买道数预检 是小摊位上比较便利 叶灵索性也不去北城方式的大商会 究竟又个花了数十零食 买下缠绕树 林木树 水影竹和金中护体的预检 再加上先前买的雷暴树 火球树和锋刃 还有已经修炼纯熟的预风树 一共是八种稻树 可以说是十分全面了 我这里有稻树法掘玄冰咒 内含冰封 冰刃 冰墙树 冰剑树等十几种冰系稻树 只要四百零食 一个炼气后期的女修 头戴斗笠青纱遮面 波澜不惊的道 叶灵微微一正 四百零食的玄冰咒 道树法掘往往是某系道树的汇总 比一般的单个道树全面的多 叶灵忽然想到 肃秦就是修炼的兵系和木系两种道树 很显然 玄冰咒所含的兵系道树之多 远胜过她的兵球树 于是 叶灵毫不犹豫地摸出四块中品零食 旁边摆摊的众人都瞧傻了 一愣一愣的 按道此女竟然还有一整套的道树法掘 众人看着她四块中品零食揣起 也只有羡慕和嫉妒的份儿了 用神石一扫 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才扬长而去 到中心方式 叶灵买了去长溪原野历练用的帐篷 竹席等物 忽得心中一动 又随意买了些中品法器和出品回神丹 打算在人前装幌子用 之后才赶奔西街的陆氏练气格 刚进门 孟昌就迎了上来 粗豪的嗓门叫道 叶兄 你上哪里去来 让我们好等 叶灵淡然一笑 好容易才卖完一节零草 又买了两样中品法器 还有两瓶出品回神丹 仅此而已 说话间 叶灵还像淘宝贝似的 一一取出来给他们看过 装模作样的 自个儿先赞叹了一番 何景生看都懒地看一眼 催促道 你迟迟不归 我们等不及 就请陆氏商会的侍者灵 我们去买丹药灵符振期等物 你回来 我们也该走了 叶灵硬了 从袖中摸出三十块零食 递给了孟昌 微微一笑 这是上回欠你的三十零食 特地奉还 孟昌也不客气 乐呵呵地收进怀中 又一拍储物袋 养出新买的 一阶上瓶土灵锤来 好一阵的炫耀 最后三人离开了陆氏商会 还从丰桥镇内的传送镇 返回药谷 回到清竹院后 五人小队算是约定好了 各自回屋休息 打算明天一早 就上长溪园也历练 叶灵回到屋中 关上房门 开始日常修炼 就是盘膝打坐 吞下一枚极品回神丹 调整内息 运转大小周天 吸收着极品回神丹的灵气 来疏通经络 淬炼肉身 还可以缓缓地恢复心神 以此巩固炼气二层的修为 之后 叶灵用神石扫过玉佩 浑入仙斧 极品回神丹蕴含的灵气 远远超过了出品回神丹 只可惜 过去一直没有足够的灵石买来修炼 身为汉士 不过亡羊补牢 石油未晚 何景生他们三个 也不过是炼气气二层而已 而我再过个月 就可以动用仙斧玉佩中的星辰之精 星许 可以把修为提升至炼气三层 在这期间 就用丹药翠体巩固修为 与此同时 勤奋修炼道术 提升自己的战斗实力 叶灵在风桥镇北城方式上 几乎买遍了所有灵根的道术 其中 还有宾夕道术法绝悬宾咒 记载的宾夕道术最多 这些道术 不仅要去修习掌握 还需要消耗法力 反复地去试炼 直至修炼道纯熟的境界 这才算是真正的学会了某种道术 叶灵在仙斧里修炼道术 只能做到休息 熟悉了如何施展 发招 然后对着仙斧里的云雾 静置一阵试炼 出招狂轰 直到体内法力耗尽 然后只能出仙斧 去服侍丹药 以丹药的灵气补充法力 所以 叶灵想要修炼那么多的道术 并且修炼纯熟 必须多多服侍丹药补充法力 以供试炼 多修炼一门道术 所用的丹药就增加一倍 但叶灵有仙斧种田 可以种出极品灵草 卖成零食 一切都不是问题 试炼过五次丰刃之后 叶灵体内的法力耗尽 干脆把那瓶极品回神丹 也取出了仙斧 一边吞下丹药补充法力 一边看看窗外漆黑一片 叶已深沉 心中暗道 看来在仙斧里修炼道术 对着云雾静置试炼 法力耗尽 还得出来服下丹药 这样魂魄随着心神进进出出 很不方便 不如去长溪原野历练时 多多修炼道术 还能增加战斗的经验 第七章 原野历练 第二天一大早 清竹院的五人组队出发 赶赴药谷西边的长溪原野 原野上没有传送阵 炼器弟子又无法遇见飞行 夜灵 孟昌等人只能徒步去 从药谷的西谷口 穿过山岭和护山大阵 然后才是一望无际的长溪原野 长溪 由东北至西南 流经风桥镇北边的玉须宗 在流至云苍宗和耀谷之间 视为长溪深剑 夜灵的仙府玉佩 就是从深剑里唠叨的 过了长溪深剑 长溪顺流往西穿过松阳密林 至此 溪流蜿蜒南下 最后纵穿整个长溪原野 清竹院的五人小队 出了护山大阵 踏进清脆的长溪原野 都警惕起来 纷纷从储物带中 拍出灵符法器 长溪原野上 散布着一阶甚至二阶妖兽 令他们这些练气初期的 耀谷宗外门弟子 不得不小心谨慎 即便是五人组队 相互可以照应 也不能太过大意 何景生是练气二层的师兄 修为又高 法器又是极品 自然而然地成了此行的队长 走在最前 孟昌是土系修士 虽然只有练气一层的修为 但加持上土甲护盾 同样不具原野上妖兽的侵袭 紧随在何景生之后 肃琴和紫山修为不弱 法器也不次于何景生的 但身为女修 无论如何 总是小队中被保护的对象 二女只好居中而行 一左一右 就好似小队的两翼 一旦有妖兽进前 也可以辅佐何景生和孟昌攻击 只有夜灵走在小队最后 其实她擅长的是御风术 可以走到最前去探查妖兽 采摘药草 但队长何景生认为她修为较低 没有护甲光照护体 打头阵十分危险 肃琴 紫山甚至孟昌也都是这样说 执意不肯让夜灵走在最前 夜灵无奈 也不好挑明 自己是炼气二层的修为 只得跟随着小队一个人殿后 虽然相对而言比较安全 但终究采摘药草之类的活 几乎没自己什么事了 肯定走在前面的人 最先发现原野上分布的一阶二阶灵草 咱们出了药谷的护山大阵 在长袭原野上也走了树里 应该快到了一阶妖猪的聚集地了 一阶妖猪属于最低阶的土系妖兽 除了皮操肉厚 防御较强 有的妖猪几背上还会射出土刺 大家伙要多多留神 何景生凝望着清脆的长袭原野 吩咐众人加紧提防 孟昌又是紧张 又是兴奋的四外张望着 这是他头一回上长袭原野历练 平日里只听师兄们唾沫横飞地说起过 如今也能亲手猎杀妖兽 让他忍不住心潮澎湃 夜灵虽然也是第一次 深入长袭原野组队历练 但他常常出古彩药 遇到过的一阶妖兽不少 每回打不过就施展御风术逃顿 跑不过就打一张灵符继续跑 夜灵在屡次的危险中磨练出来 养成了冷意果决的个性 面对妖兽的经验 比他们任何一个都丰富 呼噜 一只一阶妖猪从草丛里窜出 黄褐色滚圆的体型 比野猪还要撞上三圈 瞪着同龄似的凶悍猪眼 被五人惊扰 凶向毕露 何景生和孟昌心神振奋 赶忙围住砍杀 后面肃秦和紫山 也打出冰锥和水球树 等夜灵上去 自不量力的妖猪已经奄奄一息了 夜灵冷哼一声 暗道 今天就当熟悉环境 观摩他们的战斗经验了 明日绝对不跟他们在一起历练 我要在这长溪原野上独自历练 小队继续向长溪原野深处进发 沿路采摘灵草 斩杀一街妖兽 看看日头偏息 何景生提议扎营 寻了个小土丘 把个人的帐篷支在了这里 四周摆下了一街阵旗 可以抵挡妖兽清洗 一切摆设停荡以后 众人都要打坐休息 不再组队出去历练了 夜灵看看天时尚早 离着太阳下山 还有一两个时辰呢 遂语众人道 你们先写着 我去附近采药 天黑前就回来 孟昌看了看天色 日头都往西转了 又望了望茫茫无际的长溪原野 一听夜灵要独自一人出营地外采药 唬得不轻 赶忙劝阻 夜凶 你采药着迷了不成 这里是长溪原野腹地 四周妖兽出没 你一个人出去采药 不要命了 何景生也不冷不淡地道 想必这一路上 夜师弟见我们走在前头的 采摘了沿途的灵草 有些眼红了 这样吧 今日采摘来的灵草 都在我这里 分你仙 你不必去了 夜灵摇了摇头 执意要去 他休息了倒数锋刃 还没有好好的失恋呢 更有一阶极拼法器赤火刃 和兵弦剑 也没来得及试试杀妖的威力如何 所以 夜灵巴不得离了众人 自个儿寻妖兽失恋 何景生和孟昌 两人劝阻不得 那边打扫帐篷的紫山听见 深知夜灵脾气倔强 只得从储物袋里 拍出两样物事 交给了夜灵 紫山叮嘱道 夜大哥 我知道你精通御风术 即使遇见一阶妖兽也跑得了 不过也要小心留神哦 听说园野里 还有风系妖狼出没 速度同样很快 你拿着这个 不要走得太远 一旦有危险了 可以摆上抵御一阵子 然后打出传音符 召唤我们过去 夜灵一看 是几张传音符 和一套 一阶极品正旗 点了点头道 多谢 之后夜灵淡然一笑 也不多做解释 拱了拱手告辞 肃琴还依依不挠地 冲着夜灵远去的背影喊道 就凭你练弃一层的威莫修为 还敢在长溪原野里 独自乱闯 哼 被妖兽吃了才好呢 肃琴姐 少说两句吧 好歹也是同院的同门弟子 何苦每回都挖苦嘲笑人家 紫山劝解着 肃琴却由自埋怨她 不该把正旗和传音符 借给夜灵 让夜灵多吃些苦头才好 夜灵走下土丘 施展御风树 往西飞略处里许 寺外看了看原野的地势 又从储物袋中 掏出一片地图玉检 注入以少许的法力 展现开长溪原野的地图虚异 再往西二世里 就是一街妖狼的聚集地了 以我现在的倒数手段 不能去那里 白白浪费灵符 还是在周围猎杀妖猪为事 夜灵散发出炼气二层气息 往南行进的树里 找了个低洼的地带 确定从营地的所在小山丘 也望不到这里 并且隐隐约约可以看到 附近有一街妖猪的踪迹 夜灵就在此地摆下了阵旗 在阵的四角放上灵时 维持着阵法光幕 作为打坐恢复的营地 有了赤火刃和兵弦剑 这两柄极品法器 加上一大碟上品 乃至极品灵符 夜灵的信心倍增 出了阵法光幕 静止飞掠向妖猪的所在 赤 一个趴在水洼边打滚的妖猪 发现有人靠近 立刻从脊背射出吐刺 夜灵早就提防上了 施展御风术急忙躲闪 避开了吐刺 紧接着一拍储物袋 展出一道明亮的赤焰光滑 赤火刃正中妖猪 不仅展开了土甲式的妖猪皮 还触发了烈焰的效果 灯石灼伤了妖猪的毛皮 妖猪痛得嗷嗷乱叫 抱走起来 吐刺接连不断地射出 夜灵瞳孔猛地一缩 赶忙施展御风术退后 避开吐刺 还不忘了左手点指掐绝 打出一记锋刃 又给妖猪划开了一道口子 就这样夜灵且战且退 接连三道锋刃斩出 体内法力消耗大半 夜灵就不再试炼倒数锋刃 只等到妖猪筋疲力尽 不射吐刺时 夜灵持着赤火刃 漆身上去就是一盏 扑 猪头被砍下 夜灵费了不少力气 总算也能单枪匹马地 单挑掉一接妖猪 夜灵也懒得去收拾妖猪的皮毛 这点材料实在是看不上眼 只是匆匆飞掠回自己摆下的正气所在 吞下一枚极品回神丹 迅速地恢复自身法力 法力补充满后 夜灵又持着极品法器兵弦剑 去周围寻妖猪的晦气 同样是打出几道锋刃 外加法器之力 结果了妖猪性命 有的妖猪会吐刺 有的不会 夜灵也随之多试炼一遍锋刃 等体内法力耗去大半 无论杀了或没杀掉 夜灵都会借着预风术 跑回正气里 扶下丹药补充法力 就这样 夜灵一遍又一遍地 试炼倒数锋刃 极品回神丹 也不知吞下了多少 总算把锋刃修炼得纯熟了 接着又修炼火球术 夜灵盘膝坐在正气中 一边恢复法力 一边休息记载火球术的预检 不大会儿的功夫 夜灵有所明悟 出了正气的正法光幕 奔向附近的妖猪 随手点指掐绝 体内的法力 从食指和中指流动 凝出一团火的光球 哄 火球轰向妖猪 当时把妖猪打了个裂浅 半鞭子的皮毛灼烧 夜灵闪避过妖猪射出的吐刺 又是一记火球 这一回 只把妖猪烧的遍体火焰 连滚带爬地暴走逃顿 夜灵御风树追上 斩出赤火刃 一道赤芒 结果了妖猪的性命 心中暗喜 笔之锋刃 火球术的威力巨大 只是出招慢血 如是又练了几遍火球术 看看日落西山 夜灵这才收起了正旗 踏着夕阳的余晖往回返 回来见到何景生 肃秦等人 夜灵淡淡地道 明早分道扬镳 你们去组队历练 我独自一人去 四处采药 到了晚上还回帐篷 就是这样子的 夜深了 大家早点安歇吧 说吧 夜灵打个哈欠 常常伸了个懒腰 只管回帐篷休息 何景生 孟昌也随后 帐外只留下肃秦和紫山 面面相去了好一阵 回到自个儿的帐篷 夜灵也没有闲着 明里是披夜而睡 暗地里却是浑入仙府 在仙府摘星牙的灵田边上 修习其他道术预检 我已学会了御风术 风刃和火球术 其中火球术还不太纯熟 得多多试炼 没学的 还有缠绕术 雷暴术 水影术 灵木术 和金钟护体 更有一篇厚厚的道术法觉 预检悬兵咒 记载着十多种兵系道术 好在仙府里 囤积了大量极品回神丹 足够把所有的道术 都修炼纯熟 就这样 叶灵日以继夜的修炼诸多道术 白天独自一人出去 试炼道术 猎杀妖兽 到了晚上 回道 帐篷 进行日常修炼丹药粹体 巩固炼器二层的修为 等到清竹院五人 在长溪原野上 历练了二十多天 叶灵熟练地 掌握了大部分道术 第八章 大笔前夕 炼器三层 这日 叶灵不再出去单独历练 向清竹院的四人提议道 一个多月后 就是外门弟子大笔了 你们想在长溪原野上历练就继续 我要回药谷清竹院 闭关修炼 没什么要紧事 就别打扰我 告辞 叶灵知会过众人 飘然离去 孟昌忙不迭地硬道 对对 我们都在长溪原野 历练了二十多天了 我的修为 快要突破直练器二层了 嘿嘿 我也回去闭关 叶兄等我 何景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最后颇为坚定地道 嗯 闭关 何某发誓 不修炼到炼器三层 绝不出关 紫山和肃清对视了一眼 也下定了决心 好 正如和师兄所言 我们两姐妹闭关修炼 不到炼器三层也不出关 接下来的日子里 众人终日闭关不出 药谷清竹院 比往日里清静多了 转眼一个月过去 离着药谷外门弟子大笔的日子 越来越近 一日 清竹院里一间房门猛地一开 最先出关的 赫然是修炼之炼器三层的何景生 过了两三日 肃清和紫山陆续出关 都修炼到了炼器三层 到了大笔前夕 孟昌垂头丧气 一脸苦涩的出关 修为定格在了炼器二层 令他苦恼不已 孟昌强笑着给三位进阶 炼器三层的师兄师姐道喜 回头望着夜灵紧闭的房门 一脸的迷惑 夜兄呢 明天就是外门弟子大笔了 他竟然还在闭关 众人都是一正 紫山有些担忧 要不要我去换夜大哥出来 可别误了外门大笔的日子 肃清不冷不淡地道 默去 让夜灵一直闭关下去好了 以他的寻常资质 就算在闭关上两个月 也冲击不到炼器二层 他去不去外门弟子 大笔都没什么关系 顶多是去了看看热闹而已 孟昌一脸的苦涩 叹道 嗨嗨 也罢 我们要古宗外门弟子 足有上千人 每年外门弟子大笔 只有排在前三十名的 才可以晋升为内门弟子 没有炼器三层的修为 就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唉 何止是夜老爹 就算是我 也只能去凑凑热闹了 看样子 我想进内门得另寻门落 就在这时 清竹院外沉生一壳 出现一个令他们十分熟悉的 月白断长山的身影 风尘仆仆的归来 浑身上下散发着逼人的煞气 叶灵 何景生见眉一条 被叶灵身上的煞气所惊 赶忙散开神时 仔细打量了叶灵一番 见他 还是炼气一层的修为 不由地皱起眉头 叶大哥 你没有闭关吗 这是上哪儿去来 你是不是斩杀了很多铜街妖兽 要不然身上不会出现 这股惊人的煞气 紫山对煞气十足的叶大哥 同样是惊骇不已 但一看叶大哥的修为 还是叹了口气 大眼睛中露出无比同情之色 孟昌和肃琴望着这个看似熟悉 仿佛又有些陌生的叶灵 都有些失神 似乎在叶灵身上 多得不止是这层煞气 更是多了几分冷酷 多了几分神秘 令人琢磨不透 叶灵冲他们淡然一笑 我早已出关 没事就上风桥阵方式 或长溪远眼上转转 才要杀妖兽 只是身上这股煞气 无论怎么遮掩 清洗都弄不掉 只能随着时间久了 日渐消散吧 肃琴冷哼一声 冷冷地道 算你聪明 明知闭关冲击 练气二层无望 就上外面多多历练 不过练气一层 和练气三层的修为 差着整整两层 实力可谓是天差地远 你再怎么历练 也根本不是我等的对手 即便想胜过练气二层的梦师弟 也是难上加难 叶灵心中冷笑 神色却依旧冲和淡然 点了点头随声附和 表示赞同 他们哪里知晓 上个月 叶灵闭关之初 凭借着开启 仙辅玉佩中的星辰之精 没用了几个时辰 修为就从练气二层 飙升至了练气三层 当时叶灵惊奇地发现 仙辅摘星牙的戒备上 显现出了他练气三层的修为 寿元比二层多了四年 达到八十八 而星辰之精那一行 标注着 星辰之精 空 滋润星神 恢复须四十五日 比练气二层时候的 恢复三十日 多出了十五天 所以 叶灵想要冲击练气四层 迈入练气中期的境界 至少要等外门弟子大比完了 半个月之后 即便如此 叶灵在这些天里 巩固了练气三层的修为 不断地在 长溪原野上历练 又在风桥阵方式上 弄来不少极品法器灵气 甚至不惜大价钱 够得抵抗法术攻击的极品清御戒指 抵抗大力攻击的云蓝护符 可以说 周身上下的装备 无异不是极品 为了平日里 隐藏和临阵时能瞬间使用 叶灵把这些极品装备 既不戴在身上 也不放进储物袋 而是都暂存在仙辅玉佩里 只要星神一动 随时可以装备上 清竹院的五人重新聚齐 何景生 肃秦和紫山 都有冲击外门弟子 大比前三十的实力 自然是免不了相互庆贺和鼓励 叶灵神色平和 不喜不忧 只有孟昌愁眉不展 先行告退 说要回孟室 修仙家族走一趟 看有没有转机 等他走后 何景生笑道 不用问 孟老弟是回家族里求援去了 多半是要贿赂某位助级长老 看能否不通过外门弟子大比 就直接被选进内门 肃秦立刻摇了摇头 质疑道 怎么可能 依着宗门惯例 外门弟子大比之前 宗主和长老们 都要先查验 众外门弟子的灵根资质 81点灵根属性 只有某一灵根属性 超过40点的 才可以不参加外门弟子大比 直接晋升为内门弟子 我记得孟师帝最高的 土灵根属性 只有二十几点 就算某位长老偏袒 也瞒不过宗主的法眼的 叶灵淡然一笑 兴许孟兄 是奔着做某位助级长老的药童去的 这样的话 他很有希望成为内门的杂役弟子 众人恍然 纷纷点头称是 谈论片刻都回屋去打坐休息 争取在明日大比之时 把体力保持在巅峰状态 到了第二天一大早 是要古宗外门弟子大比的正日了 药谷里的千余名外门弟子 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 涌入宗门大殿前的道坛 天还不到晨时 广阔的道坛上聚集了上千外门弟子 还有上百名来看热闹的内门弟子 静候着宗主和长老们驾到 叶灵与何景生 肃秦 紫山四人也挤进了人去 比起叶灵压制在炼气一层的威莫修为来 何景生三人可谓是风光无限 要古宗千余名外门弟子中 修为达到炼气三层的 也只不过是一百二十多名 清竹院独占了三名 足以惹得周围的同门艳羡 尤其是何景生 身为何氏修仙家族的少公子 气宇轩昂 英俊不凡 有许多外门女弟子 对何景生指指点点 窃窃思议 对何家少公子 冲进外门弟子大笔前三世非常看好 甚至有的女修脸上 还泛出一抹红霞 娇羞地上前来恭维几句 何景生自然是飘飘然起来 应接不暇 打算跟清竹院的同门炫耀炫耀 却见同样是炼气三层的肃秦和紫山 甚至有不少内门弟子前来追求 纷纷上前搭讪 小兄请教师妹方明 可否赏下来 简直是宛若天人 冰雪仙子一般 敢问这位师妹方林几何 泽泽 真是漂亮可爱 于兄是内门弟子杨忠 是杨氏修仙家族子弟 我看师妹绝对有潜力 争夺外门大笔的前三十 不不 甚至前十名 以后 咱们师兄妹 还要多亲多近 肃秦和紫山 对这些内门弟子的搭讪 翘脸一沉 一脸的不悦之色 肃秦是冷若冰霜惯了 就连活泼好动的紫山 对他们也是洋洋不彩 何景生叹了一口气 暗道 人比人得死 或比惑的人 想我堂堂和氏修仙家族的少公子 怎么就没有内门女修来垂青 哪怕是轻木一二 也是好的 不过等他回头瞥了一眼 在跟前如绿叶般陪衬的叶玲 被打击的自信 又瞬间回来了 何景生傲然一笑道 叶老弟 今日外门弟子大比 你修为太低 显然在第一阵 就会被淘汰下来 不过好好观摩观摩 我等的斗法经验 对今后的修炼 也是大有益处 记得给为兄喝彩助威 等为兄败入内门之后 给你介绍几个外门女弟子认识 叶玲心中冷笑 神色却是充和自然 不喜不怒 冷漠地点了点头 叶玲唯一引人注目的是 周身上下散发出来的惊人煞气 令人心惊 甚至有许多外门弟子 都被她的这股煞气惊退 再看看叶玲练弃一层微末的修为 他们脸上都露出了无比的迷茫和疑惑之色 天到了四时 从药谷宗的大殿 飞来十几道见光 正是宗主和诸位长老 驾铃道坛 道坛上千名外门弟子 一阵兴奋和激动 目光中露出极其崇敬之色 助几七强者 在他们看来 渴望而不可及 然而 夜灵寒心般的眸子中 却微不可查地 闪出了一道寒芒 他的目光定格在一个熟悉的 轻衣中年长老身影上 浓眉阔目 方面大脸 正是助几初期的周冲那老狐狸 第九章 外门弟子大比 天到四时 要古宗宗主赵元珍 领着诸位助几七长老 驾铃道坛 全场灯时鸦雀无声 千余名外门弟子 目露狂热的崇敬 望着宗主和众长老 赵宗主一身白袍 御风铭立在半空中 散发出助几后期强大神识 扫过整个道坛 朗声道 依着宗门惯例 外门弟子大比之前 挑选天资灵根上家者 直接败入内门 成为内门弟子 与此同时 他身后的诸位长老 也展开注击器的神识 扫过上千外门弟子 不多时 便有几位长老 眼前一亮 持着梁天资 点指换来 你 还有你 过来测量灵根资质 梁天资测定灵根资质之后 该长老面露喜色 直接禀明宗主 收为门下弟子 众人看着被选中的 天资上家的蠢 一脸的羡慕和嫉妒之色 这时 一阵动听的声音 从女长老玄亲口中传来 点指着夜灵他们这边 换道 那位紫衣女弟子来我这里 紫衫郊区一颤 又惊又喜地跑了过去 旁边的何景生 夜灵和肃清 都是心神震动 玄亲长老用亮天赤测过 紫衫的灵根资质 笑容可居 冲着宗主点了点头 当众宣布 收下紫衫做内门弟子 莎儿竟然直接被玄亲长老 收入门中 肃清羡慕不已 但终究对自己 没有选中有些失落 旁边的夜灵 也是十分欣喜 微微一笑 看样子 三昧的水灵根天资不错 能拜入了玄亲长老门下 的确令人献傻 过不多时 一共有六名资质 灵根上家者被选中 不必参加大比 直接拜长老门为师 都成为内门弟子 将来势必被门派重点培养 等他们拜师已毙 赵宗主朗声道 此次外门弟子大比 从外门弟子中 选前三十名最强者 晋升为内门弟子 前十名 各有奖赏 夺得榜首者 可拜本宗主为师 赐予门派秘籍中 接回春术 再赐予二阶极品法器 法衣一套 如意转神丹三平 广阔的道坛上 众人心神震动 如意转神丹 那可是炼器修饰 梦寐以求的西式灵丹 据说灵气之浓郁 远远超过了炼器后期修饰 所能服用的三阶极品还灵丹 即便在整个封桥阵方式 也绝对是有价无事 而中阶回春术 是本宗的治疗秘书 唯有宗主的清传弟子 才可以修炼 同样令全场外门弟子 心神振奋 无比的渴望和向往 甚至许多内门弟子 听了此次外门弟子 大笔榜首的奖励 也是心跳加速 但他们只有羡慕 和嫉妒的分了 叶玲同样对榜首的奖励 充满了向往 且不说别的 先说拜宗主为师 成为宗主的清传弟子 这一点 足以让叶玲心动不已 要是我能成为 宗主的清传弟子 身份特殊 轴冲那老狐狸 就不敢把我怎么样 叶玲寒心般的眸子中 泛出冷意之色 豪气顿生 若能败尽强者 榜首就是我叶玲的 赵宗主俯视众弟子 见他们一个个热血沸腾 充满战意 满意地点了点头 清朗的声音 又在道坛上回荡 本宗主宣布 外门弟子大笔 正式开始 依着要古宗的惯例 第一轮 强者与弱者先决 圣者进入第二轮 不得使用灵符 灵兽 竹对斗法 千余名外门弟子分散开来 要进行第一轮的对决 直接会淘汰掉500多名弟子 这样一来 强者与弱者先决 一般情况下 强者会提早获胜 不至于发生两强相遇 过早的淘汰强者之事 以后逐层对决下来的 最后留下来的 往往都是实力最强的弟子 何景生和肃琴 都是炼气三层的修为 第一轮对阵的是 炼气一层的小修 毫无悬念的 以压倒性的优势 全部获胜 而叶灵把修为压制在炼气一层 对付的是一个身着黄衣的炼气三层强者 对此叶灵毫不介意 她的最终目的是要败尽强者 争夺榜首 心中燃起了无尽的战役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在这股至强之烈的战役下 聚集在叶灵周身的煞气 更加的气势惊人 黄衣修士本来对赢得外门大比第一轮 是十拿九稳的 谁知等她见到叶灵身上的惊天煞气 瞳孔猛的一缩 惊骇无比 旁边站完的外门弟子 被这股煞气所惊 纷纷未知侧目 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得斩杀了多少铜阶 才能沾染上如此惊人的煞气 出手吧 叶灵懒得跟她废话 背负着双手 傲然而立 在这一瞬之间 黄衣修士只觉得 眼前站着的叶灵 仿佛是凶神恶煞般的存在 但她以炼气三层的修为 自信应该对付得了 这给她带来强烈威胁的 炼气一层的湿地 黄衣修士 拍出了一截上瓶土灵锤 攒足了力道和法力 狠狠砸向叶灵 洞 叶灵的身影 化作了一道残影 消失不见 土灵锤砸空 把道坛砸了得大洞 黄衣修士震得双臂发麻 一脸的惊骇 什么 人呢 就在她震惊中 身后有人沉声一壳 传来叶灵清冷的声音 不必张望了 我在这里 黄衣修士显息而唬了一跌 回头望向叶灵 眼神中尽是深深的忌惮之色 旁边的风系修士瞪大了眼睛 看出了一丝端倪 自叹不如 好高明的御风朔 他真的只是炼气一层吗 打死我都不屑 黄衫修士微微一震 旋即狂喜 他认定了 叶灵只是个风铃跟出众的风修 应该没有什么攻击手段的 于是他抡起土灵锤来 狂笑道 小师弟 你的御风朔高明又如何 如果连着躲闪三次 就算你输 使管来 我不躲 你有多大的力道 尽管使出来 我倒要看看 练气初期土修的极致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叶灵加持上金钟护体 悠然地道 很好 有气魄 但愿你心口如一 黄衫修士更是大喜过望 土灵锤灌注法力 二次砸来 哄 叶灵的身前刹那间 聚起了一团云光护盾 挡住了土灵锤的大力攻击 强大的反阵之力 反倒把黄衫修士震飞了出去 黄衫修士好容易爬起 大把地吞下回神丹疗伤 颇为忌惮和不甘地望向叶灵 大声嚷道 你到底什么修为 用了什么防御秘书 我说也要说个明白 叶灵摊开手掌 拖起了抵抗大力攻击的 一阶极品云蓝护符 只给他看了一眼 随即走向第一轮胜利者的阵营 一阶极品护符 价值远在极品法器法医之上 莫非他是大修仙家族的士子 黄衫修士顿时感到一阵无力 对叶灵的身份 胡乱地猜测起来 从始至终 叶灵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出手 却震伤了炼气三层的强者 在偌大的道坛上 引起了小范围的轰动 咦 叶老弟 你也胜了 在胜利者的阵营里 何景生一眼 发现了叶灵 倍感诧异 肃秦也是微微一正 按理来说 叶灵对上的 应该是炼气三层的强者才是 他怎能有获胜的希望 叶灵只是淡然一笑 没有回应 这时 第二轮对决开始 三人忙着 去寻各自的对手去了 叶灵这一回 碰上的只是个炼气二层的家伙 速战速决 甚至没动用极品法器 只是以御封术的鬼魅身法 加上修炼纯熟的锋刃 雷暴术就轻易击伤了对手 第三轮 道坛上留下的 只有一百二十几人 除了四十多名炼气三层的强者 余下七八十人 也近视炼气二层 何景生和肃琴也在其中 唯有叶灵是个例外 在这百二十人中一战 备受瞩目 快看 那个身着月白断长山的炼气一层小失地 居然坚持到了第三轮 奇迹啊 简直就是奇迹 莫非前两轮跟他交手的 都是让着他的 那不是青竹院的叶灵吗 泽泽 看他身上散发出的煞气 绝非等闲之辈 心许真有两下子也未可知 从道坛败下去的 看热闹的人指指点点 惊动了在高台上坐镇的宗主赵元珍 和重铸鸡长老们 赵宗主用铸鸡后期强大的神石 扫过这一百二十余名弟子 果然瞧见了那备受瞩目的炼气一层小修 正是身着月白断长山的叶灵 死子身上怎会有如此惊人的煞气 赵宗主目光微动 若有所思地沉映着 龙眉阔目的铸鸡长老周冲 远远瞧见是叶灵 眉头顿时皱紧 是他 那个炼气一层的小修叶灵 他的修为跟两个月前天降宝光的那天一样 还是停留在了炼气一层 难道他得到了什么传承之类的造化不成 变得实力大增 周冲的脸色铁青 种种猜疑和记恨 使他脸上立刻现出了猙獰之色 辉煌的眼珠子里 闪出一抹杀迹 与此同时 叶灵突然感觉到 仙府玉佩传来一阵寒意 仿佛来自灵魂深处 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强烈危机 难道是仙府玉佩 在给我示警啊 叶灵下意识地豁然抬头 正看到高台上 周冲那阴沉而又争鸣的神情 看这架势 金帆若是争夺不到榜首 成不了宗主的青传弟子 恐怕就活不过明日了 叶灵目中寒光一闪 傲然而立 周身上下散发出滔天的战役 第十章 榜首 外门弟子大笔 第三轮 开始 要古宗赵宗主 颇为留意地看了一眼叶灵 仿佛对他有所期待 随后清朗的声音 回荡整个道坛 道坛上仅剩下的一百二十多名外门弟子 立刻分散开 各寻对手 逐对斗法 毫无例外 叶灵对上的 又是练起三层的强者 一个高大威猛的身影 低头俯视着叶灵 百般地瞧不起 冷哼道 这对手也太弱了 我乃韩氏 修仙家族四公子 韩俊雄 你是哪个修仙家族的 在下叶灵 出身贫寒 未入谷前 常驻风桥桥洞 叶灵不冷不淡地道 喜怒不形余色 只是在陈述一件事实而已 哈哈 原来是个穷鬼 你自动认输算了 本司少爷赏你几块零食 算是可怜你的 哈哈 爸 一声淒厉的惨叫 高大威猛的韩俊雄 如断了线的风筝 远远地飞出 他在道坛上 翻滚了好几个跟头 咕咚 栽倒下去 不省人事 一股炼气三层的强横气息 在叶灵身上轰然爆发 再加上叶灵周身上下惊人的煞气 激荡出远超同级的战役和威亚 拳道坛上下 曾指指点点关注叶灵的人 全都是虎去一阵 瞪大了眼珠子 满脸的不可置信 心中泛起了滔天巨浪 天哪 鼎鼎大名的韩四公子 极有希望问鼎外门大笔前十的 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败了 那月白断长山圣者的 叫叶什么 真是厉害 可怕 清竹院的叶灵 什么 叶老弟是炼气三层 他竟然是炼气三层 刚刚好不容易才战胜一个 炼气二层的何景生 闻言豁然回头 惊骇地看着这一幕 何景生英俊的脸庞 狠狠地一抽搐 险些把下巴甩掉 叶灵身上散发出的灵压和煞气 令他呼吸都有些急促 肃情秋水般的双眸 充满复杂之意地望着叶灵 半上没有回过神来 叶大哥是怎么出手的 这 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紫善的惊喜之情 溢于眼表 大眼睛忽闪着激动和兴奋 是叶灵在一瞬之间 修为轰然爆发 施展纯熟至极的御封术 冰封了韩俊雄体内的法力 直接把他扔下道坛去的 身为助击妻女长老的玄亲 温雅地给新收的女弟子紫珊讲解着 第二轮跟叶灵交过手的黄山修士 一脸的后怕 心惊胆战之余 擦了擦额间的冷汗 颇为同情和怜悯地望着昏迷不醒的韩俊雄 按道自己真是输得一点也不冤枉 这位叶大哥绝对是手下留情了 在道坛高台上 刚刚落座的赵宗主 豁然站起 轻一道 炼气三层吗 好高明的影修说 一定是方才本宗主神识匆匆扫过 大意了 仓促之间没看出来 嗯 一定是这样子的 龙眉阔目的周冲长老 脸色阴沉的 仿佛要拧下水来 捏紧了拳头 仿佛全身上下都在站立 好小子 天将宝光的那天 他一定是隐瞒了老夫 得到了什么传承和造化 要不然 以他全灵根的寻常资质 放在风桥镇周边 没有一万 也有八千 这等寻常资质 谁也不可能在短短两个月 进阶到炼气三层 实在是匪夷所思 可恨 可恼 外门弟子大比的前三轮过后 道场上只剩下六十来个圣者 到了最为关键的第四轮 这一轮 决定这些外门弟子中的强者 何去何从 圣者 依着要古宗惯例 凑够大比排名前三十之数 败入内门 败者 西败下台 依旧是外门弟子 我要挑战叶灵 一声霸气十足的声音 震慑全场 令人称奇的是 这一声不是来自道场上的六十来名外门弟子 而是从高台上传来 众人心神震动 寻声望去 见本宗主修雷系的宋长老身前 赫然站出一个雍容华贵的少年 是原氏大修仙家族的少主 袁浩 他的祖父袁光熙 是天丹先门的金丹长老 这袁浩雷灵根达到六十七点 是天资极高的后起之秀 也是咱们外门弟子中的最强者 要不是被提前选中 榜首非他莫属 道坛上下 人群中传来阵阵惊呼声 更有些女修们放下了矜持 红韵着双颊 激动而又崇拜的呐喊诸威 宗主赵元珍皱起眉头 袁浩的祖父 是先门金丹长老 连他的小小的药谷宗主也招惹不起 一脸的苦笑 好言好语地劝阻道 袁贤直 你已经是内门弟子了 拜送长老为师 以你资质 用不了几年 就会进阶到炼气后期 到时候 把你送至天南仙门 我们药谷上下 脸上都有光彩 贤直何必与一个出身贫寒的外门弟子 一般见识 不 我们大修仙家族的尊严 不容挑战 韩四公子 拜在轻敌大意上 我原某人要给他争回些颜面来 雍容华贵的袁浩 一脸的冷酷 卖不下高台 立刻引来了阵阵尖叫和喝彩 尤其是各大修仙家族的子弟 一个个新潮澎湃 都认为实力强劲的袁少主 必胜无疑 周冲长老铁青的脸色 终于有一丝回暖 阴侧侧地盯着夜灵 诡异之急 夜灵目光中 微不可查的一闪 周身上下至强之烈的煞气 使得月白断长山 无风自动 心中的战役 瞬间达到巅峰 袁浩的神色 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 但身为大修仙家族少主 68点雷灵根的天资 让他骨子里充满了傲气 此战非胜不可 袁浩的双掌 爆发出雷支狂暴的气息 毫不客气地轰向了夜灵 五雷咒 袁贤之不亏 是天资极高的雷修 发挥了炼气初期 巅峰的雷霆之威 啊 什么 赵宗主刚刚和缓的脸色 顿时紧张起来 在袁浩的五雷咒 强大的雷威下 夜灵飞 但没退没躲避 反而加持了金钟护体 化作一道残影 轰然向袁浩攻去 一时间 夜灵的雷暴术 锋刃 火球术 冰刃 冰锥 种种倒数纯熟无比 如漫天花雨般地 破开了袁浩的护体防御 打得他连连败退 一阵疯狂的攻击后 袁浩受伤多处 浑身狼狈 早已失去了雍容华贵的气 在看夜灵时 面色略略有些苍白 金钟护体被五雷咒锁毁 手上却散发出一阵轻芒光环 抵挡了大半雷威 赫然是抵抗法术攻击的 极品轻域戒指 道坛上下的众人 倒抽了一口冷气 夜灵的倒数也太繁杂 太纯熟了 超越了寻常修饰的认知范畴 够狠 你虽然硬抗了我的五雷咒 但你这么多倒数下去 体内的法力不多了 哈哈 轮到本少主反击了 说话间 袁浩不给夜灵吞下 极品回神丹的机会 一道散发着狂暴气息的雷光展出 威力巨大 同样也消耗掉袁浩不少法力 刷 夜灵的身影从虚空中消失 袁浩的雷光展瞬间斩空 什么 谁已说 等袁浩反应过来 已然太迟了 虚空中 夜灵恢复了几分法力 在刹那间展出了一道 凌厉的兵刃 紧接着 随着夜灵的身影显现 兵锥 兵剑术连绵不断 又是一阵排山倒海的猛攻 夜灵在第一波攻击中 各种倒数其用 察觉到了 这袁浩的一套极品法衣 唯独不抗兵戏 所以夜灵在第二波攻击里 专攻破绽 啊 一连串惨叫声响起 袁浩重重摔出 浑身冻得瑟瑟发抖 一瞬之间 全场震撼 众人的心中 泛起了惊涛骇浪 不可思议地望着夜灵 夜灵冷冷地看了一眼 栽倒在地的袁浩 漠然回首 略有些落寞消失的道 还有谁 道坛上的众外门弟子 击凌凌打个冷战 下意识地齐齐退后 第四轮败者灰溜溜地退下了道坛 剩下33名强者 令夜灵欣慰的是 肃秦和何景生 凭借着装备的强悍 奋力战败了 练起三层修士 也在余下三十几人之列 赵宗主亲自下来救治员后 回头看了道坛上 仅剩的33名外门弟子 陈生道 罢了 你们33个 都可以败入内门 成为内门弟子 外门大比还没有结束 接下来的几轮礼 绝出排名前十位 道坛上 又是一阵激烈的斗法 唯有夜灵这边 竟没一个人敢来 夜灵随手点 指着一名 落了单的练器三层弟子 淡淡地道 你来 那人连连作医 苦笑道 夜师兄神威盖世 我等甘愿认输 接下来的每一轮 但凡被夜灵碰上的 无一例外 拱手认输 到最后 争夺榜首和第二名之战 只剩下了夜灵 还有个 猥琐干瘦的身影 一脸的惊恐之色 李宝 夜灵微微一震 古怪地望着他 李宝赶忙给夜灵神识传音 谄媚讨好的道 主人 我也认输 送我主上榜首 我主威震到台 震慑群雄 嘿嘿 李宝正要 作一拱手认输 夜灵 立刻给他传来一道神念 慢 周冲那老家伙 在上面看着 你要打得逼真 输得悲惨 懂吗 打得逼真 输得悲惨 李宝一愣 随即一脸的苦涩 赶忙传出神念印道 懂 小的明白 哄 哄 李宝深深地领会了 其中傲义 果然张牙舞爪的施展倒数 迹象主人 心神难免 有些乱颤和不安 啊 一声格外凄厉的惨叫声 李宝远远地 从道坛上飞出 滚了十几滚 终于停住 李宝装作 十分痛苦的样子 好容易爬起 游子抱全吹捧到 夜师兄 神威盖世 多谢夜师兄 手下留情 恭贺夜师兄夺得 外门大笔绑守 在下李宝屈居第二 输得心服口服 嘿嘿 赵宗主自从见到夜灵 击败元后 早就知道 是这个结果了 心中暗叹 伤了元后 如何向天丹羡门的金丹长老交代 榜首夜灵 虽然道数精湛 但终究是资质寻常 钱力有限 收他为清传弟子 有些浪费如意转神丹 只是话 已当众说出 万无悔改之理 故此赵宗主 即便有些不大欢喜 但还是信守承诺 答应收夜灵 为清传弟子 逐一给夜灵 发放了奖励 中阶回春树 一套二阶级品法器法衣 还有三瓶 让所有炼器修饰 眼红的如意转神丹 余下众人 只要是在外门大笔中 夺得前十名的 各有奖赏 最后 赵宗主袍袖一挥 朗声道 此次外门弟子大笔结束 在大笔中晋升的 三十三名内门弟子 加上灵根天资上家的 六名弟子 随本宗主 与仲长老上宗门大殿 正式拜师入门 第十一章 炼器四层 方式风波 拜师一事结束后 赵宗主 把夜灵分派到 耀谷内门的一处灵气 十分浓郁的洞府 让手下一个炼器五层 一脸谦和的弟子 领着前去 那人拱手笑道 夜师爹 小兄庄良寿 也是宗主的清传弟子 呵呵 你我以后要多亲多见 夜灵见他如此热情 赶忙拱了拱手 还理到 夜灵见过庄师兄 出入内门 一切还仰仗着师兄帮扶 两人客气了几句 夜灵暗地理 猜测庄良寿 为何要平白无故地 和自己交好 后来在言谈中 等庄良寿 提及到同是清传弟子的师兄们 都是门派的精英弟子时 夜灵顿时恍悟 原来 在宗主赵元珍的清传弟子中 只有他们两个 修为最低 有道是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庄良寿 自然而然地与他亲近 送走他后 夜灵惊奇地发现 竟然没人来 打搅自己的修炼 不过 夜灵身为宗主清传弟子 在药谷宗内门里 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洞府 并且是在药谷里 灵气较为浓郁的灵脉上开辟的 可以说条件十分优越 只是宗主赵元珍 对他的权力跟资质很不看好 并不着意培养 再加上夜灵 伤了先门金丹长老的孙子元浩 有了这两种缘由 赵宗主对夜灵很冷淡 对此夜灵毫不在乎 接下来的半月来 夜灵专心修炼中接回春树 同时接触门派里的 修仙典籍 熟悉药草图鉴 要从一名彩药弟子 晋升为彩药师 等到星辰之今开启的那一日 夜灵闭关 冲击炼器中期 成功地修炼 至了炼器四层 不过 夜灵的进阶炼器中期 没有惊动宗礼的任何人 当即分了些星神 进入仙府玉佩 把气息收敛到炼器三层 这样一来 夜灵既不会显得金氏骇俗 又可以免去周冲那家伙的再度怀疑 可以说是百烈无遗憾 巩固了几天修为之后 夜灵想到 修为晋升到了炼器中期 可以使用二阶法器 灵符 丹药等物 所以急需一大笔零食 来购买这些二阶极品 在他的仙府玉佩里 收获了不少极品零草 都是他从长西原野历练中 采摘到的一阶 到三阶零草种出来的 其中甚至有炼制三阶极品 寿源单用的极品龙须餐 足以令整个风桥镇的 炼器修饰 为之疯狂 这等稀释药材 在我的仙府小木屋里 多得跟大白菜似的 想要得到大笔零食 说不得要卖上 挤出极品龙须餐 叶玲要离开药谷 上风桥镇方式走一趟 这一回首位传送镇的 直视弟子 见到叶玲亲切了许多 远远的就向叶师兄问候 叶玲不冷不淡地应望 对于他们的突然热情 叶玲心中唯有冷笑而已 随着传送镇开启 叶玲来到了 风桥镇南城方式 南城方式多药铺 主卖丹药 兼收药草 也是叶玲最常来的地方 其中的药铺 也分为几等 最大的 最富盛名的 要鼠天丹仙门下设的商会天丹阁 只卖一阶到六阶的上品 和极品丹药 品质高 价值也不菲 药仙楼刺之 是要古宗在风桥镇的产业 出售的丹药品阶较低 但也算是大商会 与天丹阁一卖相承 控制着风桥镇房 市里丹药和林草的价格 接下来就是中等药铺 多是附近各修仙家族的产业 唯有一处最为特殊 就是风桥镇散修联盟开设的百草堂 余下的是满街的小药铺 和摆摊卖林草丹药的 也是叶灵最爱逛的地方 她常来这些摊位上 都售极品林草换零食 但今日与往日不同 叶灵储物代理庄的 仙甫摘兴雅小木屋囤积的 是罕见的三街极品林草龙须餐 仅仅是其中的一株 一般的小摊位 小药铺就很难一口吃下 更不用说叶灵要出售好几株 换得大量的零食 叶灵更是考虑到 如果分开来卖的话 一来急切之间 难寻那么多的买主 二来频频路保 难免惹人注意 叶灵一路上斟酌再三 希望一次全部卖出 所以她这一回不来小药铺 小摊位上兜售 只考虑大的药铺商会 叶灵心里暗暗盘算着 天丹阁和药仙楼绝不能去 里面的掌管合适者 都是直接从天丹门派来的 或是药谷里的同门弟子 如果去这两个地方 明目张胆地兜售三阶极品龙须餐 会惹来不小的麻烦 引起师兄们 甚至长老们的怀疑 我得尽量地低调 分歇而心神 进入仙府玉佩 把修为压制在炼气一层 这样就不会引人注目 沉淫了片刻 叶灵收敛身上气息 把修为压制炼气一层 静止走向了 散修联盟商会的百草堂 为的是 在百草堂里交易 不会惊动任何势力 本身作为中等药铺 又拥有足够的财力 都售起 极品龙须餐来 也更容易些 百草堂门守的侍者 见来的 只不过是个炼气一层的小修 都懒得去招呼 按笑像这样 刚踏入修仙界的小子 能有几块零食购买丹药 烦牢阁下 去请百草堂的管事 在下有灵草要出售 叶灵走到门守 清冷的目光 环视了百草堂 见里面修饰不少 故意压低了 声音和侍者道 谁知侍者 就仿佛听到了天底下 最好笑的笑话一样 哈哈大笑 就凭你个炼气一层的小子 也想见上我们管事 你能有什么值钱的灵草 是一节出品的金银花 还是会神草 哈哈 瞧见了没 出了门往左拐 随便去找个摆地摊的吧 百草堂里的人 往门口看了看 也是复之一笑 竟然没有人能够看出 叶灵的真实修为 包括助机器的强者 这样一来 使得叶灵对仙府玉佩 用来隐藏修为的功用 十分满意 暗赞不已 叶灵听到侍者的冷嘲热讽 并没有离去 发现 百草堂掌柜的 正在接待着一个 选买极品丹药的年轻贵客 值得耐心等待 毕竟他要进行大宗交易 非惊动掌柜的不可 叶灵也留意到 这位年轻贵客 来历非凡 此人身着玄色的 三阶极品法衣 剑眉阔目 浑身上下透着 雍容华贵的气息 赫然是炼气后期的修为 还带着一左一右 两个炼气中期的仆丛 显然大有来头 他只是随意 瞥了一眼门口的叶灵 就让叶灵感到一股 来自强者的 盛气凌人的凌压 叶灵神色不变 冷冷地道 素来听闻 百草堂市 散修联盟开设 不拘是散修 还是仙门宗派弟子 都是欢迎的 在我看来 徒有虚名 不过如此而已 说着叶灵就要拂袖而走 谁知正在这时 柜上有人说话 那老掌柜苍老的声音 沉生一壳 慢 小兄弟刘波 有什么药草 不论品街 本店如数收购 门口的侍者 心里一翻盖 暗探完了 今天两个零食的工钱 怕是没了 狠狠地瞪了叶灵一眼 但掌柜有命 又不得不让静叶灵来 脸色尴尬 难看至极 叶灵双手一倍 悠然地走了进来 显得十分镇定和从容 来到柜上 冲花白胡子的掌柜 微微一笑 回手摘下储物袋 我奉了使命 前来出售几株不错的药草 让你们见笑了 身后的侍者 不住地冲着叶灵翻白眼 嘟嘟囔囔的小声道 不用问 早就知道了 这小子 能有什么好药草 肯定是一阶出品灵草 用后脑少想 也是如此 谁知 就听叶灵一抖落储物袋 动静格外的大 扑通 当当想得不住 百草堂里所有人 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齐刷刷往柜上瞧看 灯时一片寂燃 侍者一正 还倒是这小子 把木灵矿搬了来 要不怎可能有这么大动静 他赶忙上前一瞅 急眨眼 又揉眼揉了好几回 这才相信 眼前看到的惊人一幕 四周二尺长的三阶极品龙虚身 散发出浓郁的灵气 煞时间 灵气充满了百草堂 再加上极品龙虚参的 金灿灿夺人二目的色泽品相 煞时惹眼 这 这 难道是清一色的极品龙虚身 小子 不 道友 你是从哪弄到的 逝者长大了嘴巴 险些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夜灵举眼望天 冷冷地道 我说过了 我是奉了师命 来卖些不用的灵草 家师是要古宗的助击修士 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药童 怎么 你还要打听 药草的来路不成 逝者满脸堆笑 赶忙白手善善道 不敢不敢 原来是要古宗的道友 怪不得 花白胡子的掌柜 亲自鉴别了夜灵的极品龙虚参 心中暗惊 但还是碾须笑道 小兄弟 四株极品龙虚参 本店按行价 每株三千零食收购 一共一万两千零食 如何 夜灵常在方式行走 深知行价 见掌柜开的价钱合理 又拿得出上万零食 不愧是散修联盟开设的中等药铺 于是 夜灵没说什么 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身着玄色极品法衣的年轻修士突然开口 不容置疑地道 掌柜的 这四株极品龙虚参 让给本少主如何 百草堂掌柜 虽然是筑基初期的修为 但似乎颇为敬重这炼气后期的悬疑修士 点头笑道 既然南圣宗少宗主要买 让给你又何妨 夜灵目光一宁 此人竟然是南圣宗的少宗主 不过 只要价钱合适 卖给谁都是一样 当下夜灵点头英语 交割了几品龙草 一共收了一百块中品零食 外加两千普通零食 都揣进储物袋中 扬长而去 惹得百草堂里的修士 又是羡慕 又是极度 不多时 百草堂外的一个街边角落里 南圣宗少宗主领人出来 悄然吩咐手下 去 跟踪此人 能做掉就做掉 一定要处理得隐秘 如果他直接从传送阵回药谷的话 使本少主的拜帖 进了药谷 见到他师父就说 南圣宗要购买一批珍贵灵草 哼哼 本少主倒要看看他背后是何人指使 药谷宗的极品龙须身不卖到 天丹阁和药仙楼 其中定有蹊跷 两个练气中期的仆从领命 脸上都显出了兴奋和贪婪之色 显然是多替少主做过这种事了 知道事成之后 少宗主一定有赏 少说也能分到千八百灵石的灵头 两人遂充满杀鸡的 尾随叶灵而去 叶灵刚转过街口 一路盘算着 该如何花这么多灵石 先究竟买几瓶几瓶的金鹿灵酒吗 正在这时 叶灵的心神忽然察觉到 一股熟悉的 来自仙府玉佩的寒意 咦 仙府玉佩好好的 怎会有寒意 叶灵吓了一跳 赶忙下意识地垂手 抓起仙府玉佩 只觉得触手之处冰凉彻骨 叶灵立刻感觉到 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 是了 仙府玉佩市井 定有危机 难道是有人要对我不利 叶灵双眸中泛出寒意 稍一思索 立刻参透了其中的玄机 多半是方才在百草堂里漏了财 引来了杀身之祸 第十二章 杀 叶灵趁着转过街角的时机 眼角的余光向后一扫 赫然瞧见了两个鬼鬼祟祟的人影 正是南圣宗少宗主的两个手下 修为都是炼气中气 叶灵目光一灵 彻底明白了过来 仙府玉佩市井 就是映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保不准 后面还跟着实力更加强大的南圣宗少宗主 好家伙 怪盗人们都说 修仙界残酷无比 弱肉强食 人心不古 我公平买卖 好容易在仙府里 种出了几品龙须餐 得来万二零食 竟然还不怀好意地派人跟随 什么少宗主 也太过小家子气了些 封桥镇里禁止斗法 只要我不出封桥镇 你们带我喝 叶灵越是这样想 就越觉得窝着一肚子鬼火 心头的杀意就越浓 不就是两个炼气中期的南圣宗修士吗 只要炼气后期的少宗主不跟来 对付这两个家伙 还是有几分把握的 不过事先要准备一份 叶灵冷哼一声 扬长穿入街市 并不知晓 叶灵已然惊绝 还在穿街过巷 远远地跟踪着 叶灵走到人群熙熙攘攘的地方 看不到后头时 突然施展御风树 身影一花 顿时消失不见 南圣宗的两名修士 紧走了几步 穿过人群四外张望 一脸的茫然 两人心里都是一番个儿 面面相去 其中一个灰衣修士 眉头紧锁 苦着脸道 跟丢了 不妙啊 就这么回去复命 也显得咱们太无能了吧 跟来的青山修士沉生道 还有脸回去复命 呸 亏你好意思说得出来 这要是办事不利 杀雨而归 少宗主非重罚我们不可 少要哭丧着脸 快走 我们分头去找 叶灵驾轻就熟地 钻进神福方后院的小巷 依旧把身影 靠在门首暗处 倾扣门环 张伯 老主不上门了 要二阶上品 和几品的服录 可有二阶几品谁影服 神福方主张老汉一听 是叶灵的声音 笑眯眯地开了后门 哎呀 贵客呀 哪阵相风把叶公子吹来了 二阶服录 叶公子 以您的修为 怕是使不动吧 突然间 叶灵散发出 练气四层的强悍气息 紧接着一闪而逝 让神福方的张老汉 好一阵失神 恭喜恭喜 不知叶公子 何时进阶到练气中期的 真是修炼神速呢 老九就说 叶公子定 飞驰中之物 今日一见 果不其然 面对张伯的恭维 叶灵丝毫不为所动 催促张伯素 去取来一大碟二阶上品 和极品服录 并且特地提到 二阶极品水影服 叶灵不惜大价钱买来 就是为了 针对男胜宗少宗主 叶灵深知 莫说是二阶极品符咒 就是练气后期 修饰使用三阶极品灵服 也未必能重伤 身穿三阶极品法衣的 男胜宗少宗主 而二阶极品水影服 就不同了 甚至可以在练气后期 修饰面前遁形 除非会遇虚宗 特有的中阶灵墓术 否则换作是谁也无法看穿 怀揣了这一大把的 二阶极品灵服 就是在野外 叶灵也无惧于 男胜宗的主仆三人 过了片刻功夫 就见叶灵 从小巷若无其事地走出 转到大街上 转走空阔之处 招摇过世 立刻引起了 四处找寻 她的男胜宗 两名修饰的注意 灰衣修饰 和青山修饰一碰头 都是心头狂喜 一脸的兴奋和贪婪 相互递个眼色 追 叶灵悄然散出神石 一看 只有他们两人 并不见男胜宗少主 冷笑一声 顺着风桥镇的玄武大道 静止往北门而去 眼瞅着叶灵出了北门 两名男胜宗的炼器 二层修饰 更是喜不自胜 毫不犹豫地尾随了出来 只等离着风桥镇远些 再下手做调 走了三四里 前面不远 就是镇北的树林 叶灵一直散开神石 留意着身后 见两人盯梢 一直跟他保持着百余杖 远远地超过了 炼器中期 修饰斗法的距离 刚进树林 叶灵忽然身影一闪 没入林间草丛 随手布置下 几道二阶级品流纱符 和风皱符的扶阵陷阱 只等着他们上前 而男胜宗的两名 炼器中期修饰 生怕跟丢了 茫茫地跑到林边张望 叶灵沉声一渴 从草丛里探出身来 拱手笑道 天地真小 咱们又见面了 两位道友 不跟随着少宗主 也来阵外溜达 灰衣修饰和青山修饰 都是一愣 两人对视一眼 心中都是欢喜无限 暗笑感情他是个浑小子 死到临头了还敢露面 啊 是是 我们少宗主 暂且用不上我们 告假来出阵 溜达溜达 正巧碰上了你 两人一边善善地搭言 一边伺机向前 叶灵心中冷笑 脸上却不带出来 戴然道 闻听这片树林林草无树 很值得采摘 不知两位道友肯组队同王府 好啊 我们正有此意 叶灵抽身就走 两人在后面各自 偷偷摸出二阶中品法器 暗藏杀鸡的赶紧跟上 没走出几步远 叶灵就听到 身后两声惊呼 叶灵豁然回身 散发出炼气四层的强大气息 刹那间抛出 数张的二阶极品烈焰服 紧接着又是一大碟上品的 毫不留情地打在 又被极品流沙服身陷 又被风骤服困住的两名 男圣宗修师身上 哄 火光四射 两声凄厉的惨叫 响彻树林 连叶灵都得急忙施展于枫树 退出数十丈远 才没被巨大的火蛇热浪 波及到 一大碟二阶烈焰 蝴蝶加起来的威力 竟然如此惊人 用在他们两人身上 有些浪费了 不过没关系 临时有的是 叶灵看着两人 瞬间被稍微灰烬 也着实心惊 生怕有助击前辈发现 火光欲见来此 叶灵以炼气四层的修为 匆匆施展于枫树 绕出树林 抄小鹿赶回封乔镇北门 这才尝出了一口气 四股没有人注意 叶灵整了整衣冠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漫步在北城方式 顺道挑选些 适合他修炼的内功心法 毕竟要古宗 给内门弟子的炼气四层 到炼气六层的基础预检 偏重于调息 吐纳 淬炼肉身 增强修师的体魄和防御力 这些都是为了让门内弟子 修炼成采药 炼丹的奇才 或是修仙界 罕见的药师 不至于不堪一击 过早的陨落 而叶灵且不说 欲求长生的梦想 就是为在残酷的修仙界中 生存下去 必须得有强悍的实力 所以 要古宗的基础功法 虽然不错 但未必适合他 倒不如向有些修士 从方式买来 适合自己 灵根属性的内功心法 修炼起来得心应手 静意很快 叶灵走在北城方式的 玄武大道上 一边留意 一边细细询问 各处摆摊的修士 有什么极品的内功心法 相较于道术预减 功法预减要贵得多 不过叶灵爵 对不会在乎有多贵 只要适合自己修炼就好 道友 我这里有五雷爵 最适合雷灵根修士修炼 五百块零食 就可以拿走 列帝爵 土系修士的最矮 只卖三百零食 如果道友的火灵根出众 可以买我的离火金 买一颂一 木灵金也是你的了 我的摊位上 内功心法最全 不仅有双灵根功法 含明功和幻神典 甚至还有鬼子音书 只要你出得起价钱 摆摊的众人一正 齐齐看向此人 原来是一个 狠不起眼的摊位边上 坐着个头 带破草帽的大汉 看年岁 能有三十上下 一脸的刚毅之色 众人经问道 你有鬼子音书 可是 鬼修士修炼的内功心法 然也 头戴破草帽的大汉 傲然而硬 叶灵瞳孔猛的一缩 恍惚间感觉到 一丝迷茫 竟有些看不透 此人的修为 他是谁 看似是练气七五六层的样子 但仿佛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他的傲气 不同于一般的修士 就好像 一个真正的强者 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狂傲 叶灵心神一阵 如电光石火 般得闪过这么个念头 又一闪而逝了 仔细打量他摊位上的 内功心法御简 问道 这位道兄 可有适合全灵根 修士修炼的内功心法 全灵根修士 哈哈 你要八灵根同修吗 你还不知道吧 只有上古之修 才会出现同时修炼 八种灵根的疯子 仙徒漫漫 兽源却是有限 后世的修士 只会挑自身出众的 一两种灵根修炼 我劝你 还是挑选 专门修炼一种 灵根的内功心法 破草帽下 露出此人深邃的目光 充满好奇地扫了叶灵一眼 叶灵也不管她是嘲讽也好 良言相劝也罢 总之认定了一样事情 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就越要做成 身为灵根修权 资质一般的修士 叶灵本身就有一种放浪不羁 不拘于天命之气 既然上古修士 可以八灵根同修 自己为什么不可以 叶灵认真的道 同修八大灵根又如何 我只问你 此类内功心法 有还是没有 当然有 不过上古内功心法 虽然在世上存留不少 但竟是断俭残篇 我这里只有炼七七的上古心法 整个封桥阵 也未必能找到助击七的来 得去更远的地方去寻 你还想修炼吗 然也 叶灵也学着她 斩钉截铁的傲然硬道 若能助击 无惧于周冲那老家伙 更何况晋升助击之后 寿元两百 有的时间去寻更高境界的 上古内功心法 目前来看 有足够炼七七修炼的 内功心法足矣 那白摊的大汉深邃的目光中 闪过一丝赞许之色 点了点头道 有气魄 不过 上古心法不单卖 我这里有稀释的 禁制阵法御减 乃是不传之命 不过最近手头上有些紧 只卖一千八百零十 你买下这罕见的 禁制阵法御减 上古内功心法 随你任选一样 算是附送 叶灵微微一正 一千八百零十的禁制阵法 这么贵重 到底蕴藏了多少奇阵 和古怪的禁制 旁边摆摊的众人听傻了 一愣一愣的 按道这头戴破草帽的汉子 一定来历非凡 不仅有千奇百怪的 内功心法 竟然还有什么 稀释禁制阵法 居然还想卖一千八百零十 骗人的吧 谁知叶灵随手 派出十八块中品零十来 一点也不心疼 买下了据说 十分稀释罕见的 禁制阵法御减 众人看着破冒大汉 把十八块中品零十揣起 更是傻眼 脸色一个个变得十分古怪 到最后 对破冒大汉 也只有羡慕和嫉妒的份了 反倒冲叶灵直 摇头叹气 叶灵接过了 沉甸甸的禁制阵法御减 放在额间用神石一扫 越看越是心惊 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才去留意 破冒大汉摊位上的 上古内功心法 第十三章 上古功法 有斩月仙轴 天污圣法 幻灵精和浩天诀 都是八灵根同修的 上古内功心法 只有炼气七的残篇 你随意选 破草帽下 此人深邃的目光 冷淡的声音 都令叶灵捉摸不透 叶灵一时间无法判断 最后只看年份久远与否 捡了个最古朴的御减 正是浩天诀 然后顺着玄武大道 头也不回地走了 叶灵离开北城方氏 没有去南城买灵酒 生怕碰到 南圣宗少宗主多有不便 索性就到方氏中心 最为繁华的地段 花了上千灵石 买来大量的金鹿灵酒 另外还买了些 二阶辟毒丹 郁寒丹等特殊的极品丹药 除了丹药灵酒外 叶灵还弄来好些 二阶和三阶灵草的种子 大多是几块零石一粒的 便宜到了极致 为的是在仙府里栽种 转到丰桥镇西城 叶灵除了南圣宗制下的 南圣商会 几乎逛遍了各大炼器阁 这一回 叶灵算是打定了主意 绝不能让任何人 看出自己有钱来 否则就会引起 无穷无尽的祸患 所以 叶灵总是通过神识传音 与炼器阁掌柜的交流 相中的极品法器 都暗地里 令掌柜装进厨物袋里 然后再交易 修仙界的残酷 物尽天择 强者为尊 杀人夺宝 时常发生 南圣宗少宗主的派人追杀 令叶灵更深切地 体会到这一点 装幌子用的中品法器要有 真正的二阶极品法器 也要有 依着这个法子 叶灵以不菲的价钱 买来几样二阶极品法器 有极品风雨扇 幽权剑 一套抗雷系 精细的极品法衣 还有抗大力攻击 和土系法术的 二阶黄玉护服 之后又花了些许零食 买了好几柄二阶中品法器 好在人前装幌子用 一切都购买妥当后 叶灵通过传送阵 离开方式 回了药谷 依旧把修为 隐藏至炼器三层 刚到宅院 早有师兄装良寿 在他的门手等候多时了 见了叶灵如获至宝一般 忙道 叶师弟 可等着你回来了 师尊传唤 叶灵微微一正 问庄师兄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于是赶忙跟他来到 宗主赵元珍的进修之处 梁寿 你退下 庄良寿应诺 恭敬地退出 洞府里只留下赵宗主 和叶灵二人 叶灵公身一礼 问道 不知宗主换弟子何事 赵元珍皱起眉头 沉饮良久 才道 你与周冲周长老 有什么过节 叶灵心神震动 狠狠吃了一惊 被周冲那老狐狸把天降一保之势 说给宗主听了 不过叶灵脸上 却不流露出一丝半点来 神色依旧冲和自然 淡淡地道 周长老 没有啊 弟子不曾得罪过周长老 见到宗里的助击长老 弟子都是 谨守晚辈之礼 赵宗主点了点头 怪了 那为何自从你入内门以来 周长老屡屡向为师说起 你的不是 似乎对你很有偏见 甚至怀疑 你修炼了什么邪修谋修的逆天功法 叶灵对此唯有苦笑 心中暗道 好在周冲没有跟宗主说起 天降宝光之事 更何况 周冲也不知晓 自己得到的宝物 是先府玉佩 还以为是什么逆天功法 令人可发一笑 叶灵沉思了片刻 应道 或许是因为弟子 夺得了外门弟子大比第一名 战胜了周长老看好的弟子 他脸上无光 这才对弟子颇有微词的 赵宗主细细思索 大比当日的情形 也曾留意到 叶灵获胜后 周冲脸上那古怪的神情 连连点头道 是了 我想起来了 说得有理 不过为师还是要提醒你 以后遇上周长老时 一定要毕恭毕敬 因为周冲虽然只是 助击初期的修为 但身份与其他长老不同 他是天丹先门派来的 二代弟子 先门任务 是来我们要古宗 做两年的长老 并且负责巡视此地 周长老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着天丹先门 连为师都要理让他三分 你最好离得他远远的 免得惹他生气 明白了吗 是 弟子谨记 弟子请命去外出 采药历练 就很难碰上周长老了 弟子还有几位好友 可以一同去组队历练 彼此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赵宗主汉手笑道 好 为师也建议你去外出 采药历练 尽早地晋升为采药师 为将来学习炼丹 成为炼丹弟子打好基础 你的灵根资质寻常 比不过你的师兄们 但炼丹意图 与天资灵根无关 为师希望你能在炼丹这条路上 告退出来 尝出了一口气 当即去找何景升 孟昌等熟识的同门 商议外出历练之事 原来青竹院的五人 重新聚在了一起 都到了叶林的宅院 细细 多日不见 小妹还以为叶大哥发迹后 忘了我们 岂敢岂敢 我最近一直在闭关 今日好容易得空 又被宗主传唤 哼 天这么晚了 召集各位 自然是有要事相伤 如今 肃秦和紫山 都分在了女长老玄亲门下 何景升也败在了 同时精灵根的坛长老门下 孟昌过得倒也挺滋润 成了胡长老的药童 每日守着丹炉 照看药谱 多少有点油水 四人都很羡慕 叶林身为宗主 清传弟子 所能享受的修仙资源 和身份特权上的待遇 等他们一听叶林的提议 说是奉了宗主之命 可以一起组队 冠冕堂皇的去外出历练 还能提携上他们 组队一起去 以我们现在的修为 完全可以深入长溪原野 对付更高阶的妖兽 孟昌是练气二层的修为 恨不能早日进阶到练气三层 有这机会 随着四位练气三层的好友去历练 当然是求之不得 第一个负义赞成 肃秦 紫山听说 可以冠冕堂皇的奉命外出历练 还不用领门派任务 都十分欢喜 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只有何景生淡淡地道 每回历练 叶兄总爱出去采药 单独行动 不如队长还有我来担任吧 他是何氏修仙家族的少公子 骨子里透着一股骄傲 即便夜灵成为宗主清传弟子 何景生也照样不服气 所以抢着要当队长 夜灵汉手笑道 好 继续由何兄带队 宗主特意吩咐过我 外出食药采药历练 争取早日 晋升到采药师 所以我估摸着 白天大半时间 是去单独去采药的 到了夜间 还和你们聚在一处 彼此好有个照应 何景生满意地点了点头 道 有上回在新月原野历练留下的 极品镇旗和极顶极品火麻绸制成的帐篷 用于在夜间休息打坐 足以抵挡妖兽入侵 就不必再去方式准备了 明天就可以动身 嗯 足够了 我们还有极品镇旗呢 不必去再做准备 紫山也巴不得早歇去 随声应喝着 夜灵笑道 既然都已准备妥当 明天一早 大家伙一起深入长溪原野历练 到了次日清晨 何景生等人都向各自的师尊告了假 长老们听说 是奉了宗主之命去组队历练 无有不准的 五人小队聚齐 出药谷护山大阵 往西进发 这一回 他们深入长溪原野 目标是二阶妖兽 不屑于去猎杀一阶妖猪 妖鼠 所以 扬长穿过妖猪的聚集地 去长溪附近寻找新的猎物 去长溪西畔 必然会经过风系妖狼的地盘 他们往西刚走了不到二十里 正在疑惑 怎么没有见到一头妖狼 众人还在四处张望的时候 叶灵已然察觉到 长溪原野的深处 草丛微动 似有一样 都别动 叶灵冷静地呼喊一声 浮在草地上 静听远方大地的声音 前面至少有两头一阶妖狼 在正西方向离许开外 叶灵站起身形 遥遥一指西方 这么远的距离 远远超过了练气初期修士 数十丈的神识范围 何景生等人 只有顺着叶灵的指向 急目远望 隐约发现草间乱晃 显然不是微风吹动的 叶大哥好手段 只有两头妖狼吗 紫山握紧手中的 一阶极瓶水系法宝水灵珠 回眸一笑 目光中散发出异样的光彩 对叶灵十分赞许 叶灵点了点头 嗯 离着我们最近的 只有这两头 再远些就听不清了 应该还有 何景生手一招 一边领着众人飞奔上前 一边叮嘱道 待会儿见着了一阶妖狼 我们兵分两路 我一个人对付一个 你们四个对付一个 孟师爹 你用土技护甲光照 要首当其冲 吸引妖狼的注意 两位师妹和叶师弟 帮他干掉妖狼 至于我 你们就不用管了 我有绝对的把握 叶灵听了暗暗皱眉 暗道 何景生啊何景生 什么时候 也不改高傲的毛病 身为队长 臭屁什么 你当我们几个是饭桶吗 只需肃清 紫山和我其中一人 就足以对付一头妖狼了 孟昌却没有丝毫的自信 最开始的兴奋 都被冷汗所替代了 苦着脸道 何凶 我去吸引一接妖狼的注意 我能成吗 听说妖狼的战力 比妖猪强多了 万一遇上凶悍的 会妖狼之爪的 你们可得救我 肃清淡淡地道 你可以退后 我打头阵 孟昌只觉得脸上发烧 胸脯一把 豪气冲天地道 不 怎能让你们女修涉险 还是我去 第十四章 远野深处 叶灵淡然一笑 按道孟昌为人豪爽仗义 历来如此 不忍心打击她的豪气 于是叶灵不急不徐地施展着御风树 跟随在她身后 眼看到了镜前 离着两只妖狼 只不过数十丈远近 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南边的龟你们 北边的龟我 何景生说吧 就见她的剑光 仿佛化作一道金芒 静直 展向北边的妖狼 孟昌大话说在前头 只得硬着头皮 又加持了一道护甲 撞着胆子大喝一声 举起土鳞锤猛冲上去 夜灵故意压制了气息和实力 还以往常练气出气的力道和法力 点手掐绝 潇洒的一挥 凌空划出一道破空的 风刃寒光 吃 风刃率先斩在一阶 妖狼的毛皮上 划出一道一尺长的口子 鲜血飞溅 妖狼痴痛 沉闷地怒吼 躲开梦昌的土鳞锤 直奔夜灵而来 夜灵丝毫不惧 施展御风树 轻轻巧巧地飞略退后 肃擎冷哼一声 只若兰花一浮 也打出了一记冰球术 碰 妖狼被冰球一击 后背被冰冻了一瞬 栽倒在地 翻滚出去好几丈远 孟昌大喜 再一次抡起上瓶土鳞锤来 照着妖狼狠狠砸去 小心妖狼之爪 夜灵目光一领 察觉到妖狼凶悍的双眼 似乎悍不畏死 就绝不妙 赶忙大声提醒孟昌 不等孟昌的锤道 一道灰光一闪 妖狼飞扑起来 前找正中孟昌的护甲光照 孟昌梦哼了一声 护甲光照急剧的波动 立刻破碎 好在有这股护甲 抵挡了大半力道 孟昌只是受了外伤 与此同时 妖狼准备第二次飞扑 孟兄退下 夜灵施展御风术 挡在孟昌前头 兵弦剑死死地压制住了妖狼 无论速度还是攻击的灵力 妖狼怎能是夜灵的对手 这时 就听得两声娇和 肃秦和紫山也齐齐抢不上前 一阶极品兵铃缩和水灵珠同时打出 兵铃缩挡住了妖狼的吐刺 冰花四溅 水灵珠正中狼头 散出一团水雾 包裹住妖狼 使得她的行动顿时迟缓 杀 夜灵喊吓一声 兵弦剑电光石火般地刺了下去 孟昌按着伤口 气哼哼地 把憋着的一口气 尽数发泄向妖狼 与夜灵合在一处 卖力地挥舞着上瓶土鳞锤猛砸 眉头眉脑地爆打了妖狼一顿 险些而把妖狼砸成肉泥 好了好了 妖狼已死 她的兽魄可以炼制妖丹 毛皮是炼制风系法衣 和风系靴子的材料 你们乱认分尸后 毛皮就不好卖了 待我收她兽魄 孟昌果然助手 让肃秦来给一劫妖狼善后 就见肃秦从储物袋中 拍出一个小瓷瓶 对着妖狼的死尸 散出些许法力 召唤兽魂兽魄 不大会儿功夫 一颗痘大的光球 从妖狼体内一出 飘进了小瓷瓶里 召魂朔 叶灵心神未知一阵 脱口而出 肃秦白了她一眼 悠然道 哼 十分羡慕吧 这一首 是我和紫山跟陆大小姐学的 就不交给你 叶灵淡淡地道 我又不会炼制妖丹 兽魄也值不了几个钱 学会也无用 随你炫耀去 不必自作多情地教我 肃秦气得浑身乱抖 咦 紫山赶忙劝解 叶大哥 肃秦姐 莫要斗口 快瞧瞧和师兄吧 他好像有些不妙 众人一领 赶忙往北看去 直接何景生远远地盘膝打坐 面如白纸 正吞下极品丹药 用低阶回春树疗伤 何兄 你也受伤了 孟昌这一惊非同小可 赶紧跟叶灵等人 一同飞奔来 些许小伤 无碍 孟老爹 你的伤势如何 何景生赶忙一跃而起 拍了拍极品法衣 强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还是傲然的神色 叶灵暗暗叹了口气 何景生居然还在逞能 到底是面子重要 还是性命重要 像这种眼空四海 目空一切的人 终究还要在这高傲的脾气上 吃尽苦头不可 孟昌也学了低阶的回春术 终究不是很熟练 憨憨一笑 我的伤更不足道了 小小的外伤而已 慢慢地恢复吧 正在这时 叶灵挥手之间 散出一团盈盈的绿光 使得孟昌被妖狼抓伤的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愈合了 中阶回春术 四人都是羡慕 甚至有些极度地望着夜灵 只有宗门清传弟子 才可以修炼的中阶回春术 看样子 夜灵已然修炼纯熟 肃秦又受了这头妖狼的受魄 苦笑道 两头妖狼都没有受魂 只有受魄 看来我们收获甚少 加起来连二十块零食都没有 还是去长溪溪盘 猎杀二阶妖兽吧 孟昌卖力地用土灵刀三盏两盏 阁下妖狼皮来 嘿嘿笑道 妖狼的毛皮 可以拿去做一阶风系靴子 提高奔跑速度 要是能搜集到二十张 就可以做一阶一阶极品的 你们不要我可要了 五人谁也不跟他抢 由他收拾进储物袋里 只有紫山对照着长溪原野地图御剑 和妖兽图剑 略有些担忧道 据图剑记载 此地的妖狼十分记仇 常常成群结队地出没 怎么咱们只遇见两只啊 会不会遭到狼群复仇 还是离着此地远些的好 何景生哈哈大笑 杞人忧天 哪有的事 狼群又怎会知晓 是我们杀的 走吧 上长溪溪盘去 去寻找二阶妖鱼 小队向长溪溪盘进发 果然在长溪的一处水域 发现了二阶妖鱼的踪影 在西边岸上 法器够不着 五人只能施展倒数 却无法轰杀妖鱼 反而要常 提防着妖鱼的水球术攻击 甚至夜灵蠢夺着 即便散发出炼气中气的气息 这么远的距离 也难以奈何在水中游异的妖鱼 最后 众人合力施法 顶多是撵走了妖鱼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妖鱼游到溪中 然后没了踪影 众人在岸边干着急 无可奈何 后来一商议 决定罚竹子 扎竹法 在溪水中 与二阶妖于缠斗 忙活了好一阵 看看日头偏西 何景生提议摆镇旗 扎营地 离着长溪溪盼远些 把帐篷置在一处空阔的地带 四周摆下一阶极品八级镇旗 用以抵挡妖兽侵袭 众人在镇法光幕中 支了两个大帐篷 何景生 叶玲和孟昌住在一处 肃秦和紫山两个女修住在一起 都是事先商议好的 甚至在肃秦和紫山的帐篷外 另摆了一层四角小镇旗 组成玲珑的镇法光幕 回到帐篷 孟昌百无聊赖地在竹席上一躺 不久便酣声如雷 沉沉睡去 叶玲盘膝打坐 进行日常修炼 瞧见孟昌睡熟了 又看看那边的何景生 也在明目打坐吐纳 知道他轻易 也不会打搅自己 于是 叶玲手自然而然地垂落 悄然触碰仙府玉佩 神石一扫 浑入仙府 如此一来 叶玲在两人眼皮子底下 神不知鬼不觉的心神进入仙府中 旁人还以为他是在闭目养神的打坐 吐纳如旧 气息悠长 没有一丝一毫的一样 仙府里 叶玲的魂魄之体 先照料好一亩灵田 该收获的极品回神草收获了 筑仓在小木屋内 然后在灵田里放上一块中品灵石 立刻恢复了灵田的全部甜力 一切收拾停荡后 叶玲拾起了上古功法 好天爵的古朴玉剑 放在鹅间 用神石匆匆扫了一遍 这篇好天爵的古玉剑 虽然只记载着炼气卷 但明显比要古宗分发的基础功法 繁杂多了 叶玲看了看仙府摘星牙上 漂浮的星辰之精 看到 修炼到炼气四层后 星辰之精的恢复时间是六十日 最好在两个月后 用星辰之精滋润心神 来修炼上古功法好天爵 修炼速度定然是极快的 刚放下好天爵的玉剑 叶玲正准备休息 一直以来没有被他重视的木系缠绕数时 突然感觉到来自魂魄深处的熟悉的寒意 仙府玉佩示警 叶玲心中一灵 赶忙把星神退出仙府 魂魄归体 叶玲还以为是何景生打搅的他 脸上现出不悦之色 睁眼一瞧 却满不是那回事 何景生早已不见了踪影 孟昌还依旧在憨然大睡 叶大哥 孟二哥 快出来帮忙 一群妖狼在清洗我们的阵法 外面是紫山的惊叫声 又是一阵呜呜的狼嚎 淹没了紫山焦急的声音 叶玲一跃而起 提醒了孟昌 手提赤火刃 随手从储物带中 拍出一大碟一阶上品和极品灵符 甚至暗地里 绣了几张二阶极品灵符 匆匆跳出来了 晚风吹寒 八级阵旗外 赫然是一双双凝壁色的狼眼 在黑暗中闪现 不断地有妖狼之爪 冲击着阵法光幕 如果是三两只妖狼 根本无法冲入八级阵旗的阵法 但现在是一大群妖狼 不下数十头之多 不断地有妖狼之爪 和妖狼之牙攻击 阵法光幕出现了不稳的迹象 何景生 紫山和肃青 每人守住两杆阵旗 阵旗上的灵石急速地消耗着 不仅如此 三人还得隔着阵法光幕施展倒数 驱赶阵外的狼群 减少他们对阵法光幕的压力 第十五章 解围 齿叶藤缠绕术 叶玲不由分说 赶忙冲到正北方 守住八级阵旗的正北和东北阵旗 熟练地打出锋刃 透过阵法光幕 斩向凶悍的妖狼群 睡眼惺忪的孟昌 此时此刻被惊得毫无睡意 又没学什么吐戏攻击倒数 挤得团团乱转 索性加持上护甲光照 抄起土鳞锤 就要往阵外冲 众人赶忙 喝止住孟昌的鲁莽行动 叶玲更是喊喝道 冲不得 出去非被妖狼群撕成碎片不可 你不会攻击倒数 就给震气添零食 即便是叶玲散发出炼气四层的修为 冲入大群的一阶妖狼堆里 也难以自保 更何况是他 孟昌一拍脑门 丢下土鳞府 结果叶玲丢来的一袋子零食 不下数百只具 手忙脚乱地 给震气的各处震脚天放零食 何景生等 肃秦和紫山一边打出雷暴术 冰球术和水剑术 一边服下极品回神单补充法力 但无奈妖狼太多 接连施法都很难撵走 出招稍稍地慢些 震法光目就有支持不住的迹象 紫山大吉 怎么办 妖狼好像越聚越多 咱们的法力跟不上了 照这样下去 不出几株香的功夫 即便妖狼一时冲不进来 震气也会碎脸 何景生一脸的凝重 金系的破甲术和雷系的雷暴术 雷球术接连施展 恨不能持着金系极品飞剑 冲出去好好冲杀一番 但终究没有这个胆量 倒是肃秦守卫着正东和东南两杆正齐 离着夜灵慎静 余光一扫 不由地微微一正 赫然瞧见夜灵施展着锋刃和火球术 两种简单倒数 轻易逼退了众多妖狼 暗道 他施展倒数的威力 怎会如此巨大 似乎超越了练气初期的范畴 奇怪 肃秦转念又一想 或许夜灵一直苦练这两种简单倒数 最是得心应手 纯熟至极 威力大些 也是可以理解的 正在这时 令肃秦更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 就见夜灵两记火球术轰出 趁着外面妖狼群躲闪的时机 夜灵猛地冲出了阵法光幕 肃秦一声惊叫 紫山 何景生和孟昌 也都纷纷侧目观桥 同样看到了夜灵单枪匹马 冲出去的一幕 众人想要喊赫阻止 已然迟了 夜灵借着御风术 身形一转 仰手挥出了大把一阶上品烈焰符 哄 煞事间 烈焰飞腾 北边的妖狼群 灯石炸开了锅 纷纷被火舌吞没 这一切还没有结束 夜灵没有趁势退了回来 左手又打出一叠一阶极品的烈焰符 又是一大团火光冲天起 轰杀了大把妖狼 反正夜灵现在是练气中期 以后主要是用二阶灵符 留下来的这些各一阶上品 极品灵符 就是装装幌子而已 此时不肆意挥洒的痛快 更待何时 紧接着夜灵斩出赤火刃 划出一道极量的红芒 这道赤芒映照在烈火符的烈焰中 更显得惊心动魄 夜灵手持赤火刃 施展御风术 追杀北边余下不多的妖狼 并且这些妖狼竟被烈焰附捉伤 夜灵冲过去 简直如切菜砍瓜一般 一看有后续的妖狼集中过来 再打出一叠 一阶破魔符 白光闪耀 顿时又红杀了一片 这么多一阶上品灵符 好大的手扁 肃清一脸的震惊 此举就好比是倾倒囤积的没用之物 放在储物袋里 还闲占地方 孟昌同样惊呆了半晌 被夜灵的气势所感染 大吼一声 连夜凶都能挥洒出这么多灵符 小弟也活出去了 孟昌一拍储物袋 手里抓了大把的一阶中品和上品灵符 从肃秦守卫的东方 正旗冲出阵法光幕 要与夜灵并肩作战 谁知孟昌不会遇风术 行动远不及夜灵迅速 还没等着羊手打出灵符 一只妖狼之爪袭来 险些又抓破孟昌的护体光照 紧接着 又是两只妖狼跃起 孟昌下的心胆剧烈 腿一软 手一颤 灵符掉了一地 就在这时 一记风刃破空而来 逼退了妖狼 随后夜灵的赤火刃 如电光石火般地斩了进来 肃秦也从储物袋 取了大把寒冰符 冲出来接应 有夜灵左冲右侃地挡着 趁机向围拢来的妖狼群 洒出灵符 咔哒啦 一阵冰冻的声响 周围的妖狼 被寒冰符散发出的寒气冰冻 如同冰雕一般 孟昌这才手忙脚乱地爬起 捡起灵符 帮忙驱赶妖狼群 一时间 寒冰符 五雷符 巨木符 纷纷而下 围拢在八级镇 其北方和东方的妖狼 全部溃散 孟昌还要挥舞着土灵锤追杀 夜灵一把拽回 手一招 领着两人向八级镇 请南边杀去 守在西方的何景生剑撞 再不出手 不仅被夜师弟比下去了 在两位师妹面前 脸面上也过不去 于是 何景生赶忙拍出数十张上品灵符 甚至还有几张极品的五雷符 一咬牙 以精灵剑之力 先虚斩了一剑 顺手撒出大把的灵符 如金蛇狂舞 同样轰散了西边的妖狼群 也赶到南边相助紫山 紫山也不示弱 剑两边都来了援军 也挺身而出 接连打出符咒 屁滚尿流地往西南逃窜 不多时便消失在了漆黑广袤的原野 妖狼败退 众人都尝出了一口气 孟昌的兴奋镜头 却迟迟地来了 要依着他的主意 非趁胜追击 杀奔妖狼的老巢 报仇不可 何景生皱起眉头 冷冷地道 你要是不怕死 只管去追妖狼 不过看情形 你拍马也撵不上 夜灵不理会他们 收起了赤火刃 默默地穿回阵法光幕 往帐篷走去 夜灵 肃秦舒展着牵牵御手 正用锦帕擦拭着香汗 见夜灵默然无声地走了 赶忙叫住 夜灵身形一顿 也不回头 淡淡地道 何事 多谢你率先冲出 破了妖狼之围 肃秦说道谢字 声若细闻 毕竟这还是他生平头一回 向夜灵致谢 紫山笑盈盈道 是啊 要不是夜大哥舍死忘生地奋勇冲出 打开妖狼围拢的缺口 我们都不敢出来呢 孟昌厚着脸皮 善善地道 还有我 见了夜兄如斯 一时热血沸腾 也跟着冲出 这才解了围 肃秦和紫山都白了他一眼 嘲笑道 也不知是谁 刚出去 就被吓得腿肚子都转惊了 灵符也掉了一地 哼哼 孟昌一脸的善善之色 赶忙顾左右而言他 哈哈 夜师弟真是深藏不露啊 居然有这么多一阶上品和极品灵符 都血藏着 直到了关键时刻才用 夜灵淡然一笑 不解释什么 生怕一解释漏了底 打击坏他们 回到帐篷 夜灵也没有闲着 明里是披衣而睡 暗地里却是浑入仙府 在仙府摘心牙的灵填边上 继续修习缠绕树 缠绕树 捡一类木系稻树 摔半 缠绕对方 若用木济种子 藤蔓来施展缠绕树 效果更佳 夜灵心中一动 他从方式上 买来许多二阶灵草的种子 里面就有 适合用作缠绕树的 于是他匆匆到仙府小木屋里 取来一粒二阶木系 齿叶藤的种子 洒在灵填里 破毒 发芽 生长 二阶齿叶藤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从出品长成极品 从豆芽般大小 长到了碗口粗细 上面长满了锋利的齿叶 藤蔓甚至延伸出了一亩灵填 夜灵用神石扫过 对二阶极品齿叶藤的锋利和结实 还是比较满意的 不过他没有去收获整个齿叶藤 而是用二阶极品优拳剑 拨开齿叶 寻找齿叶藤花 碾开了 获得大量的极品齿叶藤种子 只有这些木系藤蔓的种子 才能用于缠绕树 越是极品的藤蔓种子 效果越好 夜灵眼睛渐渐明亮起来 要是早先修炼缠绕树 对付妖狼群 何须灵符 只要施展缠绕树 撒上几把二阶极品齿叶藤的种子 妖狼跑都跑不了 夜灵又种了十几株极品齿叶藤 足足取了好几斤的齿叶藤种子 这才算作罢 只等明天去原野上单人历练 把缠绕树试炼纯熟 一日 夜灵跟何景生等四人打过招呼 说是要去长溪原野四处采药 就不跟他们编竹罚 对付二阶妖鱼了 之后飘然而去 眼看离这营地很远了 夜灵在地图玉检上 注入些许法力 发现离着此地往北 分布着二阶妖蛇 擅长的是毒系攻击 夜灵早已把仙府里的 二阶极品齿叶藤种子 都装进了厨袋里 无惧于妖蛇 谁缠得过 谁还未可知 往北走了十余里 夜灵不再隐藏修为 散开炼气四层的强大神石 隐隐可以寻到 草丛里有灵力波动 隐藏着二阶妖蛇 夜灵不敢怠慢 就在附近扎下方式 买来的二阶极品正旗 先加持上金钟护体 然后左手抓了几粒 二阶极品齿叶藤的种子 右手提了幽拳剑 施展御风术 飞掠了过去 神石锁定了一只 杖许长的青色妖蛇 不等青蛇惊绝 夜灵就施展开缠绕术 几粒极品齿叶藤种子 顺着法力的波动 绕向了妖蛇 第十六章 杀妖营业 大赚一笔 夜灵向妖蛇 打出了齿叶藤缠绕术 等到二阶妖蛇惊绝 已然迟了 刚扭动起蛇身 要喷出毒液 齿叶藤的种子附着其上 以疯狂的速度生长起来 煞时间长到 碗口粗细的极品齿叶藤蔓 不多时便馋死了妖蛇 夜灵暗暗心惊 缠绕竹府之以 木系齿叶藤种子 竟然有如此威力 这要是洒出一大把种子 就是三阶妖兽来了 碰上也够呛 有了这样强横的攻击手段 夜灵独自行走 长溪远野深处 更为自信 又寻了几只二阶妖蛇的晦气 耗费了体内大半法力 夜灵这才回阵齐礼 吞下几品回神丹 打坐恢复 如此这般 夜灵不厌其烦地 反复试炼缠绕术 杀死了方圆树里之内 所有的二阶妖兽 终于熟练地掌握了缠绕术 最后眼看天黑了 夜灵施展御风树 掠过尸横遍野的荒原 回到营地 众人见夜灵归来 身上散发着惊天的煞气 都是微微一正 就当初外门弟子大比前夕 夜灵从长溪远野回来时一样 带着同样惊人的杀气 令人望而生畏 唯一不同的是 那时夜灵修为 已然是炼气三层 杀的是一阶妖兽 如今他是炼气四层的修为 杀的妖兽却是二阶 紫山苦笑道 原来夜大哥在采药途中 又杀掉不少同阶妖兽 浑身上下都是逼人的杀气 孟昌都瞧得习以为常了 转而唾沫横飞地炫耀起 今天的战绩 夜兄 你有所不知啊 今天我们杀了五尾二阶妖鱼 哈哈 其中一只还有兽魂 我们分给紫山师姐了 可以拿到风桥阵方式上 锻造一柄品相不错的 二阶水系法器 看着孟昌洋洋洋得意的样子 夜灵暗暗好笑 心中暗道 往北去 像这样的县城二阶妖蛇兽破兽魂 足有上百之多 方圆树里都是 甚至还有数不清的妖蛇毒牙 只是我既不会招魂术 又不在乎这些 懒得去收集罢了 当然 夜灵对着众人不能这样说 只是汉手笑道 好啊 明早我正要去趟风桥阵 要不要我帮你们把妖余兽魂 送去入市商会的炼气阁 紫山汉手笑道 我知道夜大哥矫程快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劳驾夜大哥帮忙烧送 夜灵点点头 又道 你们还有什么要买的 我给你们烧回来 紫山鸣嘴一笑 我们才在长溪原野历练了两天 一切法宝灵器丹药都够用 没什么要买的 倒是夜大哥今天才要收获泼风吧 哦 对了 记得给我们烧回些上品灵符来 我和肃琴姐 每人都要20张 说话间 紫山摸出4块中品灵石 递给夜灵 我身为队长 理应带的多谢 我要50张 何景生丝毫不把500灵石放在眼中 都给了夜灵 孟昌不计他们出手豪阔 只要10张 夜灵一一硬了 尽数收尽除无代理 到了夜间 夜灵打坐修炼后 浑入仙府 来到了仙府灵田 又种了些炼制三阶极品兽源单用的 稀有灵草极品龙须餐 用了12块中品灵石 恢复了12次甜栗 种出的极品龙须餐 有670株 再加上小木屋里囤积的 足有上百株 极品龙须生的行价 是每株3000灵石 100株就是30万灵石 相当于3000块中品灵石 或者是30块上品灵石 足以令风乔震所有修饰 极度的发狂 我得在最短的时间里 分好几个中等以上的药铺 都收完这么多极品灵草 然后悄然离去 叶玲打定了主意 到了次日天蒙蒙亮 叶玲辞别了众人 施展开御风树 穿过长溪原野 回到药谷后 不动声色地通过门派传送阵 来到风桥镇方式 这一回 叶玲没有贸然地 去南城方式各大药铺药堂 都受灵草 而是先到西城方式的 陆氏商会炼器阁 帮紫山送交了封印 在瓷瓶中的二阶 腰鱼兽魂 之后叶玲左转右转 钻进一条暗像 等叶玲再出来的时候 头戴可以阻挡 助击修饰以下的 神石探入的斗笠 上下照着一身缩衣 行走在方式大街上 就跟个渔翁相似 这一身掩人耳目的 古怪法衣 花掉了他两千零食 不过叶玲却毫不在乎 扬长的川阶果相 来到了南城方式 我有些三阶级品 龙须身药出售 年份足 橙色好 行情价 不知贵药铺收购吗 叶玲故意装作 低沉沙哑的声音 行走大小药铺 一进门 问的总是这句话 若是看到人多 直接给掌柜的神石传音 暗地里兜首 得到的回答 一见货色 大多数成交 如果遇到掌柜的面露难色 无力收购 叶玲即刻匆匆离去 不再斗笼 不出半个时辰 叶玲披着缩衣斗笠 逛过了南城方式 十几家药铺商会 几乎卖完了 所有极品龙须身 换得的大量中品零食 甚至上品零食 都移入了仙府玉佩中 叶玲没有急着 去买二阶法宝灵兽等物 深知再不溜走 一定会大获临头 因为已经有数道神石 有意无意地锁定了叶玲 叶玲凭借着 对风桥镇方式的熟悉 匆匆钻入小巷 三转五转后 果然躲开了 大半神石的追踪 对于阴魂不散的跟踪者 叶玲毫不犹豫地 打出了二阶极品水影符 身影彻底消失在了小巷中 叶玲借着极品水影符的影身 不敢散出一丝一毫的神石 又悄然窜过两条小巷 这才迅速地脱下斗笠缩衣 最后 叶玲身着月白段的长衫 手持二阶极品风雨扇 绣了数十几块中品零食 然后散开神石 身影从虚空里瞬间凝食 悠悠然来到中兴方式 购买零符 这时 南城方式终于轰动了 四处传言 有个练气气的渔翁 明目张胆的到处都售 三阶极品龙须餐 足有上百株 即便是在稀有 在值钱的极品零草 在方式上流通的太多了 就不值钱了 消息不进而走 令整个南城方式的 各大药铺商会陷入恐慌 争相降价 叶玲在中兴方式 特地购买了一大碟二阶极品零符 尤其是补充好极品水影符 然后才是众人所托的一阶零符 最后 叶玲还不忘 挑选几个新储无带 留作备用 等到他从俘虏商会里出来后 听到大街小巷都在议论此事 传闻三阶极品龙须餐的收购价 已经降至了一千零十以下 叶玲听着各处的留言 心中冷笑 整了整衣冠 手摇风雨扇 潇洒地穿过整条玄武大道 从北城方式的传送阵 返回药谷 不作停留 出溪谷 直接赶奔长溪原野 回到营地帐篷后 叶玲把买来的灵符交代了众人 也告诉紫山 说 妖余的兽魂已送到陆氏炼气格 众人谢过 队长何景生 细细打量了叶玲一番 欲言又止 仿佛在怀疑着什么 又摇了摇头 否认了这个可能 叶玲被他看得发毛 于是皱着眉头询问 何景生忧心忡忡地叹道 叶兄还有所不知 今天我们北边二街妖蛇的聚集地历练 谁想到了境前 却是一片荒原 妖蛇的尸横遍地 心境腐烂不久 要是另一对本门修士再次历练 倒也罢了 我怕的是 附近别的门派的弟子 也来这里历练 实力比咱们强横多了 你踩钥匙 万一遇上别的门派的弟子 得多加小心啊 叶玲汉手而应 别看何景生这个世家弟子 为人高傲 但也不视为一个正人君子 对同门师兄弟的关照 还是有的 何景生又哪里知晓 那片原野之所以成了荒原 不干别的门派的事 全是叶玲苦练缠绕术 一手操办 虽然他昨天看到了叶玲身上的煞气 有些猜测 但很快就否决了这个可能 毕竟死了的二阶妖蛇太多太多 不是以一人之力能做到的 叶玲当然不会说出真相 还煞有其事地提议到 既然北边有别的队伍历练 咱们不妨连夜挪个窝 沿着长溪往南走 免去不必要的麻烦 众人都点头同意 当夜就南下三十里 把营地帐篷 搬到了较为平坦的长溪西畔 接下来的几天里 叶玲出去采药 故意走得远些 把缠绕树修炼的炉火纯青 以二阶极瓶齿叶藤种子为影 叶玲把齿叶藤缠绕的威力 发挥到了极致 这夜 叶玲正在帐篷里盘膝打坐 进行日常修炼 忽得听到 帐外有一阵轻微的沙沙声 一闪而逝 叶玲练气中其的感官 胜过旁人一筹 她没有去惊动到 沉睡的何景生和孟昌 自个儿劈一而起 悄然地出了帐篷 要去看个究竟 月光下 一个雪白可爱的小灵雕 瞪着乌丢乌丢的小眼珠子 似乎很好奇地 冲夜灵这里嗅了嗅 又好似受了惊吓 如电闪寒光一般地 绕过帐篷外的阵法光幕 往西北方向去了 好奇异的灵雕 从来不曾见过 更不知是何种等级的灵兽 看她的样子 有些像生存在雪域里的雪雕 但又怎会出现在长溪远眼上 奇灾怪也 夜灵心中一动 赶忙传出阵法光幕 施展御风树追出 第十七章 围困 夜灵迎着轻风浩月 施展御风树 冲入了浩瀚星空之下的旷野 只为追逐一只奇异的小灵雕 灵雕的奔行慎速 夜灵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了 练气中气的气息 加快了速度 奋力追逐 两久 夜灵与小灵雕的距离越来越远 眼看小灵雕的白影 化作一个白点 消失在她的视野 是无论如何也追不上了 夜灵不甘心地叹了一口气 不经意间地回头 赫然瞧见身后的广阔原野 如霜的月光下 分明立着一个女子的倩影 倩影窈窍而又雅致 令夜灵不由地怦然心动 谁 离着很远 但夜灵却越看越觉得熟悉 按道 这大半夜的 长溪原野到处是妖兽出没 哪里来的女子 莫非是紫山来了 要不然 身影不会这么熟悉 夜灵带着满心的好奇 纵起御风树 向那女子的倩影飞掠而去 月夜下的女子 同样看到了夜灵奔来 急急地抽身就走 等追到相距两百丈远 夜灵在月色下 看不清对方的衣裙之色 但隐约可以望见这女子的 倩影修长 身段高挑恶挪 不禁难难叹道 紫山娇小玲珑 温柔可爱 这个明显不是 该不会是肃琴吧 想到这里 夜灵突然不追了 赶忙收敛了 练气四层的神识气息 仿佛什么都没有看见 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踏着月色信不而回 前面的女子跑了好一阵子 回眸见夜灵并没有追来 十分好奇 索性俏立在月光下 背对着夜灵 静静地等着 夜灵走到镜前 目光一凝 一看熟悉的身段 裙板 而这儿 果然是肃琴 夜灵不禁头皮有些发麻 但保持神色自若 还是可以的 不动声色地绕了过去 肃琴见她根本不做理会 微微一正 心中有气 叫道 喂 你是死人吗 夜灵停住脚步 冷冷地道 是你 大半夜的 跟我来旷野荒郊作甚 肃琴一呆 正要问她话呢 谁知被她 直接了当地反问住了 没好气地答道 我刚要休息 就听到你们那边帐篷 有挑连龙的声音 以为出了什么事情 谁知出来一看 瞧见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 从帐篷里钻出来 往原野上跑 十分奇怪 于是就追了下来 哦 原来如此 看来 你是把我当作何景生了 怪不得 你什么意思啊 肃琴秀眉微醋 瞪了夜灵一眼 夜灵也恨她好奇心太重 大半夜的不睡觉 一路跟踪自己 都被她看在眼里了 同样没好气到 我是个穷光蛋 不及何景生出身名门 更不如她气宇轩昂 英俊不凡 若非你认错了人 又怎会眼巴巴地追我而来 我还不解何故呢 肃琴脸上一红 脆道 胡说 小心长嘴 哼 你半夜溜出来 发什么疯 夜灵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这个平日里沉着俏脸 冷若冰霜的女子 居然也会脸红 不过看情形 肃琴似乎没有发觉到 小灵雕的踪迹 夜灵也不打算告诉她 淡淡地道 我出来踏跃赏花 关你何事 反倒是你把我狠狠地吓了一跳 远远地望着 仿佛是月宫仙子 在恍惚着一瞧 以为是谁家的美女 谁知等追到近前 居然是你 肃琴开始 还听着挺美 又是仙子 又是美女的 哪知她话风一转 口气好像很不屑的样子 肃琴不由地咬着朱唇 努力克制 冷哼一声 气呼呼地拂袖而走 两人各自心怀鬼胎 一前一后地保持着距离 默默无言地往回反 五 悠长而苍凉的狼嚎声 划破了宁静的夜空 肃琴净凌打个冷战 夹紧了几步 赶上夜灵 埋怨道 都怪你 半夜上原野来鬼哭狼嚎的 都把妖狼招来了 我乐意 你管得着吗 谁让你跟来的 夜灵冷冰冰的一句话 把肃琴气得发正 你 肃琴正要发作 忽见月夜下闪烁着 数不清的悠悠绿光 星星点点 围拢了两人 妖狼群 肃琴的心无限下沉 把夜灵恨透了 慌忙从储物袋 拍出十几张一截寒冰服 冰灵缩在手 又接连地打了几道传音符 只会营地帐篷的何景生等人 夜灵没有肃琴那么惊慌失措 手艺向了储物袋 镇定地环望四周 只见百余杖开外 竟是一阶妖狼 尤其是 其中有一头体型格外大的妖狼 体壮如牛 狼眼不同于普通一阶妖狼 闪烁的是 妖翼的血红之芒 一阶妖狼王 实力堪比修士的炼气三层巅峰 妖狼王如此血红妖翼的火眼 应该是得天独厚的本能 比修士的灵木术强悍多了 只怕我用二阶极品水影符 也未必管用 更何况身边还有个肃琴 他用一阶水影符 绝对逃不过妖狼王的火眼 另外 妖狼王周围的一大群妖狼 也不是做摆设的 再加上妖狼生性凶狠 十分记仇 我还是想办法杀尽他们 以除后患 用灵符有些浪费 只有祭出极品齿叶藤种子 不仅威力强大 而且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夜灵神色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 即便是踏入恋气中期的境界 被这么一大群一阶妖狼包围 也是件极危险的事情 夜灵从储物带 派一大袋二阶极品齿叶藤种子 另一只手扣好了 二阶极品神行符 但等到他目光 转向身边的肃琴时 心中唯有苦笑 有女人在身边真是麻烦 以我的御风朔 加上神行符 再加上齿叶藤种子的缠绕术 冲出去应该没有问题 只可惜 如今多了的肃琴 带他一起走南上迦南 但无论如何 也不能丢下他不管 夜灵思前想后 索性也不冲了 拍出一阶极品镇旗 支起镇法 放满灵石 一言不发地拉了肃琴 盘西坐到镇中 谋划着诛沙大群妖狼的计策 肃琴见他带着镇旗 暗暗庆幸 对夜灵的恨意烧减 听着外面 此起彼伏的狼嚎声 紧紧攥着一阶寒冰服 警惕地望着镇法光幕外的一切 过了半晌 竟然没有一头妖狼近前 连那头体型硕大的妖狼王 始终离着他们有百余丈远 仿佛对他们十分忌惮 肃琴被妖狼群盯着有些发毛 忍不住开口问道 夜灵 妖狼为什么只围着 不上前来 似乎很怕我们脸 难道是咱们上回用灵符轰杀 打怕他们了 夜灵早已察觉到了这一点 这时他早已收敛了身上 炼气四层的气息 按理来说一接妖狼们 不会害怕的 夜灵沉吟道 怎么可能 妖狼本性凶残 又十分记仇 万万没有为而不公的道理 除非是有别的缘故 妖狼们到底在忌惮着什么 忽然间 夜灵脑海中 电光石火般地 闪过一个念头 煞气 对了 妖狼忌惮的 一定是我身上的煞气 这些天 杀戮同街妖兽太多 使得我周身上下 自然而然地带上煞气 即便极力收敛 也没有用处 小队中何景生 他们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更何况妖狼的嗅觉 知觉 比修饰更甚 更能极快地 察觉到危险的气息 夜灵 在掌溪原野上 杀妖遍野 周身上下 充满了无形的煞气 这股煞气 何景生 肃勤等人 看惯了也不觉得怎样 但对于生长在 长溪原野的妖兽 却是再可怕不过 在这群妖狼眼中 夜灵就好比是 凶神恶煞般的存在 夜灵想明白了这个缘由 心神振奋 妖狼对她的忌惮 更增添了她的信心 夜灵豁然站起身来 迈步走向阵法 目光中 闪出灵力的杀机 你又要作甚 成匹夫之勇 去寻死吗 肃勤下的花容失色 她一直散开着神识 此时此刻 看到了夜灵坚毅的目光 也感受到了 这股至强至烈的杀机 夜灵沉声道 现在危险的 不是你我二人 而是赶来救援的何景生他们 我要是不出去 驱赶妖狼群 他们没带阵棋 非葬身在狼群里不可 就凭你 哼 可笑之极 这么一说 还怨到我头上了 怪我不该打出 传音符丘缘吗 肃勤一阵冷笑 冲夜灵翻个白眼 夜灵冷冷地道 本来就是 跟你在一起 扫把星照月 肃勤气得柳梅倒树 但又身处在夜灵的阵棋里 用人家的手短 一堵气她扭过头去 不再理会夜灵 但这口气 实在是无处发现 于是肃勤又是摔冰临缩 又是摔玉簪 恨恨不已 臭夜灵 死夜灵 待会儿葬身狼妇 死了最好 谁让你不听本姑娘 良言相劝 只会逞能 夜灵也不跟她一般见识 一步踏出阵法光幕 夜灵 肃勤唬得不轻 莫想到她真的去了 赶忙捡起冰临缩 神色紧张地 盯着阵法光幕外的一切 凝望着夜灵 那冷酷无情 而又落寞消失的背影 她这一去 全是因为我 我又怎能 亲眼看着她去送死 或许有我的十几张 一揭寒冰符 还可以助她一臂之力 等我们轰散了妖狼群 或许有机会 杀出重围 肃勤的心 顿时软了下来 索性一咬牙一跺脚 也冲了出来 第十八章 齿叶腾逞凶 夜灵冷冷地盯着妖狼王 每踏出一步 百于帐外的妖狼群 就不由自主地退后 凶神恶煞 夜灵在众妖狼面前 绝对是凶神恶煞般的存在 听到身后配还叮咚 夜灵微微一皱眉 豁然回头 你又跟来作甚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忽然间 一股炼气四层的强横气息 在夜灵身上 轰然爆发 肃勤一开始气得翘脸煞白 好心好意出来帮忙 谁知她丝毫不领情 还口出无礼 但紧接着 肃勤的气氛被震惊所代替 炼气四层 你什么时候 修炼到了炼气四层 肃勤心中 翻起了惊涛骇浪 她从营地追出夜灵时 就恍惚觉着夜灵的速度之快 超出了她的想象 那时她还以为是夜灵 擅长御风术 速度快些也不足为奇 谁知真正的原因 是夜灵踏入了炼气中气 无论法力还是身法 远高于他们炼气初期修士 在肃勤眼里 夜灵从来都是资质平平 最不起眼的那个 可是现在 夜灵竟然率先步入了炼气中气 还有更让她心惊的是 夜灵周身上下 散发出的逼人煞气 在这一刻彰显的淋漓尽致 夜灵不解释 装作蛮横无礼的样子 把她拽回了阵法光幕 又在阵法周围 撒下了几粒二阶 吉平齿叶藤种子 当时生长成碗口粗细 好几丈长的吉平齿叶藤蔓 纵横交错 围住了阵棋 在里面 老老实实地待着 不准出来 我的二阶齿叶藤都是吉平 一碰 就会被缠尸死 夜灵 以威胁的口气吓唬着 剑速擎机灵 灵打了个冷战 心中暗暗好笑 其实吉平齿 叶藤种子 只有在施展缠绕术打出的时候 才会疯狂缠绕 已经生长起来的吉平齿叶藤蔓 除了巨齿般的夜藤 粗壮皆是不易 被斩断以外 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 夜灵安顿好了肃勤 以炼器四层的修为 施展欲风数 静止冲向百丈开外的一阶妖狼王 妖狼群顿时 一阵大乱 群狼几乎是出于本能的位居夜灵 周身上下的无形煞气 一阶妖狼王显然被激怒 仰天对着夜空长嚎 狼眼中散发出妖翼的鸿芒 胸向壁露 刷 妖狼王体壮如牛的身躯化 做一道残影 飞扑向夜灵 好快的速度 不亏是擅长风系攻击的妖狼王 夜灵沙内奸 捏碎了二阶极品神行符 御风数的速度暴增了一倍 眼看着要撞击在了一处 夜灵甚至已经感觉到了 寒月之下 妖狼之牙散发出的冰冷寒意 肃勤透过阵法外藤叶的缝隙 看得分明 惊叫声响起 如此凌厉的攻势 即便夜灵刚不如练起中期 又如何抵挡得住 正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夜灵身影一措 闪过了妖狼王的扑杀 回手打出缠绕树 洒出了一大把极品尺夜藤种子 扑通 妖狼王硕大的身躯 狠狠栽了的跟头 毕竟夜灵和狼王错开时离得太近 妖狼王行动在敏捷灵动 难免沾染上缠绕树洒来的种子 二阶级品尺夜藤种子 以疯狂的速度生长起来 瞬间长成了成熟的藤蔓 巨齿般的夜藤刺入妖狼王体内 不多时便馋死了这一凶狠残暴文明的妖狼群之主 在阵棋里吓得一闭眼的肃琴 忽然听得群狼哀嚎 不由得一震 赶忙睁眼一瞧 赫然瞧见冷月之下 夜灵傲立着的月白断掌扇的身影 死在地上的竟然是妖狼王 夜灵的背影还是那么冷酷无情 落寞消疏 肃琴呆呆地凝望着夜灵 双眸中闪出一丝迷离合崇拜之色 仿佛在此时此刻 夜灵不再是那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夜灵却丝毫没有感受到肃琴的异样眼神 如果看到 一定会认为她是中了邪 现在夜灵处境十分危险 不容她分神 毕竟在夜灵的周围 还有无数的惨臂狼眼环似 妖狼王之死 使得一街妖狼群不仅没有退缩 反而各个凶光毕露 看样子恨不能一口吞噬掉夜灵 肃琴一阵恍惚后 立刻又为夜灵担心起来 想起了掌溪原野遇见上 记载着的一街妖狼图路 心中暗惊 妖狼的本性凶残 又极为几仇 妖狼王一死 狼群里势必会出现新狼王 而新狼王的争夺之战 就是看哪头妖狼能胜过老狼王 或是率先为妖狼王复仇 夜灵的处境很危险了 夜灵置身其中 早已发觉了妖狼群的异动 一手绣出二阶极品水影符 一手按住储物袋上 冷冷地与群狼对视 刹那间 夜灵的身影宛如一道寒光 风驰电掣般地冲进了妖狼群 储物袋里的极品齿 夜藤种子 在缠绕树下 如同漫天花雨般的挥洒 谁影 夜灵不仅施展了谁影树 还捏碎了一张极品水影符 彻底消失在了妖狼群里 妖狼群一阵大乱 落下的齿叶藤种子 飞速地生长着 使得长溪原野上 瞬间繁衍出 一片二阶极品齿叶藤蔓的蜜铃 缠绕死了大半的妖狼 夜灵的虚影 借着方才飞奔的冲劲 顺势跌落到了蜜铃外头 险仙而葬身在自己的缠绕树下 因为一旦水影之后 不能散出丝毫 神石和灵力波动 所以夜灵 也不能在水影的状态下 施展于风数 非暴露了不可 只能靠打出二阶极品水影符 之前的奋力一跃 困在镇法光幕里的肃琴 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 只恨离着太远 超过了神石的距离 又看不分明 他只看见了漫天的二阶极瓶齿 夜藤蔓飞速声长成蜜铃 没有瞧见夜灵水影 还倒是夜灵跟妖狼群同归于尽了 肃琴眼前一黑 险些晕了过去 带着哭腔 欺然地叫着 夜灵 夜大哥 夜灵 好一阵凄凉伤感的呼唤声 久久地在掌溪原野上回荡 令密林边上谁隐身形的夜灵 听得正了又正 好声奇怪 这还是肃琴吗 此时的肃琴 也顾不得周围 齿叶藤围困 冲出阵法光幕 施展冰球术 冰冻住齿叶藤蔓 然后用冰灵梭用力击碎 好容易才出来 遇到为数不多的妖狼余孽 连连打出寒冰符 制出冰灵梭 见一个杀一个 是要为夜灵报仇 夜灵影在一边细细观瞧着 还从没有见过肃琴对自己如此在意里 夜灵正准备献出 伸来吓她一跳 助她一臂之力 忽然见正南方来了一伙人 不由地停顿下来 来得正是何景生 孟昌和紫山 气喘吁吁地感到 远远的见肃琴 封了式地诛杀一接妖狼 三人立刻加入战团 一阵灵符轰沙 余下的寥寥几个 妖狼落荒而逃 紫山见肃琴解如梨花带雨 脸上油字挂着泪痕 吃了一惊 盲问道 肃琴姐 你是不是久等我们不来 急哭了 夜大哥他人呢 夜灵在暗处听得心中好笑 索性一时半刻也不出来 让肃琴好好地哭上一场 夜大哥他 他为了救我 和妖狼群同归于尽了 肃琴指着血肉模糊的齿叶藤蔓密林 肃说着夜灵杀了妖狼王 又施展缠绕树 洒出无数几瓶齿叶藤种子 缠死妖狼群 连他自己在内也不能幸免 紫山听罢 咕咚一声 养后栽倒 众人赶忙上前扶起 掐人中的掐人中 垂背的垂背 好容易才悠悠转醒 夜灵下的不轻 赶忙献出身形 飞略到紫山进前 关切道 山妹 你没事吧 他一出现 众人都是一阵惊呼 紫山差点又昏过去 有道是不关心 则已 关心则乱 肃琴平日里冰雪聪明 只为夜灵一死方寸大乱 如今见夜灵忽然冒出来 心惊之鱼 瞬间醒悟了过来 肃琴上前一把 抓住夜灵的衣精 恢复了冷若冰霜 恨之入骨的神情 冷冰冰的道 好啊 你没死 竟敢骗我 肃琴仰手要打 夜灵施展欲 风树急忙躲闪 啪的一巴掌 正中孟昌尖头 哎哟 孟昌苦着脸 一脸的无辜道 肃琴姐 这到底是 怎么一回事呢 紫山 却没有生怪夜大哥 见夜大哥好好的 又一看肃琴没打着 只是冲着他笑 夜灵没敢去 直视肃琴 可以杀人的眼神 只是简单地 向众人解释道 我打出缠绕树后 立刻用了水影符 借着飞奔的势头 冲出了生长着的 齿叶藤蔓 众人恍然 肃琴则是狠狠地 瞪了夜灵一眼 冷着脸 恼羞成怒地埋怨道 不早早地滚出来 害人家 白担心了一场 呵 何景生看着 齿叶藤缠绕成的秘灵 里面妖狼死伤无数 一脸的震惊 这得用掉多少 二阶极瓶齿叶藤种子 不多 三五斤的样子 都是我最近 几个月收集的 夜灵淡然一笑 对了 你如何能打出 用二阶木系种子 为影的缠绕树来 何景生 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顿时想到了这个问题 夜灵淡淡地道 缠绕树就是这样的 只要修饰本身的法力足够 种子的等级和品质 差个一两阶 没有问题的 你不信可以问肃琴 她也会木系缠绕树 肃琴恨意未消 不悦道 她嘴里没一句实话 你们看她的修为 她居然修炼到了 咦 夜灵出来的时候 早就分心神进入仙府玉佩 隐藏修为 依旧是炼气三层的样子 肃琴脸色一变 皱眉道 你还敢隐瞒 众人都是一头雾水 丝毫没有察觉到 有什么异样 与此同时 夜灵冲肃琴递个眼色 立刻给她神识传音 叫肃琴帮着她隐瞒修为 哼 夜灵说得不错 是这样的 以炼气三层的法力 足够使得洞以二阶种子 为影的缠绕术 第十九章 冤家路窄 肃琴替夜灵编完瞎话 圆了谎 神色复杂地看了她一眼 众人都是要古宗弟子 都知道二阶极品藤蔓种子需求量大 却十分稀少 在方式上卖得最贵 多少木系修士 都渴望拥有 而夜灵 居然能收集到这么多 谁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夜灵顾左幼儿言她 笑道 好了好了 大家安然无恙就好 有劳三位来救我们 夜某感激不尽 自家兄弟 客气什么 孟昌是直性子的人 豪爽的大笑 唯有紫山 瞅了瞅肃琴姐 又看了看夜大哥 鸣嘴直笑 真不知夜大哥和肃琴姐怎么约好的 深更半夜的 跑来这么远的地方 让我们好找呢 嘻嘻 肃琴只觉得脸上发烧 不知该怎么解释才好 冲着夜灵直翻白眼 恨不能用眼神杀死她 但她也深知 今夜若没有夜灵 奋勇杀死大半妖狼 后果将不堪设想 夜灵对此复之一笑 也不做解释 转身一记锋刃 斩下了一阶妖狼王的妖狼之牙 又去收拾阵棋 悠然道 这里练器材料众多 大家能捡多少就捡多少 实在看不上眼的 一把火烧了藤蔓和死尸 回银币休息了 哼哼 孟昌大喜 捡起夜灵 斩下的狼王之牙 嘖嘖赞叹道 嗯 妖狼的毛皮 和妖狼之牙最值钱 只可惜 毛皮都被齿叶腾肠坏了 只能收集妖狼之牙 嗨嗨 还要数夜兄 斩下的狼王之牙最好 应该能练制一柄很不错的 一阶极品法器 既然不错 就归你了 夜灵淡然一笑 按道孟昌 只是练器二层的修为 用狼王之牙 来锻造一阶极品法器 还能用好一阵子 而对于自己 一阶的根本没用 孟昌喜不自禁 连连呈现 笑眯眯地揣进了橱物袋 众人收集好妖狼之牙 用火球术放了一把大火 烧光了所有齿叶藤蔓 和妖狼尸体 满载而归 经过此事后 肃秦对夜灵的态度微妙 始终没有跟大家伙 提起夜灵修为增长之事 仿佛两人都把这一夜的一切 埋藏在了心底 成为了谁也不肯多说的秘密 之后的几天里 夜灵除了日常打坐修炼 暗地里浑入仙府照看灵田外 依旧独自一人外出采药 寻二阶妖兽的晦气 周身上下的惊人煞气 有增无减 至于何景生 孟昌和紫山 即便肃情不说 都隐隐猜到了夜灵实力非凡 所以 随他自个儿去采药杀妖 他们四个 还是在长溪原野组队历 也在四处杀妖兽 这日 夜灵正在长溪原野的西部 追杀二阶风系妖狐 试着用悬冰咒里的冰封树封印 这类妖狐 速度奇快 远胜过寻常二阶妖兽 夜灵一边追逐 一边扶下金鹿灵九补充法力 把御封树施展到了极致 就不幸追不上了 看你还往哪里逃 夜灵纵气身形 有如半空里 划出一道残影 随即点指掐绝 打出一团冰霜般的寒气 大喝道 风 寒气侵入妖狐 立刻冻住了小家伙 凝成了小小的冰雕 成功了 夜灵大喜 伸手一探 抓了起来 用火系心法 注入暖暖的灵力 融化开冰雕 放走了这二阶小妖狐 妖狐不同于 妖狼妖雄等凶猛的妖兽 生性胆小 一有风吹草动 就飞速逃跑 不会主动攻击修士的 夜灵只追逐他来增加 倒数的熟练和追逐经验 杀之无益 也就懒得杀了 正当夜灵兴致盎然地 寻找下一个目标时 一道寒光划破天际 从东南方向飞来 传音符 符印幽光停留在他的面前 夜灵微微一正 辨认了出来 看符文和自己 储物袋里揣着的一样 显然是紫山 或肃秦打来的 风桥路加特有的传音符 夜灵把符印幽光 抄在手里 神石扫过 目光一鸣 长期期间 二阶妖恶处 欲一队陌生修士刁难 我等不敌 肃池园 听符印幽光里 银灵般的声音 是肃秦给他打的传音符 声音又低又急切 显然有些不妙 夜灵赶忙拍出 长溪原野的地图御检 注入些许法力 寻找二阶妖恶的聚集地 原来是在他们 长溪西畔的营地以南 沿溪流到下游 足有七八十里的一处浅滩 也就是说 夜灵从长溪原野的西部 赶奔南部的 二阶妖恶聚集地 得往东南走一百多里路 夜灵的双眸中 闪现出冷意之色 收起御检 纵起御风树 风池电掣一般地 在原野上击奔 小队有难 必须尽快赶到 但愿能来得紧 夜灵知道 不到万不得已 肃秦是不会打出 传音符球员的 尤其是两人 在微妙的那一夜之后 相互不理不睬 甚至比过去更冷淡了 在这种情况下 肃秦打来传音符 说明小队的处境十分危险 连队长何景生 都是在劫难逃 而在他们四人中 只有肃秦深知夜灵的实力 这才请夜灵速速持缘 来化解危机 遇到一对陌生修士刁难 哪里的修士 莫不成是两队为争夺妖兽 引起了纠纷 夜灵一路上 一边飞快地思索着 一边捏碎几道 二阶极品身心服 加快了速度 如果他们被同门弟子刁难 无论是内门弟子 还是练弃后期的精英弟子 都好说 毕竟都是同门 有门归在 彼此之间可以斗法切磋 但绝不允许自相残杀 要是刁难他们的事 其他宗派的弟子 就难说得很了 二阶妖恶的聚集地 地处长溪远眼南部 离着南盛宗不远 多半是南盛宗修士 从中作梗 夜灵渐渐分析出了一些眉目 心中的杀鸡更甚 恨不能一步感到妖恶浅滩 以极凭齿叶藤之威 把南盛宗修士小队 杀个七零八落 过了几炷香的功夫 夜灵终于可以望见 远远的一条清溪 如玉带嵌在碧草云天的原野 蜿蜒流淌 这么快就到了长溪 看来这几日追逐封印妖狐 使得御封术也更加纯熟了 夜灵对自己的速度也有些惊奇 服下金鹿零九 迅速补充法力 又用了张神行符 残隐一顿 如风一般地顺着长溪南下 散开神石 寻找何景生 肃秦等人的下落 行不多时 夜灵发现了长溪边上 二阶妖恶的踪迹 她独自一人 不与妖恶正面交锋 只是远远地沿着岸边飞掠 毕竟 妖恶是二阶妖兽里较为凶恶的 皮糙肉厚 灵甲强悍 攻击也十分凌厉 像炼气初期的修士组队来杀 一时半刻 也结果不了一只妖恶 夜灵本打算过些日子 再来这里 试着杀二阶妖恶 没想到何景生他们倒大胆 率先闯入二阶妖恶的聚集地杀上了 并且惹上了麻烦 就在夜灵顺着长袭急速南奔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 前方有一群修士 足有二十几人之多 围在了一处西边的岩洞 指手画脚的议论纷纷 夜灵一眼就看到了何景生 孟昌 紫山 和肃秦四人 见他们无事 夜灵稍稍放下心来 但转瞬之间 一股强烈的危机涌上心头 瞳孔猛的一缩 人群正当中 站着个贱眉阔目 雍容华贵的年轻修士 神情巨傲 赫然是曾经派两名手下 追杀夜灵的南盛宗少宗主 夜灵急急要抽身而退 却早已被南盛宗 少主炼气后期的 强大神石发掘 远远地喝住 哪里走 给我拿住此人 南盛宗少主见眉协调 在封桥镇方式里 正是因为此人 致使他失去了 两名炼气中期的部下 至今他的两名部下 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仿佛凭空消失了 这笔账自然而然地 就记在了夜灵头上 如今南盛宗少主 见他自投罗网 怎能不喜 因为他虽然贵为 南盛宗少宗主 但也不能闯入药谷 缉拿嫌犯 而今在这荒芜人烟的 长溪原野上遇到 绝对可以肆无忌惮 夜灵眼看身后 几道身影迅速地追来 肠子都悔清了 居然会遇到他 肃秦啊肃秦 你可把我害苦了 夜灵万万没有想到 刁难的何景生 肃秦等人的 竟然是实力强横的 南盛宗少主 甚至还带着一伙 实力强横的 南盛宗内门弟子 追他来的 各个都是炼器五层以上 夜灵暗自蠢夺 经翻是逃不掉了 面对如此众多的强者 绝不能立敌 只有智取 才有一线生机 于是 夜灵突然停下脚步 把修为压制在炼器三层 冲着追来的 南盛宗内门弟子一白手 神色十分镇定地道 且慢 几位道友紧追不舍 所为何事 我们少宗主有令 实相的 乖乖地跟我们走 追来的几个 南盛宗内门弟子 各个蛮横无礼 奉命拦住夜灵的去路 夜灵淡然一笑 点了点头 哦 原来如此 吓我一跳 哼 我有一株极品灵草 正要请贵少宗主赏见赏见 废话少说 走 夜灵丝毫不拒 潇洒的一摆袍袖 悠悠然往回走 还未到了近前 夜灵拱手抱拳 含笑道 少宗主 百草堂一别 一晃半月未见 别来无恙呼 南盛宗少宗主眯起眼来 冷冷地打亮了夜灵一番 沉声道 哼 少来这套 我且问你 本少主的两名 炼器中期的部下呢 一股强大的灵压 轰然压向夜灵 连周围的众修士 都是心中一灵 感受到了少宗主的圣目和杀鸡 何景生 孟昌和紫山 都是一脸的惊骇 他们也没有料到 夜灵竟然跟南盛宗少主认识 若仅仅认识倒也罢了 最令人担忧的 两人 好像还有很深的过节 肃秦更是一阵心计 暗道 也不知夜灵什么时候得罪过他 否知如此 又何必叫他来 如今 大家伙的处境更糟糕了 夜灵看到了他们眼中的担忧 却冲着南盛宗少主 一脸茫然地回道 你的两个部下 哪两个 姓甚名谁 我不认识啊 他们的行踪 我怎会知晓 小子 休有终算 当日在百草堂里 跟随本少主的那两个人 你把他们弄到哪里去了 说 第二十章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一股金光闪烁的气团 在南盛宗少主手心上翻滚 仿佛只要夜灵答错了一个字 就非死不可 在场的 除了何景生四人 除了南盛宗的一对内门弟子外 还有十来个练气初期到练气中期的修士 没有悬挂着代表身份的门牌玉牌 显然是附近的散修 来此杀妖恶转临时 看样子也受南盛宗少主威胁 聚集于此 众人 见了南盛宗少主这等气势 不由自主地替夜灵担心着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谁知夜灵的神色异常镇定 目光直视着南盛宗少主 淡淡地道 哦 原来少宗主说的是 他们两个 他们是贵宗弟子 跟我八杆子打不着 去了哪儿我怎会知晓 少宗主应该问同门弟子才是 夜灵手心里攥着的二阶极品水影符 渐渐渗出冷汗来 面对这样的强者 实在没有一分把握 唯一翻盘的机会 就是在他发难之时 迅速水影 兴许能躲过他的雷霆一击 这才有机会 从储物袋里 拍出大量的极品齿叶藤种子反击 这也正是夜灵 为何要指示 南盛宗少宗主眼神的缘故 一来可以把谎话说得很有底气 跟真的似的 二来可以从他的眼神中 判断杀鸡 提前下手 南盛宗少宗主 在夜灵镇定的神色中 看不出丝毫端倪 不禁皱起了眉头 杀夜灵 在他看来是小事一桩 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正是用人之计 杀了他难免会使众人心寒 于是 南盛宗少宗主 收起了手上翻滚的金色光团 不屑一顾地冷哼道 一介楼仪小修 亮念没本事 对本少主的手下如之河 去 跟他们一起投钱开刀 夜灵的手心里 依旧攥着二阶极品水影符 表面上唯唯而阴 心里却时刻提防着 投钱开刀 夜灵目光转向了十几名散修和肃琴 何景生等人 南盛宗练气中期的内门弟子们 不耐烦地吆喝道 快进洞 愣着坐身 我们少宗主吩咐了 要是洞中有宝 个个都有赏 众人脸上都露出颇不情愿之色 个个拍出法器来 紧张着盯着洞内 谁也不肯走在最前 而后面南盛宗少宗主 领着他一对实力强横的内门弟子 压队在后 不断地催促着 终于有散修壮着胆子 迈不尽动 夜灵看到这种情况 瞬间明白了南盛宗少主的用意 感情是南盛宗的小队 为了探寻这个极深的洞穴 强行召集上 在二阶妖恶聚集地周围历练的低阶修士 给他们开路探险做炮灰 夜灵与何景生 肃琴等人递个眼色 都不说话 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 夹在散修们的队伍中 肃琴望着夜灵的眼神 充满着歉意和询问之色 夜灵只是淡淡一笑 目光中露出镇定和坚毅 给了肃琴些许安慰 啊 前面一声淒厉的惨叫 众人都是心头一阵 不由自主地退后 是二阶妖恶 快跑 里面不止一头 众人一阵大乱 纷纷叫嚷着 南盛宗少宗主铁青着脸 沉声喝道 慌什么 不就是区区几只二阶妖恶吗 给我闪开了 前面的散修和夜灵等人 往左右一分 南盛宗少宗主 依旧留在最后不动 前去剿灭妖恶 一队炼气五层以上 实力强横的南盛宗小队 冲上前去 只见吉炳二阶上瓶法器 挥舞闪烁的光滑过处 挡路的妖恶纷纷毙命 夜灵心中暗惊 到底是炼气五层以上的修士 实力强悍多了 要换作何景生他们杀妖恶 只怕半天也砍不死一只 南盛宗少主再次下令 本宗弟子退后 伞修们继续开刀 炼气中气得在前提防着 炼气出气得在后 遇到妖恶 只管协助本宗弟子杀死 寻到宝贝后 自然有你们的好处 若一个个牵沿着 不肯开路 杀无赦 夜灵强压下心头的怒火 心中暗道 好蛮横的南盛宗少宗主 把散修和别的宗派小修 当奴才使唤 这种人该死 还空口许诺 子虚乌有的好处 让人可发一笑 早就听说过 南盛宗强横横霸道 其父宗主唐雄 筑基九层的修为 在丰桥镇周边宗派里 实力是最强的 身后这南盛宗唐少宗主 仗着他爹的势头 盛气凌人之处 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丰桥镇白草堂 夜灵就领教过唐少宗主一回 这家伙在外人前 还十分注重 身为少宗主的身份和形象 暗地里 却派手下刺杀个低阶小修 如今再长袭远野深处 这家伙更加的肆无忌惮 仿佛天是王大 他是王二 是人命如草剑 仗着实力强大 靠山够硬 肆意横行 欺压小修 凡此种种 夜灵怎能不怒 在看众伞修 脸上皆有愤愤不平之色 但都碍于南盛宗小队的实力 敢怒不敢言 别看你是炼气后妻 手下的走狗 也是些炼气五六层的家伙 但在这狭长幽深的洞穴里 夜某占尽了地里 有的是机会 今天非教你们 尝尽苦都不可 夜灵心中暗暗盘算着 奋出心神 进入仙府玉佩 一瓶齿叶腾种子 待会儿摸到后头 施展缠绕术 毒死这个洞穴绰绰有余 只需要间接而坐 机会总是有的 现在最让夜灵担心的是 紫山 肃秦等好友的安危 在南盛宗唐少宗主的 强大神识监视下 既不能用神识传音 也不能巧声说话 甚至连打手势也行不通 夜灵只能静静地等待机会 盼众人尽快在这洞里 发现什么宝物或古怪的东西 吸引唐少宗主上前 众人往洞穴深处行径 接连不断地发现 二阶妖恶的踪迹 只得一路奋力厮杀 好在还算顺利 没有出现大的伤亡 令前面开路的重散修 也放松了警惕 不就是个妖恶洞吗 这里能有什么宝贝 就是 唐少宗主 我看 咱们不如早些退出去吧 里面只有妖恶的兴气熏人 没什么好叹的 南盛宗少宗主 盛气凌人惯了 一意孤行 不悦道 多 本少主乐意 非要看得究竟不可 你们哪个敢溜走 众人无奈 只得头前开路 南盛宗来的一对内门弟子 深知少宗主的脾气 只能顺着他 恨不能在少宗主面前 多拍马屁 多表现表现 于是连连发威 大喝道 快走 我们少宗主的命令 你们敢不听 简直是魂腻歪了 洞穴深处越来越黑 前头的散修 只能映着法器的幽光 一路前行 到后来人们发现 里面竟然再没有发现妖恶 显得安静的异常 走不多时 夜灵的目光 微不可查地一闪 因为他闻到了 比之前还要浓烈的兴气 莫非里面有可怕的存在 气息好像不同反响 千万不可走到最前 想到这里 夜灵放慢了脚步 不经意地碰了碰肃琴 何景生等人 暗暗递的眼色 他们几个也觉得有些不妙 都放慢了脚步 聚拢在一处 伺机而动 快看 前面有处大洞穴 真是开阔 不知是哪个散修 又惊又喜 得叫着 浑然忘记了危险和恐惧 有些放松了警惕的散修 好奇地往前一闯 甚至还有实力不俗的 南圣宗内门弟子 仗着人多势众 实力不含糊 也冲进了大洞穴中寻宝 哄 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声响 震得洞壁上的碎石浮土 纷纷而下 紧接着 就是接连不断的惨叫声 是妖恶王 竟然是三阶的 快跑 有几个探动的幸存散修 惊得面如土色 急速地往后退着 都不许退 不就是头三阶妖恶王吗 这么多人 还怕猎杀不了他 南圣宗少宗主 兴奋地大喊大叫 没有料到 在这二阶妖恶的聚集地 发现了更高等级的三阶妖恶王 如果能斩杀掉 功劳都归于自己 露个大脸 全宗上下都得刮目相看 但是似乎没有人肯听他的 甚至连他带来的南圣宗内门弟子 退出来的 也是一脸的惊骇之色 少宗主 看情况有些不妙 三阶妖恶王拥有强大的裂地术 靠近的人都被震晕了 估计这畜生还会水溅术 威力肯定小步了 咱们还是撤吧 话声未落 大洞中又一声惨叫响起 不知哪个伞修 又成了妖恶王的口中之物 洞外的众伞修 心胆剧烈 哪里顾得了南圣宗少宗主贺旨 轰然而散 没命驾地奔逃 好机会 快撤 夜灵目光一灵 推了尚在发正的孟昌一把 命他们四人 尽数随着余下的伞修 仓皇往洞外奔跑 夜灵跑到半路 却放慢了脚步 落在众人之后 仔细留意身后的动静 居然再没有脚步声响 转过个拐角 夜灵捏了二阶几品水影符 和大把齿叶藤种子 悄然往里关瞧着 洞穴深处 果然在没有人跑出 反倒是有大呼小叫的 逗法呼喝声 还有法器碰到洞壁的撞击声 最大的动静 赫然是里面的妖恶王 仿佛被激怒 拍击出的轰然不绝的裂地声 是了 旁人都跑了得干净 只留下南圣宗少宗主 领着他的一对内门弟子了 想必他还是不甘心 要以他们小队之力 对付实力堪比练弃 九层巅峰的三阶妖恶王 夜灵眼前一亮 此时此刻 正是个堵住妖恶洞的好机会 万一他们斩杀了强大的妖恶王 我就算用缠绕术 打出极拼齿叶藤 堵死了妖恶洞 似乎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威胁 他们终究会烧毁 或砍断齿叶藤蔓出来的 嗯 要做就把事做绝 让他们一个个都死无葬身之地 夜灵的目光中 闪现出逼人的杀迹 在脑海中 电光石火般地重新筹化了一遍 已然有了主意 第二十一章 逆袭 夜灵尽量收敛自身的气息 悄然走进洞穴深处 离着数十丈远 隐隐听得到 里面的大洞中战斗激烈 就算夜灵散开神石窥探 惊动里面南圣宗弟子 也不会有人在这结果眼上 分神留意洞外的修为 不值得一提的小修 夜灵抓出一大把极瓶齿叶藤种子 悄悄地打出缠绕树 使得二阶极瓶齿叶藤蔓 瞬间生长起来 缠绕住整个洞壁 只留下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空隙 这一层拳当作第二道防线 待我出来后 随手可以堵上这个出入缺口 以备不测 接下来 布置里面的一层 最好能靠近大洞口 迅速布置 留下个可以撒进种子 施展缠绕树的窟窿就可以 这个就要考量 我对缠绕树的熟练程度了 但愿这么多天的失恋倒数 没有败练 夜灵生怕惊动了大洞里 和妖恶王激战的 南圣宗少宗主和内门弟子 捏碎了准备已久的 二阶极品谁饮符 悄然谁饮 小心翼翼地靠近大洞口 到了境前 夜灵停住脚步 秉息凝神地观看 这一场激烈的战斗 就见南圣宗的四个内门弟子 在少宗主的指挥下 围着庞大的三阶妖恶王 不断地用法器或法术攻击 南圣宗唐少宗主 手持着一柄三阶极品精灵剑 拥有强力破甲的能力 试图重创妖恶王的厚重灵甲 这样一来 他屡屡激怒妖恶王 终于引发了妖恶王的裂地术 哄 三阶妖恶王两丈长的庞大身躯 狠狠拍下 震得整个大洞乱颤 妖恶王的裂地术 附带有震晕效果 其中一个南圣宗内门弟子 躲闪稍稍持慢了些 当时被震晕了过去 其他人又赶忙跳上前去围攻 几期之后 震晕效果消失 那名修士又恢复了清醒 重新加入战斗 三阶妖恶王果然强大 逼得他们自顾不暇 分身乏术 如此良机稍纵即逝 绝不能错过 夜灵心中一阵冷笑 抓起一大把极瓶齿叶藤种子 刹那间从虚影中献出身来 接连打出缠绕树 几乎在一夕之间 夜灵的极瓶齿叶藤 就封住了大洞洞口 仅仅留下一个不大不小的窟窿 夜灵的施法速度之快 令人扎折 缠绕树的效果 也拿捏到了极准 大洞里的南圣宗 少宗主等人 察觉到洞口有法力波动 一回头 都狠狠吃了一惊 谁封死了洞口 该死 这么多二阶极瓶齿叶藤万 就在里面一片叫嚷的时候 夜灵一边吞下如意转神丹 一边通过这个窟窿 接连不断地打出缠绕树 抛洒出极瓶齿叶藤种子 夜灵的缠绕目标 不是三接妖恶王 而是他们 这几个南圣宗修士 妖恶洞再大 也架不住夜灵这许多极瓶齿叶藤蔓 疯狂生长 再加上他们时不时地 被妖恶王震晕 夜灵几乎一缠一个准 洞里面顿时乱了套 本来能跟妖恶王斗个 势均力敌的南圣宗小队 一个个被极瓶齿叶藤种子缠绕住 一时半会儿 如何能挣脱得开 仅仅几夕的功夫 被缠绕住的南圣宗内门弟子 就被妖恶王扑杀了一个 又被水剑术射穿一个 只有炼气后期的南圣宗 唐少宗主 在小队里修为最高 身法较快 左躲右闪的时候 神识察觉到了 外面那熟悉的身影 唐少宗主的心如坠深渊 无限下沉 气得发疯 平日里自命不凡 天也不怕地也不怕 谁想今日竟然遭了别人暗算 这个人是旁人倒也罢了 偏偏是他最瞧不起的蝼蚁小修 气煞我也 去死 唐少宗主奋力甩出三阶极品精灵剑 刺向夜灵施法的窟窿 夜灵的神识 早已散满了里面的整个妖恶洞 一直留神提防着 侧身一臂 轻轻巧巧地躲过 当浪 精灵剑穿洞而出 掉到地上 与此同时 夜灵的神识看得分明 这一剑分神大意 疏忽了身后的三阶妖恶王 登时被裂地树震晕晕 哈哈 谢少宗主刺剑 来而不枉非离也 去 说话间 夜灵即施斩缠绕术 打出数十枚二阶极品 齿叶藤种子 终于缠绕住了唐少宗主 咔嚓 三阶妖恶王张开血盆大口 连齿叶藤的藤腕 带南圣宗少宗主 一口咬掉了大半 厉害 过瘾 恶人自有凶兽魔 你也只配落得个如此下场 夜灵瞧见南圣宗唐少宗主已死 余下的两个南圣宗内门弟子 同样被极品齿叶藤缠绕 接连的葬身在妖恶王口中 连除物袋都吞了 可惜啊可惜 夜灵本想着 等他们死光后 干脆把三阶妖恶王也缠绕住困死 好去取他们的除物袋 但夜灵转念又一想 南圣宗的唐少宗主一死 必定会震动整个南圣宗 取走他的东西 极有可能惹祸上身 就连这柄三阶极品精灵剑也不能拿走 夜灵正准备把三阶极品精灵剑 顺着窟窿丢进妖恶洞 这时一便突生 洞 洞里的妖恶王吞掉了所有南圣宗修士 一时间失去了目标 猛烈地撞向夜灵布置的洞口藤万王 在巨大的冲击力下 第一道藤万王隐隐有些不稳的迹象 夜灵吃了一惊 没料到三阶妖恶王如此凶猛 吃了恶人还想吃好人 这还了得 夜灵当机立断 舍弃了大洞口的藤万王 纵起御风树退到第二道防线后 赶忙吞下如意转神丹 急速恢复法力 接连几道缠绕树 洒出大把极品齿叶藤种子 迅速生长 不仅补住了一人宽的缝隙 而且层层加固 以防三阶妖恶王撞开 一切布置妥当后 夜灵纵起御风树 叠加上神行符 匆匆离去 或许在此时此刻 南圣宗宗主唐雄 通过血脉的联系 已经知道了爱子丧命 我必须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最好做到神鬼不知 顺着狭长的洞壁 一路飞奔 夜灵隐隐看到天光 立刻打出极品水影符 引伸出了西边洞口 夜灵四外张望 空无一人 那些伞修早就跑得没眼了 何景生等人也不见了踪迹 夜灵稍稍放下心来 虚影凝时 继续加持上级品神航符 纵起御风树 往药谷的方向急奔 小半个时辰后 从东南方向 飞来树道建光 赶奔长溪边上的 妖恶聚集地 霸气十足 足以令寻常驻姬修氏 望而生畏 瑞儿 瑞儿你在哪里 为父来迟了 为首的是个 见眉身索的中年男子 浑身上下 散发出强横的气息 却又难掩悲伤 他仅凭着一丝血脉的联系 发狂般地四处寻找着 他身后的几个老者 苦苦劝解着 请宗主节哀顺便 少宗主的命魂 欲捡碎裂 是本宗最大的不幸 我等会尽快找出 少宗主的遗体 为少宗主报仇 在封桥镇周围 谁敢杀我们少宗主 以老朽之见 少宗主多半 是碰上了强大的妖兽 意外陨落 来的正是男圣宗 宗主堂雄 和宗里的几位助级长老 他们见少宗主的命魂 欲捡碎裂 胡了个魂飞魄散 慌忙召集门下弟子 询问少宗主的行踪 等仲长老打听 明白了少宗主 曾领人上掌西 远野历练 宗主堂雄强 忍着悲痛和怒火 凭着一丝血脉联系 一路从男圣宗 追到了此处 这才给夜灵留下了 宝贵的逃跑时间 夜灵在路上 打出传音符 知会了何景生 孟昌等四人 不多时便赶上了他们 众人见他安然无恙 都是大喜 孟昌远远地就喊喝道 夜兄 你平日里 最擅长的是御风术 怎么落在了我们后头 我们还倒是你 被男圣宗的人抓回去了 一路上吓得不轻 宿秦也低下了头 飘飘一个万福赔礼 苦涩的道 都是我的不是 连累了你 险些而把你拖下水 夜灵微微一正 没想到宿秦 也能给自己赔礼 真是太阳 打西边出来了 夜灵故意板着脸 冷冷地道 快走 废话少说 总之是一见到你 没运就来了 哎 好在我已经习惯了 宿秦气哼哼地一跺脚 捏碎了一阶神行符 想要奋力赶上 后面的何景生 孟昌还有紫山 不知夜灵为何要急着逃命 纷纷表示不解 咱们都走出这么远了 应该安全了吧 我就不信男圣宗的 内门弟子能追到 何景生冷嘲一声 对夜灵风风火火的逃命 颇为不满 夜灵回头冷冷地道 男圣宗少宗主已死 你们留在长溪原野上 是想去面对 男圣宗宗主的滔天怒火 跑得慢了 就没命了 众人击凌凌打个冷战 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纷纷叫嚷道 什么 男圣宗少宗主死了 夜灵 等等我 夜灵回头看了他们一眼 叹了口气 仰手抓出一叠以前的 一截神行服 淡淡地道 紧跟着我 保管你们无事 对了 我有二截使夜藤种子的事 你们不许跟任何人提起 懂吗 懂 一切都听夜灵的 孟昌星冲冲地 接过一截神行服 满口应成 何景生也未曾准备神行服 取了几张 善善地答应着 唯有紫山最乖巧 笑盈盈地谢过夜大哥 等到五人回到药谷宗 穿进护山大阵里 这一刻 悬着的心裁放下 彼此之间 都有一种大难不死 劫后余生的感觉 第二十二章 照看药谱 回到药谷宗后 众人心有余悸 夜灵叮嘱道 今日之事 不得向任何人提起 否则一旦南圣宗听到消息 派人顺藤摸瓜地找上门来 我等难免会受到牵连 小命不保 孟昌连连点头道 夜兄说的是 嘿嘿 如果有人问起 咱们就说 从没去过长溪 更不知道 什么妖恶洞 刀架在脖子上 我也不说 何景生生性 胆小懦弱 听到南圣宗少主 陨落在妖恶洞的消息 早已吓得脸色苍白 连声应道 对对 这些天里大家伙 都闭门不出 躲过风头 肃秦和紫山 也深知其中干系 南圣宗的实力强横 凌驾在风桥镇周边 其他宗门之上 少宗主 陨落这等大事 定会掀起一场 惊涛骇浪的风波 二女也打定了主意 绝不能被波及到里面去 一切都得守口如瓶 五人拱手告别 夜灵去药谷宗大殿 交付了师命 简单地向师尊赵宗主述说 外出历练的经过和收获 说到关键的地方 全部隐瞒 尤其是南圣宗 少宗主陨落之事 夜灵彻底隐瞒 绝对不会向师尊 提起半个字来 药谷宗宗主赵元珍 对夜灵态度依旧很冷淡 见他周身上下的煞气逼人 显然是杀了不少妖兽 看得出来这些天 他外出历练得果然辛苦 赵宗主满意地点了点头 也没有多问 更懒得去看他 猎杀妖兽的收获 只是督促道 你外出采药 历练之后 要继续研习 更高阶的药草图鉴 学会辨认和种植灵草 这样吧 分派给你新任务 去照看为师的药谱 为期一个月 夜灵心念一动 照看药谱是比较清闲的门派任务 而夜灵完全可以在 照看宗主药谱的同时 顺水推舟地裁剪些珍稀灵草 种入仙府灵田 长成极品 种出无限 于是夜灵十分爽快地答应下来 但脸上却不露出丝毫喜色 神色如常 还是那腹部冷不淡的模样 领了宗主的令牌 恭敬地退了下去 除了药谷宗大殿 夜灵回洞府 匆匆收拾上日常应用之物 又拜访过师兄庄良寿 说明了师尊交代的新任务 这才搬进了 坐落在药谷宗南谷的宗主药谱里 平日里宗主的南谷药谱 是由外门杂役弟子轮班照看 如今夜灵一来 持宗主令牌 入主南谷药谱 摇身一变 成了这些外门杂役弟子的顶头上司 这些外门弟子们 在大笔上见识过 夜师兄大展神威 连拜修仙家族世子 他们个个都是由衷的佩服 现在他们听说 夜师兄掌管南谷药谱 先要巡视一变 一个个都是前呼后拥 给夜灵扇扇子的扇扇子 搬椅子的搬椅子 夜灵走到哪里 搬椅子的外门弟子 就搬到哪里 夜灵不由地暗暗感慨 修仙界果然是以强者为尊 身份和地位 是随着实力的攀升 而发生巨大变化 曾经在外门默默无闻 无人问津 现在却是要古宗 上千外门弟子的榜样 享受着优厚的待遇 但夜灵打心眼里 对他们的前呼后拥 大拍马屁感到厌倦 只关心南谷药谱里 生长着的各类灵草 夜灵对照着药草图鉴 一一辨认 偶尔有想不起来的 问一问身旁的根屁虫 转了一圈下来 夜灵按捺下心头的狂喜 南谷药谱里灵草的种类之多 远远超乎了她的想象 毋庸置疑 宗主的药谱林田 是整个药谱里最好的 栽种的灵草 不仅种类繁多 年份也不错 唯一令夜灵不满意的是 其种种的四阶到六阶的灵草居多 一到三阶的很少 像很常见的金银花 在宗主的药谱里 根本没有栽种着 夜灵看了一眼 身旁视力的十来个外门弟子 微微皱起眉头 按道 他们实在是太爱事了 我得打发他们回去 然后才好行事 于是夜灵懒懒地伴 躺到藤衣上 询问道 你们几个都是什么分工 谁负责看园 谁负责浇水除草 众人赶忙围拢过来 一个恋气二层家伙甚是殷勤 右脸有个铜钱大小的胎记 分外显眼 他在夜灵面前 毕恭毕敬地道 回禀夜师兄 在师兄没来之前 南谷药谱的一切 都是由属下负责分派 嘿嘿 如今夜师兄执掌南谷原谱 属下情愿做师兄的副手 保证 把此地管理得好好的 让夜师兄高枕无忧 夜灵丝毫不为所动 淡淡地道 你叫什么名字 孙二虎 嘿嘿 孙长老就是属下的远方表说 夜灵点了点头 他在药谷外门 轻竹怨呆得久了 深知外门的一些事故 心中暗骂 也只有像孙二虎 这样跟宗理助基长老们 沾亲带故的 才可能混到 这么个清闲的美差 不过 夜灵看他垂手而立 毕恭毕敬的样子 不与他一般见识 依旧是不冷不淡地问道 哦 如此说来 你也是孙氏修仙家族的咯 孙二虎陪着笑脸 苦涩的道 哪里哪里 属下一家 只是孙氏家族的远之 算不上修仙家族子弟 嗨 人家真正的孙氏 嫡系子孙 吃香的喝辣的 也不像属下 这样穷了 这还是沾了孙长老的光 让属下 得以在药谷中立足 要不然早被分派到 谷外的采矿点挖铃矿了 夜灵的脸色 略略和缓下来 见他能说会道 左右逢源 又是卑躬屈膝的模样 说得也很凄惨 仿佛生怕一朝天子 一朝臣的事情发生 害怕夜灵不再用他 丢掉了这么个好差事似的 夜灵沉阴片刻 暗道 且不管此人的品行如何 光冲着 这张问一答实的嘴 和左右逢源的 机灵模样 大可以为我所用 正适合给自己跑跑腿 打听打听消息 而剩下的这几个家伙 想必天天浇水除草 被南谷药谱的 一草一木 熟得很 如果夜灵 悄悄地才知检验 难免留下痕迹 被这些家伙们惊绝 而换上新手 就不同了 察觉不出 才剪至夜后 灵草的意 所以这些人必须换 想到这里 夜灵点了点头道 孙二虎 你留下 明天你去外门 直视大殿找李宝 换七八个新人来 余下的人 进阶遣散 你们几个都去吧 众人都是一愣 立刻面露失望之色 样样而去 唯有孙二虎喜笑颜开 嘿嘿笑道 是 属下 谨遵夜师兄之命 今日天时不早 明天一大早 属下就去外门直视大殿 务必换几个 吃苦耐劳的师弟来 嘿嘿 不知道夜师兄 要不要外门女弟子服侍 属下一并伴来 夜灵略意沉吟 女孩家多半心细 不利于自己材质检验的大忌 于是摆了摆手道 不必费心 女修不要 孙二虎碰了个软钉子 为了讨好夜灵 善善地道 夜师兄遣散了他们 今夜无人指手 属下留下来 看守药谱 夜灵心中暗骂 这个不开眼的家伙 但脸上却不显露出来 只是冷冷地道 你当本师兄是死人吗 宗主命我执掌南谷药谱 我当然是要在这里住满一个月 夜里有我在 谁敢乱闯进来 是是 属下该死 夜师兄对宗主分派下的任务 尽职尽责 令属下好生佩服 孙二虎诚惶惶 马屁拍到了马脚上 让他着实郁闷 夜灵看了他一眼 语气和缓下来 装模作样地常叹道 罢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近来我要在这南谷药谱里忙活 依着宗主所说的 让我辨认灵草 熟悉灵草的生长条件 和生长环境 我得尽快完成这个任务 无暇去别处转悠 所以 你在闲暇之时 去封桥镇打听些有趣的见闻 回来说给我听 孙二虎一拍大腿 饿得直蹦 感情夜师兄喜好的是这口 孙二虎一想到有机会上封桥镇走走 就像准了架似的 心里就别提有多美了 连连点头应道 没有问题 属下最喜欢打听些小袋消息 一定不让夜师兄失望 哼 还是夜师兄英明 待下人宽和 属下无限敬仰 若是整个药谷的长老和精英弟子 都像夜师兄这么开明 何愁我药谷不兴望发达 夜灵不耐烦听他的大拍马屁 淡淡地道 你也回去吧 明日上午四时 领人来我这里点毛 孙二虎抱拳失礼 兴冲冲离去了 带他走后 夜灵四股无人 和了把药橱 在南谷药铺里转悠 装作除草的模样 悄悄地给灵草材质检叶 悄然移入仙府玉佩中 这样一来 即便有宗里的助基长老 夹着见光路过 夜灵也好答对 就说是裁剪枯枝 给药谷田除草 料来也没有人会起疑心 更何况 夜灵只裁剪每一种 灵草原谱中的一株 只要一小片叶瓣 或者一小段 根茎即可 凭借仙府灵田的强大灵力 不难种出此类灵草的极品 并且可以无限地种下去 夜灵就这样 一边才知检叶 一边奋出心神 进入仙府玉佩 在仙府摘兴芽的灵田里 种下这些枝叶 待它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生长成极品后才收获 如此这般 一夜的功夫 夜灵一共种出了 七八十种一到六阶的极品灵草 全部存放在 摘兴芽的小木屋里 以备他日不时之需 第23章 逐射静修 阴魂不散 仙府摘兴芽的小木屋 有助存灵物 一品灵草注存进来不至于枯萎 需要用的时候 从里面取出 还如刚从灵田里采摘下来一样新鲜 一切都存放好以后 夜灵的心神退出了仙府玉佩 此时东方破晓 天色微明 夜灵往寺外望了望南谷药谱 看到还有大半的地方没有采摘到 只好等夜里再说 夜灵回到南谷竹舍 此地地处灵脉 灵气充足 甚至比他的洞府的灵气还要浓郁 因为门派的灵田药谱 大多开辟在灵脉之上 否则田力不足 无法耕耘众多灵草 再加上药谱中种植着一望无际的灵草 散发出各种各样的灵气 令夜灵闻之心旷神怡 的确是个修炼的好地方 夜灵盘膝打坐 吞下一粒如意转神丹 进行日常修炼 丹药粹体 故本培缘 同时也在缓缓地恢复着心神 天还不到四时 孙二虎依着夜灵昨日吩咐地 早早地领来十名外门弟子 前来为夜师兄笑吏 孙二虎走在头前 远远的桥剑竹射中 夜灵正在专心修炼 他赶忙白手 指住了身后的十名外门弟子 压低声音道 夜师兄是宗主清传弟子 身份非凡 你我万万不可打搅了夜师兄的进修 只在一旁静候 那新选来的十名外门弟子 赶紧点头称氏 立在道旁 恭敬地等候夜师兄发落 夜灵终究是炼气中期修士 无论是神识还是感官 都比他们强大得多 早就察觉到这些人到来 夜灵睁开寒心般的眸子 冷冷地扫过这些人 见他们都是新换来的炼气一层 二层的外门弟子 没有一个熟面孔 夜灵满意地点了点头 孙二虎多有眼力见 赶忙小跑着过来 恭恭敬敬地冲着夜师兄抱拳一礼 禀报道 回禀夜师兄 属下信不如使命 大清早去外门直视大殿 挑选了十个吃苦耐劳的外门弟子 请夜师兄过目 看他们何事与否 如果夜师兄不忠义 属下随时调换 夜灵的本意是 换来生人就好 对他们的吃苦耐劳 还是粗手笨脚并不在意 点点头道 嗯 我看你们几个都挺顺眼的 就这样吧 新来的外门弟子大喜过望 在南谷药谱干活 赚的零食是其他地方的好几倍 众人都以热切的眼神望着夜师兄 这位曾经是外门大笔榜首的师兄 此刻在他们眼中 越发地高大起来 孙二虎示意道 还不快谢过夜师兄 多谢夜师兄收留 我等一定兢兢业业 照看好宗主的药谱 保证让夜师兄满意 是是 以后夜师兄有什么分派 风里来雨里去 绝没有半句怨言 夜灵指住他们 淡淡地道 好了 你们拾了以后 得跟着孙二虎师兄好好干 该浇水时浇水 该除草时除草 还有那些枯枝残叶 随时裁剪清理掉 说到这里 夜灵的嘴角 明起一个弧度 心中暗笑 依着惯例 本没有清理枯枝残叶一项 这是他定的规矩 为的就是让众人弄不明白 灵草是谁清理的 夜灵随后又道 这一个月里 南谷竹舍就是我的清修之地 没有我的吩咐 谁都不许打扰我的进修 明白吗 明白 我等谨尊夜师兄之命 孙二虎也点头哈腰地陪笑道 属下铭记在心 你们都给我听仔细 南谷竹舍划分出来 属于禁地 没有夜师兄召唤 谁都不可以踏入一步 夜灵命孙二虎 分派他们去各处灵天里干活 然后又单独留下他 询问道 你去外门直视大殿 可曾瞧见外门直视大弟子李宝 自打外门弟子大笔之后 夜灵除了沿袭药草图鉴 闭关修炼 然后就是上长西原野深处历练 好些日子没见李宝这次 当然了 在夜灵看来 没消息就是好消息 李宝没主动来找他 说明驻基长老周冲那老狐狸 还不敢对自己轻举妄动 孙二虎却是天生的能说会道 最爱打听小道消息 好在众人面前显摆 如今夜师兄问起 正式发挥他的特长 让他有了个很好的展示机会 孙二虎盲道 夜师兄还不知道吗 李宝早就不在外门管事了 自从在外门大笔上 李宝败在夜师兄手下 后来被周长老说为清传弟子 嘿嘿 也算是前程远大 周长老 是周冲师叔吗 夜灵寒心般的眸子中 泛出一股冷意 随即一闪而逝 并没有让孙二虎察觉到 反而恭敬地称呼了一声周冲师叔 孙二虎酸溜溜地道 不是他是谁 听说周长老已经许诺了李宝 只要李宝进阶到炼气后期 就向天丹仙门举荐 夜师兄 你想想 这得多大的造化 咱们要古宗弟子 只有在此生有望住击之后 才有机会败入仙门 李宝这家伙倒好 靠上了的好靠山 只因周长老原来是仙门的二代弟子 是派到咱们要古宗做几年的长老 令李宝这家伙 抱了个粗腿 败入仙门的难度小多了 夜灵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他倒不是极度李宝能有这等造化 而是在揣摩周冲这老狐狸 大力提携李宝的深意 周冲这老贼 着意栽培李宝 为的是什么 绝对不是看中了李宝那丝的灵根天资 只怕多半 还是冲着我来的 难道经过时间的推移 依旧无法令周冲 对天降宝光一时淡忘吗 夜灵沉吟了片刻 按道李宝 这个蠢才 说不定已经被周冲耍得团团转 想到这里 夜灵立刻提高了警惕 吩咐到 孙二虎 去 悄悄地丢我请李宝来 就说夜某多日不曾拜会 今日特地请他来南谷药谱做客 夜灵随意变了个由头 总之无论是什么理由 李宝听到主人召唤 不敢不来 孙二虎 却回意错了 以为是夜师兄听说 李宝有 望早日拜入仙门 有意拉拢是好的 对了 只回过李宝之后 你去封桥镇一趟 打探些有趣的 有价值的消息回来 夜灵又随口吩咐道 他倒是很想知晓 南圣宗少宗主之死在封桥镇周边 掀起了多大的风波 尤其是老宗 主住基九层的唐雄 会不会详细调查此事 会不会从昨日逃走的散修口中 问出一丝端倪来 这些都是夜灵关心的 但此事正在风头上 夜灵还不能外出露面 正好派孙二虎去打听 孙二虎微微一正 善善地问道 夜师兄 您说的有趣和有价值的消息 指的是什么 是关于凤池宗的女修 还是封桥镇上的美女 这些属下都熟 呸 夜灵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皱起眉头呵斥了孙二虎一顿 冷冷地道 我所关心的是 风桥镇周边有什么大的风波 哪里有天才地宝将士 还有哪个大商会正在举行拍卖会 哪个药铺又新进了一批稀有灵草 这才是你要打听的方向 可懂 懂 懂 属下明白 属下这就去 孙二虎擦了擦额间的冷汗 再一次地拍马匹拍到马腿上去了 只能是自认倒霉 孙二虎微微音后 灰溜溜地出了南谷药谱 依着夜师兄的吩咐去办事 夜灵继续在竹射进修 莫等多久 天还不到正午 一个甘受猥琐的身影 急匆匆地赶来 悄然站到了夜灵面前 李宝生怕外人察觉 给夜灵神识传音 弱弱地问道 主人 换我来不知有何要事 夜灵一阵冷笑 听说周冲那老家伙 许诺了你不少好处 可有此事乎 李宝成皇成恐 吓得两腿直打颤 赌咒发誓地辩解着 却有此事 但是 在李宝心目中 唯有主人二字 绝不敢做出任何 背叛主人的事情 小的被迫 拜了周冲为师 暗地里却对主人 多有回护 给主人处理掉不少麻烦事 天地可见啊 李宝拼命地表起了忠心 深知浑血在主人手里 只消主人的一个念头 他的魂魄 就会随着浑血的消亡 而彻底消散 夜灵见他的神情 不似座位 点点头道 你是聪明人 应该知道 背叛就是死 一边是周冲 许诺你的好处 一边是你的性命 孰轻孰众 你自己掂量 李宝慌忙跪倒在地 不住地叩头求饶道 主人息怒 小的所言 事实 断断不敢 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任由我那该死的师父 怎样威逼利诱 小的却总是阳奉英维 绝对不会做出任何 对主人不利的事情 起来 南谷中 还有别的外门弟子 当心被别人留意 传到了周冲那老贼的耳朵里 以后你凡事都给我 小心紧慎险 李宝文言 心中一灵 立刻直挺挺地站起来 好不容易 才装成了自然的模样 叶玲问起他近日里 周冲老贼的情况 李宝一五一时地 和盘拖出 原来 在叶玲闭关期间 助机长老周冲 曾不止一次地 派李宝到叶玲的洞府附近 探查和监视 李宝却都是装装样子 走个过场而已 甚至在叶玲上 掌系远野历练时 周冲也曾关照过李宝 令其时刻注意 叶玲的动向 却被李宝编了套瞎话 哄了过去 第24章 单修一图 叶玲对李宝所 做的一切表示满意 点点头道 很好 就照这么办 近来周冲老贼 对我的怀疑 还是有增无减吗 说到这里 叶玲的目中 泛出寒光 令李宝不由自主地 打了个寒战 李宝苦着脸叹道 回禀主人 周冲 这该死的老家伙 是一如既往地怀疑主人呢 都怪他疑心太重 总是怀疑 主人得到了一套 逆天的功法 还说凭主人的寻常资质 修炼速度 应该不会有这么快 叶玲心中冷笑 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 容他继续说下去 李宝吞吞吐吐的道 最要紧的是 周冲这老家伙 怀疑归怀疑 却心存顾虑 幸亏主人 是宗主的清传弟子 若换做普通的内门弟子 他早就 被主人吓毒手了 想起来就令小的后怕不已 万一主人死了 小的的浑血 也要随之消散 同样也活不成啊 叶玲对于这一点 在外门弟子大笔上 显露实力时 就已经预料到了 见李宝愁眉苦脸的样子 叶玲鼓励道 去吧 继续与周冲老贼周玄 你待在他身边最好 若是他逼得紧了 你就说我修炼的功法 是在风桥镇玄武大道的地摊上 买来的大路货 是上古功法 好天诀 说给他不妨是 甚至还可以给那老贼 踏印上一份 哈哈 叶玲纵声长笑 面对周冲老贼的压力 非但没让叶玲感到害怕 反而激发了他骨子里不屈的蜜 更激发了他的血性和斗志 李宝仿佛深受主人感染 看到主人的胸怀坦荡和狂放不羁 一时间信心倍增 望向主人的目光中 充满着狂热的崇敬 拆走李宝后 叶玲凭腹下心静来 陷入了沉思 仙抚摘心牙的星辰之精 还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可以恢复使用 到时候在修炼好天诀 争取一口气 从炼气四层进阶到炼气五层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我也不能闲着 至少也要修炼到同阶之中的强者 另外 除了固本培元 丹药脆体等日常修炼 我还得多多研习药草图鉴 争取在采药炼丹意图上 不弱于别的那门弟子 此刻的叶玲 不仅仅局限于修为上的提升 还要凭借着 仙辅灵田带来的便利条件 要在炼丹意图上 取得足以自傲的成绩 药古宗作为采药炼丹为主的门派 门人弟子的身份地位 除了和修为相关之外 还与炼丹的成就有着莫大的关系 同样是炼气小修 炼丹弟子绝对比采药弟子重要得多 如果门派中出现了炼丹大师 要比一个助击后期的强者更有价值 因为炼丹大师 可以用有限的灵草 为门派炼制出更多的丹药 自然而然地会受到门派的保护 甚至还会引起天丹先门的重视 叶灵子存在修为上 一时半刻还撵不上周冲老贼 唯一有希望在短时间内 取得成绩的是彩药和炼丹 彩药炼丹意图 最开始是从彩药弟子做起 等到彩药的学识 经验达到一定程度时 进结为彩药师 然后学习炼丹 成为炼丹弟子 叶灵在外门时就是彩药弟子 经常接门派的彩药任务 来赚取零食 维持修炼 从那时起 叶灵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利于他今后在采药 炼丹意图的发展 如今叶灵有仙斧灵田 可以无限地种出极品灵草 所以叶灵只要晋升到采药师 学会了炼丹 将来成为炼丹师 甚至炼丹大师 只日可待 叶灵憧憬着这样的未来 一旦晋升到炼丹大师 不仅宗主对他刮目相看 就是全药谷上下 乃至是天丹先门 也得给予他足够的重视 到时候周冲老贼 就算想对自己不利 也无可奈何了 于是 叶灵在南谷竹舍修炼之余 不忘了 炎席药草图鉴 熟悉各种灵草的药性和功效 等到了日落时分 孙二虎兴冲冲地赶回南谷药谱 向叶灵禀报 得到叶灵的点头应允后 孙二虎才脉步来到竹舍 满面红光透着兴奋和激动 滔滔不绝地说道 叶师兄 出大事了 你知道吗 就是在昨日 南圣宗少宗主唐瑞 外出修炼 意外陨落 如今闹得满城风雨 封桥镇大街小巷 都在谈论此事 叶灵却一点也不意外 但还是表现出应有的惊讶神情 其道 哦 竟然有这等事 细细说来 唐瑞死了 他老子唐雄 是什么反应 据我所知 唐雄是封桥镇周边 五大宗门里的志强者 有着筑基九层的修为 唐雄一怒 只怕整个封桥镇 孙二虎的镜头十足 仿佛天生就是 爱打探小袋消息的包打听的料 尤其是这张嘴 仿佛绝了滴的洪水 说起来眉飞色舞 兴高采烈 据说 南圣宗宗主唐雄七的发疯 整个南圣宗 几乎都清朝出洞了 命人在长溪远野 四处寻找 少宗主的尸骨 最后终于在长溪边的妖恶洞中 找到了唐瑞少宗主的遗物 确定唐瑞等人 是被三街妖恶王吃了 这就叫自作孽 不可活 天网恢恢 殊而不漏 苍天有眼 终于交南圣宗的 第一顽固子弟 成了妖恶腹中之物 叶玲心中暗喜 没想到 风波这么快就过去了 她又可以外出 采药历练 同时叶玲也在暗暗纳闷 难道她留在妖恶洞的 极平齿叶藤曼 没有引起 南圣宗上下的注意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被认为是 南圣宗少宗主 他们在猎杀妖恶时布置的 至于缠绕在唐瑞等人身上的 齿叶藤 估计是 连人带藤拳 都被三阶妖恶王吞掉了 南圣宗宗主唐雄 竟然没有留意到 也出乎了叶玲的意料 不过 叶玲为谨慎起见 打定了主意 以后尽量少用齿叶藤缠绕术 只作为 在危机时刻用的杀手锏 此刻叶玲一脸古怪地望着孙二虎 问道 你以前跟南圣宗少宗主有 什么过节 他死了你高兴个什么劲 嘿嘿 南圣宗历来 是封桥镇周边 最强大的门派 横行霸道九尾 出了这等大事 小弟是打心眼里欢喜 哈哈 更重要的是 小弟最看不惯那些 趾高气昂的 大修仙家族世子 凭什么他们一生下来 有吃有穿 背靠着 他老子的势力 拥有常人远不可及的 修仙资源 用最好的丹药 花大把的零食 追求最漂亮的女修 小弟想起来就生气 孙二虎的脸上 现出了一副大意凛然 义愤填膺的神情 仿佛对修仙界中的不公平 深恶痛绝 叶玲点了点头 淡淡地道 嗯 你说得不错 像南圣宗少宗主这样的人 死就死了 不值得怜悯 孙二虎府长笑道 可不是吗 除此之外 属下还打听到了好消息 说到这儿 孙二虎一脸的神秘 得意非凡地道 这还是属下 从云苍宗的一位道友 那里打听到的 拉拢修为不高的 炼器修士去历练 有人在长溪原野北边的 一处天然的溶洞 听说里面齐花一草无树 叶玲顿时来了兴趣 目光中泛出光彩 侧耳聆听 紧接着孙二虎画风一转 苦笑道 只可惜属下的修为太低 连二阶妖兽出没的 松阳密林都无法靠近 更别提进去寻宝了 叶师兄可把这个消息 告知同门的装粮兽装师兄 他是 炼器五层的修为 可以去的 不过听那位云苍宗道友的意思 但凡进洞 去寻宝的 都得交纳给守卫洞口的云苍宗弟子 一百块零食 这个可不是人人能负担得起的 叶玲心中一动 点了点头 不再多问什么 挥手让孙二虎退了下去 到了夜间 众人都散后 叶玲抓紧时间 裁剪南谷药谱的灵草 有了前夜的经验 这一回 叶玲更加的肆无忌惮 不必像先前那样 小心谨慎 叶玲后来干脆施展起御风树 所过之处 随手采摘下灵草之叶 不削一个时辰 整个南谷药谱所有种类的灵草之叶 都收尽了叶玲的仙府玉佩 到了第二天一大早 叶玲把南谷药谱 暂时地交给了孙二虎掌管 她却飘然而去 通过门派传送镇 直接传送到了丰桥镇东城方市 很早以前就听说 丰桥镇的东关外是 灵兽交易的聚集地 一直没有机会来这里看个究竟 今天要上松阳密林历练 索性买一只坐骑飞擒 就算以后外出采药 也少不了要用到 叶玲静止来到东关外的空阔地带 果然看到不少修士 提着灵兽带叫卖 甚至有些修士为了吸引顾客 把灵兽带里的低阶灵兽都放出来 让过往的行人好好关桥 二阶土系妖珠 惠土建树 只卖五百零石 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绿长女子 领着一头棕色的妖珠 热情地招呼着叶玲 叶玲看了看她身后的妖珠 与长溪原野上的一阶妖珠相像 但毛色不同 很显然是在长溪原野上 猎获了妖珠幼崽 喂养到二阶的 不买 叶玲摇了摇头 随即走开了 哼 一看就是个穷鬼 知道你也买不起 看那身穿着打扮 连件中品法衣都没有 身上穿的月白段长衫 顶多能值三块零石 绿长女子热情的笑容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鄙夷之色 尖酸刻薄的小声嘀咕着 第二十五章 人心险恶 风桥镇 东关外 叶玲身着朴素的月白段长衫 我行我素 处之泰然 根本不在意 卖妖珠的绿长女修的白眼 在叶玲眼里 别看着绿长女修 打扮的花枝招展招揽顾客 又贤贫爱妇的 其实 她又何尝不是个在 风桥镇周边混口饭吃的小人物 叶玲的仙府玉佩中 堆积着三十万零石 只是对妖珠的兴趣不大而已 越是有钱 越是要低调行事 这才是 她在残酷的修仙界中的生存法则 临时只往刀刃上使 没用的东西 坚决不买 叶玲深知 在城外众目睽睽之下 露出很富有的样子 下场注定会很凄惨 因为她既不是修仙家族子弟 背后没有什么势力 修为又不高 只是个炼器四层的炼器中期修士 像这等修为 在风桥镇的数万修士中 太寻常太普遍了 满大街都是 比处在修仙界最底层的炼器初期小修们 好不了多少 在药谷中 叶玲是宗主的清传弟子 没人敢把她怎么样 但是在风桥镇 是个大修仙家族的底盘 她的这个身份不好使 再加上灵兽的交易地 在风桥镇城外 鱼龙混杂 没有城中巡逻修士的约束 杀人夺宝的修士多了 只要杀的不是修仙家族子弟 谁管得了那些 寻常的小修稍有不慎 就会把小命丢掉 叶玲继续在东关外的灵兽方式转悠 忽然间 她眼前一亮 静止走到一处卖飞行的摊位 看中了一只二阶火雕 通体火红 竟无一丝杂色 于是向摆探的老者询问 老伯 这只火雕怎么卖 老者打量了下叶玲 看她也不像是有钱的主 只是见她言语恭敬 这才不紧不慢地道 死雕会火球术 又可以做出行的坐骑 飞行速度 快过同街修士的御风术 卖一千五百零食 摆探的老者 只是随口敷衍 没料到叶玲蹲下身来 抚摸着火雕背 似乎很感兴趣的样子 叶玲又回头望了望风桥镇的东门 深知城里交易比城外安全多了 于是压低声音 神秘地道 老伯 烦老你把她装进零售袋 在东门下等候 带我去问家族中的长辈拿钱 咱们在城门里交易 一千五百块零食 一块也不会少 摆探的老者微微一正 明白了几分 碾须笑道 小友放心 我老靴头在东关外摆探多年了 信誉保证 绝不会把买主的身份 透露给夺宝修士 说吧 老者把火雕装进了零售袋 往东门走去 叶玲见她如是说 暗道不愧是 获了一大把年纪的老狐狸 似乎看穿了自己的用意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叶玲与那老者刻意地保持着距离 等那老噱头 独自一人来到了城门下等着她 叶玲这才放下心来 二街风系灵狐 速度极快 探路的好帮手 七百零食 不讲家哦 最后一只了 叶玲刚要回城 东关外的一个摊位前 有个清脆的女生叫麦 是个年方吉吉的少女 肩头上趴着一只青色小灵狐 煞是可爱 喂 你就不买一只吗 那少女竟然拦在了叶玲面前 把小灵狐捧起来给她看 叶玲微微一震 期道 你怎么知道我能买得起 方才进城的是我爷爷 我叫薛仙 叶玲略意沉吟 点了点头道 好 你也在东门等我 说话间叶玲施展御风树 抢线一步冲进城中 老薛头在东门的城门洞里 笑眯眯地看着她 嘖嘖叹道 小友真是小心谨慎 迷人不说暗话 我断定 小友一定怀揣了不少灵石 看 这里有城门的守卫弟子 我们都在安全地带了 可以交易了吧 叶玲唯有苦笑 点了点头 接过储物袋 感情在这修仙界中 自己还是一只菜鸟 不及老狐狸狡猾 不多时 薛仙把小青狐装进零售袋 笑嘻嘻地走来 递给了叶玲 叶玲把薛氏祖孙二人 领到僻静的街角 随手拍出22块中品零食 如数父亲 老薛头笑眯眯地看着她 冷不丁地问了一句 看小友出手豪阔 定然是来历非凡 不知是要古宗的哪位长老门下 叶玲在出门时 腰间悬挂着代表 要古宗内门弟子身份的御牌 希望多少能起一点作用 不被杀人夺宝的修士们惦记上 听着老薛头说起 叶玲索性不在边瞎话 坦然相对 在下叶玲 要古宗宗主倾传弟子 我的灵石 是卖掉师尊赏赐的 如意转神单转来的 来路正当 薛道友即便逢人说起 也不妨是 说到这里 叶玲淡然一笑 言语中 依旧是不信任薛氏祖孙二人 薛仙儿嘟着嘴道 我爷爷怎会逢人乱说 我们行有行规 连我都跟爷爷在东关外 摆摊两年里 对买主是一律欢迎的 同时也对买主保密 嘻嘻 我们家就住在东关外 翠竹山庄 叶大哥有什么需要的灵兽 尽管来翠竹山庄找我们哦 老噱头汉手笑道 叶小友足够谨慎 怎会轻易登门拜访 若有什么需求 托人送张自检 小老亲自把灵兽带送至东门里 哼哼 叶玲点了点头 随口应望 拱手与二人道别 叶大哥 别急着走呀 告诉你一事 松阳密林有溶洞开启 你就不去那里碰碰运气吗 听说进溶洞 只收一百零十哦 叶玲豁然回头 就见薛仙眨巴着眼睛 笑嘻嘻地望着他 哦 你们是从哪里打听到的消息 这回轮到老薛头一正 祈道 哼哼 你似乎对松阳密林的溶洞开启之势 早有耳闻 看来叶小友的消息 也灵通得很啊 叶玲淡淡地道 嗯 听朋友说起过 老薛头给小孙女递个眼色 薛仙会议 拉拢道 我和爷爷都要去的溶洞探险 如果叶大哥愿意加入我们薛氏家族的小队 会给予你额外的照顾 难道你知道现在 还信不过我们吗 叶玲神秘地一笑 不冷不淡地道 我对松阳密林的溶洞不感兴趣 两位 告辞了 说吧 叶玲拱了拱手 静止走向风桥镇东城方式的传送镇 交付了看守传送镇的守卫弟子五块零石 直接传送回药古宗 薛氏祖孙 眼睁睁地看着传送镇的镇法光幕开启 但叶玲消失不见后 老薛头的目光立刻阴沉下来 晦气 好不容易遇上的有钱的主 太谨慎 太狡猾 竟然不上钩 薛仙 那天真浪漫的双眸中 竟也泛出了一丝恶毒之色 早知道他会开溜 爷爷和二姐 应该在东关外就把他拿下 不成 这是自毁招牌的事情 东关外 同行卖零售的都在看着 我们要是杀人夺宝 一旦传扬出去 会给我们薛氏修仙家族带来麻烦 以后还有谁会问我们薛家买零售 老薛头严厉地告诫道 同时目光望向东关外 那花枝招展的绿长女修 眼神颇有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常叹道 现在咱们爷俩 至少把零售卖出去了 小赚了一笔 唉 可笑你二姐竟然看走了眼 以为他是个穷小子 连妖猪都没有卖出去 你去叫上他 让你二姐 别卖妖猪了 咱们临时赚到手 再拉上两个冤大头 组上队伍赶赴松阳密林 穿过护山大阵 骑上火雕 静止飞往长溪原野北部的松阳密林 叶灵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飞行 兴奋之余 抚摸着雕身上的火红羽毛 俯视着广袤的长溪原野 对可以遇见飞行的助击长老们 更加羡慕了 如果有朝一日 我能突破练器期 达到助击器的境界 也可以遇见飞行 到时候 和距离周冲老贼 经过了将近一个时辰的飞行 叶灵远远可以望见 前方长溪原野的镜头 出现了一片苍翠之色 正是松阳密林 叶灵四股无人 及早地停落了火雕 潜在了半人高的草丛中 一来为的是不被密林中的寻宝修士 惦记上他的火雕 二来叶灵更是要改办一番 叶灵把仙斧玉佩挂在怀中 贴身佩戴 又收起了腰间悬挂着的药谷宗玉牌 然后从储物袋中 拍出可以阻挡助击修士 以下神石 探入的静止斗力和缩衣 又装扮成了渔翁打扮 这一套装束 叶灵足足花了两千零食 他曾穿上这套斗力缩衣 在丰桥镇南城方市 兜售三街极品灵草龙须餐 引起过轰动 如今 叶灵不介意再一次装扮成渔翁 混进松阳密林的溶洞寻宝探险 毕竟丰桥镇周边河流交错 渔翁打扮的散修不在少数 谁又能认得是他 一切都装扮好以后 叶灵来到长溪边上 在水边驻足看了看 见没什么破绽 这才沿着长溪速流而上 走向了松阳密林 松阳密林中 遍布着二街妖蛇和二街妖雄 叶灵来的目的是寻找传闻中的天然溶洞 不是来历练杀妖 所以叶灵打算谁影躲过林中的妖兽 谁知 就在他正准备谁影之际 林中到处盘踞的二街妖蛇 就好像见了天敌一样 拼命地逃窜 第26章 叶药师 看到林中的妖蛇纷纷逃窜 叶灵微微一震 随即恍悟过来 前阵子 他在长溪原野上 猎杀了太多太多的二街妖蛇 身上的煞气 还没有完全消散 松阳密林中的这些妖蛇 感应到他的凶神恶煞之气 自然是出于本能的畏惧 不过在面对二街妖雄时 叶灵身上煞气的威慑力 似乎小了许多 有只妖雄汉不畏死地扑了过来 扑扇大的熊掌 煽动得风声烈烈 叶灵微微皱起眉头 立刻谁影 消失不见 妖雄扑了个空 发出咆哮般的嘶吼 惊动了松阳密林中的其他妖雄 引得周围一大片松林中 近视妖雄的吼声 就在这时 谁影中的夜灵 听得松林深处 有女子的惊呼声 在高声呼喊着同伴 快跑 这里妖兽成群 咱们到溶洞那里避一避 不打紧 这里的妖蛇和妖雄 在速度上不占优势 碾不上我们的 依我看 咱们还是回凤池宗吧 把松阳密林中的天然溶洞之事 禀名宗主 请他老人家 率领宗里的助姬长老 占了此地 咱们两个就算是立了大功 定会得到不少的赏赐 夜灵心中一动 赶忙谁影前行过来 闻声往这边关桥 赫然瞧见松林间 有两个女修在争执 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 身着鹅黄色的衣裙 皮肤白皙 肤如凝脂 仿佛吹弹急破 翘生生的正邪坐在树叉上 苦口婆心劝说着同伴 丝毫不理会 下面妖雄的攻击 而另外一女 夜灵只能看到她的发际和背影 身着海棠红的十六群 应该鹅黄肠的女子成熟许多 也攀在树叉上 居高临下 时不时地打出兵剑术 射杀了仕途盘上古松的妖蛇 云姐 咱们都没进溶洞去看个究竟 贸然地禀报给宗主 这不妥当吧 万一是个小溶洞 宗主兴师动众地去了一看 大发雷霆 岂不是怪咱们小梯大作 你担待得起吗 身着鹅黄群的少女 不住地劝阻 要回凤池宗的云姐 巴不得去溶洞寻宝 夜灵在低下侧耳倾听着 她算是打定了主意 与其自个儿在松阳密林中瞎转 一时半刻也找不到溶洞的所在 不如听听她们的口风 川海棠红十六群的云姐 似乎颇为心动 但还是有一丝疑道 你说的不无道理 不过我总觉得 就凭咱们两人进溶洞寻宝的风险太大 万一被心存歹意的修饰惦记上 就大大的不妙了 大不了 咱们到溶洞口祖上些散修童去 我看溶洞那边 好多人都没队伍呢 其中不罚女修的 他们去的 我们怎么去不得 走吧走吧 云姐要是心疼一百零十的进洞前 小妹帮你掏 如何呀 就在云姐迟疑不定时 夜灵从水影中显出了身影 谁 云姐第一个感知到 这边的灵力波动 赶忙扭过头来 散开神石凝神瞧看 却见林中走出个头戴斗笠 身披缩衣的渔翁 夜灵直到这时才看清楚她的相貌 年貌在二十三四岁 一双信眼秋波中满是诧异之色 果然比那鹅黄衣衫的少女成熟多了 眼角上还有一颗美人质 更增添了几分妩媚 鹅黄衣裙的少女 也是一脸戒备地盯着夜灵 右手摸在橱带上 仿佛随时都可以拍出法器与来人斗法 哪里来的渔翁 你是哪个门派的 鬼鬼祟祟地躲在暗处 有何企图 鹅黄衣裙的少女 连珠炮似的大声质问道 翘生生的白皙脸蛋上 蕴含了几分凌厉的杀气 夜灵出了水影 总算可以散开神识 观察她两人的修为 匆匆一扫之下 令她心惊不已 那鹅黄衣裙少女 小小年纪 竟然有炼器五层的修为 而那穿海棠红石柳裙的云姐 修为达到了炼器六层 不过 夜灵有齿叶藤缠绕树等杀手锏 丝毫不惧修为较高的二女 装作十分深沉的声音道 两位姑娘切莫误会 在下在林中路过 特来打听一件事 敢问两位姑娘 心境发现的天然溶洞在何处 二女都是一阵 夜灵有斗笠垂下的青纱遮掩 他们看不到夜灵的神情 即便二女散出神时 都无法看透 令他们更加地警惕起来 听你的声音 原来是个鱼歌 你真的是来问路的 然也 夜灵颇为真诚地道 说是到过天然溶洞口的 有劳两位姑娘指点路途 在下感激不尽 哼哼 又听说两位似乎要招募队友 我可以啊 愿意同网 二女面面相去 都是一脸的疑云 立刻发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修为 为何带着斗笠和缩衣 是不是故意不让人看透修为 想扮猪吃虎吗 是啊 你都不愿意以真面目示人 我们姐妹俩 怎知道你是好人坏人 夜灵叹了口气 敞开缩衣 露出里面的二阶中平法衣来 淡淡地道 在下的修为 只有炼器四层 何必刻意隐瞒 现在你们该相信我的诚意了吧 其实夜灵的仙斧玉佩中 存有两套二阶极品法衣 一套是外门弟子大笔榜首的奖励 一套是从风桥镇上买来的抗雷系 精细的极品法衣 弥补大笔奖赏的那一套的不足 夜灵随时都可以心念一动 把两套法衣 从仙斧玉佩中射出 套在身上护体 所以 平日里穿什么都无所谓 如今 她故意把二阶中品法衣套上 遮住月白段长衫 好取信于二女 云姐正要点头同意 谁知鹅黄衣裙的少女 却还不满意 摇摇头道 等等 你身上的煞气太重 你把青纱斗笠也摘下来 我们给你向下面 若是长得凶恶 我们队伍也绝技不要的 身着海棠红石榴裙的云姐 也是颇为期待的示意者 仿佛夜灵的这一身装束 弄得很神秘 勾起了二女的好奇心 夜灵有些哭笑不得 但是面对两位陌生的奉持宗女弟子 露出庐山真面目也不打紧 所以 夜灵点了点头 摘下了青纱斗笠 露出了平凡无奇的面容 既不英俊潇洒 也不风流倜傥 更不粗犯威武 简直就是扎在人堆里 最不起眼的那个 二女看过之后 显然很失望 鹅黄衣裙的少女嘖嘖叹道 看你长得很普通吗 为什么还戴个青纱斗笠 有什么不敢见人呢 搞得神神秘秘 鬼鬼祟祟 夜灵重新戴上 淡淡地道 我乐意 我此行刻地来溶动寻宝 免得遇上熟人争夺宝物 彼此尴尬 鹅黄衣裙的少女顿时无语 云姐问道 你是哪个门派的 练气四层 这个修为恐怕是有点低吧 怎么也得像小荣的 练气五层修为才好 云姐原本以为 对方如果长得英俊潇洒 加入队伍也未尝不可 但夜灵的长相顶多是中上 没有一点能够吸引住她 所以 云姐开出的入队条件 又有些苛刻起来 夜灵却从她的话语中得知 鹅黄衣衫的少女叫小荣 不过她对此却并不太在意 只是淡淡地道 在下是风桥镇一名散修 我姓夜 是一名药师 精通齐皇之术 不知可否入得两位法眼 你是药师 太好了 这年头 药师太稀缺了 几乎都集中在了药谷里 只可惜 药谷宗的那些弟子 也只会最普通地低阶回春术罢了 小荣又惊又喜 甚至高兴地从松树插上飞掠而下 身着海棠红石榴群的云姐 也跳了下来 笑音音地询问道 哼哼 原来是夜药师 不知阁下修炼的是什么奇荒之术 到了何种境界 远胜过低阶回春术 说话间 夜灵挥手打出银绿色的光团 散开晶莹的治疗之光 范围要比低阶回春术大得多 二女都是识货的 她们曾见识过低阶回春术 看到夜灵施展的 都是眼前一亮 绝对比低阶回春术高明多了 二女脸上的喜色更浓 几乎是以无限崇拜和仰望的神情 望着眼前这位练弃四层的鱼哥 云姐赶忙万福陪礼道 方才多有得罪 请多多包涵 我叫云婉 她是小荣 都是凤池宗那门弟子 很荣幸结识 能到灵药师 小荣的欣喜之情 更是异于言表 对夜灵发出了盛情邀请 夜药师 咱们这就起身赶赴天然溶洞 有你的加入 我们队伍的安全很有保障 咱们不愁招募 不到其他队友 夜灵见二女 态度转变得如此之快 多少有些恍惚 不过她还没有被两个漂亮女秀的崇拜和热情 冲昏了头脑 神色镇定地点点头道 好 夜某一路之上 还要多多仰仗二位 三人往松阳密林深处进发 一路之上 小荣算是打开了画匣子 叽叽咕咕咕说个不住 丝毫没有原来那股对夜灵的警惕 和逼人的杀气 云婉更甚 当着小荣的面 给夜灵抛着媚眼 仿佛恨不能在一屏一笑间 笼络住夜灵的魂魄 夜灵收敛心神 对她勾魂射魄的眼神避而不见 她隐隐听说过 凤池宗有一种专门勾人的魅属 是最妖魅不过 看来云婉是深谙辞道的 绝对不能被她勾引的 迷失了本性 第27章 松阳溶洞 夜灵的镇定和默然 令凤池宗的云婉备受打击 有种深深的挫败感 连她的师妹小荣 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暗地里给她神识传音都 云姐 你用射魂术勾引夜药师干嘛 似乎很失败啊 人家根本就懒得搭理你 云婉秀眉微醋 同样是背着夜灵 给小荣神识传音 此人的治疗之术高明 若能彻底地败在我的裙下 以后为我所用 受我驱使 那该多好啊 只是我的射魂术 竟然对它不起作用 难道是今天出门 没有打扮好的员工吗 云婉心事重重 很不甘心 故意地落到后头 从储物袋中拍出个铜镜 匆匆地对镜梳妆打扮了一番 又上前来 媚态横生地勾引夜灵 只可惜 夜灵对云婉的热情熟视无睹 甚至在斗笠青纱的遮掩下 以古怪的神色望着对方 夜灵可不认为自己的魅力 大到可以轰动美女的春心 她深知自己相貌平凡 既不英俊潇洒 又不威猛魁梧 从之前的二女 看到她庐山真面目的失望之色 就完全可以断定这一点 夜灵秉承着一贯的谨慎 心中冷笑 云婉屡屡对我施展凤士宗的魅术 必有所图 估摸着此种魅术 是属于魂魄和星神攻击的范畴 我只要把大半星神 连同魂魄之体都进入仙腐玉佩 她就无法勾魂射魄 就不会堕落她的树中 想到这里 夜灵随即把大部分星神 进入怀中贴身挂着的仙腐玉佩 体内只留下一丝分魂 丝毫不惧云婉的魅惑之术 云婉几乎施展开浑身解数 耗费了大量的星神 魅眼抛的眼皮都疼了 依旧无法动摇夜灵的心智 不由得又气又脑 但也无可奈何了 毕竟此行还要借助着夜药师的治疗之术 谁都保不准 溶洞里有什么危险的存在 最后在小容的偷偷嘲笑下 云婉放弃了对夜灵的攻势 人也变得一本正经起来 宛如个淑女相似 夜灵透过斗笠的青纱 冷眼观瞧着此女的所作所为 见她变化得如此之快 前后反差巨大 不禁对凤驰宗的勾魂秘术 暗暗称奇 如果我猜得不错 中了她的魅术的人 轻则神魂颠倒 重则沦为她的傀儡 一切都得听她的指挥了 哼哼 好在我很有几分自知之明 心智坚定 又有仙府玉佩 隐藏心神和魂魄 她是无论如何 也动摇不了我的本性 夜灵双眸中泛出寒意 对修仙界的残酷 和人心险恶 有了更深层次的名误 队友又如何 只不过是在利益驱使之下 相互利用的人罢了 等到真的进了溶洞寻宝 让我当炮灰 拿我当愣头青 傻小子使唤的话 嘿嘿 对不起 我还是保住自己的小面要紧 咱们随时可以翻脸 夜灵在这一路之上 心思转得飞快 基本上保持着沉默 令云婉和小荣碰了好几个软钉子 好生没趣 随着三人深入松阳密林 夜灵发现 林中盘踞的妖蛇和妖雄 渐渐稀少起来 随处都可以看到 被砍杀了的妖蛇 妖雄的尸体 显然此地来过不少修士 几乎把密林深处都清理了一遍 小荣摇摇地指着 东北方向的几株参天古树 向夜灵介绍道 诺 云苍宗弟子 最先发现的天然溶洞 就在那边的大树下 我们离开时 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修士了 他们甚至可以隐隐听到 前面的人声嘈杂 三人 遂加快了脚步 拨开林中的灌木丛 赫然瞧见了参天的苍松古墓下 足有数十名炼器中期 甚至炼器后期的修士聚集于此 正与云苍宗的弟子讨价还价 不交购一百零食 不准进去 炼器八层以上的修为 也不准进去 夜灵宁神瞧去 只见传闻中的天然溶洞 坐落在古树苍松后的平缓山丘下 周围被古树苍松的根叶盘错掩盖 有几个清一色玄色衣衫的云苍松精英弟子 把持着洞口 对静动的修士大呼小叫 让夜灵惊奇的是 林中聚集的数十名修士中 有来自丰桥镇的散修小队 他们腰间没有悬挂着玉牌 也有镇北玉须宗的弟子 腰间挂着的是代表身份的五色玉牌 甚至还有悬挂着火焰状玉牌的南圣宗弟子 当然 除此之外 附近的云苍松弟子最多 占了将近半数 都悬挂着云朵状的玉牌 夜灵只是根据玉牌的形状和颜色 一眼便能看出他们的身份 来的众人里 只有我一个是要鼓弟子 夜灵悄然散开神识 扫过了全场 再没有发现本门弟子 甚至连个熟面孔都没有 云婉和小荣的到来 令林间的众修士眼前一亮 倒是头戴斗笠 身披缩衣的夜灵 被众人直接无视了 招募队友 要练弃五层以上的修士 最好是擅长法术攻击的 玉须松弟子 或者是攻击力强大的 男胜松弟子 云婉清脆的声音 传进众人的耳朵里 不少修士随身硬核 抢着跑过来 毛遂自荐 有个玉须松 练弃七层的精英弟子 相貌猥琐 自打看到云婉 两个漂亮女修出现时 眼睛都直了 只见她擦了擦口水 第一个跑来 一脸地惨笑道 两位是凤驰宗的师妹吧 小兄不才 擅长木系和雷系倒数 愿意入队 云婉见了她的猥琐模样 就有三分不喜 秀眉微醋 板着 翘脸冷冷地道 你的修为太高 不要 哼 进了队是你当队长 还是我当队长 我们只要练弃五层和六层的 其他的都不考虑 那玉须松精英弟子还不甘心 裴笑道 不妨不妨 还有你当队长 小兄情愿追随 做两位师妹的护花使者 嘿嘿 云婉气得柳眉倒数 但又不便当众得罪人 冷淡的一口回绝了 就在云婉招募队友时 叶玲却一直在留意着 天然溶洞的洞口 见那些云苍松精英弟子 以止气使地收进洞前 遇上修为在练弃八层以上的 就毫不客气地拦住 给再多的钱也不让进洞 叶玲暗暗惊奇 回头问道 小荣 松阳密林和长西远也一样 都是风桥镇周边修士们的历练之地 不在云苍松的势力范围啊 他们怎会占据了此洞 难道没人跳出来反对 小荣压低了声音 轻叹道 叶药师有所不知 这个天然溶洞 是在前些天里 有一对云苍松弟子 在松阳密林历练时发现的 当时他们进去探险 接连陨落了两人 就赶紧回去上报给宗门 如今倒好 松阳密林的溶洞 倒成了他们云苍松的私产 云苍松派一对 练弃后期的精英修士 再次把守 还放出分去 吸引众修士前来寻宝 他们负责收进洞前 一人一百零十 十个人就是一千 真是坐收于力啊 叶玲也曾听说过 风桥镇周边各大宗门 常常发生争夺修仙资源的事情 如今几大宗门之间的关系 十分微妙 看似相安无事 实则明争暗斗 从来就不曾停止过 叶玲沉引道 云苍松的精英弟子 限制了进洞修士的修为 超过炼器八层的都不要 其目的就不言而喻了 是生怕来的修士修为太高 掠夺了天然溶洞中的宝物 超出了他们的掌控范畴 嘿嘿 只是就凭他们一对 炼器后期精英弟子守卫在此 就不怕有助击修士前来闯洞吗 小荣耐心地解释着 听说洞中坐镇着一位 实力强横的云苍松 助击后期长老 超过炼器八层不让进 这些都是他定的规矩 别说是其他宗门弟子 不敢来这里捣乱 就是他们的长辈 也不会轻易来此 毕竟是人家云苍松 先发现先占领的 有道是先下守围墙 云苍松再次安插下了 助击后期长老 这溶洞显然就归云苍松管辖了 叶玲点了点头 陷入了沉思 怪不得云婉要把溶洞的情况 回去告知凤驰宗的宗主 却被小荣拦住了 原来此地有云苍松 助击强者坐镇 凤驰宗为了个不明底细的溶洞 与云苍松交恶 实在有点划不来 所以 小荣才会极力地劝云婉 进洞里寻宝探险 不必费那些心思了 就在这时 叶玲忽然感知到 一股诡异的神识扫来 似乎看穿了自己 令她狠狠地吃了一惊 叶玲豁然回头 只见一个身着轻衣不袍的白须老者 看上去鹤发童年 颇有几分先锋倒鼓的模样 正笑眯眯地打量着叶玲 叶玲 也用神识毫不客气地扫过了 这位轻衣老者 见他只是 炼气五层的修为 不由得暗暗诧异 方才明明有一种被看穿了的感觉 连抵挡助击以下神识 探入的斗笠和缩衣都形同虚设 这名老者的修为 绝对没有眼前的炼气五层这么简单 阁下是谁 叶玲沉声问道 言语中毫不掩饰自己的质疑 轻衣老者没有正面回答 反而笑呵呵地 又看了一眼叶玲的渔翁装束 则则探道 老朽只是一个云游的散修 偶然路过风桥镇 听说此地有处天然溶洞开启 特地来此凑凑热闹 呵呵 小友身上这套斗笠和缩衣 很特别呢 想必是花了不少零食才买到吧 第28章 组对 轻衣老者 似乎对叶玲身上的斗笠缩衣很感兴趣 竟然询问起了价钱 无可奉告 叶玲冷冷地道 透过斗笠青纱 盯着眼前的神秘轻衣老者 总有一种看不穿 猜不透的感觉 但叶玲又分明从她身上 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这股气息 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散发着草木的淡淡清香 叶玲心念一动 试探地问道 阁下莫非是一位采药师 轻衣老者微微一正 大有深意地看了一眼叶玲 脸上露出了赞许之色 免须笑道 老朽不仅采药 而且炼丹 你这小娃娃够聪明 也够谨慎 又与老朽身上的气息相近 多半也是的丹修吧 哈哈 咱们一路 静动去看个究竟 如何 叶玲听说她会炼丹 心神震动 看来这位神秘的轻衣老者 在丹修意图上 至少是炼丹弟子以上的境界 叶玲又看她对自己 不像有所图谋的样子 似乎根本就没什么恶意 反倒对自己和蔼可亲 再加上两人都是丹修 成天与灵草药材打交道 身上的气息相近 叶玲与她同行 说不定还能学到不少采药的经验 于是叶玲略意沉吟之后 点了点头 答应替她引荐 云姑娘 这位炼气五层的散修道友会炼丹 有丰富的采药经验 不如让她加入我们队伍 凤池宗的女弟子云婉 上下打量了一番轻衣老者 见她白须飘然 鹤发童年 年纪一大把了 采药经验肯定错不了 不过云婉对小队战力的要求也是极高 于是问老者道 不知 这位年长的道友会哪些倒数 有没有二阶上品以上的法器 轻衣老者呵呵笑道 老朽擅长的是木系倒数 会缠绕树 草木化形 呵呵 二阶法器吗 老朽很久没用了 说话间 老者从储物袋中拍出一物 却是个编程的草人 他往草人中注入法力 随手往地下一丢 草人迎风就长 瞬间竟然长成了半人膏 这种草人的战力不弱于二阶妖兽 老朽可以同时召唤出好几个来 轻衣老者碾须笑道 说的信心十足 显然是所言非虚 云婉和小荣瞪大了眼睛 看着地上的草人 两人面面相去 还是那位组队失败的玉须宗精英弟子 见多识广 他依旧耿耿于怀地牵沿着步走 实在是舍不得错过 与两位美女组队的机会 他见状慢条斯理地道 嘿嘿 一看就知道是木魁仙门一脉的道术 我们风桥镇周边 没有木魁仙门下售的门派 你这老头 想必是外来的吧 轻衣老者对他的言语无礼 似乎并不放在心上 摇摇头道 嗯 老朽的确外来云游至此 赶上了松阳密林溶洞开启 不过老朽却不是木魁仙门一脉的 倒是与这位身穿斗笠缩衣鱼哥的门派 师承相近 玉须宗猥琐的精英弟子 有意在凤识宗的两位美女面前 卖弄才学 谁料被这糟老头子否认了一半 气不打一出来 脸上轻一阵白一阵 不约道 老头 你诚心与本修作对 是吧 告诉你 本修是会雷系 木系两种倒数 一眼就看得出来 你不仅修炼的木系功法 而且用的是木魁蕾 这是寻常木系修饰很难学到的 只有木魁仙门一脉的 才有机会学到这等秘书 你还不承认 清一老者 用一种颇为怜悯的目光望着他 就好像在看一个井底之蛙一样 摇头叹息 不做理会 云婉和小荣 都对清一老者的草木画形很感兴趣 暗地里用神识传音一交流 答应了清一老者的入队请求 那名玉须宗弟子顿时不干了 吵着嚷着要入队 连他们两个都能加进你们队伍 我怎么就不可以 我是炼器七层的修为 倒数精湛 使得是三阶上瓶法器 战力比他们强太多了 你们要是有所顾虑 怕我抢了队长之位 那我已到新发誓 发下新模式 绝对不做伤害队长和队友之事 这样总可以了吧 众人都是一正 没料到此人如此难缠 竟然和中了风魔一样的 非尽他们对不可 云婉见他赌咒发誓的样子 露出了柔媚的一笑 暗道 别看他是炼器后期修士 难得他心甘情愿地 愿意与我们同行 用射魂术控制住他 可容易得多了 于是 云婉笑盈盈地道 难得这位玉须宗的诗歌很有诚意 你发的心魔式来 跟我们一对 那玉须宗的猥琐弟子 果然咬破了手指 凌空画了一道血符 发下心魔重视 此时此刻 叶玲和轻衣老者 都用一种怜悯的目光在看着他 仿佛对这猥琐的家伙 寄予了无限的同情 叶玲是见识过凤诗宗的魅术的 对云婉的面若桃李 心如蛇蟹的本性 有一定的了解 与他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而轻衣老者 更是对此时恶腕叹息 跟叶玲道 哎 现在的小娃娃们 一代不如一代了 心魔是启示乱发的 像你这样既聪明 又谨慎的小娃娃 是很难得了 不过看你的灵根资质 似乎很一般呢 叶玲心神震动 这老者不仅能看穿 自己的斗笠缩衣 还能看出自己的灵根资质来 难道是天赋异禀 有着异常强大的灵木树吗 玉须宗的猥琐弟子 加入了他们的小队 彼此介绍过 原来这猥琐男子叫冯开宇 是风桥镇北玉须宗的精英弟子 也是闻着馅儿 赶奔松阳密林来的 叶玲也得知了 这个神秘的轻衣老者姓刘 队友之间相互了解之后 一行人来到了天然溶洞的入口处 各掏出一块中品零食 递给了把守在洞口的 云苍宗精英弟子 算是静动钱 猥琐的冯开宇大感肉痛 很不情愿地交上了零食 同样是门派的精英弟子 人家云苍宗的先下手为强 占据了这么个溶洞 而他身为玉须宗弟子 却远来是客 不得不低头上脚零食 云婉 小荣 还有那轻衣老者 都大方得很 看都不看 就甩出了一块中品零食 令周围打算 静动的修士们都感到惊讶 看来这三个都是有钱的主 甚至有的修士 顿起不良之意 目光中透出一丝阴痕 暗暗记下了他们三人 夜灵悄然散开神识 随时留意着周围人的动静 见他们很多人目光不善 心中暗惊 对云婉等人的太高调 表示担忧 慢 头戴斗笠 披着缩衣的家伙 你到底是什么修为 里面有本宗助击后期的 与长老作证 你少要蒙混过关 夜灵知趣地敞开了缩衣 显示出炼器四层的修为 这才得以通过 等到他赴灵石的时候 却装模作样地 在除物袋里好一阵掏模 直到后头有人催促了 夜灵这才装作颇为肉痛的模样 摸出一块中品灵石地上 果然 后面没有人惦记着夜灵 都认定他是穷修一个 直接把他给无视了 夜灵前脚刚踏进溶洞 就听到后面有一阵熟悉的清脆声音 爷爷 咱们直接进洞吧 夜灵豁然回头 透过斗笠青纱 瞧见了卖给他二阶火雕和小青虎的老靴头和靴仙 跟着他们祖孙俩的 还有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绿长女子 也跟他们是一伙 至于他们队中的另外两个壮汉 夜灵就不认识了 果不其然 东关外卖妖兽的薛氏祖孙都来了 连同这个嘲讽过我的绿长女子一道来的 嘿嘿 看情形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啊 说不定这绿长女子 也是东郊翠竹山庄的薛氏门人 夜灵心中一阵冷笑 有斗笠和缩衣罩着不怕他们认出来 最后还是在小龙的催促下 跟上了队伍 深入天然溶洞 队长云婉派欲虚中的冯开宇投钱带路 冯开宇为了表现他的男子汉大丈夫的英雄气概 凯然英语 甚至都不需要云婉施展射魂术 冯开宇是非常的自愿和积极 引得夜灵和轻衣流姓老者一阵叹息 刚进溶洞 走了没有十丈远近 夜灵就感觉到洞中比外界冷多了 似乎重冰寒之气 甚至还可以看到溶洞中石壁上闪烁出的蓝色幽光 显然里面有不少冰临矿岩 冯开宇一边当先开路 盯着前面的几个修士小队 一边卖弄着广播的剑文 回头冲凤失踪的两位女修滔滔不绝地道 我看这天然溶洞 本身就是一处富含灵气的矿脉 像这冻壁的冰临矿岩 虽然所含的冰临气很微弱 但还是有采挖价值的 云苍宗完全可以排外门弟子来这里挖矿 每年的产出也是比不小的数目 轻易流星老者立刻反驳 淡淡地道 像溶洞门口这些一阶出品冰矿岩 没有哪个宗派会看上的 还动用大量的人力去挖这等出品矿石 哈哈 可笑至极 冯开宇仗红了脸 振振有词道 你怎么知道这里的冰临矿没有采挖价值 疑老卖老 尽是胡说 轻易老者懒得跟他多谈 背负着双手 似乎在感应着什么 满意地笑道 哼哼 溶洞深处的灵气浓郁了许多 看来里面的灵矿石品皆不错 像这样的灵脉溶洞里面 一定会有低阶妖兽出没 你们几个小娃娃要当心咯 第二十九章 金丹老怪 叶玲跟随着队伍 走在最后 悄然散开神石 随时留意着后面的其他队伍 尤其是老靴头领着的小队 让叶玲诧异的是 这靴氏 修仙家族的三人进洞之后 仿佛都和换了个人相似 哪里有一分在东关外卖零售的 试快之气 一个个眉宇间 透着凛然的沙鸡 警惕地环视着溶洞中的其他修士 叶玲暗道 这才是他们的本来面目 绝非善类 看来在风桥镇东关外卖妖兽时 祖孙俩笑呵呵 样子都是伪装出来的 幸亏我当时多加了几分谨慎 坚持在城中的安全地带交易 没有被他们拉下水 小队中当先领路的逢开雨 看着溶洞里 到处都是灵草被采摘了的痕迹 有的甚至被连根拔起 只留下泥土松动的小坑 除此之外 还有洞壁上 灵气较为浓郁的冰灵矿 土灵矿被采挖 缝开雨皱起眉头 摇头探道 我们来得迟了 洞口附近的好多灵草 灵矿被采挖 唉 这要是转上一圈 连个灵草都没采摘到 一百零时的进洞前 算是赔得点朝天了 队长云婉 也是面露忧色 与小容对视一眼 但同时 又在暗暗庆幸 幸亏没有贸然 把松阳密灵星 发现溶洞之事 禀明宗主 这要是宗主他老人家 率领凤池宗的女长老来了 见到此处如此荒凉 岂不是把怒气 都撒在了自己头上 只有轻衣老者背负着双手 坚持着自己的观点 呵呵笑道 这天然溶洞 比你们想象的大得多 光冲着里面的灵气浓郁程度 老朽就敢断定 溶洞里的灵物极多 并且至少在方圆数十里以上 吹牛皮 冯开宇 不能容忍 比自己修为低的老头 在这里侃侃而谈 冷笑道 你不过是多活了一把年纪 但终究是炼气五层的修士 连我这堂堂玉虚宗精英弟子 都不敢下此断言 你却在这里信口开河地胡说 轻衣老者不置可否 甚至懒得搭理这个 刚愎自用 逞能卖狂的猥琐男子 只有叶灵 却从这流性轻衣老者的气度 和坦然的神色中 感觉到这老者一定所言非虚 兴许这天然溶洞 真如他所说的一样 溶洞极大 灵物也有不少 等他们这一批静动的修士 往溶洞深处 走了离许之遥 眼前豁然开朗 洞壁宽了 足有数十丈 冯开宇正要嘲笑轻衣老者 目光却顿时被大洞前方的 十几个洞穴吸引 看来这方圆数十丈的大洞深处 还有十几个小洞 就在众人都迟疑着 不知该走哪个洞穴时 大洞之中 末地献出一圈幽光阵法 一股强横的灵压 横扫在场的所有炼器修士 筑击强者 众人都是心头一灵 脸色立刻苍白起来 都以金句的目光 望着幽光阵法中 盘膝而坐的中眠道人 这一批静动的云沧宗弟子 却是各个面露恭敬之色 纷纷失礼道 拜见于长老 云沧宗的筑击后期 强者于长老 微微汗手示意 他散开神识冷冷地环视了一周 除了云沧宗的弟子 没有一个能躲过他的眼神 于长老的神识 扫到夜灵他们小队时 神色微微有些诧异 竟然看不透 夜灵穿的这身斗笠缩衣 就在他正准备贺问时 身子一颤 漠然间惊觉一股极危险的气息 随即一闪而逝 令于长老心惊肉跳 夜灵立刻捕捉到 这位云沧宗长老的异常 面露古怪 随即等他看到 身前站着的轻衣老者 嘴角铭起一个弧度 一个很神秘的微笑 夜灵顿时恍悟了几分 令于长老心惊的来源 正是队伍中的轻衣老者 一定是他在暗中使了什么绊子 让于长老吃了的小亏 幽光阵法里的于长老 从恍惚中回过神来 望向夜灵他们这边 流露出深深的忌惮之色 随后又看向别处 等到于长老扫尸一周之后 发现在没有什么一样 当众宣布道 本长老镇守着溶洞大厅 过了这些洞穴洞道 溶洞中另有天地 而等速速选择洞穴进洞 不得喧哗 洞中已经陨落了不少练气小修 你们好自为之 还有 本宗的弟子最好结伴同行 当心妖兽清洗 众云沧宗弟子轰然应诺 不等长老吩咐 他们云沧宗的小队 合在一处 从最当中的洞穴穿行而过 于下的散修队伍 和其他宗派来的小队 也纷纷选择洞穴进入 冯开宇回头十分讨好的 望着队长云婉 嘿嘿笑道 云妹给拿个主意呗 小兄依旧是当先开道 一定保证云妹的安全 云婉放下了淑女的矜持 甜甜一笑 好啊 我看最左边的洞穴没人去 咱们走左路 兴许还会遇上什么灵草灵雾 嗯 云妹真是冰雪聪明 正合我意 冯开宇不再征求叶灵等人的意见 当先领路 钻进了溶洞洞穴 云婉 小荣和轻衣老者渔冠而入 走在最后的叶灵 正准备进入时 溶洞大厅的幽光阵法里 传来一道诚惶诚恐的神念 前辈 溶洞里面 晚辈全都看过了 都是些低阶的灵草灵矿 里面的灵气 顶多是和炼气小兄们修炼 实在是没有什么能让您老人家看上眼的宝物 嘿嘿 前辈如若不幸 请到里面一看 在下绝不敢欺瞒前辈 叶灵身子一震 豁然回头 瞧见阵法中云苍中的渔长老 坐立不安的神情 正在极力讨好地望着他 叶灵还是头一回见到住基7的强者 对自己如此恭敬 平日里都是 他对宗里的住基长老失礼了 现在竟然翻了个个儿 不过叶灵在惊骇之余 瞬间明白过来 这位渔长老一定是弄错人了 真正的前辈 是队中的神秘轻衣老者 怪不得叶灵身披着斗立缩衣 连住基后期的渔长老 都看不透他的修为 而在进洞之前 却被轻衣流性老者一眼看穿 原来不是轻衣老者的灵木术 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境界 而是他本身的修为 远超过了住基后期的渔长老 清单期的老怪 叶灵望着洞穴中不紧不慢 背负着双手夺步而入的轻衣老者 心神震动不已 犹豫着该不该尾随进洞 随后他隔着斗立青纱 看了一眼对他惶恐不已的渔长老 还是决意毅然进洞 我要是听上渔长老的三言两语 就退出了溶洞 岂不是令他起疑 到时候单独面对渔长老 非露线了不可 还是紧随在金单老怪身后 看着轻衣老怪 似乎对自己并无恶意 以人家的高度 也不会跟我这个练气小修一般见识 叶灵算是打定了主意 匆匆赶来 更定了流性轻衣老者 在这金单老怪身边 不仅仅可以增长见闻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绝对可以保证安全 只要有他在 天塌下来也有他顶着 这里有一株紫祸香草 炼制养颜丹的一味药材 看品阶似乎还是上品的 前方传来了冯开宇惊喜的叫声 十分自傲地道 云妹 小兄帮你踩来 怎么样 小兄的眼神够犀利吧 一眼就看到了这么个 哎呦 该死 嗖 一道惨壁的毒液 喷向了冯开宇 他慌晚之下 立刻加持上木系灵光护体 瞬间挡住了毒液的攻击 几乎没对他的护体光圈 造成什么伤害 毒液化作一道青烟散了 云婉和小容定睛瞧看 扑斥一笑 原来是条一阶小妖蛇 瞧把冯大师兄下的都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了 说话间 云婉射出一道兵剑树 冻结了盘在紫祸香草边的一阶妖蛇 冯开宇红着脸 善善地摘下紫祸香草 两手捏着根筋 殷勤地捧给了云婉 厚着脸皮黑黑笑道 小心使得万年传吗 小兄还以为是条三阶巨蟒 原来是条小小的绿妖蛇 让两位师妹见笑 嘿嘿 云婉接过 回头望向轻衣老者和叶灵 悠然道 这株灵草是炼制养颜单用的 适合我们女修哦 有我和小荣分了 你们三个都没意见吧 叶灵等人就根本没出什么力 点点头 同意了队长的分配 一行五人继续往洞穴中前行 途中又遇上灵星的灵矿石 都被当先开路的缝开鱼彩挖上 一块不剩的全部交给了队长云婉 叶灵看了连连摇头 心中暗叹 这个猥琐的家伙 对女修倒是够殷勤 只可惜人家未必领情 分别通往两个洞道 众人都是一愣 冯开鱼也为了难 又请教起队长来 云妹 我们走哪条道 这也不知道 那边是通往那与长老 说的洞中天地的 云婉晨音道 这个嘛 我怎会知晓 随便走一条了 要是前面不通 就返回来 绕进另一条去 叶灵却是借着洞壁灵矿 散发出的微弱光亮 远远望着幽暗的两条洞道 神色一变 赶忙指住众人道 且慢 叉道口有斗法的痕迹 还有人为的清理战场的痕迹 说不定有埋伏 呼扯 谁敢伏击我冯某人 冯开鱼傲然道 等他的目光听到叉道口 也看出有心翻的泥土的迹象 不由得脸色难看起来 第三十章 连杀四人 冯开鱼游子嘴硬 瞪了叶灵一眼 傲气十足地道 嗯 是有人曾经在这里斗过法 不过在我看来 应该是早来的前几批修士们干的 现在进来的修士中 绝对没有人会傻到伏击我 他们当中 能有几个恋气后期的修士 我心里又竖得很 叶灵一声冷笑 把目光转向了流性轻衣老者 问道 你若不信 可以请教这位老先生 如今叶灵猜到了 轻衣老者是金丹老怪 是万万不敢 直呼他为流道友的 只能尊称老先生 请教他 冯开鱼把眼珠子一瞪 仿佛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 十分不屑地道 这老头痴长了些年岁 也不过是恋气五层的修为 哈哈 你们要是胆小如鼠 畏首畏尾 就别跟着来了 冯开鱼故意要在两位 凤识宗的女兄面前 显摆微风 挺起胸脯来 大摇大摆地往岔路口走去 轻衣老者淡淡地道 前面两条洞道 各埋伏着一对云朵玉牌的弟子 都是恋气中气的修为 最高也不过恋气六层 你们几个多加点小心 应该可以顺利通过的 老朽给你们电话 叶灵心中暗喜 更加证实了之前的判断 看来这位金丹老怪自持身份 是不会主动出手攻击小辈的 所以他才选择殿后 云婉和小荣 都是诧异地回望老者 见他悠然自得地 拍出个酒葫芦来 灌了一口酒 仿佛对前面埋伏 得事情了如指掌 又好似满不在乎的样子 令二女暗暗称奇 冯开鱼听到老者的言语 又看看前面黑洞洞的两个洞道 心里也没了底儿 停住脚步 下意识地极力散开 练气七层的神石 查看前方的一切 突然间 冯开鱼面色一变 闪身了回来 在看向夜灵和轻衣老者时 脸上有些发烧 他压低声音道 姜还是老的辣 果然是老头儿有经验 前面真的有埋伏 是云苍中弟子 我练气七层的神石范围 是七十丈远 察觉到了他们 而他们却感知不到我的方位 咱们要不要猛冲过去 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冯开鱼时刻不忘在女修面前表现 虽然心里有些犯嘀咕 不知能不能抵住前面埋伏的围攻 但还是硬着头皮的叫嚣着 队长云丸咬牙切齿 冷哼道 这些该死的云苍宗弟子 仗着他们人多势众 把天然溶洞 视为他们宗派的私产 不仅在洞口敲诈我们的进洞前 还要再动到射服 想要杀人夺宝 哼 真是是可忍 孰不可忍 可不是吗 这些家伙该死 看小兄替云妹出气 不就是几个练气中期弟子吗 小兄一个揍他们八个 冯开宇豪气顿生 拍出三阶上品法器 又取出几张三阶上品灵符 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云婉看了十分满意 天游家伙 立刻施展射魂术 给他抛了个娇滴滴的魅眼 笑迎迎道 有冯大师兄为我们开道 小女子感激不尽 冯开宇立刻飘飘然起来 兴奋的都找不着北了 仿佛前面即便有成百上千的修士 他也恨不能去闯一闯 以搏家人一笑 小容脸上却有了些退缩之意 弱弱的道 冲过去被两队围攻 咱们有多少胜算 不如我们守在动道 等待时机 轻易老者不冷不淡的道 你们几个小娃娃指馆上 有老小的草人在 足以替你们抵挡一阵子 说着 轻易老者召唤出三个草人来 摇摇摆摆地冲上前去 夜灵会议 知道这金丹老怪 不愿意因为这等小事 多耽误功夫 于是冲着冯开宇激将道 冯兄还不上前开路吗 你要是只会吹牛 不付诸行动 在下这名小小的药师 就代替你去开路 冯开宇气得哇哇爆叫 谁说的 我说到做到 云妹 容妹 你们就瞧好吧 看小兄杀得他们七零八落 说话间 冯开宇加持上土盾护体 握了一把三阶上品雷灵斧 雷光闪烁 抢在草人的前面 杀气腾腾地猛冲了过去 云婉和小容随后 夜灵则保持在队伍中间 他回头看了一眼轻易老者 见他游子品着美酒 不紧不慢地走在最后 哄 岔道口传来地洞山摇般的响声 原来是冯开宇 憋着一股子气 不等伏击的云苍宗弟子出来 先打出了两道三阶上品五雷符 轰进了洞道中 煞时间 洞里传来哭爹喊妈的声音 显然是对方损伤不小 夜灵在后面看得分明 暗叹 别看冯开宇长相猥琐 又狂傲无比 但杀气人斗气法来 还真有骨子很近 不愧是玉须宗的精英弟子 这时 三个草人堵住了右边洞口 令里面文讯感到的 另一对云苍宗弟子 无法出来夹击 杀 冯开宇大声怒吓 挥舞着三阶雷笼服 对着炼气中期的云苍宗弟子 猛劈了过去 凤池宗的两名女修 也各自拍出法器灵符 一左一右前去协助 云婉给冯开宇喝彩鼓劲 高声喊喝道 冯大师兄威武 杀光他们 一个也不要留下 冯开宇顿时跟打了鸡血似的 发挥出了十二分的实力 往前一路猛冲猛砍起来 叶灵却没跟他们三个 一起杀进左洞 他和轻衣老者在一处 见轻衣老者背负着双手 仿佛没有出手的意思 心中明白 看样子 要杀进另一对的云苍宗弟子 给自己动手 叶灵把目光冷冷地扫向了 和草人站在一处的 四名云苍宗弟子 漠然间从储物袋中 拍出大把的极瓶齿叶藤种子 毫不客气地打出缠绕树 一上手就是杀手锏 在这昏暗的洞道里 叶灵不必顾忌许多 即便是南圣宗弟子 看到他的齿叶藤缠绕树 也无妨 因为他还披着斗力缩衣 谁能认得出他来 更何况 身边还有金丹老怪作证 即便叶灵遇上什么危险 他还能坐视不理吗 有了这两重宝杖 叶灵肆无忌惮地痛下杀手 韩星般的眸子中 犯出杀击 缠绕树接连打出 对面的云仓宗弟子 等时手忙脚乱 有两个正和草人争斗中 躲闪不及 不幸被齿叶藤缠上 被飞速生长的极瓶齿叶藤蔓 瞬间缠绕至死 剩下两人 堪堪躲闪过叶灵的缠绕树 却被三个草人合围 无法脱身 暗暗叫苦 在后面压阵的轻衣老者 看到叶灵这等手段 深邃的目光中流露出浓厚的兴趣 免须笑道 以叶小友的修为 能把木系缠绕树 施展得这么熟练 想必狠下了一番苦功的 如果能把二阶火荆棘的种子 掺杂在齿叶藤种子里 打出缠绕树的效果 会更加凌厉 不仅可以缠绕对方 还可以附带上灼烧的效果 叶灵心中一动 喜道 多谢老先生指点 嘿嘿 我现在就送他们归西 说话间 叶灵拍出二阶极品风雨扇 往扇中注入法力 对着被围困住的两人 用力扇去 卷出树道锋刃 甚至还夹杂着水球树的攻击 令那两个练器中期的修士 前后招架不住 连中品法医都被摧毁 闷哼一声 没命驾得往回冲 咕咚 草人儿绊倒了逃跑的修士 叶灵飞身赶上去 一记火球树 正中他的身上 爆开一团火焰 顿时被烧得灰飞烟灭 剩下最后一个云苍宗修士 吓得魂不附体 接连朝着叶灵打出冰刺服 然后又捏碎了一道神行服 掉头就跑 区区二阶中品灵服 也想伤及叶某 叶灵立刻加持上金钟护体 又捏碎了一张二阶极品护甲服 和极品神行服 无惧于冰刺服的轰击 进阶被叶灵的两重护体挡住 然后叶灵毫不迟疑地施展御风术 急速地追了上去 斩 叶灵祭出幽拳剑 一道幽蓝色的光滑闪过 伴随着一声淒厉的惨叫声 洞穿了最后一名云苍宗弟子 叶灵撤出幽拳剑 收起她的储物袋 又飞掠回来 坦然收了其他三人的 最后才持着剑 对着轻衣老者恭敬的一抱拳 想必老先生 对他们这些小修的储物袋看不上眼 在下就都收起了 轻衣老者微微一震 大有深意地望着叶灵 汗手笑道 好小子 够聪明 下手就够狠 他们的储物袋都归你 老夫不抢 这时 冯开宇和云婉 小戎三人合力 追杀了一对 返回来正准备助老者和叶灵一臂之力时 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三具尸体失衡就地 又洞深处 还隐隐倒下一个 云婉又瞥了一眼叶灵 见她提着闪烁着幽兰光滑的 二阶极瓶水灵剑 嘖嘖赞叹 原来叶药师出手也不弱呀 用的居然是二阶极瓶法器 一个人抢了四个储物袋 令小女佩服 冯开宇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她用三阶灵符轰杀了一个 又砍杀了两个炼器中期修士 一共才得三个储物袋 冯开宇皱起眉头 不悦道 就凭看一个炼器四层的药师 也能连杀四人 哼 我看多半是刘老头的三个草人弄死的 她负责去收的诗 得来得十分容易 叶灵懒得理她 更不会和她分辨 总而言之 到手的东西 就绝对不会吐出去了 叶灵一一打开储物袋 用神石戏桥 终于在一个储物袋中 发现一个地图预检 第31章 结交仙门长老 叶灵往地图预检中注入些许法力 立刻展开了整个地图的虚影 众人都凑过来 细细瞧看 松阳溶洞 妖兽灵草分布陆官图 于 叶灵眼前一亮 冷笑道 这是云仓宗与长老 给门人弟子发放的地图预检 他们云仓宗弟子有地图 而我们其他宗派 和封桥镇的散修却没有 于长老真是好算计啊 轻易劳者碾须笑道 他坐镇在溶洞入口的咽喉药道上 如果你们从洞中寻到什么天才地堡 贝纳斯看上眼的话 只怕是永远也出不去了 冯开宇 云婉和小荣纷纷恍悟过来 无一例外 都对云仓宗的余长老破口大骂 叶灵对照着地图预检 掐算着他们走过路线和方位 指着一处曲折回旋的虚影道 看 咱们现在的位置 就在这驱狼洞道的左侧 怪不得云仓宗弟子 可以事先埋伏下 看来他们的队长都有此图 一语提醒了冯开宇 他也赶忙寻找他得到的战利品 也在一个储物袋中发现此图 对照之下 一模一样 冯开宇气得暴跳如雷 好啊 果然如此 果然如此 云婉庆幸道 好在我们一举消灭了两支队伍 有了这张地图预检 再不必两眼一抹黑探路了 我们从地图上 寻找到前方容易设服的地方 提前烧架留神 就会避免伤亡 对对 还是云妹有主意 小兄这叫暗图所记 上前开路 冯开宇又开始大献殷勤 兴冲冲地使着御检带路 叶玲却没有他那么貌视 依旧走在队伍中间 把地图御检仔仔细细地看过了一遍 诚如轻衣老者所言 过了曲狼洞道后 是个方圆树石里的大洞 哪些地方分布有妖兽 灵草 叶玲都做到心里有数 轻衣老者对叶玲的一举一动 都看在眼里 颇为赞许地点头笑道 嗯 小娃娃品性不错 是个可造之才 不过姓鱼的那丝所绘制的并不全面 有些是有意不化的 有些却是他发现不了的 叶玲能被金丹老怪称赞了一句 心中高兴 以神识传音道 老先生道横高深 远胜过云苍中的鱼长老 无辈所不及也 这地图预检上有什么缺失之处 还请老先生指教 轻衣老者深邃的目光扫过叶玲 令他浑身打了个冷战 最后 轻衣老者收回了目光 也给叶玲神识传音道 小娃娃 终究还是被你看出来了 够聪明 你失成河门河派 在丰桥镇周边 既然敢自称要失 想必回春术达到一定造诣了 晚辈是要古宗主倾传弟子 叶玲 曾沿袭过门派秘术中阶回春术 晚辈妄称 要失是糊弄他们的 让前辈见笑 叶玲暗地里给老者传出神念 一五一十的河盘托出 又悄悄秀出了象征要古宗内门弟子身份的 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弄虚作假的 轻易老者年起虚然 同样是背着前面三人 单跟叶玲一人传音道 很好 我记得入主要古的是赵诗直 他能破格收你个练器四层的小修为图 说明他很有眼光 叶玲微微一正 自己的师父宗主赵元珍 竟然被他称呼作赵诗直 那么眼前这位金丹老怪 很可能就是天丹先门的金丹长老 叶玲小心翼翼地问道 莫非前辈是天丹先门的刘长老 哈哈 如此可叫 本长老天丹先门刘君堂 外出巡查至此 到了你们封桥镇 就听说新开启的溶洞之事 特地来看瞅瞅 哼哼 看来这一趟没有白来 光这驱狼洞道之下的兵林矿 木林矿 就足够像要古宗这样的小宗派 采蛙百年 先门长老刘君堂碾须微笑 用神识扫过叶玲的斗笠静致 倒想看看叶玲惊呆了的神情 但叶玲的神色依旧镇定如常 似乎一点也不意外 令刘长老刮目相看 宠辱不惊 心智极健 不错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你的资质太差 居然是哪一种灵根资质 都很一般的全灵根修饰 这让老夫为难了 若是资质稍好些 本长老定会带你去天丹先门修炼 叶玲虽然受到先门刘长老的夸赞 但又说到她的灵根资质上 这个是万万无法改变的 连金丹前辈都替她是扼腕叹息 心下黯然 毕竟修饰的灵根资质太差 无论是修炼的速度 还是将来的前途 都比不过灵根资质上下的修饰 资质太差者 若要强行修炼 所消耗修仙资源 是资质好的修饰的数倍 甚至数十倍 即便是先门也不会重点 去培养一个资质很寻常的弟子 但叶玲并没有因此而心灰意冷 她有先府玉佩 可以得到大量的修仙资源 甚至可以把一切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即便是现在 叶玲依然是同阶之中的强者 叶玲恭敬的神识传音道 刘长老 晚辈有难言之隐 不知当讲不当讲 假 先门刘长老心情格外的好 不知是因为 发现了这么一处灵脉溶动 还是很欣赏叶玲的品性和行事作风 连传出的神念都透着和蔼亲切 在我们药谷里 我曾得罪过住击期的周冲周长老 听说他是天单先门的二代弟子 先门任务 是来我们药谷做宗门长老三年 周冲处处为难晚辈 几乎预置晚辈于死地 不知刘长老能否约束此人 令他不再敌视晚辈 叶玲深知 这位先门长老 是跺一跺脚 可以让整个风桥 阵阵三颤的金丹老怪 无论从修为上还是辈分上 都远远高过师尊赵元珍 和周冲那老贼 有道是大树殷下好成两 叶玲算是抱定了这棵大树 先门刘长老若有所思的道 周冲 老夫有点印象 他是吴国周氏大修仙家族子弟 不过不是周氏嫡系 你是怎么得罪他的 叶玲一听 竟然是吴国大修仙家族子弟 心里翻了个个儿 看来周冲老贼的来头还不小 于是 叶玲刻意隐去仙府玉佩不说 把当初还是练弃一层小修石 从云苍山采药回来 被云苍宗外门弟子追杀之事 细细讲述了一遍 最后叶玲道 当初回谷时遇上周冲 他非要说天降宝光 打那之后 周冲便对我怀上了 甚至在外门弟子大笔上 我伤了他的得意弟子 令他对我的恨意更深 天降宝光 仙门流长老 目光中闪出一丝异色 好奇地问道 叶玲面不改色 心不跳 点了点头道 当时晚辈逃得小命要紧 并未发觉有什么宝光 或许是云苍中外门弟子 打下来的一阶法器 也未可知 总之 晚辈是不曾见过宝光 更没有得到周冲说的 什么逆天的功法遇见 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说话间 叶玲为了取信仙门长老 把储物袋拿给他看 还解开缩衣 连怀中挂着的白玉佩 都不必刘长老 任由他查看 刘长老身为金丹老怪 神识是何等的强大 再加上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即便叶玲不打开储物袋 他照样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一切看罢之后 仙门长老刘军堂点点头道 此事错不在你 一定是周冲那斯寻宝未果 恼羞成怒 迁怒于你 后来你又伤了那斯的宝贝徒弟 更说明他气量狭小 放心 此事交在老夫身上 保管让他不敢对你如之河 不过 你要谨记一言 像周氏这样的大修仙家族 能不得罪 尽量就不要去招惹 是 前辈之言 晚辈谨记 叶玲心中大喜 虽然不能说是 除去了一个眼中钉 肉中刺 但也得到了仙门长老的保证 至少可以 令他暂时无忧 两人一路之上 用神识传音地交谈着 叶玲得知 刘长老也是散修出身之后 心中更加的敬佩 除此之外 叶玲还了解到 刘长老能达到今日的高度 除了天资卓绝以外 在品性和形式上 和叶玲有许多相似之处 这也怪不得两人投缘 就在叶玲向刘长老 请教采药炼丹意图的经验时 前方开路的逢开语 兴奋地叫喊道 哈哈 终于出来了 什么破曲狼动道 绕得跟迷宫似的 这一路费了好半天劲 叶玲顺着前方亮光看去 一行人果然绕出了曲狼动道 应该到了地图玉检上 标注的数十里方圆的大洞吗 众人鱼贯而出 只觉得眼前豁然开朗 仿佛来到了一片幽暗的天地之中 高高的洞顶 就好像是苍穹一般 再急目望去 一眼望不到边际 甚至还有山巒土丘相隔 云丸抢过缝开语手中的地图玉检 瞧看之后 喜到 这一带生长着许多背影的灵草 按着地图玉检上的妖兽分布来看 此地有一阶和二阶的草球妖出没 咱们一边挖灵草灵矿 一边提防着草球妖的偷袭 缝开语洋洋得意 一脸的不在乎 不就是一阶和二阶的草球妖吗 那有什么好怕的 连只三阶妖兽都没有 无去知己 仙门流长老 悄然散开神识 懒得提醒他 只给夜灵传了一道神念 附近两百丈远近 有一只二阶草球妖的妖王 个头比一般草球妖大多了 你要小心 第32章 妙手回春 天单仙门的刘长老 单单给夜灵神识传音 对冯开语 云婉等人直接无视 显然 他也很不看好夜灵的队友 二阶草球妖王 夜灵心神一阵 立刻捏碎一张极品护甲符 加持在精中护体之上 冯开语见了夜灵谨慎的模样 哈哈大笑 在凤池宗的两位女兄面前出言嘲讽 达到贬低夜灵抬高自己的目的 云婉复之一笑 小荣却十分理解得到 夜药师的治疗之术 关系着我们队伍的安危 她修为较低 加持上护体和护甲符 很有必要 说着 小荣也加持了赤红光滑的火系护体 还从储物带 这拍出一对二阶极品火灵环来 光灿灿的夺人二母 就在这时 一道清光一闪而逝 冯开语他们三个都没有发觉 唯有夜灵双眸微不可查的一闪 竟然不见了清衣老者刘长老的身影 夜灵 本长老要独自去溶洞深处探宝 你好自为之 大洞深处 隐约传来刘长老的神念 夜灵凝目望去 直到清光彻底消失不见了 这才回过神来 心中暗叹 天丹仙门的刘长老 不愧是金丹老怪 剑光速度远超过宗里的铸鸡七长老们 若有朝一日 我也有足够的实力 驾着剑光横冲直撞地闯进凶险之地 无拘于一切低阶妖兽 那该多好 咦 人呢 你们 谁见刘道友去了何处 队长云婉莫地惊觉 刘姓清衣老者 方才还在他们身边 转眼就不见了 小容也是惊呼一声 刚出了驱狼洞道 就走失了一位队友 令他们惊疑不止 夜灵不动声色地道 兴许她见到此间天地广阔 去了别处才要去了 缝开于冷亨道 老家伙走了正好 进大洞寻宝 有咱们四个人足矣 还能分得的战利品多些 嘿嘿 看地图预检上标注的 这一代都是一阶和二阶的灵草 随我来吧 缝开于在两个女兄面前 极尽逞强好胜之能 连投钱带路 都是一副大师兄的派头 夜灵见这个猪一样的队友 依仗着练气后期的修为 如此狂傲和大义 恨不能让她多吃些苦头才好 所以并不提醒前方 有二阶草球妖王之事 只是冷眼旁观着 嘿 哪里逃 缝开于的神识 锁定了一个草团式的绿营 祭出雷灵斧 猛力劈下 碰 一只一阶草球妖爆开 散出一堆杂草 一团核桃大小绿光 从中飘逸而出 缝开于点指掐绝 把这一小团绿光招入手中 收进瓷瓶里 颇为得意地回头笑道 嘿嘿 云妹 待会儿收集到足够的草球妖的妖魄 小兄一个都不要 全送给你 拿回去或在方式上卖掉 或者请练丹师练制成妖丹 可以小赚一笔 那感情好 云婉笑盈盈的轻点针手 勾魂射魄的抛了个媚眼 简直是把冯开于 玩弄于鼓掌之间 叶玲对两人的打情骂靠 丝毫不感兴趣 她感兴趣的 只是冯开于的那一首招魂术 和肃琴在长西原野上 施展过的如出一辙 都是收集兽魂 兽魄之术 叶玲打算投其所好 不失实际地吹捧几句 悠然道 冯师兄 你的招魂术 从哪里学来的 有招魂术预检吗 我可以用灵石 或者其他物品 与你交换 冯开宇瞪了叶玲一眼 深怪他半道子插一截 打搅了冯开宇 和云婉的说笑 冯开宇很不耐烦地道 本师兄的招魂术 是跟宗理的筑基师叔所学 岂是你个小小药师 能领悟得了的 你这穷修 能有几块灵石跟我换 不卖不卖 除非是云婉和小荣药学 本师兄一定亲男儿子 叶玲随口呕了一声 也不动怒 心中却是一阵冷笑 更是打定了 主意冷眼旁观 眼看着他 接近二阶草丘妖王 栽个大跟头才好 果然 小队往前 行进了百余丈远 小荣看到草丛中 有一株晶莹发亮的灵草 又惊又喜 正要飞掠上前采摘 却被叶玲一把拽住 我发现了一株灵草 你拉我作甚 小荣又气又急 对叶玲貌貌失失的 这一举动 十分不解 冯开宇大献殷勤 嘿嘿笑道 由小兄代劳 小荣师妹眼针间 竟然发现了一株 二阶极品金露花 是酿制极品金露零酒的主要材 正在这时 冯开宇踏进的草丛 突然往下伸陷 冯开宇猝不及防 立刻被吸了进去 不好 啊 一声惨叫 冯开宇情急之下 拼命加持上金光护体 纵身往起一跃 右手持着三阶上品雷灵斧 狠狠往下一砸 碰 一声闷响 草丛的杂草四箭 冯开宇仓皇中逃的性命 右腿上却是像草绳勒破一样 三阶法衣也破了 渗出不少鲜血来 So 一个两人多高的大草团 平地拔起 就像滚雪球似的滚向冯开宇 云婉和小荣齐齐花容失色 惊叫道 是二阶草球妖王 冯师兄当心 冯开宇此刻右腿受伤 疼得直哼哼 额头上也见了汗 脸色更是煞白 他见二阶草球妖王滚来 情势危急 赶忙拍出一碟三阶福禄 奋力打向大草团 哄 又是一阵杂草四散 大草球被轰得凹凸不平 草皮也掉了一地 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二大小了 夜灵见缝开宇吃足了苦头 还挥霍了不少三阶灵符 直到这时 夜灵才喊吓一声 杀 大家伙一起上 云婉和小荣也从惊吓中回过神来 进入战斗的状态 二女一个打出兵剑术 一个祭出火灵环 上前围堵二阶草球妖王 夜灵干脆祭出了二阶极品法器风雨扇 对着草球妖王一阵猛山 挥出树道锋刃和水剑术 附带有迟缓效果 立刻使得草球妖王的行动慢了下来 云婉见状大喜 高叫道 夜要湿 好样的 小荣 快施展火系倒数 草球妖天性畏火 这个二阶的妖王也不例外 小荣一手持着火灵环 一手打出火球术 眉宇之间杀气十足 恨不能立刻烧光这个大草团 冯开宇似乎想起了什么 忙道 我这里还有几张三阶上品烈焰符 你们闪开了 冯开宇拍出符咒 一瘸一拐地冲了过来 充满愤恨地把烈焰符 轰向草球妖王 哄 火势飞腾而起 大草团立刻被火势吞没 瞬间烧成了草灰 夜灵在一旁看得分明 则则叹道 三阶符咒的威力果然强大 只削几张福禄便可以轰杀二阶妖王 还是练气后期修士 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冯开宇长出了一口气 故技重施 招魂术把二阶草球妖王的兽魄 收进了磁瓶后 一屁股坐倒 连声叹息 真是晦气 这只草球妖王也没有兽魂 只有不大值钱的兽魄 亏了亏了 哎呦呦 我的腿呢 冯开宇试着服下几粒三阶上品还灵丹 打坐恢复元气 无奈腿上的伤势太重 靠单药的灵气恢复 一时半刻 如何能见好 叶药师 请你来看看 我这腿上的伤势 能否医治得好 到了此刻 冯开宇脸皮到后 低声下气地央起叶灵来 云婉和小荣 也是一脸的关切之色 他们关心的 倒不是冯开宇的死活 关键是 冯开宇若是不能行动了 会大大削弱了小队的战力 不利于在溶洞中的下一步寻宝 队长云婉终于发话 叶药师 你就给他看看吧 先前冯师兄的言语不周 你切莫放在心上 冯开宇连声道 是是 方才是小兄多有不敬 叶老弟何必往心里去 叶灵淡淡地道 给你治疗腿伤 容易得很 不过冯师兄的招魂术嘛 在下十分感兴趣 有 这是招魂术的预检 叶老弟请笑呢 冯开宇道很识相 赶紧从储物袋中 拍出预检地上 叶灵用神识一扫 满意地点点头 这才往右手灌注法力 拖起了一团精英的绿光 在冯开宇伤腿上一洒 伤势随着精英的绿光散去 彻底复原 嘿嘿 区区小伤 难不倒叶茂 叶灵悠然道 细细地查看起招魂术预检 原来此术并不复杂 轻易便可掌握 哪里像冯开宇说得那么难 冯开宇丝毫不痛了 站起身来 活动活动筋骨 一脸的喜色 连连挑大指称赞 叶老弟的治疗之术 真是精妙绝伦哪 让小兄大开眼界 云丸也直冲着叶灵魅笑 开始他和小荣 还对叶灵的治疗之术不大放心 如今眼见为时 这么快便治疗好了冯师兄的外伤 足见其回神术的精湛 今后我等还要仰仗叶道友的治疗之术 还望叶道友能及时相助 三人对叶灵的看法彻底改观 竟是讨好之意 冯开宇还补充道 我建议队长在分配战利品时 多给叶老弟一份 算是咱们的疗伤费用 叶灵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算是回应 淡淡地道 叶某此行 主要是为了采药来的 对这里的灵草十分感兴趣 等遇上什么稀有灵草时 分我一株也就是了 至于这株极品金鹿花嘛 你们爱谁要谁要 我不稀罕 没问题 在遇上灵草之类的 优先考虑分给叶道友 队长云婉嫣然一笑 收起了金鹿花 小队继续往大溶洞进发 第33章 追逐 叶灵等人一路寻觅灵草 砍杀草求妖 总算穿过了这片草地 急目望去 幽暗辽远的大溶洞中 已然有不少通过 驱狼洞道的修士小队 在各处寻宝猎妖 到处都是法器 到处的光滑闪烁 冯开宇在头前带路 正不知去哪个方向历练好 回望询问队长云婉 一副唯命侍从的样子 云婉拖着地图预检 注入些许法力 散开溶洞地图的虚影 备注着草地西北 分布有上品寒玉梅数十株 附近有二阶数妖守护 云婉喜道 上品寒玉梅的梅花 是炼制养颜丹的药材之一 就是那边 离我们最近了 逢开宇一听 又是个大献殷勤的好机会 怎能错过 立刻随声附和 叶灵对这样的灵草并不感兴趣 但她看到 云婉和小荣二女 对寒玉梅十分上心和急切 也无可奈何了 只好随着小队同去 因为在这天然的溶洞中 任何人都没有门规的约束 弱肉强食 圣者为王这种事情太常见了 叶灵可没有留长老的实力 如果在溶洞中掉了队 只有被其他小队盯上 落得个被杀人夺宝的下场 逢开宇兴冲冲地带领小队 往西北方向直冲 甚至可以远远望见一片 朦胧的玉树穷花 枝叶交错 似乎散发着淡淡的灵气 正是寒玉梅聚集的小树林 逢开宇恨不能一步跑道 后面的云碗和小龙 也是一阵惊喜的叫声 但是等到小队到了境前 却立刻傻眼了 早已有一对修士占据此地 正在梅花的眼影中 清理寒玉梅林中的二接树妖 什么人 这里是我们的地盘 你们四个滚远点 一个满面求然的大汉 冲着冯开宇 叶灵等四人大声喊吓 气焰嚣张 十分霸道 冯开宇见他只不过是 练气六层的修为 火气上涌 不屑地道 两位师妹莫怕 敢对我们无礼 但等到冯开宇进前一看 瞅见了对面的大汉腰间 挂着的是火焰状的玉牌 竟然是南圣宗的修士 冯开宇就感到有些不妙 在等着对方的小队 砍翻了一个束腰 陆续从韩玉梅林走出时 为首的赫然是一个 练气八层的玄色衣衫的队长 冯开宇彻底傻眼了 赶忙点头哈腰地裴笑道 啊 不知是南圣宗的队伍再次历练 我等误闯了进来 不知者不罪 你们继续 嗯 南圣宗的悬疑男子沉声鹤问 目光如刀 冷冷地扫过冯开宇 冯开宇 记铃铃打个冷战 事到如今 他也顾不得颜面了 连连打工作一 没有没有 小弟天胆 也不敢得罪贵宗的人 阮师兄 快看 他们队的女修手里 似乎有地图欲捡 红杏求然大汉 注意云婉和小龙很久了 看到云婉手中之物 脱口而出 提醒了练气八层的阮师兄 南圣宗小队的其他人 立刻把目光转移到了云婉身上 个个露出惊喜之色 嘖嘖叹道 哎呀 这两个女修长的水灵 看他们挂着的玉牌 是凤石宗的美女啊 阮师兄 咱们还等什么 动手吧 对对 抢了他们的地图欲捡 还有这两个女修 简直是上好的炉顶了 云婉和小龙脸色大变 连缝开宇都经了几两骨都冒冷气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 悬疑男子立声道 去 你们几个抓女修 要活的 顺便把那余翁收拾了 我去对付这个 爱手爱脚的家伙 男圣宗的小队 如狼似虎地扑来 冯开宇见识不妙 第一个撒腿掉头就跑 甚至还捏碎了三阶神行符 加快了速度 快跑 云婉惊呼一声 与小龙各自施展御风树飞奔 真够一浅 叶灵见冯开宇不顾小队 仓皇逃命的模样 心中叹息 冯开宇是唯一有希望 能与悬疑修士一战的人 只要拖延住一两炷香的功夫 叶灵就有机会 与云婉和小龙 联手收拾了余下的人 至少也有七分胜算 如今冯开宇胆小如鼠 丝毫没有战役 临阵逃窜 叶灵是无法独自去面对 炼气八层的强者的 于是他拍出了灵兽带中火雕 不慌不忙地骑了上去 也只有悄然离去 男圣宗满面求然的大汉 见渔翁打扮的修士 竟然骑上二阶飞禽逃顿 又惊又怒 渔翁竟然有二阶飞禽 看来是个有钱的主 阮师兄 你的身法最快 看能否追上他 叶灵远远地听到 脸上露出凝重之色 那个悬疑修士练气八层 要是施展御风术 在加持上三阶极品神星服的话 火雕未必能飞得过他 叶灵冷不丁地回头瞧去 倒抽了一口冷气 就见他悬疑修士的身法之快 超出了他的想象 御风术施展的炉火纯青 有如一道旋风似的卷来 不妙 是风修 看情形 他的风铃根天姿不弱 叶灵赶紧拍打火雕 甚至还给他喂食了几粒火灵丹 令其速速飞行 与此同时 叶灵从储物袋中 拍出一大把极品齿叶藤种子 和一碟二阶极品灵符 已被不测 天上地下 一人一雕 不大会儿的功夫 叶灵和悬疑修士 都远离了寒玉梅 叶灵往溶洞深处追逐而去 叶灵只恨这二阶火雕飞得不够快 也不够高 终究还是低阶坐骑 无法与助击长老们的飞剑媲美 更别提仙门流长老 那眨眼似的剑光了 叶灵又深知 骑着火雕十分显眼 要是在被别的队伍碰上 围追堵截 就更加糟糕了 所以他只贴着西边的溶洞洞壁 往幽暗之处飞去 最坏的结果 找个悬疑修士看不到的地方谁隐 赌他不会灵木树 叶灵回头望见那悬疑修士 又加持了一道三阶极品神星服 似乎非要追杀他不可 叶灵不由地做起了最坏的打算来 跑不了就涉险谁意 如果对方会灵木树的话 那么叶灵只能与他背水一战 渔翁 哪里逃 你要是肯交出坐骑火雕 阮大爷饶你不死 悬疑修士在后面紧追不舍 力声高叫道 叶灵嘴上也不肯服输 一阵冷笑道 哈 你当我是傻子吗 交出了火雕 连个逃跑的坐骑都没有了 你还会饶过我 有本事 就一直消耗三阶极品神星服 看是你的灵符多 还是我的火雕飞得更吃久 男圣宗的悬疑修士 脸色铁青 每消耗一张三阶极品神星服 他的心头就在滴血 这都是几百零食一张的 再消耗下去 都够买一只火雕的了 现在悬疑修士也在赌 赌这渔翁 除了火雕之外 还有不少零食 否则他这一路追杀下来 杀人夺宝也未必能得到多少好处 但是如果不追 前面消耗的灵符都白费了 血本无归 所以悬疑修士也是溅在弦上 不得不发 只能与叶灵僵持下去 悬疑修士最后心中大吉 立刻拍出一瓶三阶极品环神丹来 颇为肉痛地灌下好几粒 御风术施展到了极致 几乎划出了风之残影 看你还往哪里跑 悬疑修士好容易赶上了叶灵的火雕 仰天打出锋刃 一阵的破空声响 叶灵大吃一惊 赶忙低头闪身躲过这一击 但叶灵试图驾着火雕 往高空飞去 却发现这是徒劳 火雕奋力往上飞了几丈 却是无论如何也再飞不高了 反而有力竭的迹象 底下的悬疑修士一阵凝笑 要不是他怕伤及了很值钱的火雕 早就几道风刃斩出 连人带雕 把叶灵斩落了 你尽烦死定了 快我滚下来 你的火雕 已然是强弩之末 用不了多久 就会立即而死 哈哈 面对悬疑修士的叫嚣 叶灵寒心般的眸子中 犯出强烈的战意 叶灵从袖中 融出一大把二阶极品灵符 寻找着机会 心中暗道 一味的逃顿 终究不是办法 对付他 先用灵符轰击 打定了主意 叶灵给火雕传出神念 命其用火球术 轰击悬疑修士 与此同时 叶灵的二阶极品烈焰符 五雷符 巨木符等等 铺天盖地地 往悬疑修士身上招呼 哄 这么多二阶灵符洒下 震得地动山摇 令练气八层的悬疑修士 叫苦不迭 积极施展御风树 来回躲闪 火雕盘旋飞翔 吐出火球 对悬疑修士 也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悬疑修士一个不留神 被树刀烈焰符同时击中 加持的护体光照 险些不稳 悬疑修士大怒 事到如今 也顾不得这只火雕的死活了 破口大骂道 该死 让你知道知道 软带得厉害 风卷残云 煞世间 悬疑修士双臂聚拢 耗费了大量法力 聚拢出一道风之漩涡 如旋风般的冲天起 卷向了火雕上的夜灵 夜灵的神色 露出前所未有的凝重 赶忙拍出一大把 二阶极品护甲符 灌注上全身法力 迎着风卷残云打了下去 哇 数十道护甲符 在半空中 护盾之体 瞬间削弱了风卷残云的风势 第三十四章 大开杀箭 南圣宗的软性悬疑修士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风卷残云 被夜灵破掉 暗暗心惊 不知道这火雕上的渔翁 到底有多少二阶极品灵符 与此同时 他望向夜灵的目光 更加热气了 既然有如此多的灵符 除代理的零食宝物 肯定少不了 软性修士大叫道 你敢下来跟我斗法吗 有本事的 下来跟我一战 夜灵一阵冷笑 激将没用 你当我是三岁的小孩子吗 你即便是炼七八层 又能奈我何 术不奉陪 告辞了 夜灵拍打着火雕掉头就跑 贴着溶洞岩壁飞去 软性悬疑修士大怒 继续施展御风树脊椎 夜灵回头一看 目光中泛出寒意 暗道这次给脸不要脸 竟然还在紧追不舍 夜灵从储物袋中 拍出一大把极瓶齿叶藤种子 一边留意追来的悬疑修士 彻底收拾了此人 悬疑修士只顾着追逐火雕 根本没有留意脚下山岩的崎岖不平 仗着御风树高掘 速度丝毫慢下来的迹象 眼看他飞奔到了怪事灵巡的乱石滩中 夜灵默地掉转了火雕 又撒下一大把二阶极品灵符来 软性 悬疑修士连连闪避 气得浑身发抖 大声嚷道 看你还有多少灵符 待你的灵符用尽 本修定将你碎尸万段 就在悬疑修士疲于应付之际 夜灵在灵符中 掺杂了大量的极品齿叶藤种子 施展缠绕树 居高临下地向他打去 悬疑修士只看到满天的绿点闪烁 不知是什么东西 赶忙后撤 但他哪里知晓 夜灵足足抛洒出一把之多 终究有绿点打在了悬疑修士的腿上 瞬间绿光缠绕 极品齿叶藤腕 飞速地生长起来 悬疑修士大吃一惊 赶忙用三阶上品风铃刀 斩断蔓延的齿叶藤 就在这时 夜灵又打出缠绕树 接连撒出两把齿叶藤种子来 哎呦 悬疑修士痛呼一声 又避中了缠绕树 赶忙把风铃刀交到左手 斩断藤腕 但极品齿叶藤腕的尖刺 已然刺穿他的护体光照 令他的护体不稳 夜灵在火雕上看准时机 飞速地打下数张五雷符 轰得他护体光圈 迅速暗淡下去 紧接着 夜灵又服下了几粒如意转神丹 急速地恢复着法力 接连不断地打出齿叶藤缠绕树 试图困死这个炼气八层的强者 到了现在 悬疑修士心胆剧烈 再无战意 好容易正开缠绕的齿叶藤腕 几乎满身都是伤痕累累 赶忙地抽射退后 夜灵一边吞下如意转神丹 急速恢复法力 一边不计本钱的大把大把 打出缠绕树 急凭齿叶藤腕 在乱石滩上疯狂地蔓延生长着 封死了悬疑修士的所有退路 想跑 没那么容易 夜灵的双目中泛出寒意 猛地从储物袋中 拍出半麻袋的急凭齿叶藤种子 悬疑修士一脸的绝望之色 不甘地大叫道 这么多齿叶藤种子 原来在长溪边的妖恶洞中 少宗主是死在了你的手里 夜灵寒心般的眸子中 泛出凛冽的杀迹 如今更不能留着它了 夜灵一口气吞下了十几粒如意转神丹 运足了法力施展缠绕树 撒下半麻袋的极品 齿叶藤种子 去死吧 现在明悟过来 太迟了 随着夜灵清冷的声音响起 乱石滩竟成了极品 齿叶藤灵 无数的齿叶藤生长起来 瞬间淹没了炼气八层的悬疑修士 悬疑修士 甚至没来得及惨叫一声 就成为了齿叶藤腕的养料 夜灵在火雕上尝出了一口气 待所有齿叶藤蔓都生长至极限时 这才暗落火雕 捡起一堆白骨边上的储物袋 还有饼散发着灰芒的三阶上品风铃刀 夜灵从她的储物袋中 倒出了数十块中品零食 还有一小碟三阶极品零符 除此之外 就是两片几乎被磨光了的预剑 南圣宗精细护盾绝 中阶金光盾 风细群弓倒数 风卷残云 夜灵的毛子中泛出异彩 这两样倒数都很稀罕之物 中阶金光盾 历来都是南圣宗的不传之秘 就和耀古宗的中阶回神术一样 只有宗主的清传弟子 或少数为门派立功的精英弟子 才有机缘习得 而风系群弓倒数的风卷残云 夜灵是亲眼建设它的威力 在风桥阵方式上 也极难买到群弓倒数的 只有针对单体攻击的锋刃 夜灵匆匆收起战利品 夹着火雕返回 现在还不是沿袭倒数的时候 在这天然的大溶洞中 单独行动太危险 只有早早地离开这是非之地 寻找到失散的队友 才有机会与其他寻宝的修士小队抗衡 也不知冯开宇 云婉和小荣逃到了哪里 本应该事先都准备好传音符的 只可惜 凤驰宗的云婉 这个队长太不称职 只好返回韩玉梅灵寻觅了 练弃八层的悬衣修士一死 剩下的四个南圣宗弟子 修为的最高不过是练器六层而已 夜灵仗着火雕和诸多二阶灵符 无惧于这些同阶修士 赶到了韩玉梅灵附近 夜灵急目望去 远远的一处偏僻的角落里 隐隐有法器和倒数的光滑闪烁 在天然溶洞的极左 这附近除了南圣宗小队 就是我们队伍了 想必斗法的定是他们 待夜灵飞进鞋时 宁目一瞧 果不其然 赫然是三位队友 面对四个南圣宗弟子的围攻 正在苦苦支撑 夜灵微微一震 暗道冯开宇 好歹也是玉虚宗的精英弟子 练器七层的存在 怎么加上云婉和小荣 连一对练器中期的修饰 也对付不了 夜灵没有造次 悄然按蜡下火雕 立刻施展神影树 悄悄地摸了过去 等她来到镜前 一切都尽收眼底 只见冯开宇身上血迹斑斑 身上的护体光圈也几乎透明 游子黑着脸支撑着 在看云婉和小荣 一个类的娇喘微微 一个却在着急的 引下上品金鹿零酒 急着恢复法力 再看对面的男胜宗修士 由练器六层的 求然大汉指挥者 斗法用的都是二阶上品 乃至极品的精细法器 凶悍至极 夜灵暗叹 怪不得人们总说 男胜宗是 风桥镇周边第一大宗门 不仅宗主唐雄的修为最高 达到了筑基九层的境界 就连手下的门人弟子 用的法器的品项都不错 在装备上 在他们眼里 练器八层的阮师兄 是静动的修士中 修为最强悍的 即便是追不上渔翁 也绝对不会落败 求然大汉 一脸兴奋的大呼小叫 大家伙加把劲 他们扛不住了 灭掉这个玉须宗的家伙 那两个女修 就是咱们的 说着 求然大汉肆无忌惮地 打量着云婉和小龙 恨不能把眼珠子瞪出来 法器挥动得更加卖力了 杀 干掉这家伙 让阮师兄回来瞧瞧 咱们也能砍翻 练器后期的修士了 叶玲在水影状态中 冷眼瞧着 等待着时机 她实在搞不明白 冯开宇这丝 是怎么逃跑的 当初数她溜得最快 如今还不是 被男胜宗的修士们围攻 逃跑得真是失败 小龙恢复了几分法力 也加入了战团 大声道 冯师兄 还有三接灵符吗 再给他们来一下子 冯开宇铁青着脸 不答话 紧咬着牙关 抵挡着两名 男胜宗弟子的攻击 对面的囚然大汉狂笑道 三接灵符 她的三接灵符 早就消耗光了 愣是没有伤到 我们的金光盾护体 弟兄们 加把劲 啊 就在囚然大汉 得一道极致时 一道寒光从她背后展过 刹那间 冻穿了她的后心 只留下一声 凄厉的惨叫 叶玲从水影中显现 寒星般的眸子中 闪现出一阵冷冰的杀机 这一变化太剧烈 让掌握着 巨大优势的男胜宗弟子 一个个满脸惊骇 心仿佛沉到了深渊 那个渔翁没死 阮师兄怎么没有追到她 莫非被她甩脱了不成 为红师兄报仇 反观对面 冯开宇 云婉和小龙 看到夜药师的凭空显现 一击便灭掉了 得意过头的红杏囚然大汉 三人都是面露喜色 冯开宇精神一震 大呼道 夜药师来得及时 咱们四个揍三个 让他们也尝尝憋屈的滋味 夜灵毫不客气地 打出一碟二阶极品灵符 轰向了惊骇中的男胜宗弟子 哄 一个男胜宗弟子猝不及防 被几张破魔符 轰成了一团血雾 余下的最后两名男胜宗弟子 吓得没命驾地奔逃 只恨少伸了两条腿 游子呼喊着 不好 她的灵符厉害 快跑 该死的 她怎么会有这么多灵符 这边云婉来了尽头 和小龙还有缝开宇 气势大振 纷纷追赶 夜灵冷眼瞧看 见男胜宗的 两条漏网之鱼 都不会遇风数 嘴角抿起了一个弧度 架起了火雕追出 夜要失 赶尽杀绝 一个不胜 小龙眉宇间杀气逼人 狠狠地瞪着落荒而逃的 男胜宗修士 缝开宇也抖擞起了威风 大声道 能抓活的就抓活的 老子要把这两个小崽子 练了魂 气煞我也 第35章 如意冰临果 夜灵架着火雕 赶上男胜宗 小队余下的两名修士 双目中 闪出一丝利涩 轰下了 数道二阶极品冰冻符 卡拉 伴随着一阵冰封的声响 两人 立刻被冻成冰雕 干得好 冯开宇大喜过望 提着雷灵符 赶了过来 正打算好好地折磨 这两人一番 轰 轰 两张五雷符 凌空落下 瞬间轰碎了冰雕 男胜宗的两名修士 请客毙命 冯开宇愕然地望着 从火雕上跳下来的夜药师 皱眉道 夜药师 你这是何意 我还没有好好的 收拾他们一番 没有让他们 在痛苦中死去 不过瘾啊 夜灵冷冷地道 二阶极品冰冻符冰冻的时间 只有两夕 杀得迟了 难免夜长梦多 小容却对夜灵的杀法 果断无限的膜拜 连双眸中 都是一彩连连 巧笑嫣然道 还是夜药师的出手果断 小容佩服 队长云婉 也长出了一口气 赶紧坐下来 信念流畔 望向夜灵的目光中 尽是复杂之色 常叹道 这次多亏了夜药师 及时赶来相救 要不然我们的小命不保 冯开宇 也忙着恢复法力 正准备在低声下气地 请夜灵给他疗伤 忽然想起了什么 赶忙问道 夜药师 南圣宗的那炼器 八层的队长呢 他不是去追你了吗 夜灵根本不打算 告诉他们实情 毕竟以他炼器四层的修为 灭掉一个炼器 八层的强者 太过匪夷所思了 还会引起队友们的猜疑 说不定还会推测出 他身怀一宝 再惦记上他的宝物 于是 夜灵随口扯了个谎 淡淡地道 那个悬疑修士啊 他的脚程慢 终究没有碾上我的火雕 被我甩丢了 呵呵 想必他现在也在往回赶 众人脸色一变 纷纷一跃而起 恨不能撒脚如飞地 继续奔逃 夜灵看了他们的斗志 唯有摇头叹息 喝住众人道 他只有一个人 我们这里有御虚宗的精英弟子 冯开宇冯大师兄呢 怕他坐肾 是不是啊 我的冯大师兄 三人这才醒悟过来 可不是吗 现在小队的队员聚齐 四个对付一个 有什么好怕的 于是都停住了脚步 继续回来打坐恢复 冯开宇 被夜灵说得满面羞残 脸上 红一阵白一阵的 只是善善地坐了回来 连牛皮都不敢吹了 但众人的法力 恢复得差不多了 队长云婉 催促着众人赶路 这回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一行四人 跟其余在溶洞寻宝的修士小队 保持着一定距离 等看清楚对方的修为 然后才定夺该离去 还是留下来 争抢溶洞中的天才地宝 网洞中了行进了十余里 夜灵等人收获颇丰 采摘到不少一街道三街的灵草 和地图预检上记载的 大致相仿 四人走到一处幽暗的山栏间 这里弥漫着阴寒之气 冷风刺骨 夜灵往地图预检里 注入了些许法力 展开地图虚影 只见此处 只是简单地标注了 冰灵矿三个字 显然云仓宗的渔长 老曾驾着剑光 匆匆来过这里 但是只发现 这阴寒幽暗的深山中 蕴含着冰灵矿 至于里面有什么品质的灵草 想必连他也没有细看 冯开宇看过地图预检之后 再看看这深山到处都是冰寒之气 骤起眉头道 这里只有冰灵矿 咱们去别的地方吧 夜灵却提议道 不 这深山中 是渔长老 没有细细搜寻的地方 想必还有不少灵物 咱们既然路过此地 岂能错过 你们瞧 那边有好几对修士 都匆匆忙忙地进山了 咱们也进 冯开宇 云婉和小荣 都凝望向夜灵所指的地方 果然有不少修士小队 从广阔的溶洞中赶来 还有些陌生的队伍 估计是早入洞的前几批修士 也蜂拥而来 不约而同地闯入 这冰寒深山 众人精神一阵 相互递个眼色 都加持上神行符 从冰寒深山的西山口进入 夜灵只因此的修士来得太多 她也不便拍出灵寿袋的火雕 以免被其他队伍的修士 惦记上 惹来杀身之祸 所以夜灵 也施展开宇 风术奔跑 在加持上 神行符速度快了一倍 甚至比练弃七层的 冯开宇还要快 但她依旧 刻意地放慢了脚步 落在了冯开宇身后 一路之上 遇上好几队进山的队伍 冯开宇 云婉和小龙三个 都好像是惊弓之鸟一样 看到别的队伍靠近 都做出一副 随时进入 准备战斗的样子 谁知令他们有些失望的是 这些小队 竟然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只顾着赶路 往深山里 飞速穿行 队长云婉差一道 咦 奇怪 难道山中 真有什么天才地宝 吸引来如此众多的队伍 甚至连半袋抢劫 杀人夺宝都顾不上了 定是如此 夜灵神色凝重的点点头 催促前面的 冯开宇跑得快些 莫要落在别的队伍后头 冯开宇半信半疑 好容易从山道旁路过的 小队中看到个熟人 是个玉须宗 练气中气的内门弟子 冯开宇大喜 招呼道 黄师弟 前方有什么宝物 值得这么多小队奔面 听云苍宗的弟子说 这冰寒的深山里 有一株 生长万年的如意宝树 上面结有几枚 十分罕见的 如意冰灵果 听说吃了可以极大的提升 功力和修为 尤其对于冰灵根的修饰来说 更是大补之物啊 那玉须宗的黄姓修饰说吧 赶紧跟上了他们的队伍 生怕吊队抢不到如意冰灵果 冯开宇浓眉紧锁 一脸的不相信 胡扯 什么如意宝树 我只听说过三阶如意草 是炼制如意转神丹的主要材 夜灵若有所思得到 我在药草图鉴里见过 有些灵草生长到万年之久 确实可以长成参天古树的 如意草就是其中之一 至于如意草生长成如意宝树 开花并不稀奇 稀奇的是 居然能结果 还是如意冰灵根 难道是这里地处阴寒 万年冰封 使得原本就十分稀有的如意草 在生长的过程中长成了变种 三人纷纷恍悟 佩服夜药师在采药方面的学识 的确是高人一等 小荣又惊又喜道 变异了的如意草 不 是变异了的如意宝树 岂不是更为罕见了 嘻嘻 那树上的如意冰灵果 难道真如那人所说 实质可以极大的提升修为吗 叶灵点了点头 催促道 嗯 大家快走 迟了 怕是灵果就没有了 冯开宇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瞬间振奋起来 顾不得肉痛 拍出三阶极品神行服来飞奔 云婉和小荣也不示弱 同样拍出二阶极品神行服来 只有叶灵嘴上说说 依旧是不疾不徐地 跟在冯开宇身后 因为小队之中只有他是全灵根修士 其他三个都没有封灵根 叶灵与封树施展开来 德星应手 跑得绝不会比冯开宇慢 越来越多的修士 聚集到了冰寒深山 等冯开宇 叶灵等人转过山奥 峰回路转 赫然瞧见前方幽暗的山谷间 有一处深潭 上面云雾飘渺 显然冰灵气和水灵气极浓 而在深潭对岸 云雾飘渺之中 掩映着一株古树 足有十几丈之高 枝头上挂着三枚金银的灵果 远远望去 闪若寒星一般 云婉叫道 呵 这株如意草长得 果然跟参天古树似的 小荣不服气地道 万年如意草吗 终究还是比寻常的灵树矮些 那些古树若是生长万年 没有百丈也有数十丈 而这株如意宝树呢 才十几丈高 怪了 这树浑身是宝啊 树叶可以当作极品如意草 炼制如意转神蛋 枝头还结出了三枚冰灵果 居然没有人过去站 冯开宇瞪大了眼睛 瞧见一群人围拢着深潭 都不敢去对岸采摘如意冰灵果 令他暗暗诧异 他们四人 渐渐靠近了深潭边上的人群 叶玲从众多修士中 一眼便认出了薛氏家族的三人 老薛头 薛仙 还有那卖妖珠的绿长女修 却寻不到了原先在他们身边的 两名壮汉队友 叶玲心中冷笑 盈盈有了几分猜测 那两个人多半是进洞之后 被这薛氏三人做掉了 可惜啊可惜 娇有不慎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想到这里 叶玲瞥了一眼身旁的冯开宇 云婉他们 好在像冯开宇这等猪一样的队友 显然在心计上插薛氏 祖孙远了 此刻 冯开宇正扯着嗓门喊着 哎 你们都愣在这里做甚 莫人去采摘如意冰灵果呀 你们不去 我去了 众人都像看死人一样的看着他 令冯开宇大火不解 玉虚宗的黄姓修士 见火宝式的冯师兄在这里大出洋相 他脸上也有些挂不住了 赶紧喊喝道 冯师兄 去不得 深潭里有妖兽作怪 方才已经陨落了两对实力强横的小队了 只要不踏进深潭 妖兽就不会主动出来伤人 可是一进去就没命了 连飞度深潭的飞禽 都会被潭中妖兽的水剑术射下来 冯开宇激灵灵地打个冷战 经问道 是激阶妖兽 长什么样的 怎么会这么邪火 第36章 七阶冰龙 玉虚宗的黄姓修士 心有余悸地望着深潭 沉声道 似乎是一条镍龙 就隐在深潭里 看品阶至少在四阶以上 围在深潭边的众修士中 不少人反驳着 潭中的妖龙不只是四阶 两对练弃后期的修士 刚一踏入潭中 就被妖龙卷了进去 十几个修士都在一瞬之间毙命 估计这妖龙多半 是六阶凶兽 或者是堪比金丹初七 实力的七阶凶兽 众人议论纷纷 冯开雨的脸色 早已下得惨白了 连连退后 只有叶玲 透过禁止斗笠的青纱 在人群中 寻找仙门刘长老的轻衣身影 却偏偏没有 不知刘长老 去溶洞的哪里去寻宝了 此刻 众人只有眼巴巴地 瞅着深潭对面 如意宝树上的 如意冰灵果 面对着深潭中 无比恐怖的存在 谁都不敢踏入雷池一步 云仓宗的几名队长 相互递了个眼色 经过了一番 唇枪舌剑的争执 终于给守在曲狼 动到入口大厅的虞长 老打出传音符 叶玲一直在冷眼瞧看着 心中冷笑 现在惊动了 助击后期的长老 只怕对面的如意宝树 和枝头上截的三枚 如意冰灵果 就没这些风桥阵 散修和其他宗派的 小队的范儿了 云婉和小荣 也是一脸的忧色 同时又用充满炙热的眼神 望着对面的如意宝树 云婉很不甘地悠悠叹道 我是冰修 要是服侍了如意冰灵果 这等大补之物 修为定能增加许多 甚至有可能一口气 突破之恋气后期 冯大师兄 你一定要帮我想办法 弄到手啊 说着 云婉施展凤池宗的 秘书射魂术 用楚楚可怜的眼神 望着给冯开宇 抛着媚眼 冯开宇急得直搓手 但又不敢造次 皱起眉头道 不是本师兄不出力啊 实在是坛中的妖龙厉害 你没听他们说吗 两队修士同时下水 瞬间就没了命 我也是无可奈何 事到如今 云婉的射魂术 也不好使了 没办法逼着这个冤大头 涉险去采摘灵果 令他颇为气恼 So 一道剑光从南方飞来 散发着助击后期的灵压 好了 于长老来了 哈哈 以于长老助击后期的强横实力 不怕深坛中的妖龙作孽 那是 等于长老收拾了妖龙 斩下对面的如意宝树 于长老有肉吃 提携着我们也有口汤喝 嘿嘿 咱们只要如意宝树上的一段之夜就发了 绝对是炼制极品如意转神丹的好材料 说得对 到时候 咱们一起要求于长老 再也没有不允的道理 云苍宗的弟子们 谈官相庆 恭迎于长老驾到 于长老跳下飞剑 美感肆无忌惮地还食众人 反而悄悄散开神石 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周遭 待他看到夜灵的斗粒缩衣时 瞳孔猛地一缩 一脸的尴尬之色 众人都眼瞅着于长老面色变了数遍 不知他在弄什么玄虚 大家伙都是一头雾水 面面相去 只有夜灵明白 这助击后期的于道人 是把他错移成仙门的金丹七流长老 其实夜灵的心里 何尝不再打鼓 在这天然溶洞中 面对助击后期的强者 压力极大 万一露线了 这助击后期的于道人 恼羞成怒 非把自己碎尸万段不可 夜灵不禁暗暗念佛 恨不能那仙门流长老快些出现 以截眼下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 夜灵仗着胆子傲然而立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透过青纱斗粒 冷冷地盯着于道人 果然 夜灵越是默然地助力着 云苍宗的于长老 越是心虚不已 云苍宗弟子早已等不及了 纷纷叫道 回禀于长老 这深潭中 有一不知品贱的妖龙 瞬间杀害两对修士 其中就有我们云苍宗一队 请长老为门人弟子报仇 斩杀妖龙 于是不 我们盼星星 盼月亮 总算把您盼来了 对面山崖间 有一株万年如意草 长成了如意宝树 还结出三枚冰林果纳 绝对是价值不菲 请您老人家出手 我等甘愿分几片树叶 嘿嘿 于道人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 心中不住的暗骂 真是一帮蠢才 有金丹七的前辈 在人群当中 半猪吃老虎 还用得着频道吗 简直是把本长老 往火坑了里推 谁知道 这位渔翁打扮的前辈 打的是什么主意 随即于道人苦着脸地 看了看夜灵这边 诚惶诚恐的神识传音道 前 前辈 不知您老人家在此 多有打扰 嘿嘿 晚辈倒退 嘿嘿 倒退倒退 在夜灵诧异的眼神中 于道人一幅道袍 又是另外一幅模样 对着手下的门人弟子喝道 大惊小怪什么 不就是一条小小的妖龙吗 本长老给你们这次历练的机会 谁斩杀了妖龙 对面的如意果和如意宝树 就是谁的 本长老去眼 云苍宗的弟子 全都傻眼了 赶忙劝阻道 于师伯 妖龙着实厉害 我等无意赶去 还肯请于师伯 为死去的师兄弟们报仇 于道人眉头皱得更紧 他是着实忌惮着 渔翁打扮的前辈 说了要走 岂能又留下来 徒惹金丹七的前辈生气 甚至有个云苍宗弟子 灵机一动 丢了一块大石 扑通 潭水声响 围在岸边的众人 都是一阵惊骇 以为妖龙出水 赶紧撒鸭子的四散逃窜 就在于道人一愣神的功夫 赫然瞧见深潭中 咕嘟嘟地冒起碗口大的气泡来 不好 妖龙要出水了 于师伯 看您的了 我等退后 看于长老仗剑斩妖先 云苍宗弟子 一边在退后 一边在大拍马屁 于道人被门人弟子 险些气地吐血 到了现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也只能勉强上阵了 同时 于道人不忘给带着 斗笠缩衣的叶灵传到神念 嗨嗨 晚辈斗胆 在前辈面前献丑 当然了 对面的如意宝树晚辈 绝不敢动 随您老人家爱怎么处置 就怎么处置 叶灵故作镇定 冷哼了一声 他也惊觉到 谈中那股危险的气息 但在于道人面前 还得装出一副 金丹老怪应有的从容气度 迈着方布 不慌不忙地 随着小队撤后 他如此做派 更让于道人心中不安了 愁愁着 该不该上前与妖龙一战 最后还是夜灵实在看不下去了 恨不能早早撵于道人走 于是夜灵十分果断地 给于道人打个手势 指了指于道人 又冷酷地指了指身谈 命于道人下水 这一招果然奏效 于道人当时尝出了一口气 抖擞精神 高声喊喝道 本宗的狮子们 让开了 谈中的妖龙欺人太甚 看本长老给你们除掉此害 云苍宗的弟子们 欢声雷动 有更多胆大的弟子 往深潭中扔石块 打出灵符 挑衅妖龙上岸 于道人加持了一道厚厚的 土黄色护甲光圈 遇见驾灵深潭 拍出了一个六阶法宝 形似亮天尺 又厚重了许多 看来是以大力攻击的重型法宝 于长老威武 于师伯 奏扁潭中的妖龙 云苍宗弟子们纷纷鼓躁 不等着妖龙钻出水面 就为于长老大声喝彩 就在这时 哗啦啦一阵水响 从深潭中 探出一只巨大的蓝金色冰龙来 周身散发出的寒气逼人 令周围的众人 当时感到一阵寒冷 妖面 吃我一棍 于长老只顾着速战速决 早早离开 连神石都没来得及散出 祭出了手中的粗棍法宝 喀啦啦 深潭的冰龙口中 射出一道水箭术 打在粗棍上 令其刹那间冻成了冰块 什么 于道人不可置信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赶忙散出神石一扫 脸色巨变 惊骇道 是七阶冰龙 快跑 于长老架着飞剑 仓皇逃命 临走时给渔翁打扮的夜灵神石传音 求救道 前辈救我 帮在下阻截下冰龙 感激不见 夜灵哪里有那么大能耐 顾得了他 看到身后冰龙彻底出水 足有数十丈长短 拍击的潭水似箭 只要是见到了炼气修士身上 立刻冻成冰雕 进阶化作冰线 云婉和小龙吓得花容失色 一叠声地叫喊道 大事不妙 快撤 缝开雨更不用提了 撒开腿 加持上神行符 如飞般地狂奔起来 好在冰龙的仇恨 锁定的是于道人 只要于长老的剑光飞往哪里 冰龙就腾空而起 甩着长大的龙身追触 夜灵回头看了看深潭对岸的如意宝树 心中一动 躲在岩石之后 悄然谁意 果真 夜灵这一睹还赌对了 冰龙没有发现 他这个水影了的蝼蚁小修 飞旋腾空去追于道人去了 不大话的功夫 深潭边的炼气修士们 死得死伤的伤 有的还在冰封的状态中 有的早已逃之夭夭 再没胆子返回来了 夜灵正在从水影中献出身影 去采摘对面如意宝树上的冰灵果 突然间 先他一步献出三个鬼鬼祟祟的熟悉人影来 是他们 果然是老奸巨华 夜灵目光一宁 赫然瞧见 前面靠近水潭的飞尸旁人 正是薛老头 薛瞎 和那卖妖珠的绿场女修 第37章 夺灵果 炼气五层 夜灵剑又是薛氏祖孙 微微皱起眉头 继续水影 悄然前行到深潭 躲在他们身后 炼气六层的薛老头 目光灼热地望着深潭对面的如意宝树 从灵兽带中 拍出一只灵鹤坐骑 老头身后的绿场女修和薛瞎 都在催促着 快 赶在冰龙回来之前 采摘下那三枚如意冰灵果来 咱们正好一人一眉 薛瞎也是一脸的兴奋和激动之色 如意宝树能砍多少算多少 这一回 咱们转大了 薛老头架着灵鹤 回头森然地吩咐道 你们两个别闲着 把那些冰封着的 和半死不活的修士们 都补上一刀 当心云苍中的余道人 赶回来追问他们情况 我们三人就麻烦了 绿场女修随声应鹤 是是 二爷说得对 瞎 薛瞎各自提着二截法器 冲着满地的死伤修士 不管是断了气的 还是没断气的 就跟砍瓜切菜一般 纷纷地砍作两截 叶灵看准了时机 从水影中突然现身 毫不犹豫地斩出优拳剑 向绿场女修下手 啊 一声淒厉的惨叫 这个嘲讽过叶灵的势力女修 顿时倒下 薛瞎惊呼一声 回头看是个渔翁 心下暗精 赶忙挥动法器应战 她的修为在 薛氏三人当中最低 只有炼气四层 跟叶灵一样 但叶灵正眼都没有看她一眼 直接洒出一把齿叶藤种子 打出缠绕树 斩 叶灵清冷地吐出一个字 幽泉剑瞬间斩杀了 被齿叶藤缠绕住的薛仙 杀气腾腾地望向了 深潭对岸如意宝树下的薛老头 一切都在一瞬之间发生 薛老头回过头来 一脸惊骇 最让薛老头震惊的是 两个后辈女修 几乎都被她一击毙命 而薛老头根本看不出 带着斗笠 穿着缩衣的叶灵的修为来 不过以她的老肩俱华 立刻从叶灵所使用的 二阶极品法器幽权剑上 判断出对岸的这个渔翁 也不过是个炼气中期修士 薛老头惊怒道 你虽然实力强横 但隔着深潭 一时半刻也游不过来 更拧不上老夫 哼哼 冰灵果还是老夫的 她现在也顾不了别的 赶忙飞身上述 对岸风声烈烈 赫然是叶灵架着火雕飞渡深潭 伴随着一声雕鸣 火雕吐出火球树 轰向了薛老头 薛老头听的背后风声不善 一股危险的气息逼来 不由得大惊失色 连滚带爬的 从如意宝树上滚落 随后薛老头回头一瞧 目光中流露出又是诧异 又是愤恨之色 渔翁骑着的火雕 正是她迈出去的 原来是你 小子 你不过是炼气四层的修为 劈了层缩衣 虎得老夫不清 薛老头惊怒焦急 指天怒骂 肠子都毁清了 若是她买给夜灵火雕 夜灵又如何能迅速地飞渡深潭 夜灵意在夺取如意宝树上的如意冰灵果 速战速决 寒心般的眸子中散出灵力的杀鸡 哄 夜灵不惜本钱的大把 抛洒出二阶极品灵符 居高灵下的轰向薛老头 有了上回的经验 夜灵信心十足 对付这个炼气六层的老家伙 比对付炼气八层的男胜宗玄一修饰 要容易得多了 一阵灵符的狂轰后 夜灵不失时机地 撒出大把极品齿叶藤种子 令薛老头躲无可躲 终于被齿叶藤缠绕 又被几张灵符砸中 瞬间轰杀 夜灵一刻也没耽误功夫 直接火雕身上 跳到如意宝树上 飞快地摘下三枚如意冰灵果 随着星神一动 射入仙府玉佩中 随后夜灵开始打如意宝树的主意 这珠万年如意草 长成了十几丈高的宝树 根深蒂固 要想连根拔起 十分不易 此时此刻 夜灵没有时间多做考虑 更没有时间去连根挖起 因为堪比金丹初期 实力的七阶冰龙随时会回来 最后 夜灵索性斩下一段如意宝树的枝叶 也收进仙府玉佩 然后匆匆架着火雕离去 夜灵飞渡过深潭 绕着山巒 往西边的方向逃去 夜灵也顾不得 距离会深潭边上 那些半死不活的修士 如果云仓宗的余长老赶回来问起 随他们去说 毕竟夜灵身上穿着斗笠缩衣 这些人都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 绕出了冰寒深山 夜灵立刻拍打火雕 折往北去 飞往大溶洞的更深处 不管溶洞深处还有什么危险 先飞上一段距离再说 好歹也远远地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寻个隐蔽之处闭关 浮石如意濒临果 夜灵直往溶洞深处飞了十余里 一路之上有惊无险 所过之处 几乎没什么妖兽出没 尤其是令夜灵惊讶的是 有些地方遍地的妖兽尸体 显然是有修士来过 到底是哪个修士小队干的 死了这么多低阶妖兽 比我在长溪原野苦练缠绕树 杀妖营也时还多 夜灵心惊之余 迅速地拍打着火雕离去 继续往溶洞深处飞行 见到的妖兽尸体更多 终于飞到一处幽暗的山地 到处都是森林 一眼望不到边际 夜灵正打算继续飞堵幽暗之灵 呼听的林中深处 咚咚的响声不绝 甚至还有山崩地裂的声音 夜灵狠狠吃了一惊 这么大的动静 莫非是极强大的妖兽 不行 这幽暗之灵不能擅自闯入 就在这里的山地中 寻个隐蔽的所在闭关 火雕飞到一处 毫不起眼的山崖绝壁间 夜灵转过山崖 在黑暗的侧壁 开凿出一个简陋的洞府 又在门首摆下了静止阵法 这才算尝出了一口气 夜灵把心神随着魂魄之体 都进入仙府玉佩 先把如意宝树的枝叶 栽进仙府摘兴牙的林田 见枝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起来 长成了三尺多长的极品如意草 足足有一千年的年份 长到了这时 极品如意草不再生长 任由夜灵往林田中 投入中品零食补充田力 极品如意草也不再长了 夜灵暗叹 看来在仙府玉佩中 是无论如何 是长不成万年的如意宝树那样 毕竟仙府摘兴牙的条件所限 不似那冰寒深山中的生长环境 极品如意草 也不会那么得天独厚的吸收冰灵气 结成冰灵果 感慨之后 夜灵进了仙府摘兴牙的小木屋 这里储存灵物 万年不坏 夜灵当时采摘如意宝树 接出的三枚金银的如意冰灵果时 就察觉到 离开枝头的冰灵果 灵气外泻 只怕用不了多久 本身蕴含的冰灵气 就会消散一空 所以 夜灵才把三枚如意冰灵果 都随着心神 筑藏在仙府小木屋中 现在夜灵掌中 拖着三枚如意冰灵果 心中的欣喜之情 溢于言表 他曾在门派的药草图件上 见到过三阶稀有 灵草如意草的详细介绍 知道如意草生 长至万年以上 会接出灵果 是大补之物 浮之可以极大的增强功力 甚至提升修为 同时 吞下这种大补的灵果 要及时地调整内息 运转大小周天来疏通经络 否则会对肉身 乃至魂魄有所损伤 甚至暴体而亡 所以 夜灵不敢怠慢 不能涉嫌以魂魄之体 融合这冰灵果 只好把心神 退出仙府玉佩 魂魄归体 先取出一枚如意冰灵果 在洞府中服用 夜灵先补充好体内的法力 盘膝打坐 使得经脉内息运转舒畅 这时才慎重地 吞下如意冰灵果 入口即化 一股浓郁而纯净的冰灵气 涌入夜灵腹中 随着夜灵运转大小周天 冰灵气通过经络散布全身 通体冰凉彻骨 连夜灵头顶都散出丝丝寒气来 最后 夜灵由内而外的寒冷 周身散发出的寒气 凝结成冰层 让夜灵瞧起来 好似一座冰雕一般 足足过了一个时辰 夜灵的丹田之气上涌 一股暖意流遍四肢百骸 令夜灵通身舒坦 就听得喀啦一声 覆盖在夜灵周身的冰层 瞬间破碎 夜灵感到 无论是感官还是神识 还是体内的法力 都比原先增长了几分 夜灵的修为 已然隐隐触碰到 炼气五层的境界 让她兴奋了好一阵 继续服饰第二枚 如意冰零果 争取一举突破炼气四层 到达炼气五层之境 这样的话 等到下次仙抚摘心牙的 星辰之境恢复满 我就可以直接冲击炼气六层 夜灵满怀着期待 调整好内息 继续服饰第二枚冰零果 依旧是整整一个时辰的冰封 夜灵彻底消化了第二枚冰零果 煞世间 冰层碎裂 一股炼气五层的气息 从夜灵身上轰然爆发 夜灵豁然站起 寒星般的眸子更加的明澈 散开炼气五层的神石 笼罩了方圆五十丈远近 炼气五层 哈哈 我没有凭借仙抚摘心牙的 星辰之境 这么快就晋升到了炼气五层 余下最后一枚如意冰零果 依着方才服用的经验 怕是不足以一股作气 境界炼气六层 索性留在仙抚摘心牙的 小木屋里 以后冲击境界时候再用 夜灵心情大好 整了整月白断的长衫 袍袖一挥 撤开洞府门口的静止 架起火雕 又飞向了幽暗之灵 第38章 溶洞二层 在幽暗之灵深处 隐隐传来山崩地裂的声音 令刚刚进阶炼气五层的夜灵 惊奇不已 灵中这么大的动静 持续了两三个时辰了 依旧没有停歇的迹象 这到底是什么声音 夜灵的好奇兴起 骑着火雕侧耳倾听着 如今 她晋升为炼气五层 神识和感官比以前更加强大 多少给予她点信心 于是 夜灵仗着胆子 飞堵幽暗之灵 要进去看个究竟 一路上 无一例外 都是尸横就地 方圆树里 没有一个火雾 夜灵心惊之鱼 心中飞速地盘算着 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 横扫了幽暗之灵的三阶妖兽 当初进洞之时 云苍宗限定了入洞的修为 不得超过炼气八层 就算是一对炼气后期的修士 也不能把整个灵中的三阶妖兽都灭了 有这样的能耐的 只有两人 一个是云苍宗驻击后期的余道人 再有一个 就是天丹仙门的金丹老怪刘长老 很显然 不会是余道人 他被七阶冰龙盯上了 自顾不暇 驾着剑光往南逃顿 而幽暗之灵 是在大溶洞 得最北端 看来灭掉这些妖兽的 定然是仙门的刘长老 叶灵在心中有了判断 对眼下的三阶妖兽灭绝的缘由 顿时恍悟过来 暗叹金丹老怪刘长老的实力 果然惊人 这就好比有金丹老怪在前面开路 死伤的妖兽无数 妖丹 兽魄 和妖兽毛皮等材料 也留下了无数 现在 叶灵虽然从冯开宇那里 得到了招魂术的预解 可以收集兽魂和兽魄 但他并没有对这些妖兽死尸身上的材料动心 相比之下 仙门刘长老去的地方 一定比这里的造化更大 甚至叶灵还猜到 幽暗之灵深处的响生 一定与仙门刘长老有关 莫非是他在 挖掘什么天才地宝不成 叶灵想到了这里 拍打着火雕 肆无忌惮地静止飞向了幽暗之灵的深处 再不必顾忌 路上有什么危险 随着山崩地裂的声音越来越近 叶灵急目望去 被眼前的情景震惊 原来幽暗之灵的最北边 就是溶洞的洞壁 此刻洞壁被震得山响 山石纷纷滚落 与此同时 叶灵也看到了仙门刘长老 那熟悉的轻衣身影 他正寄出巨大的木铃锤 和闪耀着金光的飞剑 开凿溶洞的洞壁 哈哈 叶小驼 你竟然能第一个来到此处 不简单啊 老夫没有看走眼 轻易老者仙门长老刘军堂 豁然回头 对叶灵抱以赞许的微笑 叶灵心神一震 赶紧跳下火雕 躬身一礼 施展御风树飞掠过来 心中暗暗佩服 金丹长老的神识范围真够远的 仙门刘长老 在这么远的距离 就能感知到他的存在 突然间 刘长老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停下了木铃锤和飞剑 目光微不可查的一闪 又惊又奇道 咦 你不是炼气四层的修为吗 怎么几个时辰不见 修为竟然达了炼气五层 叶灵好不容易才跑到了刘长老进前 重新坐一失礼 很坦然地道 回禀仙门长老 弟子随着众人 在一处冰寒山巒中 那边深潭对岸 有一株如意宝树 上面结着三个如意冰灵果 弟子有幸采摘得冰灵果 全部服饰之后 修为大进 叶灵说的 基本上符合实情 但有些地方 还不能对刘长老如实相告 因为他生怕刘长老在得知 他还存有一枚如意冰灵果实 起了夺宝之意 不过 看刘长老的模样 似乎十分诧异 其道 如意宝树 这是什么灵术 老夫生平还从未听说过 叶灵赶忙解释 就是万年如意草 生长成古树那般大小 被进来探险寻宝的重修室 换作如意宝树 仙门刘长老微微一正 碾须笑道 哦 原来如此 想必这株三阶如意草室 长在了冰寒之地 经历万年之久 这才能接触冰属性的灵果 你小子先服不浅啊 嗨嗨 要是冰灵根出众的炼器小修服下 三枚冰灵果 足可以让其修为 提升至炼器后期 叶灵唯有苦笑 听刘长老的言下之意 似乎有无限的惋惜 仿佛以他频繁的全灵根资质 吃掉了冰灵果 简直就是暴殿天物 糟蹋了这么好的果子 回禀长老 万年如意草 依旧在冰寒山巒中的深潭对岸 时常有七阶冰龙驻守着 晚辈也是趁着冰龙 去追逐云苍宗的余道人 这才有机会靠近的 至于那古术般的极品如意草 没有人能搬得走 我想 只有长老出手 才有机会把如意宝树连根拔起 叶灵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 果然刘长老十分欢喜 好啊 既然有七阶冰龙守着 本长老就放心了 迟早都是 我的囊中之物 是是 如意宝树终究是长老的 晚辈服下冰灵果 修为进阶制炼器五层足矣 叶灵已然得到了如意草的枝叶 在仙府摘星牙的灵天里栽种成功 当然不会再去打整颗如意宝树的主意了 乐得顺水推舟做个人情 仙门留长老 对他的聪明和机灵十分满意 汉手笑道 以本长老的修为 是用不上那万年如意草的 本长老是为仙门的三代弟子着想 对他们来说 这诸万年如意草十分重要 你算是为仙门立了大功一见 待本长老收了万年如意草以后 在另行风上 叶灵见刘长老说得重大 似懂非懂得点了点头 天丹仙门的金丹长老刘君堂 生怕被晚辈认为自己贪财 想独吞宝树 于是他一脸正气 道貌黯然地道 小徒你还不知道吧 如意草是三阶稀有灵草 是炼制如意转神丹的主药材 再加上卷叶黄金 和寻常药材金银花 就可以炼制炼器修饰能用的 极品丹药 如意转神丹 比三阶还神丹的效果高出百倍 最是提升炼器修饰修为的 甚至在灵气的浓郁程度上 堪比助击初期修饰们用的清灵丹 老夫持有此数 是要回去给仙门小辈 大量的炼制极品如意转神丹 助他们突破瓶颈 提高修为 叶灵连连点头 应道 刘长老一心为仙门弟子着想 鞠躬至尾 恭莫大焉 令晚辈好生佩服 面对实力强大的金丹老怪 叶灵必须在表面上 保持着应有的尊敬 不惜说的在肉麻些 有这棵大树为自己撑腰 和聚于助击初期的周冲老贼 果然 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刘长老笑容满面 十分关照叶灵 吩咐道 待此件事情一了 你跟我去取万年如意草 你退得远些 当心山石杂道 说着刘长老继续开凿溶洞的洞壁 叶灵大惑不解 问道 刘长老 为何要开凿溶洞的石壁 难道里面 是价值不菲的灵矿 非也 区区灵矿 还不足以令本长老动心 本长老用神石探查过 这洞壁之后 似乎还有溶洞 里面的灵气之浓郁 远远超过这里 只可惜 这洞壁又硬又厚 以本长老金丹中期的实力 好容易才打通了十之七八 叶灵眼睛一亮 洗道 哦 原来里面还有一层溶洞 嗯 本长老倒要看看 里面的这一层溶洞 有多少妖兽和灵物 值不值得上报给仙门老祖 叶灵彻底明白了过来 他对溶洞二层的开启 也颇为期待 远远地在后面帮忙 负责搬运石块 仙门长老刘君堂 对叶灵的品性十分赞赏 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刘君堂也有意 收叶灵为记名弟子 或者把叶灵带在身边 做个药童 但苦于他的灵根资质不佳 即便是耗费大量修仙资源 也难以把他培养成 住机器的二代弟子 更何况 刘长老一旦把叶灵带回了 天丹仙门 宣布收为记名弟子也好 要同也罢 还不被其他的 金丹长老们笑杀 有了这样的顾虑 刘君堂实在是无可奈何 只有在此行之后 送叶灵一场造化罢了 叶灵却不知晓 刘长老的所思所想 依旧在兢兢业业地 搬运着石块 给长老帮忙 在他心目当中 只要是为长老 哪怕是做一丁点的小事 对自己的将来 也是十分有利的 洞 洞 仙门长老刘君堂的八阶 巨型木铃锤 轰击着洞壁 震松了坚硬的灵矿山岩后 又以锋利坚固的精灵剑削砍 就这样 足足过了小半个时辰 刘长老散开 金丹中气的强横神石茶宴 脸上露出了喜色 特地给叶灵 加持了一道厚厚的木隙护甲光照 巨木骤 破 轰动 一声震天价的巨响 仙门长老刘君堂的灵器化形 凝成的巨木 轰然洞穿了石壁 溶洞二层的冰灵器 瞬间向洞口涌来 卷起的刚风 有如冰刀和锋刃 把数杖大小的洞口 瞬间冲破到数十杖的大洞 令整个幽暗之灵 随着风雪飘摇 铺了一层的冰雪 若非是金丹老怪刘长老 给叶灵加持上木灵护体 此刻 他早已被这股刚风呼啸而来的冰刀 封刃给千刀万剐了 第39章 战局冰洞 溶洞二层开启 无数的冰灵器夹杂着风雪 山呼海啸般地吹过洞口 仙门刘长老和叶灵 都是一脸的惊喜之色 原来溶洞二层式的冰洞 洞口都是冰晶岩石 里面似乎别有洞天 带这股风雪刮过 沐浴在强大的木灵护体光圈中的叶灵 惊喜之余 摇摇指着洞中的冰雪世界 刘长老汗手微笑 散开金丹中气的强横神石 横扫洞口 有几只往外飞奔的雪雕 战兢兢地顿住 搜地退回了冰洞里 叶灵桥的分明 很熟悉的小灵雕 上回在长溪原野上历练 月光下追逐的 正是这种雪白可爱的小灵雕 有着乌丢乌丢的小眼珠子 但奔跑的速度之快 令叶灵施展御风树 在叠加上神行符都追不上 仙门刘长老见叶灵正主 拍了拍他的肩头 呵呵笑道 随老夫进冰洞里转转 看看有没有什么天才地宝 是否值得仙门重视起来 叶灵点头而硬 又问道 前辈 刚才从冰洞跑出来的灵雕 是什么品鉴 晚辈曾在长溪原野历练时见到过 并不曾见他攻击晚辈 刘长老微微一愣 陈寅道 哦 你再也外历练见过 如此说来 这冰洞是另有出口了 方才跑出来的小灵雕 都是三阶雪雕 最喜欢服侍兵系灵草 速度在三阶妖兽中 算是极快的 但雪雕又生性胆小 轻易不会伤人 本长老替你捉几只来 可以用作探路之用 叶灵虽然在进洞之前 就买到一只二阶风系小青壶 还不曾用来探路 但听到能用三阶雪雕时 谁还二阶的 叶灵赶忙坐一失礼 谢过长老 晚辈只要一只足矣 只是以晚辈炼气五层的修为 驾驭得了高一阶的灵兽吗 当然可以 在本长老的灵压下 你完全可以顺利地 给三阶灵兽打下奴硬 让三阶妖兽任你为主 另外 本长老这里有一本 御兽觉的心法御简 你只要多加休息 熟练地掌握了此中诀窍 可以召唤比自己高一个 小境界的灵兽 先门刘长老 很大方地拍出一块心法御简 递给了叶灵 这些对他来说 都是举手之牢 对叶灵却是莫大的造化 叶灵心中暗喜 跟随着刘长老 踏入溶洞二层的冰洞 一进洞 叶灵就感受到 此处彻骨的寒意 一片银庄宿骨的洞天 到处都是冰晶岩石 生长着无数的 冰系灵草灵花 令人望之心矿神怡 除了这些冰灵矿冰灵草外 还有不少冰系妖兽 如二阶的雪狼 三阶的冰鸟 更有一种体型庞大的 三阶冰岩兽 打出如冰砖一样的冰块 叶灵瞧见 也觉得十分新奇 这些灵兽 纷纷被刘长老的 强大灵压震慑 四散奔逃 刘长老随手 打出一记简单的缠绕术 并没有凭借藤万种子之力 而是用的灵气化形 一道黄光缠绕 瞬间绊住了一只 飞速急奔的小雪雕 本长老用神石横扫过 附近的所有雪雕中 唯有这只的根骨姿质最好 会冰刃这一天赋一饼 稍加训练 攻击应该不错 本长老现在以灵压 斜迫其就范 你给他打下奴印 所谓奴印 就是修士们常用的 两种印记之一的灵魂烙印 给妖兽甚至是俘虏的修士打下 控制了对方的魂魄 类似于掌握了对方的魂血一般 叶玲在购买做起火雕 和二姐小青狐时 都打过灵魂烙印 这才算是真正的属于自己的灵兽 而另外一种印记 就是更常见的神石烙印 多用于打在法器法宝之上 这样才可以操纵法器 叶玲不敢怠慢 见小雪雕在刘长老的灵压下 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 碎点指掐绝 打下了灵魂烙印 随后把雪雕装进了灵兽袋中 袋以后玉兽觉熟练之后 再召唤出来 为自己所用 先门刘长老 派出一只青鸾做起 赫然是八阶飞寝 叶玲在门派的灵兽图鉴上 见识过青鸾鸟 今日猛地出现在他眼前 让他看了 羡慕不已 刘长老拉上叶玲 骑上了八阶青鸾 开始青鸾鸟 对叶玲这个低阶小修 骑在他背上十分反感 回过头颈瞪着他 散发出咄咄逼人的灵压 刘长老拍了拍青鸾的脖梗 叫道 灭处 不得无力 修得伤了叶小徒 果然 青鸾十分顺从地 扇着青色羽翼 腾空飞起 叶玲见了暗暗惊起 问道 前辈 青鸾还真听您老人家的话 灵智非凡呢 先门刘长老 对叶玲这个修仙界的菜鸟十分无语 只能把他看成 从没见过大世面的后生晚辈 刘长老非但不生气 反而颇为感慨地道 你的资质寻常 无法败入仙门 只能在丰桥镇周边的药谷 这样的小宗派修炼 故此 同样是炼气中气的修为 你不及天担仙门的三代弟子 见多识广 叶玲苦笑道 嗯 前辈说的是 晚辈还从来不曾离开过丰桥镇的地界 对于吴国的九大仙门 神王已久 只是诚如前辈所说 资质有限 无法败入仙门 致使晚辈财书学浅 对修仙界的剑文 仅仅局限于丰桥镇周边 让前辈见笑 仙门刘长老叹息一声 同样是散修出身 颇有惺惺相惜之意 并且 他又十分看好叶玲的品性 对叶玲的聪明和谨慎 大家赞赏 只可惜 出于种种顾虑 刘长老实在是无法把叶玲带回仙门 所以 除了感慨之外 刘长老只能鼓励一二 说道 像封桥镇这样的小镇 仙门 也会定期派专人来此招收 有望晋升助击期的 炼器后期弟子 倘若你有朝一日 你能修炼之炼器九层 并且在封桥镇炼器弟子 大笔上夺得名次 也有败入仙门的机会 叶玲连连点头而应 从刘长老的言语中听得出来 刘长老对他在此生有限的寿源里 修炼之炼器九层 几乎不抱有任何希望 只是鼓励的话而已 不过叶玲自存 有仙府玉佩 有摘星亚里的星辰之精 可以恢复心神 大大有助于修炼 叶玲坚信 终有一日 自己也可以踏入炼器九层的境界 仙门刘长老 看到叶玲坚定 又充满信心的眼神 心中暗叹 终究是年轻人呐 对修仙界的残酷和竞争的激烈 没有多少深刻的体悟 把仙徒想象得太美好 刘长老常叹之余于 就眼下的坐骑轻软 不厌其烦地给叶玲讲解道 估计你也是头一回 见这么高阶的飞禽 你可知晓 妖兽灵受上了九阶以上 踏入十阶 就是化形期 实力就好比人类修饰当中的原因期 化形期妖兽 顾名思义 可以化作人形 灵智已然与我被修饰无异 我的坐骑轻软 是八阶飞禽 虽然灵智还比不上十阶的化形妖兽 但灵智一开 听得懂的人话的 叶玲恍然 抚摸着轻软的羽毛 显然仙门长老的坐骑轻软 是十分不服气 叶玲这样的低阶小修的 这时 轻软已经在着他们 飞进了溶洞二层的冰洞深处 仙门刘长老 一边滔滔不绝地 给叶玲传授着修仙界的见闻和经验 一边散开金丹中气的强横神石 横扫冰洞中的一切灵物 仙门刘长老 脸上的喜色越来越浓 笑道 这溶洞二层的冰洞 较之前面方圆树石里的溶洞一层更加宽阔 尤其是洞中的冰灵气极浓 有助于冰灵根的炼气修饰 甚至是筑机修饰修炼 最重要的是 此地冰灵矿的分布也着实惊人 堪比天丹仙门的一处中型矿洞了 值得仙门重视 本长老回去之后 就派人接管此处 采挖这里的灵矿 为仙门和下设的宗门提供冰灵石 叶玲心里也是十分欢喜 刘长老越是高兴 他就越能从刘长老这里得来不少好处 立刻给刘长老出谋划策 回禀前辈 这天然溶洞被云仓宗占据 还派了助击后期的余道人镇守此地 前辈打算如何处置这丝 是不是连云仓宗都一国端了 对于本地的情况 叶玲要比从吴国九大仙门之一天 单仙门来的刘长老熟悉多了 果然 刘长老立刻问道 云仓宗是离这天然溶洞最近的宗门吗 可有金丹修士坐镇 叶玲恭敬的应道 没有 封桥镇周边的五大宗门 都没有金丹前辈坐镇 修为最高的是 封桥镇南边的南圣宗宗主唐雄 筑基九层 前辈是我见过修为最高的 来封桥镇周围一带 可以说是想怎么整 就怎么整 更何况 松阳密林的这个天然溶洞 虽然挨着云仓宗近邪 但离着凤池宗 和我们药谷宗也不远 天丹先门替下设的药谷宗接管此处 名正言顺 先门刘长老碾须微笑 哈哈 叶小徒实在是聪明 嗯 这个天然溶洞 本长老站定了 那于姓小辈 只不过是筑基七层的修为 狼臂挡车 碾死他比碾个臭虫都容易 至于云仓宗吗 听说是隶属于九大仙门的地玄仙门 本长老不愿把事情做得太绝 不能把他们的山长也端了 留他们一条活路吧 叶玲不失时机的道 前辈说得极是 胸襟宽广 仁义为怀 晚辈佩服 想必云仓宗的修士 不仅不会对失去溶洞感到懊恼 还要为前辈的不杀之恩 而感恩戴德 第四十章 紫色冰岩兽 先门刘长老越想越是得意 对叶玲也是赞赏有加 盘算着该如何接管整个天然溶洞 正在这时 冰洞中的一处冰临山岩轰然坍塌 紧接着 一个散发着紫色冰芒的冰岩兽 从雪堆里冒出来 制出了冰块 似乎是在对青鸾示威 刘长老目光一凝 差一道 咦 这只三阶冰岩兽 竟是紫色变异的 真是罕见之物 嘿嘿 本长老在送你样见面里 把这只紫色冰岩兽也抓来 给你做灵兽 说吧还没等叶玲点头答应 刘长老就远远地打出了 灵气化形的缠绕术 困住紫色冰岩兽 又命轻轮飞下 探出利爪轻轻松松地抓了上来 叶玲凝神戏乔 这个散发着紫色冰芒的冰岩兽 就跟个小雪人相似 有胳膊有腿 擅长的是冰块攻击 刘长老则则叹道 这只变异的紫色冰岩兽 在低阶灵兽中十分罕见 就是本长老当年在练气七时 也不曾有过这么好的灵兽 你别看他个头不大 可以融合冰雪 像滚雪球似的逐渐壮大起来 你可以好好地培养 唯一的缺点是 这紫色冰岩兽 最多可以进阶到六阶 在网上就很难突破了 哦 这是为何 难道是这个冰岩兽的 亘古资质所限吗 叶灵心中纳闷 赶紧问道 刘长老解释道 除非是花大力气 用上品冰岩石 冰岩草养着紫色冰岩兽 这个代价太高 不是一般修士 所能承受得起的 就算是大修仙家族子弟 把他养到六阶都难 更别说 是养到六阶圆满 让他度小天节了 所以 这家伙很难成为 像青卵一样的金丹七灵兽 叶灵恍然 原来是饲养的成本太高 并非是紫色冰岩兽的天资所限 这一点是难不倒他的 于是叶灵赶紧谢过刘长老 在刘长老金丹中期的 强大灵压下 桀要不逊的紫色冰岩兽 也只有屈服的份 叶灵也在他身上 打下了灵魂烙印 收紧灵兽带 一切都收拾妥当后 先门刘长老继续领着叶灵 视察溶洞二层的冰洞 刘长老是越看越欢喜 把如此重要的溶洞 回去禀报给先门老祖 得到的赏赐 一定会十分丰厚 最后 刘长老碾须笑道 哈哈 咱们回溶洞一层 采摘你说的万年如一草 之后 本长老 有任务需要你去办 叶灵学着李宝和孙二虎 平日里像他表忠心那样 大意凛然地印导 是 无论长老有何差遣 弟子一定照办 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青鸾载着他们 一路往南飞去 穿过冰冻洞口 来到已被白雪覆盖的幽暗之灵 此刻已经有不少修士队 乐此不疲地 在沿路给妖兽收尸 获取妖兽身上的 妖丹兽破毛皮等材料 八街青鸾的鸣叫 响彻整个幽暗之灵 震得灵中的冰雪 速速滚落 把这些寻宝的炼气小修们 一个个吓得呆若目击 正正地望着 金丹七的灵兽做起 等他们看到青鸾上 宰着 散发着无比强横伶压的 轻衣老者时 再蠢笨的人 也猜测到了一二 传说中的金丹老怪 众人立刻骑骑跪道 顶礼膜拜 恭迎前辈大驾 不知前辈驾到 我等唐突 贸然至此 罪该万死 夜灵在青鸾上 瞥见这些炼气小修 就跟见了老祖宗的相似的 接连跪拜 不由得暗暗感慨 修仙界里强者为尊 只要是强者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受万人朝拜的 先门流长老略意沉吟 没有难为这些炼气小修 只在二层的冰洞口 设下禁止阵法 随后和夜灵驾着离去 他们这一走 幽暗之灵里 算是彻底炸开锅了 各大宗门的弟子 和风桥镇的散修队伍们 震惊之余 一轮纷纷 溶洞之中 竟然出现了一位金丹七的前辈 我长这么大 还是头回剑道 幸亏这位前辈 看似心情不错 没有难为我等 万幸啊 万幸 这只高阶坐骑青鸾上 除了青山前辈 似乎还有一人 离这太远没有看清楚 似乎没有什么灵芽 想来也是和我们一样的练起修士 很显然 那人是金丹前辈的弟子 或者是后辈的子侄 真让人羡慕呢 来到幽暗之灵历练的冯开宇 云婉和小荣三人 也从雪地上爬起 面面相去 小荣凝望着青鸾飞远 消失在了幽暗之灵的尽头 痴痴地道 青鸾上的那两个人 不是旁人 正是咱们小队的两名队友 刘姓的轻衣老者 和夜药师 云婉早已惊骇的话 都说不出来了 长大了口和不拢嘴 最后终于回过神来 激动地颤声道 果真是他们啊 原来一路上 两人扮猪吃老虎 骗得我们好苦 冯开宇 额肩并搅得冷汗 滴滴答答地往下躺 语无伦次 结结巴巴地道 那 那老家伙 竟是金丹老怪 怎么可能 我都嘲讽过他 不止一回两回了 我会不会死得很惨 冯开宇一脸的绝望 想起静动之后得罪过 反驳过轻衣老者好几回 后怕不已 小容瞪了他一眼 淡淡地道 你没见他老人家 携着夜药师扬长而去了 正眼都没有看你一眼 以他老人家的身份和高度 是不屑于跟你一般见识的 放心好了 冯开宇总算是得到了些许安慰 同时也定了定神 恢复了几分神志 差一道 夜药师 什么 跟他老人家骑着亲丸同去的 是夜药师 嗯 可不是吗 怪不得静动时候 刘前辈总和夜药师一路 两人姓氏不同 却有着很深的渊源 想必不是同一个修仙家族的 多半是师徒了 冯开宇只见过夜灵 带着斗力缩衣的鱼翁装束 没有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 得到小容和云婉的肯定答复之后 冯开宇几乎跳了起来 冯开宇正正地道 冰寒山栏的深潭对岸 那三枚如意冰灵果 是刘前辈帮着夜药师采摘的了 这就不奇怪了 原来冯开宇他们三人 被深潭中的七阶冰龙金散后 与众修士逃命 后来冰龙只把云仓中的鱼道人 追至曲狼洞道 这才折返回深潭 沿路更是死伤了不少 炼气小修 到最后冰龙沉入深潭 再没有冒出头来 有些幸存的炼气小修 挣扎着逃出冰寒山栏 说是亲眼目睹如意冰灵 果是被个渔翁装束的修士采去 当时冯开宇 云婉和小容听到这个消息 就觉得不可思议 没料到夜药师竟有这么大的本事 一个个极度的发狂 一人独得三枚如意冰灵果 也没有分他们心 不过是到如今 等他们三个见到了 夜药师跟金丹老怪在一起时 又觉得这一切是理所应当了 再不敢生出半点极度的念头 此时此刻 夜灵正指点着路途 与仙门刘长老架着青鸾飞灵冰寒山鸾 刘长老看过地图遇见 点点头道 嗯 此处在溶洞一层里 甚是偏僻 连本长老路 过时都没有留意 夜灵摇摇一指道 深潭就在冰寒山鸾深处 说不定守卫如意宝树的 潭中冰龙 也是条七阶便衣妖龙 仙门刘长老也是满怀期待 哈哈笑道 不管是与不是 本长老都要去收服了他 若是资质寻常 就把冰龙当作震动灵兽罢了 青鸾飞落到深潭之侧 散发出的灵压 让潭中的冰龙不安 哗啦一声水响 冰龙从深潭中一跃而出 溅出无数冰寒的水溅树来 夜灵桥的头皮发麻 他深知 这冰龙的水溅树厉害 只要溅到修士身上 立刻就会化作冰雕 仙门刘长老却浑然不惧 喃喃叹道 原来是条普通的 七阶冰龙 根骨滋质平平 不值得本长老饲养 罢了 就让他做震动的灵兽吧 说话间 刘长老散发出金丹中期 强横的灵压 拍出一只巨顶状的法宝 化作百鱼杖大小 简直就是易如反掌 夜灵对仙门刘长老的实力 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心头更加震撼 从原来心口不一的恭维 到了现在是由衷的佩服 先搓一搓聂龙的野性 观太一阵子 嘿嘿 这诸万年 如意草可值钱的很啊 你有原浮食了树上 结的冰灵果 可以说是仙缘深厚 刘长老从青鸾上月下 斩出青光飞溅 没用多大的功夫 就把十几丈高的 如意宝树连根挖起 夜灵看了更是赞不绝口 对金丹七的 强大实力无比的向往 刘长老挑了个大厨无袋 把如意宝树装了进去 呵呵笑道 有了这诸极品的 万年如意草 足可以炼制出 大量的极品 如意转神丹 为仙门三代弟子所用 夜小托 你未发现 这诸万年如意草 功不可没 还要什么赏赐 只管和本长老说 夜灵赶忙谦逊道 不敢不敢 弟子只是偶然 与重炼器修士们来 这里历练发现的词树 还吃掉了三枚 如意冰灵果 真是惭愧 之前有冰冻中长老 赏赐抓来的雪雕 和紫色冰岩兽足矣 弟子不敢再忘求什么赏赐 仙门留长老点了点头 呵呵笑道 也罢 给你委派一项任务 也算是送你一场造化 夜小托 你吃本长老的令牌 骑上青鸾回药谷一趟 第41章 驾铃药谷 仙门留长老又吩咐道 你回到药谷后 传本长老的话 命要古宗主派人 来接管了 松阳密林的天然溶洞 另外 务必令天丹 仙门的二代弟子周冲 来这里见我 本长老要当面训斥他 保管他以后 不敢加害于你 呵呵 至于溶洞里的小修们 本长老自会处置 夜灵大喜 接过仙门金丹长老的令牌 捧在手中 如获至宝一般 忽悠想起 溶洞入口大厅中 还有云苍宗筑机 后期的余道人坐镇 赶紧把自己的担忧 说给了仙门刘长老 对付他 容易得很 刘长老冷笑一声 先收起了青鸾 带上夜灵 驾着剑光如 风驰电掣一般 穿过曲狼洞道 直接来到了溶洞入口大厅 此刻的云苍 宗于道人 正心有余悸地 在静置阵法中 吞下丹药 盘膝打坐 恢复伤势 他被七阶冰龙 一路追杀 两条腿 都被冰龙碰出的水剑术冻伤 幸亏冰龙 追至驱狼洞道 就返回深潭去了 要不然于道人 再劫难逃 一股强大的灵压 横扫过来 于道人的阵法 光幕轰然破碎 于道人还以为 是七阶冰龙 追了出来 吓得面如土色 赶紧拍出飞剑 来打算逃顿 就在这时 仙门刘长老的青山人影 挡住了他的去路 只凭借着 金丹中期的强大灵压 就把于道人生 升阵射主 不敢妄动一步 啊 是金丹七的前辈驾到 在下云苍 踪于红化 拜见前辈 于道人到了现在 才惊觉 原来自己刚开始时 认错了人 这位轻易老者 才是真正的金丹老怪 于道人强忍着腿伤 毕恭毕敬的躬身失礼 一脸的惨笑之色 又慌忙道 前辈 溶洞中有条七阶冰龙 甚是厉害 不知前辈 是否有感兴趣 斩杀了冰龙 在流长老身侧的夜灵 满是同情 和怜悯地望着这个可怜虫 暗叹 这个云苍宗的于道人 绝对是个 后知后觉的家伙 开始把自己错认 做金丹老怪 如今见到了 真正的前辈 却又禀报了一个 早已过时的消息 先门流长老冷哼一声 冷冷地道 冰龙之换已除 于红化 你却把溶洞之中 所有的修士 都召集到一处 听本尊发落 不得有误 还有驻守在 冰洞入口的 所有云苍宗小修 都给本尊换进来 要是敢走落了风声 死 是是 在下这就去办 于道人虎的心惊肉跳 在刘长老 和叶灵的监视下 战兢兢地走向 天然溶洞的洞口 咳嗽一声 把洞口的云苍宗 精英弟子 都叫了回来 于世伯 您老人家 有什么指示 是不是溶洞中 有什么天才地宝 需要弟子们搬运 守在溶洞门口的云苍宗 精英弟子 尚不知情 待看到于道人 愁眉苦脸的样子 都是一头雾水 于道人命令道 走 快跟我去溶洞中 召集所有历练的修饰 听后这位精英七的前辈发落 众精英弟子 都是一正 好伴上才反应过来 赶忙呼拉跪了一地 连连扣拜道 前辈在上 受我等一拜 云苍宗弟子陈叶 怼见前辈之面 三生有幸 晚辈云苍宗弟子 一时间 溶洞动道之中 到处是歌功颂德之声 全是对这位不知名的 精英前辈 敬仰的话 一个云苍宗的精英弟子 战兢兢地捧来上千灵石 父亲请罪道 我等肉眼凡胎 不识前辈精面 在前辈进洞时候 勿收前辈一百灵石 特地奉还 惶恐惶恐 最后 连叶玲都被他们烧上了 有个炼气 七层的修饰 一脸鳄鱼之色 也把收来的进洞钱 塞给叶玲一大把 嘿嘿笑道 这位小兄弟 一看就是一表人才 能追随着金丹前辈 令我等献煞 叶玲懒得去拿 对他们这些 开始移植气势 现在 又是一副 屈炎覆势的样子 没什么好感 只跟随着仙门流长 老出了天然溶洞 刘长老拍了拍 坐骑青鸾的头颈 命他一路之上 听命于叶玲 好好地载着叶小徒回去 就这样 叶玲持着仙门长老的令牌 骑着八街飞擒坐骑青鸾 静直飞往东南方向 赶赴耀骨 一路之上 青鸾的飞行渗速 刚风凛冽 叶玲不敢得罪了坐骑青鸾 只好加持上金钟护体 迎着刚风远跳 叶玲驾着青鸾 穿过松阳密林 惊走了 成群结队的二街妖蛇和妖雄 在穿过长溪原野时 更多的妖兽被惊起 在长溪原野上四散奔逃 叶玲不禁暗暗感慨 何时才能有仙门流长老 这样的高度 驾着属于自己的高阶飞行 纵横天地间 不过此时此刻 叶玲奉了流长老之命 也能享有一时的潇洒 尤其是想到 能召唤周冲那老贼 去流长老那里听讯 叶玲就有种说不出的常怀 周冲啊周冲 天丹仙门的二代弟子 又如何 师尊赵宗主会礼让你三分 但自有人能降服得了你 我倒要看看 等见着我驾铃耀鼓时的神情 眼看耀鼓的 护山大震静了 叶玲没有把心神 进入仙府玉佩来隐藏修为 直接散发出 炼气五层的气息 再不必担忧周冲老贼 对他的怀疑和记恨 一声轻悦的鸾鸣 带着巴结飞禽的威压 响彻了整个耀鼓 叶玲 以耀鼓宗弟子 玉牌开启阵法 直接架着青鸾 穿入 了护山大震 金丹七的飞禽名叫 是哪位前辈驾铃 快快 都随我出去迎接 一身白袍的耀鼓宗宗主赵元珍 赶忙招呼上众位助级长老 甚至连有的正在闭关的 也被惊动 纷纷往西边的护山大震仰望 整个耀鼓宗的弟子 无论内门的还是外门的 也被金丹七飞禽的 强大灵压惊动 一个个面露金剧之色 同样是望向西方的天际 宗主赵元珍察觉到 金丹飞禽 是往大殿前的道坛飞来时 赶忙命指示弟子 敲动大殿的鼓宗 召集所有门人弟子 聚集道坛 叶玲也没有料到 会惊动这么多人 只觉得头皮有些发麻 心中苦笑 毕竟这只八街青鸾不会 乖乖地听他指挥 只好由着他的鸟姓来 一声鸾鸣 便足以让整个耀鼓的弟子胆寒 等到叶玲骑着青鸾 驾临耀鼓宗大殿前的道坛时 赵宗主正要领着 众长老躬身失礼 拜见前辈 猛抬头瞧见青鸾上 大模大样坐着的 赫然是个熟悉的身影 月白断长山 平凡的相貌 不是他的弟子叶玲是谁 其他的助级七长老 见宗主愣住 满脸的狐疑之色 雷修宗长老 对叶玲的印象尤为深刻 正是叶玲在外门弟子 大笔上伤了他的爱徒元号 为此 他没少被原始大修仙家族埋怨 如今他静意不定地问道 宗主 那不是你的清传弟子叶玲吗 他 他怎么会骑着高阶飞擒 似乎还是八阶青鸾 女长老玄青也是 惊奇不已 悄然散开神时 察觉到叶玲的修为 正正地道 宗主 您的宝贝徒弟 竟然有炼器五层的修为 我收得资质上家的女弟子紫珊 才隐隐触碰到 炼器四层的境界 看来还是宗主您的弟子 非同凡响啊 宗主赵元真宁神瞧去 可不是吗 心中暗道 太邪门了 他明明是资质平庸的全灵根修士 居然修炼得如此之快 更让人吃惊的是 不知他从哪里弄到一只高阶做起 这也太过匪夷所思了 到现在 他也拿不定主意 该如何称呼叶玲 只好将在了大殿前 愣呵呵地望着清传弟子 在众长老之中 浓眉阔目的周冲周长老的脸色铁青 眉头都拧成了疙瘩 暗暗心惊 这小子的修为又精进了 前些日李宝还说 夜灵是炼器三层的修为 怎么转眼之间 居然到了炼器五层 这 这 太不可思议了 看他骑着高阶飞勤的驾驶 似乎有些不妙 此时此刻 要鼓中的众弟子 纷纷被惊动 有的撒脚如飞地在路上狂奔 赶赴道坛 有的已经到了 他们看到眼前的一幕时 同样是惊讶万壮 哼 这就是传说中的高阶飞勤吗 我似乎在妖兽图鉴上见过 叫什么来着 是青鸾 则则 骑着青鸾的人好面熟啊 难道是外门弟子大笔的榜首 夜灵夜师兄 我没看错吧 嘿嘿 夜师兄让我等大开眼界了 众人议论纷纷 肃琴和紫山携手飞跑出来 也看到了青鸾上的夜灵 赶紧揉了揉眼睛 一脸的迷茫之色 匆匆赶到的李宝宁望着青鸾上的主人 眼中露出无比的崇敬和狂热 人群之中 何景生 孟昌 还有庄良寿等等 与夜灵相熟的师兄弟 都被夜灵骑着青鸾的样子惊叨 震撼不已 甚至从南谷药谱远到而来的孙二虎 瞧见高阶飞行上是夜师兄 惊讶之余 顿时现出一脸的尊敬之色 甚至开始唾沫横飞地 向手底下看管药谱的外门弟子们 大肆吹捧起夜师兄来 夜灵沉声一壳 打破了尴尬的局面 冲着宗主和众长老一抱拳 一本正经地道 师尊 今日事出有因 弟子夜灵见悦了 失礼之处 还望众位海涵 说话间 夜灵举起了仙门长老的令牌 朗声道 奉天丹仙门 金丹长老刘军堂之命 夜灵这一嗓子 震惊了所有人 众人的目光 齐刷刷地望向了他手中的仙门长老令牌 宗主赵元珍赶紧招呼众人 依着仙门的门规 冲着仙门长老令牌躬身一礼 然后恭敬地问道 不知仙门 刘长老有何法指 我等听命 请夜使者示下 第四十二章 执掌冰洞 夜灵驾着青鸾 持着仙门令牌 正色道 仙门刘长老有令 命要古宗宗主率门人弟子 接管松阳密林中 新晋发现的天然熔洞 成为天丹仙门的中等矿洞 另外 赵天丹仙门二代弟子周冲 务必到溶洞听讯 说吧 夜灵冷冷地俯视着 要古宗大殿前的周冲老贼 周冲的脸色顿时变了 浓眉紧锁 心无限地下沉 夜灵冷笑一声 冲着宗主赵元珍拱了拱手道 请师尊即刻派人随我前去 仙门的刘长老在溶洞立等 赵宗主连声称是 对于仙门金丹长老 接见这等大事不敢怠慢 当下赶忙分派 沉生一颗道 要古宗上下 所有筑基长老 精英弟子和内门弟子 都随本宗主 去松阳密林的溶洞 拜望仙门长老 留下外门弟子各司其职 守卫要古 众弟子轰然应诺 一听说要拜见仙门的金丹长老 望向清丸的目光更加热切了 紫山又惊又喜道 肃清姐 看样子 夜师兄身受仙门长老赏识 连八街做齐清丸都借他齐了 嗯 若非是他遇上金丹长老 尤为也不会进步得如此之快的 等有机会了 咱们去问问他 肃清猜测道 望向清丸上的夜灵 一脸的复杂之色 宗主赵元珍召集好门人弟子 一刻也不敢耽搁 和众长老驾起见光 跟随着夜灵的清丸 领着下面的众弟子 出了耀鼓护山大阵 数百人浩浩荡荡地穿过长溪原野 赶赴松阳密林 孟昌望着夜灵这位昔日 清住院好友的背影 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何景生则是除了羡慕 心里多少有些酸溜溜的 暗恨自己 怎么就没有这等运气 外出历练从来没有遇到过 仙门金丹长老 余下的众内门弟子中 和夜灵同是宗主 清传弟子的庄良寿 只觉得心中发苦 没想到夜师弟这么快 就进阶到了炼气五层 和他的修为相当 从今往后 谁叫谁师弟 还说不准呢 最高兴的 要数孙二虎和李宝 孙二虎自不必说 他看到新任的顶头上司夜师兄 从前几天的炼气三层 匪夷所思地进阶到炼气五层 甚至还深受仙门长老弃重 孙二虎除了震惊之外 更多的是对虔诚的欣喜 他暗暗发誓 以后一定得在南谷药谱 把这位顶头上司夜师兄伺候好了 夜师兄发迹之日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连带着他都有好处 李宝更是用炙热的目光 望着青鸾上的主人 现在他名义上是周冲的弟子 看着周冲那老家伙 黑着脸 在后面乖乖地跟随的模样 李宝一个劲地偷乐 积极赞叹 还是主人有办法 以仙门金丹长老的势头 力压周冲 嘿嘿 看情形周冲的日子 要不好过了 而主人则是平不清云 说不定今后还会败入天丹仙门 还是我李宝有眼力 当初跟对了主人 这些人各自怀揣着心思 随着要鼓宗的大队人马 终于来到了松阳密林 前面有夜灵驾着青鸾岭路 没过多久 众人就来到了天然溶洞前 宗主赵元珍看了看周遭的地势 则则叹道 真是个隐蔽之处 难为他们是怎么找到这个洞穴来 啊 洞口有强大的禁制阵法 显然是仙门长老所设 还请夜市者通禀一声 就说 本宗主领着要鼓宗的门人弟子都来了 夜灵跳下青鸾 冲着宗主攻身一礼 呵呵笑道 师尊太客气了 如此称呼 断断担当不起 弟子这就去通禀 说着 夜灵持着仙门长老令牌 扣在溶洞口的禁制阵法光幕上 过了片刻 一道清光从溶洞中飞至 洞口的禁制阵法瞬间撤下 出现了一个先锋道鼓的轻衣老者 夜灵赶忙抱拳一礼 递上了仙门长老的令牌 弟子也按前辈的意思 把人都带到 特来复命 后面的宗主赵元珍 各位助姬长老 还有耀鼓宗的精英弟子 数百内门弟子 齐齐跪岛失礼 拜见天丹仙门长老 拜见刘长老 周冲紧走两步 上前来跪倒叩头 苦着脸道 弟子先门二代弟子周冲 拜见刘师叔 先门精丹长老刘君堂瞪了他一眼 冲着众人摆摆手道 都起来吧 周冲 待会儿本长老要好好地教导教导你 还不退在一旁 周冲逗大的汗珠子 嘀嘀哒哒往下躺 文婷此言 略略松了口气 赶忙恭恭敬敬地视力到一旁 夜灵看到他这副样子 暗暗好笑 脸上却不露出来 依旧是不冷不淡 仿佛对周冲视若无误 药谷宗主赵元珍赶紧过来 也是一副恭敬和忐忑的样子 晚辈药谷宗主赵元珍 不知先门长老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还望长老见谅 这些都是晚辈带来的 药谷宗重长老 精英弟子和内门弟子 全攻先门长老拆遣 先门留长老满意地点点头 吩咐到 松阳密林的天然溶洞 本长老看过了 堪比仙门的中等矿洞 修仙资源十分丰富 里面兵灵气十足 适合练气期小修们修炼 从今往后 这座荣洞就归天丹仙门管辖 你负责派药谷的弟子日夜守卫 带仙门弟子来时 再交接荣洞 是 晚辈谨记 务必看守好荣洞 等待仙门人来 赵宗主毕恭毕敬的应道 丝毫不敢怠慢 仙门留长老又召唤来 夜以臣服的七阶冰龙 从溶洞中飞旋而出 险些吓坏了不知情的药谷弟子 刘长老又道 这条七阶冰龙 本来是溶洞一层的妖兽 如今本长老 命他做镇洞灵兽 看守洞口 若非是天丹仙门 以及药谷弟子 旁人谁也不能善入此洞 此外 溶洞一层 还聚集了不少来此历练的本地修士 有云苍宗的 也有风桥镇的散修 本长老对本地修仙界的情况不甚了解 这些人还是由你来发落 赵宗主连连点头 拍着胸脯道 是 晚辈看仙门长老的意思 长老说放人 晚辈立刻放人 长老要是看他们不顺眼 晚辈这就领人他们斩尽杀绝 叶灵和重要谷的长老和弟子们听了 心头都是一领 暗道宗主真是够心狠手辣的 为了讨好仙门长老 不惜斩杀了之前在洞中历练的所有修士 仙门长老刘君堂微微皱眉 他曾听叶灵说过 又顾忌着云仓宗是帝玄仙门下设的宗派 这才没把事情做绝 谁知这赵宗主这么没有眼力假 于是 刘长老摆了摆手 冷冷地道 罢了 我听叶小徒说 你们耀谷和云仓宗之间 除了抢地盘 争夺修仙资源以外 也没什么灭门的深仇大恨 把人都放了也就死了 若是今后 他们还敢打溶洞的主意 本长老就没有这么仁慈了 耀谷宗赵宗主 马屁拍到了马脚上 赶紧挽回 立刻改口道 刘长老说的是 晚辈这就去办 刘长老指住他道 还有 你派药谷宗的弟子 负责采挖洞中的濒临矿 九成都上缴给仙门 留下一成 归你们药谷所用 药谷弟子 也可以劲动历练和修炼 直到仙门派人来 另走安排 重要谷宗弟子听了大喜 连声欢呼 拜谢仙门长老 我等定然勤家修炼 不负仙门长老厚望 刘君堂碾须微笑 点了点头 换来叶灵 分派道 叶小图 你对溶洞的情况 最熟 负责领着药谷的 众师兄弟历练 本长老命 你为冰洞守卫弟子 这是溶洞二层冰洞的洞口 尽职御检 由你执掌冰洞 负责开启 为了维持冰洞的灵物数量 每天放进去历练的弟子 不得超过二十人 今后也将是 仙门三代弟子的历练之处 还得依着这个惯例 叶灵心中一动 冰洞大权 果然 药谷宗的诸位助级长老 都以羡慕极度到极致的眼神 望着叶灵手中的静止欲减 但他们 又都不敢打歪主意 毕竟叶灵是 仙门长老清点的冰洞守卫弟子 谁敢挑战金丹长老的权威 余下的门人弟子 包括内门弟子 和练气后期的精英弟子 几乎都是以讨好的眼神望着叶灵 听仙门长老的口气 溶洞二层的冰洞 不仅冰灵气急浓 而且有不少灵物 每天只限二十人进去历练 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 若不讨好叶师兄 怎么能取得了 叶灵也察觉到 众人灼灼的目光 但他的神色 依旧镇定淡然 回头冲着曾经在 青竹院的几位好友 微微一笑 紫衫激动地 拉着肃秦的手 望向叶灵的目光中 仿佛充满了无限的崇拜 巧笑嫣然道 看见了吗 叶师兄终究惦记着咱们呢 肃秦解释冰修 正好去冰冻中修炼 肃秦含笑点头 脸颊上闪现出一抹红霞 竟有几分羞涩 孟昌只觉得 心头热乎乎的 暗到叶兄真够意气 连何景生都有些诧异 不由得对叶灵多了几分钦佩 孙二虎更是心头狂喜 虽然叶灵的眼神不曾扫过他 但凭借着这两日 尽心竭力服侍 顶头上司叶师兄的这份交情 也足以让他在叶师兄面前说得上话 兴许还能在溶洞中讨一分美差 第四十三章 训斥周冲 孝纳厚礼 要古宗赵宗主奉了先门长老之命 召唤上众长老及门人弟子 都领了心踏印好的溶洞地图遇见 鱼贯进洞 释放那些云苍宗弟子 和来此历练的炼气小修们 趁着这个功夫 先门长老刘军堂 把叶灵和周冲换到跟前来 随手画出一道禁制阵法 与外界隔绝 周冲心头一寒 做贼心虚似的 瞥了叶灵一眼 暗叹 多半是叶灵在金丹长老面前 告了自己一状 同时又猜不透 这位先门金丹长老 要如何处置他 只有诚惶诚恐地垂手势力着 逗大的汉珠往下躺 叶灵比他镇定多了 冷冷地瞪了周冲老贼一眼 心中暗道 周冲啊周冲 你也有今天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平日里三番五次地试图陷害叶某 今日叫你加倍奉还 先门长老刘军堂沉着脸 深邃的目光盯着周冲 十分严厉地道 周冲 你身为天丹先门二代弟子 可曾记得 你来药谷执行的先门任务 周冲击凌打个冷战 慌忙应道 弟子记得 弟子领的先门任务 是在药谷做宗门长老三年 并负责在枫桥镇周边巡视 说来惭愧 这松阳密林里的天然溶洞 本该由弟子发现 上报给先门才是 却劳驾了刘长老今生大驾 弟子惶恐 是弟子无能 请长老治罪 多 先门刘长老冷冷地道 亏你还是个住击期的二代弟子 竟然比不上练器小修业小徒 尽职尽责 惭愧 惭愧 叶灵这孩子聪明激紧 弟子自愧不如 周冲违心地道 拉下老脸来 一个劲地直说惭愧 心里却恨透了叶灵 若非是他 自己怎会受先门长老这一顿训斥 但是到如今 叶灵很显然深受刘长老器重 周冲不得不顺着刘长老的话 对叶灵称赞一番 谁知还没等周冲说完 先门长老刘军堂一阵冷笑 怒道 你失职是小 蓄意谋害门人弟子是大 你是如何对待叶小徒的 讲 周冲的心一翻个儿 腿一软 抖翼而颤 赶忙跪倒在地 连声道 回禀长老 弟子周冲戴叶贤职甚好 从不曾有谋害之意啊 叶灵攻身一礼 对之道 禀前辈 周冲周长老便怀疑上了弟子 非要说弟子得了什么天降的宝光 逆天的功法 后来在外门弟子大笔上 我光明正大的 打败他看好的弟子李宝 周冲更不服气 屡次欲加害弟子 甚至曾不止一次的 派他的清传 李宝到我的洞府附近探查和监视 就是我在长溪远野历练时 他也曾李宝也跟踪过 周冲 你敢否认吗 周冲脸都绿了 冷汗都浸透了后背 深恨李宝 这头蠢猪办事不秘 竟然都被叶灵发觉 简直是蠢笨到家 他又哪里知晓 李宝早已认叶灵为主 这些都是叶灵亲自过问李宝的 周冲擦着额尖的冷汗 但要辩解 却被仙门刘长老深邃的眼神看透 刘长老冷冷地道 你还有何说 叶小徒说得有理有据 难道还会故意诬陷你不成 周冲苦着脸 只有连连叩头 弟子有罪 是弟子教导徒弟无方 都是李宝那小子不知好歹 得罪的叶贤侄 当初弟子的确有所怀疑 但又怎会为难一个炼器小修 请长老恕罪 刘长老牧师叶灵 叶灵会议 知道刘长老 估计吴国周氏大修仙家族的颜面 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 也不便处置周冲这丝 让他给个台阶罢了 于是 叶灵不冷不淡地道 既然周冲周长老都这么说了 依弟子之见 只要周长老保证以后 再不打扰弟子的清修 再不为难弟子 还请前辈放手下开恩 周冲就好像 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 赶忙硬道 是是 刘长老 弟子周冲 绝不敢伤害叶贤侄 一分一毫 弟子之罪 再也不敢了 好 先门刘长老点了点头 道 倘若今后叶小徒有什么差池 拿你是问 周冲如小鸡啄米似的 拼命点头 拍胸脯保证 在金丹长老面前 有苦也厌了 有气也不敢显露出来 一副唯命侍从的样子 刘长老又道 叶小徒的心性品行 绝对是炼气弟子中 出类拔萃的 在数百炼气小修中 唯有他能够采摘到 万年如意草的如意冰灵果 从而一口气 晋升到现在的修为 他的天资虽差 但有这等出类拔萃的品性 得到的先缘 也要比旁人深厚 所以 修炼得照样不慢 周冲你即便身为 仙门二代弟子 在这方面 也要多多向叶小徒请教 周冲又是恶然又是惊叹 不由地对叶灵刮目相看 原来他是服侍了 如意灵果这等大补之物 才晋升到炼气五层 训斥过了周冲 刘长老撤下禁止 命气皆冰龙 常年驻守在 松阳密林的天然溶洞洞口 这世药谷宗主赵元珍 早已在外面等候多时了 他已分派好众位助击长老 发放洞中 历练地修饰 甚至连灰溜溜的 云沧宗于道人 也请了出来 赵宗主小心翼翼地问道 回禀仙门长老 他是云沧宗的于洪化 也放吗 于道人赶忙上前紧走几步 一脸讨好的望向刘长老 苦苦哀求 刘长老恩威病师 免须冷笑道 嗯 看这小子还算实相 放了吧 记住 今后松阳密林的 天然溶洞归天丹仙门的管辖 你别指望着上报地悬仙门来争抢 于道人大喜过望 谦逊道 不敢不敢 我等万万不敢打天丹仙门的主意 在下回去 也绝技不敢乱说 周冲这时候才来了镜头 巴不得在仙门长老面前 多表现表现 冲着于道人横眉冷对的道 带上你手下的云苍宗弟子 快滚 别说是打天丹仙门的主意 就是打药谷的主意 我们也来者不惧 于道人赶忙招呼上云苍宗的弟子 急匆匆逃出松阳密林 往云苍山去了 这时候 叶灵看着本宗弟子 在发放洞中历练过的其他门派修士 以及封桥镇的散修 叶灵闪在一旁 等他们渔贯而出 终于等到了冯开宇等人 冯开宇一路之上 尽受药古宗长老和炼器弟子们的呵斥了 战战兢兢地望着洞口的金丹长老 实在是没有胆量出这个洞 他一见到叶灵 连拱手作衣 身尸一礼 叶药师 我等有眼不识泰山 曾在言语上对金丹前辈多有得罪 还恳请叶药师为我等求情 后面的凤池宗云婉和小荣 也生怕受到牵连 也茫茫地冲叶灵飘然万福 甚至云婉不惜施展射魂术 多抛几个魅眼 楚楚可怜地道 是啊 请叶药师搭救我们 小女子感激不尽 小荣也收敛了几分 同样是炼器五层 他却十分委屈地道 叶道兄与金丹前辈很有渊源 能在前辈面前 为我们说上几句好话 我们都欠你一个人情 储物代理 还有不少灵石和法器 但凡叶道兄能看上眼的 只管拿去 冯开宇抓出了大把灵石 要请叶药师笑拿 叶灵却淡然一笑道 在我看来 先门长老他身份高贵 绝对不会难为几个炼器小修的 我领着你们三个 只管放心随我来 要是先门长老拦着你们 我再替你们求情 临时什么的我都不要 此事无论成与不成 你们都欠我一个人情 以后也莫要忘记了 冯开宇 云婉和小荣都点头应道 但愿如叶药师所言 碧药师还请出言相劝 我等绝不敢忘记叶药师的恩情 叶灵微微一笑 呵呵 好说 请云姑娘和小荣姑娘 各送我一张传音符 说不定他日还要相见之时 叶灵的用意很深 他听先门刘长老说过 炼制如意转神丹 除了如意草 还有两位药材 一位是很常见的金银花 再有一位 就是三阶灵草卷叶黄金 叶灵曾在门派的灵草图件上见过 卷叶黄金是稀有灵草 在丰桥镇周边 只有凤池宗的所在 凤池是盼有分布 所以叶灵才会问 二女索要传音符 方便日后找寻卷叶黄金 显然 云婉和小荣都会议错了 稍稍一愣神之后 赶紧献上各自的传音符 甚至云婉还不忘了娇媚的一笑 连小荣都温柔了许多 冯开宇看到此景此情 一肚子的醋意 却又不敢发作 甚至从储物袋中 拍出一只玉碱来 压低声音 嘿嘿笑道 既然叶药师不要灵食 小兄无物可送 这是本门的秘书玉碱 请笑呢 叶药师好歹也送小兄一程 玉须踪秘书 难道是中阶灵木树 叶玲心神一动 用神石扫过 果不其然 于是笑着点了点头 大袖一挥 十分豪爽地道 三位 随我来 果然 叶玲猜得不错 她带着冯开宇 云婉和小荣走出溶洞口时 县门留长老只看了叶玲一眼 把胆战心惊的其他三人 直接给无视了 轻易地放他们出去 走到松阳密林的林间 冯开宇三人长出了一口气 仿佛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第44章 冰岩洞府 到了林间 冯开宇赶忙向叶玲连声呈谢 还是叶药师情面大 连清单长老 都是看在叶药师的份上 放我等出来的 哼 今后叶药师如有什么要帮忙的事 只管说给小兄 赵之急来 云婉和小荣 不约而通的甜甜一笑 我们也是一样 赵之急来 叶玲满意地点点头 冲他们拱了拱手 飘然作别 又往回返 叶玲见师尊赵宗主 和助基七的几位师叔 正在向仙门长老刘军堂 禀报药谷的林草种植情况 以及丰桥镇周围 五大宗门的局势 叶玲深知 这些事情 不是他一个小小的 炼器中期弟子 所能旁听的 所以他支去地走开 打算进溶洞二层 去执掌冰洞 挑选二十名弟子 去冰洞历练 刚走到了溶洞大厅 孟昌 何景生 肃秦和紫山 都聚集在这里 专等着叶玲来 见到他纷纷上前贺喜 孟昌咧嘴笑道 叶兄 恭喜你进阶到炼器武藏 令小弟望尘莫及 佩服啊 佩服 何景生再高傲 到了如今 也对叶玲刮目相看 尤其是叶玲和仙门的 金丹长老攀上交情 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叶玲 嘖嘖赞叹道 叶兄如今不仅修为精进 而且在这天然溶洞中 担任要职 从今往后 还请叶兄 对咱们青竹院的老友们 多多照拂 那是自然 叶玲满口答应 笑道 我们青竹院五人 与其他师兄弟师姐妹们不同 相处日久 理应多多照顾 诸位可有兴趣 跟我同去冰冻修炼 四人大喜 连连点头 尤其是肃秦和紫山 更是喜不自胜 紫山娃尔一笑道 我就说嘛 叶大哥一定会惦念着我们 肃秦姐还不信 如今肃秦姐还有何说 肃秦笑道 多谢叶师兄不计前嫌 小女子感激不尽 叶玲领着他们 绕过驱狼洞道 来到了溶洞一层中 方圆树石里的大洞 让他们瞧得心旷神怡 此时 溶洞一层里 各派的和风桥镇的散修们 都被撵走 竟是单胜宗弟子 和一部分领了任务 进洞勘察兵林矿分部的长老 在草地上猎杀草球妖的 众内门弟子 瞧见叶玲领领着人来了 赶紧停下眼前的战斗 纷纷上前给叶玲剑里 倒把叶玲吓了一跳 平日里默默无闻的叶玲 即便成为外门弟子大笔的榜首 宗主的清传弟子 也不曾受过 众内门师兄弟的如此礼遇 如今 叶玲与仙门刘长老的关系 令众内门弟子眼红耳热 再加上 叶玲指掌溶洞二层的冰冻 更让他们加倍热情地 上前来套近乎 甚至有些女修 顾不得害臊 一个个夜诗歌长 夜诗歌短 叫得好不亲热 好不容易只走了他们 孟昌颇为感慨地道 可热的人物 恐怕是令师尊赵宗主 也要对你另眼相看 唉 在这些内门弟子中 就属小弟的修为最低 又是个小小的要同 临时也赚得不多 以后夜兄切莫忘了 提携小弟 夜灵拍拍他的肩膀 笑道 放心 你虽然只有 炼气二层的修为 但也可以进冰冻修炼 凭借着冰冻的浓郁灵气 短时间内 修炼之炼气三层 没有问题 孟昌听了甚是高兴 粗嚎的声音笑道 好 还是夜兄够一切 小弟如今 隐隐触碰到 炼气三层的境界 只需闭关几日 绝对可以进阶 夜灵汗手而笑 又沉吟道 我现在考虑是 冰冻中的妖兽品阶不低 二阶三阶的妖兽满地跑 需在冰冻中设下 强大的禁制阵法 在灵脉上开辟洞服 这样咱们 就可以进里面修炼了 等师尊有空 我亲自去见他 说明此事 肃秦和紫山听了眼前一亮 抢着道 何必烦牢 何景生服长笑道 对对 早就听我师父说 玄清长老的 在阵法禁制上的造诣 堪称是要古宗一决 有劳两位师妹了 夜灵点头表示同意 二女匆匆去请师尊玄清 不大会儿的功夫 玄清长老架着飞剑 在这二女赶来 就算是身为药谷 宗筑机器的女长老玄清 对夜灵也客气了起来 听说夜贤只打算 在冰冻中布下禁制阵法 有什么为难之处 只管跟本长老开口 夜灵还从来不曾见过 门中的筑机长老对自己这么客气过 赶紧抱拳一礼 从储物带中拍出冰冻地图遇见 说给了玄清长老 方位和地势 靠近冰冻入口的地方 何处的冰灵气最浓 夜灵都凭着印象 一一给玄清长老介绍清楚 玄清长老轻点针手 亲自驾起飞剑 载着他们轻竹居五人 赶赴溶动一层的幽暗之灵深处 到了地方 玄清长老先以瞻仰和膜拜的神情 凝望着仙门留长老封印 冰冻入口的禁止阵法 不住地点头称赞 终究是仙门的金丹长老那 布置下的禁止阵法奥妙无方 就算是要古宗 所有筑机长老捆一块 也极难破开 夜灵淡然一笑 从储物带中 拍出仙门留长老赐予他的禁止遇见 往阵法光幕上一按 瞬间出现了一张大小的门洞 一行人鱼贯而入 惊动了冰冻入口附近的二阶雪狼 和三阶雪雕 都被玄清长老的筑机器 强大气息惊散 紫山紧跟在师尊身旁 拍手笑道 快看 好可爱的雪雕 肃秦却是心有余悸的道 溶洞二层的冰冻中果然危险 到处是二阶三阶妖兽啊 若非是师尊与我们同来 就凭咱们五个 绝对不是洞口这些妖兽的对手 夜灵点了点头 所以说 得在冰冻入口 再设上一圈禁止阵法 挡住妖兽的入侵 咱们才好在冰冻中安心修炼 玄清长老驱散了附近的妖兽 到了异定的小山丘之下 漫山冰雪 遍布着冰晶岩石 灵气也很浓郁 玄清长老笑道 就是这里了 离着冰冻的洞口又近 灵气也不错 你们就在这里 开辟冰岩洞府吧 本长老在此处设下 五阶上品阵旗 再补充一些禁止阵法 只要持着本门弟子令牌 就可以进出 围拢了此山和冰冻洞口 算是你们的禁修之地 保管妖兽们闯不进来 商议定了 众人开始忙碌起来 各自在山丘下开辟洞府 肃秦和紫山住一块 二女合力开凿了个大洞府 孟昌本想跟何景生和叶灵同住 两人却都愿意独处一事 让孟昌也无可奈何 最后 叶灵看着他们都开凿好了 在冰岩下找了个偏僻的地方 开辟好了个洞府 玄清长老也在周围设下阵法光幕 五阶上品阵旗闪烁着阵法幽光 令冰冻中的妖兽不敢靠近 最后玄清长老还留下了一笔灵石 送给了叶灵 笑道 五阶上品 郑齐德靠着灵石维持运转 这些先留下用着 以后用完了 只管插肃秦或紫山来我这里去 叶灵忙道 那怎么好意思 嘿嘿 这个晚辈已经想好了 维护郑齐的灵石 可以寄在门派的账上 只需回去跟宗主说一声就是了 或者 也可以算到 进冰冻历练的弟子头上 谁来历练 掏上几块灵石 想必他们也是心甘情愿的 玄清长老点头赞叹 还是叶贤直聪明 怪不得身受先门金丹长老器重 如此最好 你们可以在冰冻安心修炼 我先走了 肃秦 紫山 你们两个要好好修炼 莫要辜负了为师的期望 肃秦和紫山赶忙齐声应了 别过师尊 玄清长老走后 清竹院的五人都轻松了许多 欢喜非常 紫山提议道 列位 咱们五人又住在了同一个冰雪山丘下 干脆把这里的冰雪山丘 当作新的清竹院 由执掌冰冻的 叶师兄起个名 刻在冰岩上 赞成 我副意 由叶师兄起名 这里算是咱们的新居 众人满以为叶灵会 起个文雅别致的新居别称 谁知叶灵淡然一笑 随口起了个简单了当的名字 这有什么正经 就叫冰岩洞府吧 四人一愣 孟昌率先鼓掌贺彩 好名字 够贴切 够直爽 就在他们各自 住进冰岩洞府时 松阳密林 天然溶洞口 药谷宗主赵元珍 和宗里的几位助基长老 恭送走了 天丹仙门的 金丹长老刘君堂 赵宗主尝出了一口气 握着溶洞的地图欲剪 一脸的喜色 哈哈 咱们药谷 宗壮大值日可待 今后 不仅会受到仙门重视 还可以采挖溶洞中的濒临矿 从中抽的两成的好处 以供药谷用度 最让人心动的 莫过于药谷的弟子 能在灵气浓郁的 天然溶洞中修炼 可以大大的提升 本门弟子的修为和实力 众长老呵呵笑道 可不是吗 多亏了仙门流长老 还有令徒叶灵 以后咱们药谷宗 就不缺灵石了 宗里给各位长老的俸禄 是不是要往上提一提 赵宗主碾须笑道 我看可以 哈哈 我这个宝贝徒弟 真是不错 为门派立了如此大功 又深受仙门长老器重 本宗主要好好的 奖赏他一番 第四十五章 门派特权 众位长老一 听说每月的俸禄要长 心中窃喜 立刻来了镜头 连声附和 嗯 一定得重赏叶灵 以后 在仙门流长老问起 也好有个交代 嘿嘿 依在下之见 令徒叶灵 为门派立了大功 除了执掌冰洞外 今后也不用去领 门派任务了 对对 建议宗主 还可以把叶灵 列入门派的精英弟子中 享受更多修闲资源的待遇 赵宗主连连点头 笑得合不拢嘴 清传弟子 叶灵露了大脸 让他这个做师傅的脸上 也有光 这石门派 助机长老周冲 却是一脸的阴沉之色 心有余悸地 擦了擦额间的冷汗 马上叫来他的弟子李宝 把仙门流长老 训斥他的话 迁怒于这个笨蛋弟子身上 你这个蠢货 我派你去监视叶灵 怎么监视的 啊 如今可倒好 连仙门金丹长老都知道了 李宝苦着脸 只能承受着周冲的怒火 心中却暗暗盘算着 如何去讨好主人叶灵 呼得眼睛一亮 母狗眼一翻 善善地道 师尊教训的是 弟子一定将功不过 弟子 这就去寻找叶灵 周冲气急败坏地道 怎么 你这废物 还想给我惹祸不成 你难道不知道 叶灵现在是 仙门金丹长老面前的红人吗 他有什么三长两短 仙门的金丹长老就要 拿我问罪 李宝煞有其事地点头应道 弟子明白 弟子打算去向叶师兄请罪 让他消除了 对师尊的敌意 他日 即便是仙门长老问起 师尊脸上也好看 周冲沉淫了片刻 点点头道 嗯 有道理 这还差不多 去吧 如果再把事情办砸了 招惹到姓叶的 当心你的脑袋 是是 弟子一定讨得 叶师兄欢喜 弟子告退 李宝心中一阵暗笑 拜别过周冲 暗暗得意地 穿过曲狼洞道 去溶洞 找主人叶灵 刚到溶洞一层的草地 就有人远远地招呼他 李师兄 李宝微微一正 在进洞的内门弟子 中他是修为最低的 还有人管他叫师兄 令他多少有些诧异 赶紧寻声望去 原来是看守南谷药谱的 外门弟子孙二虎 李宝不禁其道 孙二虎 你是怎么跟来的 宗主有令 外门弟子都留守药谷 谁这么大胆子 放你来的 孙二虎点头哈腰的 满脸陪笑 李师兄有所不知 我跟那门师兄们说是 叶灵叶师兄 要我跟来的 所以他们 才让我跟来 还放我进洞 这不 我这就要去找叶师兄 谁知晚来一步 听说叶师兄 他们已经借着 玄亲长老的飞剑 飞至了幽暗之灵的冰洞 我正发愁 沿路上妖兽出没 该怎么去冰洞 李宝爹足探道 可不是吗 我也正要去找叶师兄 听你这么一说 以你我的修为 是万万无法 深入溶洞一层了 孙二虎笑道 我知道 李师兄的交际颇广 不如李师兄 招呼上几位门派的 精英弟子 让他们领上咱俩 一起去拜叶叶师兄 也只好如此了 李宝点了点头 跟孙二虎两人 去请门派 精英弟子护送 几位练气后期的 精英弟子 见他们两个修为太低 都不乐意 最后还是孙二虎 好说歹劝 说跟叶灵叶师兄的 关系不错 领上他同去冰洞 或者叶师兄一高兴 会放他们进冰洞历练 李宝也赶忙道 是啊 我与叶师兄 交情也不浅 你们如果肯护送 我们俩 一定劝叶师兄 允许你们进冰历练 这几名精英弟子 听到这里 都是面露喜色 这时急匆匆赶来的宗主 清传弟子装良寿 也是来训练 气后期的师兄们保驾 说有宗主的法旨 也要上冰洞 去见叶灵 一行人照着地图预检 往溶洞一层深处进发 足足走了数十里的路程 令他们惊讶的是 到了覆盖满白雪的幽暗之灵 竟然是一地的三阶妖兽尸体 有来得早的同门弟子 正给妖兽们收尸 拾取之前的材料 孙二虎看到满地的妖兽尸体 眼中放光 却被李宝一把拉住 见叶师兄要紧 这些死的妖兽材料 完全可以出来以后再捡 门派的精英弟子 多半看不上 这满地的妖兽尸体 只憧憬着 神秘的溶洞二层冰洞 同样催促着快走 等到了冰洞入口 有静置阻隔 谁也进不去 众人一边瞻仰仙 门经丹长老 布置下的入口静置 一边寻找着叶灵等人 有个练气后期的 精英弟子眼间 往洞中瞧看 喜道 快看 里边冰秋之下 似乎有新开辟的洞府 那个收拾洞府的 不是坛长老门下的何景生吗 怎么不见叶灵 哎 何师弟 何景生听的冰洞外有人呼唤 在洞口静置里面问明了缘由 赶紧去叶灵的 冰岩洞府禀报 叶灵正在洞府中盘西打坐 沿袭先门流长老次 给他的御寿觉 听到何景生的禀报 叶灵微微皱眉 按道 这要是每天都有同门弟子 想进冰洞 修炼 让他开启冰洞静置 那得多麻烦 索性把这个执掌冰洞的大权 委托给何景生 或者是孟长算了 想到这里 叶灵拾起静置欲检 整了整一山 除了洞府 与何景生同到了冰洞口 叶灵这一露面 立刻引得冰洞静置 阵法外面众人的欢呼 都是一脸的讨好之意 连那些练气后期的精英弟子 也不敢以师兄自居了 见到叶灵 都是十分客气地称呼为叶兄 叶灵见到李宝和孙二虎 跟随着一路同来 事先猜测到了几分 嘴角铭起一个弧度 等他看到同事宗主的 青传弟子庄良寿时 微微有些诧异 但还是拱手一笑道 庄师兄 你也来了 庄良寿赶紧抱拳还礼 对叶灵除了羡慕还是羡慕 呵呵笑道 叶兄客气 如今 叶兄也是练气五层的修为 又深受先门长老 和师尊他老人家器重 小弟甘居叶兄之下 以后还望叶兄多多照顾 小弟是来传誉师尊他老人的法旨 宗礼 对叶兄奖赏丰厚 不知小弟可以进冰洞里转着吗 他这一番话 立刻引动了同来的精英弟子们 争先恐后的道 叶兄 听说每天只限二十人进冰洞历练 我们几个都是先来的 修为也足够 是不是可以进冻呀 嘿嘿 我等公住叶兄执掌冰洞 又得门派后赏 就放我等进来吧 叶灵冲何景生递个眼色 神识传言道 何兄 把维持静止阵法 需要临时的事 跟他们说一说 何景生会议 赶忙道 众位不要嚷 听我一言 这冰洞门口的静止阵法 和里面玄亲长老师的阵棋 都需要临时来维持运转 但凡静动历练的弟子 多少总得上交些灵时吧 叶灵又给静止外的 李宝和孙二虎递个眼色 两人是何等的投机钻营 心思灵活 赶忙硬道 对 对 这个要求不过分 静冰洞历练的师兄们 理应上交些灵时 做维持镇法光目的费用 门派的重精英弟子 手头上都有一些灵时 但又生怕负担不起 在冰洞中 若是猎杀妖兽 采蛙灵草灵矿 赚不到这些 岂不是亏了 他们都眼巴巴地望着叶灵 问道 叶兄 要交多少 灵时我们还是有些的 叶灵其实对灵时的多少并不在意 他的仙府玉佩中 存有三十万灵时 还在乎维持镇法的这点 叶灵只是借着这个由头 好借题发挥 叶灵微微一笑道 众位都是在下的师兄 怎好意思 为你们索要灵时 这部分灵时 由在下或是装师兄 禀报给师尊 请宗门发放 你们不需要上交多少灵时 如果众位过意不去的话 可以把在冰洞中历练所得 尤其是灵草灵花 分给在下一线 足见盛情 冰洞洞口外的重精英弟子大喜 连声应没 都称赞叶灵够一起 孙二虎和李宝面面相去 两人一路上都商议好了 想在冰洞谋取一份美差 谁知叶灵竟然不受他们进洞钱 不过 两人转念又一想 叶灵定下的规矩 让精英弟子们进洞历练 所得之物留下一些 似乎手段更为高明 比固定树木的 临时来得更刺激 赚得只多不少 于是两人会议的一笑 都以敬佩的目光望向叶灵 叶灵池静止欲减 开启了冰洞入口静止 放进众人来 这些同盟的师兄们 都是千恩万谢 恨不能即刻就去历练 这时 庄良寿正式地向叶灵贺喜 师尊他老人家说 叶兄跟随先门金丹长老 占据了这等天然溶洞 为先门 为我们要鼓宗立了大功 特以宗主之名 要重重奉赏叶兄 侧耳倾听着连冰岩洞府的孟昌等人 也听到他们高声喧哗 赶来看热闹 同样是席耳恭听 宗主说 叶兄今后可以不必领取门派任务 从今往后 列入门派的精英弟子中 享受门派精英弟子的一切待遇 宗主还说 叶兄随时可以回药古宗大殿找他 另有重赏 依小弟的猜测 想必是极品丹药 法器 法医等物 嘿嘿 恭喜叶兄了 第46章 征收灵草 修炼道朔 众人听得正了又正 都已羡慕 甚至是极度的目光望着叶灵 不需要领取门派任务 还能享受上 像炼器后期精英弟子一样的修仙资源 这等美事 简直是要古宗所有炼器弟子们 都梦寐以求的 叶灵含笑点头 让庄良寿 跟随门派的精英弟子 前去冰冻历练 留下了李宝和孙二虎两人 叶灵看了两人一眼 猜测到李宝的来意 多半跟周冲老贼有关 于是只问另一个 孙二虎 你来找我作甚 以你炼器二层的修为 在冰冻里历练九死一生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想在我这里谋个差事 孙二虎连连点头 应道 叶师兄明鉴 属下在南谷药谱待腻了 那里也没什么油水 远不及这新发现的溶洞中好 若是叶师兄肯收留 属下愿意继续为师兄效劳 你倒直白得很 叶灵目入沉阴之色 对孙二虎收钱 药账的能力绝不怀疑 他信任这个油嘴滑舌的家伙 于是叶灵转看向李宝 李宝赶紧上前身诗一礼 回禀叶师兄 小弟也愿意助叶师兄看守冰冻 嘿嘿 小弟已经禀明了师尊 得到师尊的许可 想来有小弟跟孙师弟 一起负责照管 每日进洞出洞的门人弟子 在我们两个的陆立同心下 必将会把冰冻洞口制理得紧紧有条 让叶师兄垂拱而至 孙二虎不住地点头道 李师兄说得极是 有我们两个负责 有李宝监视着 孙二虎的确可以人尽其才 叶灵听过了两人的请求后 点点头道 好 就由你们两个负责照管冰冻入口 李宝 这是冰冻的静置预检 你负责开启洞口静置 甄选静动历练的门人弟子 孙二虎 你负责协助李宝 问他们收取冰冻中历练所得的灵物 抽两成也好 抽一成也罢 稀罕灵物 尤其是奇花异草 问他们收取之后都留给我 至于其他的寻常之物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两人欢喜不尽 功声应诺 随后 叶灵命孙二虎 在冰冻洞口之侧 开辟两间时事 单叫过李宝来 暗地里以神识传音 询问周冲老贼之事 李宝黑黑一笑 给主人传出神念 周冲被先门金丹长老警告之后 再也不敢来招惹主人 主人只管放心 叶灵点了点头 淡然道 那就好 你和孙二虎好好干 一旦收到什么奇花异草 就都给我留着 我自会来取 没什么要紧事 就别来冰岩洞府打扰我 懂吗 懂 一切仅遵主人之命 小的告退 就不打搅主人清修了 李宝公身一礼 别过主人 兴冲冲地 持着静置御检 去看守冰冻入口 叶灵安置好了他们 转身回到冰岩洞府 在府门前设下暗阵 盘膝打坐 继续休息御兽觉 御兽觉的御检 是先门刘长老留给他的 若能洗得此类法觉 即可召唤 比自己高一小境界的灵兽 这关系到叶灵召唤三阶雪雕 和三阶紫色冰岩兽 叶灵不得不下 苦功勤家修炼 除此之外 叶灵还有从御须宗精英弟子 冯开宇那里得到的 御须宗秘术中阶灵墓术 从南圣宗练齐八层的 悬疑秀士的储物代理 翻出的南圣宗秘术中阶金光盾 和风系群公道术 风卷残云 都需要好好休息 于是 叶灵整日里 只在冰岩洞府闭关 不问外界之事 孟昌专心闭关修炼 一心想着突破炼气二层 也是数日闭关不出 连他都是如此 何景生 肃秦和紫山更不必说 一个个被叶灵炼气五层的 修为所刺激 也在进行闭关修炼 使得整个冰秋之下 冰岩洞府都是一片静谜 只有冰冻入口处的 李宝和孙二虎 每日里兢兢业业的 放足二十名门派弟子 进冰冻中历练 等他们出来的时候 无非吹灰之力 更何况 这些进冻历练的门人弟子们 都不敢得罪两人 恨不能给他们 多分鲜而烈火 采摘的灵雾 因为他们深知下回进冻 少不了还要烦劳二伟 一旦得罪了其中某人 下次进冻历练 就难上加难了 这日 叶灵在洞府中 不断地试炼新学会的 道术中阶金光盾 并且越来越纯熟 为此她没少消耗了 金鹿灵酒来补充法力 等到她修炼风 细群公道术 风卷残云时 洞府中狭小的空间 显然无法施展此术 只有到外面去失恋 叶灵撤下了 洞府门首的禁止暗阵 出了冰岩洞府 她一出来 立刻惊动了 在冰冻入口处 清点灵石和灵草灵矿的 孙二虎和李宝 两人赶忙停下了 手中的活计 快步上前 向叶灵失礼 孙二虎一脸的谄媚之色 嘿嘿笑道 回禀叶师兄 这几天收获颇丰纳 分道的妖兽兽皮兽破等 足有好几十 甚至有些近 冰冻历练的门人弟子 挖出冰岭矿来 也悄悄地分了我们点 我们的灵石也不在少数 几天下来 足有上千灵石 李宝也禀报道 上次装粮兽装师兄回去 跟宗主提起 冰冻中的镇旗和镇法 需要灵石来维持之势 宗理特地拨下了一笔灵石 小弟都堆到了 镇旗的镇脚上了 没敢善用 叶灵随意地点了点头 你们把这几天所要来的收获 都拿给我看 我吩咐的奇花一草 可曾收到几株 有有 李宝赶忙硬道 都在我这里 我特地关照过 静东历练的师兄们 让他们都留意着采摘来 嘿嘿 一共二十几种灵草 其中又以冰系灵草居多 足足装了两个储物袋 李宝和孙二虎不敢藏私 各自打开储物袋 让叶灵查验 叶灵对那些妖兽材料 和灵矿灵石等物 见没什么稀有的 都是一眼扫过 等他看到李宝献上的两个 装满灵草的储物袋时 用神识细细瞧看 嘴角泛出一丝笑意 叶灵汉手笑道 嗯 不错 这些灵草灵花都归我 余下的灵石受破等物 你们两个分了吧 好好干 有你们的好处 李宝和孙二虎大喜过望 简直是欢欣鼓舞 连连拜谢过叶师兄 叶灵忽然想起了什么 望了望冰冻外面 问道 最近可有天丹仙门派人来 没有 都是我们要谷的内门 甚至外门弟子 在驱狼洞道和溶洞一层里 采挖灵矿 嘿嘿 我们两人脱了叶师兄的符 就留在冰洞入口直视 余下的内门弟子 几乎都有每月采挖 冰灵矿的任务 连叶师兄的几位好友也不例外 叶灵微微一正 果然瞧见冰秋之下的冰岩洞服 有两间的洞门是虚眼的 叶灵暗自庆幸 还是自己有门派特权的好啊 免去了一切门派任务 乐得轻松自在 最后 叶灵拍了拍两人尖头 勉励一番 命李宝开启冰洞入口的阵法 直接出了冰洞 飘然而去 孙二虎和李宝都不敢多问 恭送走了叶师兄 开始瓜分妖兽材料 和冰灵矿 以叶灵现在 炼气五层的修为 还不足以与冰洞中的妖兽对抗 即便冰洞中 有诸如二阶雪狼的妖兽 但都比溶洞一层要凶悍得多 并且往往是成群结队 叶灵独自一人对付他们 简直就是吃力不讨好 所以 叶灵才决定去溶洞一层 寻找修炼风 细群弓道术的僻静之处 叶灵出了冰洞后 来到溶洞一层的幽暗之灵中 虽然此处较为安静 除了进冰洞历练的修饰以外 几乎没有别的弟子来这里 只可惜 这里的妖兽几乎绝技 叶灵想找个试炼道术的对象 都没有 索性架着火雕 一路往南飞去 溶洞一层方圆数十里 叶灵曾大致地走过一遭 但还有很多地方是没有去过的 所以 他一边架着火雕 观看着地图遇见 一边留意着所过之处的实际地形 偶尔遇上同门采矿 或是历练的弟子 他们纷纷以羡慕和崇拜的眼神 望着火雕上的叶师兄 远远就招呼道 叶师兄好 叶师兄 多日不见啊 叶灵汗手微笑 算是回应 自从他执掌冰冻以后 在门中的地位 简直是扶摇直上 连平日里根本不屑于 跟他打招呼的师兄师姐们 到如今 一个热情似火 巴不得跟叶灵多说上两句话 攀上交情 没过多久 叶灵实在是厌倦了跟同门打招呼 看惯了这些师兄师姐们 热情洋溢的表情之下 有多么的虚伪和不自然 叶灵问他们 要了一份由重门人弟子 补充绘制的 溶洞一层新地图预检 单脆架着火雕 一路上只往没人的地方飞 总算来到一处偏僻的荒林 这里是二阶朽木妖的聚集地 正适合我修炼风卷残云 经过多日的闭关研席 玉兽诀 中阶金光盾和中阶灵木树 都已修炼纯熟 不妨放出三阶雪雕和紫色冰岩兽 分别用用望风和护驾 想到这里 夜灵一拍灵兽带 召唤出了三阶雪雕和紫色冰岩兽 夜灵给雪雕传出神念 命他在荒林外游异 一旦有修饰靠近 随时通风报信 而让紫雪人士的紫色冰岩兽 留在自己身边 一起寻二阶朽木妖的晦气 第47章 初学炼丹 紫色冰岩兽制出冰块 打得荒林附近的二阶朽朽木妖 纷纷逃窜 夜灵对他的攻击力很满意 这只三阶变异冰岩兽 似乎也只会这一种奇怪的攻击手段 威力相当于炼气后期修饰的 单体冰系倒数外加冰块的大力轰击 杀伤力强大 同时夜灵惊奇地发现 他每次攻击消耗的冰块 皆取自于自身 所以 随着紫色冰岩兽的不断攻击 紫雪人而式的身体 也在不断地缩小 开始的时候 夜灵依着妖兽图鉴上记载的法子 直接用冰灵矿 冰灵石来喂养紫色冰岩兽 他的身体就会缓慢增大 逐渐跟滚雪人似的壮大起来 后来夜灵干脆在仙府玉佩的灵田 种植了大量的极品冰系灵草 来喂养冰岩兽 这些浓郁的冰灵气入体 使得紫色冰岩兽的恢复和壮大 更快的几分 只要极品冰系灵草充足 紫色冰岩兽 几乎可以不断地打出冰块 有了这一强大的冰岩兽在身旁 相当于多了个练气后期修饰实力的助手 夜灵即便深入二阶妖兽的聚集地 同时面对好几个二阶朽木妖也不拒 夜灵放心地试炼着心学的风系群弓道术 风卷残云 双臂在胸前交错聚拢 耗费了体内近半的法力来藏风聚气 然后随着两臂齐张 打出一道风之漩涡 呼 夜灵施展的第一道风卷残云 歪歪斜斜地刮出 毫无意外地打偏了 即便如此 方圆树杖之内如同狂风扫过 虽然无法对朽木妖造成伤害 但地上的荒草和泥沙都被卷起 让夜灵多少找回了一点自信 这封戏群弓道术的施法范围广 只需要多加试炼 必定会渐渐地熟练起来 只是施展一次 几乎消耗掉了体内将近一半的法力 每练习两次 必须打坐影下金鹿零九 来恢复法力 夜灵又施展了一道风卷残云 比头一回稍强了些 风卷残云推进出的距离 也比方才远了数尺 然后夜灵赶紧盘膝坐下 大口大口地引下几品金鹿零九 命身旁的紫色冰岩兽 抛至冰块 驱散靠近的朽木妖 这样一来二去地试炼风卷残云 法力消耗甚快 夜灵几乎把大半的时间都用作了 引下金鹿零九恢复法力 夜灵暗叹 二阶几品金鹿零九的补充法力速度 远远比不上在大笔上赚来的三瓶 几品如意转神丹 那才是堪称试炼气修事 梦寐以求的灵丹妙药 据说药效超过三阶极品环神丹 甚至可以与助击初期修事服用的 四阶清灵丹所蕴含的灵气媲美 只可惜 我仅仅得到了三瓶 在日常修炼和历次斗法中用去了一瓶 如今只剩下两瓶了 一直舍不得 把如意转神丹用作修炼倒数 实在是浪费啊 若能炼制出大量的极品如意转神丹 不仅有助于修炼倒数 更有益于平时的日常修炼 加快修炼速度 仙府摘星亚里 囤积了大量的极品如意草 这一炼制极品如意丹的主药材 另外的两味药材 精英花是普通灵草 多的是 卷叶黄金得去凤吃吃盼去寻 嗯 现在是该学炼丹的时候了 以我的采药经验 应该倒从到了采药师的境界 如今又想有门派精英弟子的待遇 论清论理 都有资格回要古宗向师尊讨教炼丹术 想到这里 叶灵也不是炼风卷残云了 收起紫色冰岩兽和外面放风的三阶雪雕 其上做起火雕 静止飞出了溶洞一层 落过曲狼洞到时 叶灵发现不少门人弟子 都被征召来采挖灵矿 叶灵只冲他们略略点点头 就匆匆出了天然溶洞 守卫溶洞口的直视弟子 见到叶灵 十分热情地招呼道 叶师兄 许久不见 嘿嘿 您是要在附近转转 还是回门派 宗理命玄亲长老 在天然溶洞口 建造好了的门派传送阵 门中的弟子回门派方便多了 叶灵眼前一亮 见这个新修的传送阵 即便放在药谷里 也算得上是中型传送阵 大小仅次于药谷宗大殿前的 足可以一次传送数十人 叶灵点点头道 呵呵 玄亲长老对阵法的研究 是越来越精湛了 不愧是宗理的阵法大师 我正是要回门派去面见 师尊他老人家 你们忙 公送叶师兄 只是弟子亲自为叶灵开启了传送阵 甚至自掏灵石 嵌入了传送阵的光柱上 随着传送阵的光环落下 叶灵只觉得眼前白光一闪 瞬间传送回了药谷的道坛 叶灵直奔药谷大殿 整了整衣山来面见师尊 宗主赵元珍 见清传弟子从冰洞赶回 满面春风 跟往日里对叶灵的冷淡大不相同 简直是判若两人 叶灵啊 在溶洞二层的冰洞里 住的习惯吗 哼 为师这几日 专得你回来领取门派奖励 你替门派立了大功 除了享有精英弟子的待遇外 和免去门派任务的特权外 为师还为你准备了一份厚礼 说着 赵宗主 拍出一个橱带 递给了叶灵 叶灵谢过师尊赏赐 打开一桥 里面赫然有一双靴子 和一枚清脆欲滴的戒指 赵宗主看到他疑惑的眼神 碾须笑道 这双靴子 是极品风系玄云靴 本来是三阶极品 完全可以穿上 发挥出加速的效果来 另外 这一枚二阶极品银竹戒指 可以抵挡全系法术攻击 堪称是二阶中的稀有真品 叶灵大喜 这两样极品装备 正是他所缺少的 提升行动速度的玄云靴 自不必说 像银竹戒指这等抵抗 全系法术攻击的防御性法宝 的确是少之又少 在风桥阵方式上都很难见到 叶灵收起来 重新拜谢过师尊 又禀报道 回禀师尊 弟子近来在采药意图上 泼下苦工 如今熟读药草和灵草图鉴 又了解到了许多灵草的 生长环境和条件 似乎晋升到了采药师 赵宗主和蔼地问道 哦 为师的南谷药谱中的灵草 你都一一识别过了吗 叶灵点点头 心中暗笑 何止是识别过 几乎每种灵草都材质检验后 栽进了仙府玉佩的灵天中 到现在都长成极品 储存在小木屋里备用着呢 赵宗主遂考察 叶灵在灵草方面的学识 问到了树诗中冷僻和稀有的灵草 叶灵都一一作答 令宗主赵元珍十分满意 很好 以你现在的采药经验和学识 确实达到了采药师的境界 莫非你找为师来 是要学习炼丹术 正是 叶灵干脆利落地应道 赵宗主呵呵笑道 好 为师最盼望的 就是 你在丹修意图上越走越远 因为你的灵根资质很一般 修仙意图注定坎坷 倒不如在采药炼丹上多下点功夫 为师这便传你炼丹术 先随为师到炼丹阁 观摩炼丹之法 叶灵兴奋不已 赶紧躬身应目 叶灵深知 这一切都是 因为她和仙门经丹长老攀上了交情 又为门派立了功劳 宗主才对她如此重视 换作往常 师尊对她很冷淡 想要学炼丹 只有等炼气后期再说 现在却不可同日而语了 叶灵稍稍透露出 要学炼丹的意思 不仅宗主答应得很爽快 而且还要亲自带她去学 一路上 赵宗主惠人不倦的纯纯教诲道 吴国的九大仙门中 天丹仙门以炼丹著称 咱们要古宗 隶属于天丹仙门 也是以炼丹为主的宗门 也是封桥镇周围 唯一一个采药炼丹的门派 炼丹之术远远流长 大致地讲 炼丹手法通常分为四部分 分别为控火 头药 鸣丹 开炼 叶灵明神细听 用心牢记 知道师尊会继续讲下去 果然 赵宗主顿了一顿 继续道 所谓控火 就是掌控炉火 把握好火后 这就要选取合适的炼丹炼 和上好的火灵石 第二步投药 就是适时的投放主药材 最能考虚一个炼丹弟子的炼丹熟练程度 接下来是宁丹 又叫做定丹成型 在宁丹的过程中 要投放辅料 与主药材一起炼制 达到宁丹的效果 最后等到订丹成型时 适时地开炼 这个不用细说 你一看便知 叶灵暗暗留心记忆 跟随着师尊来到了炼丹阁 在赵宗主的指点下 观摩宗里的炼丹大师崔长老炼丹 崔长老见宗主 亲自携着弟子来学炼丹 不敢怠慢 为了照顾叶灵 让他看得仔细 干脆从一阶出品回神丹开始炼起 崔长老在青铜炉中 添加上了几块出品火灵石 待炉火平稳之后 投入了一阶出品回神草 紧接着过了片刻 待回神草炼制出汁液来 投入辅料金银花 最后订丹成型 等着时间差不多了 立刻开炉 煞时间 一股淡淡的药香一出 出丹率达到了九成之多 老朽族族有数十年不成 炼制出品回神丹 手生了 出丹率没有达到十成 让宗主见笑 崔长老自嘲道 又让叶灵观摩了几次炼丹手法 后来的几炉出丹率都达到了十成 没有一粒废丹 令叶灵赞叹不已 第四十八章 青囊传授 药谷 炼丹阁 叶灵跟随着炼丹大师崔长老 学习炼丹术 经过数次观摩后 叶灵开始尝试着 炼制一阶出品回神丹 宗主赵元珍深知初学炼丹之不义 吩咐炼丹阁中的药童 去门派药舱 取来堆积如山一阶和二阶的各种品项的灵草 以供叶灵学习炼致用 同时还让炼丹阁 奋波给叶灵十个中品青铜炼 即便发生丹炸 毁坏了炼丹炼也不打紧 叶灵在崔长老的指点下 往青铜炼中添入火灵石 有赵宗主在旁边督促着 崔长老一副兢兢业业的样子 滔滔不绝地介绍道 往炼中添加的火灵石的分量和品质 要与炼丹炼相配 越是极品的炼丹炼 对火灵石的要求越高 当然 炼制出的丹药成色也好 出丹率也高 接下来 掌控炼火 需要消耗一定量的法力 来平移炼丹炼中的火灵器 使得炼火平稳 这时控火爵的预见 你先好好地研习一遍 不急于投药炼丹 叶灵接过来 用神识一扫 认真研习起来 这时 赵宗主对崔长老的耐心和细致 大家赞赏 令崔长老继续传授 他自个儿返回了药谷宗大殿 赵宗主一走 炼丹大师崔长老仿佛松了一口气 开始眯起眼睛来闭目养神 不再理会叶灵 叶灵 叶灵研习过控火爵之后 试着掌控炼火 几经试炼之后 渐渐纯熟 崔长老 接下来是不是可以投放主药材 出品回神草了 崔长老随手丢给他几块玉检 懒懒地道 这几片玉检 是炼丹术入门 你自己研习 别再打搅了本长老的进修 叶灵微微一正 再看崔长老那副漫不经心的模样 顿时恍悟过来 感情是宗主一走 这老家伙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根本懒得去传授他炼丹之道 叶灵肚中暗骂 但也无可奈何 只得一一研习过炼丹术的预解 索性也不再请教崔长老 开始自己摸索地往青铜炉中投药 开始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 到了宁丹的时候 叶灵投入辅料金银花 好让其订单成型 突然间 砰的一声闷响 青铜炉爆炼 叶灵瞧着地上打转的青铜炉碎片 愣了半上 再回头看看闭目养神的崔长老 见这老家伙一点反应都没有 似乎对叶灵初次炼丹发生丹炸 丝毫不感到意外 叶灵毫不气馁 袍袖一挥 刚风卷去了炼丹炉的碎片 重新换上一个新的中品青铜炉 到了现在 他总算体悟到宗主的用意 为什么要给他准备十个青铜炉 原来初学炼丹术 丹炸也是常有的事 第二炉 宁丹石 炸 第三炉 宁丹定丹成型后 还没等着开炉 也炸 叶灵丝毫不以为意 绝对不会心疼 更不会皱一皱眉头 反而对自己练丹手法的逐渐熟练 感到十分欣喜 当叶灵摆上第四个青铜炉时 崔长老终于坐不住了 拦住他道 慢 像你这样练下去 十个青铜炉都损耗掉 也未必练得出一粒丹药 你消耗的一节出品灵草 不值什么钱 更何况是从门拍药仓去的 跟老夫没有关系 但老夫练丹阁的中品青铜炉 却贵重得多了 一个中品青铜炉 价值整整两百零十 你这么快损耗掉三个 就是六百零十啊 崔长老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显然是心疼得要死 叶灵暗暗好笑 淡淡地道 既然如此 还请崔长老多加指点 弟子若能学会 彻底掌握了练丹术 练出成丹 同时也减少青铜炉的损失 岂不甚好 崔长老气得两眼直翻 冷哼道 根本不懂炼丹之道 你以为炼丹是人人都可以学的吗 没有一丁点的炼丹天赋 只有靠无数次的尝试 才能在丹修意图上取得成就 嘿嘿 像你小子又不是大修仙家族出身 背后没有庞大的修仙资源做支撑 即便学会炼丹又能如何 注定无法精通此道 依老夫之见 你略懂丹道即可 应付应付宗主而已 没必要再浪费灵草和炼丹炉 夜令暗暗皱眉 原来这老家伙 是在心疼灵草和炼丹炉 料定自己没有财力去炼丹 将来在丹道上也不会有所大成 所以懒得传授了 但夜令转念又一想 眼下除了请教这个小气的炼丹大师 还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了 所幸投己所好 直截了当地 从储物带中 拍出十块中品灵石来 递到崔长老跟前 近来晚辈在天然溶洞历练 又只长着冰冻 弄到不少灵石和灵草 所以才会要鼓来学炼丹术 这些灵石全做 是赔偿丹炉的损失 如果崔长老肯极力传授弟子炼丹之道 炼出丹药 弟子再送十块中品灵石 请您老辛苦 这一招果然奏效 崔长老见到他一出手 就是上千灵石 眼睛倍亮 仿佛在一瞬之间 年轻了好几十岁 赶紧笑眯眯地收下 连连点头 哈哈 好说好说 原来闲职在冰冻中收获不少 来 老夫给你细说 投放药草和灵丹石要注意的事项 关键是要看准了火候 老夫再给你演示一遍 崔长老透出了百倍的热情 重新认真仔细地传授夜灵炼丹术 恨不能他即刻就炼制出丹药来 甚至比夜灵还要着急 好收他的十块中品灵石 夜灵暗暗感慨 对这位炼器大师的人品不敢恭位 但对他纯熟的炼丹手法 还是十分欣赏的 加倍的留神注意 就这样 崔长老孜孜不倦地传授 夜灵不厌其烦地一次次试炼 到后来 终于炼制出了一如一节出品回神弹 等夜灵开炉时 闻到的一股淡淡的药香 看着十二粒丹药中 只有两粒滴溜元 余下的十粒 全部是不成形的废丹 即便如此 夜灵还是兴奋不已 很爽快地 给了崔长老十块中品灵石 崔长老自然是笑得合不拢嘴 一叠声地赞叹 夜灵的炼丹天赋惊人 抢着道 不知闲职还有灵石吗 老夫在传授闲职 其他丹药的炼制之法 虽然炼丹手法大同小异 但其中还是有不少差别的 夜灵见他极不可耐地 要传授其他丹药的炼制之法 点了点头 问道 敢问长老 如何提升出丹率 靠的是天长日久的炼丹吗 随着炼丹手法的纯熟 自然而然地就提升上来了 崔长老翻了翻眼珠子 故弄玄虚道 诚然如你所说 但老夫可以保证 轻囊传授你炼丹经验 让你少走许多弯路 节省不少灵草和丹炉 嘿嘿 绝对可以让你省下一大笔零食 及早地晋升炼丹师 闲职只需花费几块中品零食 就能得到这么多好处 何乐而不为呢 崔长老开始还旁敲侧击 后面干脆赤裸裸地问叶玲 要起了零食 后来叶玲干脆跟崔长老商议好 若是他真的传授炼丹的心得体会 让叶玲满意 叶玲就会加一块中品零食 并且要崔长老做到有问必答 叶玲跟他学炼丹之道 纯粹演变成了一种交易 在零食的驱使之下 崔长老格外的卖力 甚至比宗主赵云真在时 都要兢兢业业 随着深入的学习 叶玲熟悉了几乎各种一阶 和二阶灵丹的炼制之法 包括二阶灵酒的酿制等等 甚至还在崔长老口中了解到 以他炼器中期的修为 只有从炼丹弟子 晋升到炼丹师以后 才可以炼制比自己高一阶的 诸如三阶环神丹之类的丹药 眼看炼丹数学的 差不多了 无论炼制什么丹药 只要照着丹方上记载的 炼丹手法都是大同小异 叶玲深知他唯一不足的 就是对炼丹的熟练程度 和经验的积累 只有炼制同阶极品丹药的出丹率 达到七成之上 这才算是晋升到炼丹师 炼制出三阶灵丹 最后 叶玲从崔长老那里 已经问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终于起身告辞 崔长老慌忙捡起了地上的零食 恋恋不舍地送出 满脸陪笑道 今后叶贤侄在炼丹的过程当中 遇到什么问题 只管来问老夫 老夫定当志无不言 言无不见 叶玲随意地拱了拱手 扬长而去 直接来到门派丹房 以师尊赵宗主令他学炼丹的名义 命丹房弟子 给他踏印下所有低阶丹丹的丹方 之后 叶玲经过药谷的门派传送阵 来到了丰桥镇方式 在方式上 叶玲不惜价钱 以一千零十一个的行价 采买了大量的极品青铜炉 用作炼丹 甚至还买了很多种类的 低阶灵草或灵草种子 不管值钱的不值钱的 只要能在仙府玉配里 种出极品 能用来炼制丹药 提升炼丹经验 叶玲统统收入囊中 一切都采买好之后 叶玲这才返回药谷 又通过药谷宗大殿之侧的传送阵 来到松阳密林 最后 叶玲进了溶洞二层的冰洞 直接吩咐给李宝和孙二虎 说要闭关 任何人不得打扰 叶玲回到冰岩洞府中 一边盘膝打坐 浮食如意转神丹 进行固本培圆 丹药脆体的日常修炼 一边把魂魄之体 随着心神进入仙府玉配 在仙府摘兴牙的灵田边 支起了阵旗 摆上了极品青铜炉 开始疯狂炼丹 第49章 晋升炼丹师 叶玲有仙府 灵田种出的大量灵草 再加上极品青铜炉和火灵石 也足够用 开始疯狂炼丹 对于炼丹之道 叶玲从崔长老那里了解到 万变不离其宗 只要学会了炼丹手法 炼丹术进阶 仅仅是个熟炼的问题 只有在不断的炼丹中 获取炼丹经验 出丹率才会不断地提升 叶玲有着得天独厚的炼丹条件 不用考虑灵草和丹炉的损耗 远远胜过那些灵草有限 捉襟见肘的丹修 逐渐地稳步提升 等到他炼制到二十几炉丹药时 终于达到了七成的出丹率 什么炼丹天赋之说 完全是糊弄人的 熟能生巧罢了 叶玲炼丹炼得久了 终于得出了这一结论 每次新鲜出炉的丹药 叶玲都懒得去挑剪灵丹 跟废丹一起 全部的倾倒进储物袋中 绝不皱一下眉头 然后紧锣密鼓地 开始炼制更高品阶的 一阶中品灵丹 随着叶玲的炼丹术 越来越纯熟 丹炸毁炉的情况 越来越少 不需半日的功夫 几时炉丹药下去 中品灵丹的出丹率 也达到了七成以上 就这样 叶玲完全沉迷在了 炼丹的过程中 灵草不够 就在仙腐灵天里栽种 法力不够 就出来 引下极品金鹿零酒 最后叶玲 甚至嫌金鹿零酒 补充法力太慢 不惜动用仅有的两瓶 如意转身丹 一晃半个月过去 叶玲的炼丹术突飞猛进 极品青铜炉 也不知用坏了多少 在不知不觉中 叶玲炼制二阶 极品灵丹的出丹率 达到七成以上 终于从炼丹弟子 晋升到了炼丹师 到了现在 叶玲总算可以炼制 比自己高一阶的三阶灵丹 又尝试着炼制了 几日三阶环神丹后 最终炼制出了极品丹药 这才算作罢 停止了炼丹 叶玲撤下了阵旗和丹炉 把手放在了 仙府灵天边的戒碑上 白玉碑闪闪发光 又显出几行刺迹来 东皇仙府摘星牙碑 牙主 叶玲 修为 炼器五层 寿元 九十三 封号 仙府摘星牙主 赐予灵田一亩 木屋一座 星辰之金三枚 林田灵力 满 草木生长 无需恢复 木屋储物 未满 储存灵物 万年不坏 星辰之金 空 滋润星神 恢复须十二日 叶玲看霸多时 暗暗点头 自从借助星辰之金的磅礴灵力 进阶至炼器四层之后 叶玲没有怎么去驻仙府戒备 不过叶玲也依稀记得 当时星辰之金恢复须六十日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十八天 叶玲在这期间 凭借着如意冰灵果的灵器 早已进阶至炼器五层 想到再过十二天 又可以动用星辰之金 来修炼上古功法号天诀 叶玲就兴奋不已 叶玲同时又想到 即便凭借着星辰之金的 来加速修炼 魂魄境界 固然可以提升至炼器六层 但是若没有丹药粹体 固本培圆等日常修炼的话 等到炼器六层的魂魄归体 难免会造成境界不稳 届时还得靠服侍丹药 和吸收天地间的灵器 来巩固境界 有了这种顾虑 叶玲打定了主意 必须加紧服侍如意转神丹 来固本培圆 很显然 叶玲手上剩下的 寥寥无几的几粒如意转神丹 绝对不够用 急需炼制出大量的 极品如意转神丹 如今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极品如意草有了 金银花更不用说 炼丹术也到了火候 只剩下炼制 如意转神丹的最后一味药材 卷叶黄金还没有到手 必须尽快地弄来 想到了这里 叶玲的心神 退出仙府玉佩 魂魄龟体 叶玲撤去了门首的静止 出了冰岩洞府 看到洞府门前的积血 几乎有半人多高 叶玲不禁感慨 这大半月来 只顾着炼丹 不闻外界之事 也不知溶洞中有什么变化 当即叶玲召唤来 李宝和孙二虎 见两人浑身上下 焕然一新 都穿着极品法衣 显然过得十分滋润 你们两人近来又问 静动历练的门人弟子 收到多少好处 赶忙毕恭毕敬的硬朗 打开储物袋 让叶玲查验 叶玲神识一扫 见新晋征收上来的灵草 数量不少 品类却只比原先 多了十余种罢了 难得见上两三株 稀有冰灵草 叶玲点点头 命两人继续看守好冰洞 李宝见主人又要外出 赶忙禀报道 回禀叶师兄 近来天单仙门派人来过 全权授予咱们要古宗弟子 开挖溶洞一层的冰灵矿 八成上交仙门 余下的两成规 咱们要古所有 至于这冰洞嘛 受到的影响不大 孙二虎补充道 是是 属下特地询问过仙门的使者 他说 以现在的开采程度 溶洞一层的冰灵矿 足够采挖数十年之久 留着冰洞里的冰灵矿 已被日后仙门之虚 轻易不能动 叶玲汉手笑道 如此最好 既然没咱们冰洞什么事 乐得逍遥自在 这时 冰秋 夏冰岩洞府中修炼的几位好友 听到外面的动静 纷纷从洞府中走出 叶玲回头一瞧 看到何景生 肃秦和紫山三人无一例外 竟然都突破了炼器初期 修炼至了炼器四层 甚至紫山 隐隐有触碰到炼器五层的迹象 呵呵 可喜可贺 三位的灵根姿质本来不错 在冰洞中修炼得大有长进 尤其是紫山师妹 令小兄刮目相看 离这炼器五层也不远了 叶玲一边拱手贺喜 一边暗暗感叹 怪不得人人都说 天资高绝者 修炼得更快 紫山当时 在外门大比之前 凉天齿凉处的水灵根 资质很高 深受玄清长老器重 到现在 果然是属他修炼得最快 要不是叶玲浮射了如意冰灵果 还有仙府玉佩中的 星辰至今加速修炼 否则修为早就被他 甩出好几条街了 何景生抱全环礼 朗声笑道 多亏了叶兄 把我们安排在冰冻 借着此地的浓郁灵气 这些天 我们纷纷出关 修为都有敬意 就连梦昌梦失地 也从炼气二层 修炼至了炼气三层 昨日还见他出去 招呼了一大帮外门弟子 在溶动一层彩蛙灵矿 肃秦和紫山 也上前万福见礼 肃秦乍然跟叶玲见面 一时间欲言又止 挂到嘴边的话 又咽了回去 只有紫山大眼睛 忽闪忽闪地望着叶玲 笑嘻嘻道 不如叶大哥带我们去 叶玲心中一动 胆笑道 我近来炼丹缺一味药材 正打算要去凤池走一走 一路之上既可以历练 也可以采药 不过要担一些风险 不知你们哪个愿意随我同往 三人都是一正 面面相去道 凤池 那不是清一色女修的门派 凤池宗的地盘吗 叶师兄要上哪里去 正是 何景生眼睛顿时就放出了金光 喜道 叶兄 小弟愿望 紫山瞪了他一眼 悠然道 我看你是听说凤池宗美女如云 巴不得去见识见识吧 才要历练 导成了棋子 是不是啊 我的何师兄 何景生脸上有些发烧 赶紧辩解到 哪里的话 我是为帮叶兄的忙 为朋友两肋插刀 岂会贪图凤池宗女修的美色 你们又不是 不知道我何景生的为人 从来都是正人君子 叶玲听了暗暗好笑 见他赌咒发誓地认真起来 赶紧止住 点头表示同意 何兄的眼光极高 寻常的女修 根本不会被何兄放在眼里 这个在下十分了解 哈 何兄要去 你们两个呢 我相信 此行肯定会有些风险 不如两位师妹 还是好好地闭关修炼吧 大不了 我去找庄良寿庄兄组队 肃秦和紫山都不服气 连声应道 我们也要去 在哪里历练 没有风险 这一去 不仅仅帮叶师兄的采药 更能增长剑文 多多历练增加斗法经验 何乐而不为 叶玲点头笑道 好 有三位相助足矣 孟昌的修为不够 就不叫他了 咱们即刻动身 赶奔凤驰 一行四人说走就走 出了冰洞 又穿过溶洞一层 到了松阳密林中 丰桥镇周边的 五大宗门之一的凤驰宗 就坐落在松阳密林的 西北方向 足有百里远近的凤驰持盼 叶玲也不骑着火雕 只与三位好友徒步而行 一路之上 遇上拦路的低阶妖兽 进阶斩杀 叶玲看了看他们用的法器 何景生自不必说 何氏修仙家族的少公子 用的是二阶极品精灵剑 穿的也是崭新的 二阶极品法衣 想来何氏修仙家族 对他进阶练器中期 也着实地奖励了一番 再看肃秦和紫山的手中法器 令叶玲倍感诧异 竟然也都是极品 肃秦持着一柄 二阶极品冰灵刀 紫山则握着 二阶极品水红环 紫山见叶大哥 十分欣赏地 看着他的手中之物 颇为自豪地解释道 这是我们托了大小姐的福 丰桥镇陆氏大修仙家族赠予我们的 没有花一块零食 叶玲当然知晓他所说的陆家大小姐 陆氏天之娇女陆冰兰 想必她现在在天丹仙门里 急受仙门重视 念及肃秦和紫山服侍她一场 令陆家好好照顾二女 也未可知 叶玲没有声问 只是会议的点点头罢了 远远可以望到凤池宗的护山大镇 叶玲淡然一笑道 我在凤池宗还有两位朋友 或许也可以照应一二 带我打出传音符 试着联系他们 第五十章 赵之即来 叶大哥在凤池宗 还有两位朋友 泽泽 一定是漂亮女修了 紫山呼闪着大眼睛 蛮有深意的问道 肃秦的双眸中 微不可查地闪过一丝怨念 同样是一脸的质疑之色 冷哼道 没看出来啊 我们本以为叶师兄整日里闭关不出 应该不会跟外界的女修鬼混 谁想到 还是与凤池宗的女修们勾搭上了 叶玲 你很可以啊 叶玲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淡淡的道 哪里有你们说得那么邪乎 仅仅是认识而已 什么勾搭鬼混 简直是无稽之谈 肃秦悠然道 我听说了 凤池宗女 修冠会用一种秘术 叫射魂术 最是勾魂射魄的 叶师兄 只怕是早已被凤池宗的两个丫头骗子给迷住了 早知道如此 我和紫山才不来呢 何景生听得一愣一愣的 把羡慕和极度埋藏在心底 装作证人君子的模样 赶忙劝解 催促叶玲赶紧打传音符 与凤池宗的女弟子联系 叶玲点了点头 从储物带中拍出云婉和小荣 留给她的传音符 搜得两道亮光飞出 远远地没入了凤池宗的护山大阵里 果然 没过了多久 一红一黄两道倩影 穿过了凤池的护山阵法 往叶玲等人的所在飞掠而来 叶药师 别来无恙 我们姐妹 两人照之急来 怎么样 没有令叶药师失望吧 云婉和小荣匆匆而来 见了叶玲赶忙万福失礼 又重新谢过叶玲 上回在溶洞门口的护送之恩 二女看了看叶玲身后的肃琴 紫山和何景生 略略有些诧异 询问道 这三位是 叶玲给他们一一做了介绍 肃琴还依稀有些印象 释然地点点头道 原来是你们二位 我就说怪眼熟的 原来在溶洞开启时 我们也曾有过一面之缘 何景生早已瞧得吃了 尤其是云婉信眼秋波流畔 若即若离地 给他抛了一击魅眼之后 险些把他的魂魄勾走 叶玲沉声一咳 赶紧止住道 嗨嗨 云姑娘莫要捉弄何兄 她是个老实人 受不了姑娘的射魂术的 何景生心中一灵 自觉失态 脸都涨红了 赶紧望向别处 但心头却犹如小鹿乱撞一样 跳个不停 肃琴和紫山面面相去 总算见识了传说中的射魂术 险些而另立来高傲的何景生 神魂颠倒 同时 他们对凤池宗姐妹的大胆泼辣 也深有感触 形式风格与药谷宗弟子迥异 云婉见到肃琴他们诧异的眼神 丝毫不以为意 甚至打趣道 呵 相较之下 还是夜药室最有定理 召唤我们姐妹来 有什么要紧事 提前说好啊 我和小荣只欠你一份人情 只帮你一个忙 这次赵之急来 下回就不管用了 小荣也天天一笑道 是啊 夜药室可要想好 究竟来凤池宗所为何故 难道是为丹丹拜会我们两个的 小妹受宠若惊 嘻嘻 何景生又险些被凤池宗二女的活泼热情所迷住 她长这么大 何曾见过这么可人的女修 只可惜 她也深知自己仅仅是练弃四层的修为 虽然是和氏家族的少公子 但离这二女 还有很一段差距 夜灵没有何景生那样的患得患尸 根本不去考虑这个问题 一本正经的道 夜某来凤池 只为寻得一味药材 卷叶黄金 想必二位一定听说过 云婉和小荣对视了一眼 云婉面露难色 陈寅道 卷叶黄金虽然不是什么珍惜灵草 但三阶灵草当中 还算是比较贵重的一种 我们凤池宗药仓里的确有 只可惜 药仓是归宗里的住基长老管辖 我们两个人轻言微的 轻易进步的药仓 更别提给夜药师取出来了 哦 你们凤池宗对灵草的控制这么严格 我曾看过药谷的灵草图鉴 上面有风桥镇周边的灵草分布 标注着卷叶黄金 就分布在凤池市畔 不知你们凤池宗药仓的卷叶黄金 是从哪里采摘来的 既然它们可以采得到 我们也可以 夜灵不甘心地道 对于卷叶黄金 它势在必得 这是炼制如意转神丹的最后一味药材 岂能轻易延弃 小荣见夜药师说得重大 不敢怠慢 从储物袋中 拍出凤池宗地图预检来 往径注入了些许法力 散开地图的虚影 沿着凤池周围 一处处地着起 最后小荣面露惊喜之色 点指道 卷叶黄金的分布地带 是这里了 果然在凤池市畔 靠近三街妖兽横行的桃花古都 云婉听了我有苦笑 啊 是在桃花古都啊 那里人际罕至 到处都是三街妖兽 十分凶险啊 紫山十分不解 问道 既然称之为桃花古都 应该是个凤池边上热闹的渡口才对 怎会妖兽横行 云婉有了几分退缩之意 不住地摇头叹息道 桃花古都早已废弃已久 成了妖兽的聚集之地 平日里就算是宗里的精英弟子 都很少上那里历练 夜药师该不会执意去桃花古都 采摘卷叶黄金吧 这个着实让人为难 小荣却脸上过意不去 看了看众人 蠢多道 云姐别泄气 咱们这么多人呢 桃花古都 也是去得的 何景生八步的与两位多亲多敬 拿出了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 对对 咱们组成一对 就当是去凤池市盼的桃花古都历练 有何不可 宿秦和紫山也纷纷复役 支持去古都探险 夜灵剑云婉游子迟疑不定 索性拍出了三街紫色冰年兽 鼓励到 夜某成蒙先门金丹长老赏赐 得三街兵岩兽 实力绝对不亚于寻常的三街妖兽 足以替小队分担些压力 另外 此行有一定的风险 先送你们每人两块中品零食 算是夜某的一点心意 如若采摘得到卷叶黄金 再送你们每人五百零食 有道是重赏之下 必有永夫 云婉看到夜灵手中的一大把中品零食 当时就洗上眉梢 一口阴郁 毫不客气地抓起两块来 嫣然一笑 还是夜药师通勤达理 有了这个紫色的大块头 再加上夜药师的治疗之术 咱们此行绝对安全 第五十一章 随身种花 小容见到零食 两眼更是放光 笑嘻嘻地收下 跟师姐云婉一拍即合 同意领着夜灵等人 一起去奉吃吃盼的桃花古度 肃秦和紫山都知道 夜灵指掌冰冻 得了不少零食 都心安理得的收下 唯有何景生 自负是和氏修仙家族的少公子 不缺这两块中品零食花 摆摆手道 夜兄留着自个儿用吧 在下只为帮忙 不稀图这些 夜灵知道他素来高傲惯了的 不要白不要 拱手谢过 即刻请凤池宗的云婉和小容带路 一行六人走了将近半日 方才绕过了凤池宗的护山大阵 一路往西去 远远地望见淹水茫茫的凤池 紫山不由地颇为感慨道 小容姐 你们这里的凤池真大 我原以为凤池宗的护山大阵 足可以把凤池笼罩住 谁知走了好远 依旧是在凤池边上转悠 小容介绍道 凤池方圆三百里 我们凤池宗 只占了东边的几大岛屿 还有凌池而建的水泻 而凤池西边荒芜人烟 夭受水怪横行 我们凤池宗女弟子 只有在出来历练的时候 才会选择到这里呢 夜灵苦笑道 我方才看贵宗的地图预检 桃花古渡似乎在凤池的西畔 咱们去那里 岂不是要绕很远的路 云婉应道 嗯 去了差不多就要天黑了 咱们得在桃花古渡过夜 好在这一路上 多是一阶和二阶妖兽 见了咱们远远的避开了 躲进了池畔的山林间 否则一路上杀妖杀过去 就算杀到后半夜 也难到桃花古渡 众人听了唯有苦笑 夜灵总算明白了 为什么初初说起 要到桃花古渡巡卷夜黄金时 云婉就有些退缩 原来路途遥远 还得在桃花古渡过夜 何景生终于来了尽头 巴不得跟凤池宗的两位女修 多相聚片刻 呵呵笑道 巧了 自从在长西原野上历练 饱受妖郎清洗之后 在夏命家族中的商会 提供了好几顶 二阶极品寒丝绸制成的帐篷 用于在夜间休息打坐 一直装在我的储物袋里 今晚正好一用 云婉大有深意地看了她一眼 按道原来是个修仙家族子弟 不由地施展起射魂术来 娇滴滴抛个媚眼 巧笑嫣然道 哦 那感情好 我和小荣只带了二阶阵棋 再加上帐篷 就更妙了 何景生只觉得心神一阵恍惚 连连点头 险些而迷失了自我 肃秦和紫山 对凤池宗女弟子的 这一勾魂射魄的秘书 多少有些看不惯 反倒是小荣见惯了云姐 对南修施展此术 丝毫不以为意 甚至偶尔在不经意间 对定力不错的夜灵施展此术 有几分和云姐赌赛之意 只可惜 夜灵始终对他们的射魂术 视而不见 令他好一阵懊恼 眼看着太阳快落山了 落霞倒映在一望无际的凤池上 荡漾出波光灵灵的霞光 何景生光顾着欣赏美景 甚至迎殴上几句 在凤池宗的两位美女面前 卖弄才学 夜灵却看了看天色 在对照上凤池宗的地图预检 陈英道 咱们离着桃花古渡 还有二三十里的路程 不如就在此间驻扎 周围只有一阶和二阶妖兽 比桃花古渡那里安全得多 何景生赶忙硬喝道 好啊 咱们早早支起镇旗 扎好帐篷住下 养足心神和法力 等明天一早 再赶赴桃花古渡 好与三阶妖兽斗法 夜灵心中暗笑 知道她肚里在打什么主意 只是碍于老友的面子 不便揭穿罢了 云婉 肃秦等四女 本来就是来帮忙的 顺带着他们也历练一番 连夜灵都这么说了 他们也没有什么意见 当下就在凤痴痴盼的沙岸上 摆下了阵旗和帐篷 夜灵看看 离着天黑还有一段时间 微微一笑道 我去附近采药 天黑就回来 呵 头一回来凤痴痴盼采药 想必有不少咱们药谷没有的灵草 何景生巴布的她去 随口道 来的路上 一阶和二阶的出品灵草 倒是有不少 估计也有上品的 呵 几品灵草 我还真没见到过 想来是有缘者才可以遇到 夜兄只管去采 我们就在此地驻扎守候 肃秦本想劝阻 但又想到 夜灵有三阶紫色冰岩兽护驾 齿叶藤缠绕术的手段更是高强 可以说是小队六人中 战力最强的 倒不如顺水推舟地让她去 于是叹了口气 点了点头 夜师兄早去早回 夜灵拍出了紫色冰岩兽跟随 离开了沙岸网 凤痴痴盼的山林间走去 到了林间 夜灵又拍出了三阶雪雕命气探路 然后一路放心地散开神石 寻找林草的踪迹 夜灵满心想着 恨不能在半道上 就采摘到卷叶黄金 只可惜走出树里之遥 都是些常见的一阶二阶林草 连个稀有林草的影子都没有 一路上光看着紫色冰岩兽 驱赶林中的二阶妖兽了 看着天色不早了 夜灵一无所获 信心而返 走到半路上 夜灵心中一动 暗道跟他们说是出来采药的 这走了一圈 没有采摘回一株林草 岂不令人耻笑 于是夜灵还望四周 停下脚步 神石一扫玉佩 心神进入 在仙府林田里 种下了二阶林草莓女婴的种子 等待长成吉品后立刻收获 采摘出仙府 放进储物袋中 这才转了回来 刚到了沙岸 夜灵就发现 肃秦和紫山二女 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焦急地寺外望着 好了 夜师兄回来了 看样子安然无恙 谢天谢地啊 肃秦银邻般的笑声响起 令夜灵多少有诧异 紫山也笑逐颜开 远远地招呼着 夜大哥 好容易派你回来 害我们着实担心呢 夜灵微微一笑 有劳两位挂怀 采摘到一株极品美女婴 送给你 二尺长的美女婴之夜上 紫红的美女婴花 鲜艳欲滴 映在了紫山的盈盈秋波里 煞是好看 紫山震了又震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慌忙摆手道 是极品灵草啊 这么贵重的东西 小妹怎好意思收下 还是夜大哥收起来 玩得到方式上换灵食好了 第52章 仙府尽致 凤池宗的小荣 闻讯出了帐篷 看到紫山手中的 二阶极品美女婴 早已瞪大了眼珠子 痴痴地道 这么大个儿的美女婴 我还是头一回见 听说极品美女婴 可以用来炼制助颜丹 这要是放在封桥镇方式上 足以让全镇的女修为之疯狂 小荣惊喜和艳羡的声音 惊动了帐篷中的云婉和何景生 纷纷出来观桥 一看果不其然 都倒抽了一口冷气 云婉惊叹道 这是夜药师采摘道的 没想到 我们奉驰诗试叛 还有上千年份的美女婴 何景生对这类珍惜的灵草 见过得多了 家族里历代都有女修 专门种植美女婴 出品到二百年份的 中品美女婴也有 可是就没这么大个儿的 他也深知 极品美女婴 比其他二届灵草贵得多 少说也有两千零食 只能说夜灵的运气好 出去采药撞了大运 肃琴听说是单单送给紫山的 又是羡慕又是嫉妒 如果她的眼神能杀人 夜灵只怕要死了好几回了 因为风桥路是大修仙家族里 即便有极品美女婴炼制的猪严丹 也不会轮到他们做丫鬟的用 夜灵执意要把 这猪极品美女婴送给紫山 笑道 我送你零食 你坦然收下 送你美女婴 你为何不收呢 说得紫山有些心动 犹豫不定 但她总觉得 夜大哥采药不易 再加上这猪灵草也太贵重了 怎能白白收下 云婉和小容眼红不已 见紫山纯真质朴的模样 酸不溜丢地道 紫山 小妹 你如果不要 我们就要了 哼 总不能让这么好的一株美女婴 浪费了是不是 紫山把美女婴往夜灵跟前一地 恋恋不舍地道 还是夜大哥留着的好 沙儿无功受禄 寝食不安 夜灵暗叹 在残酷修仙界中 人心不古 像紫山这样天真浪漫的好姑娘 已经很少了 夜灵略意沉吟 笑道 这样吧 听说山妹会水系的摔半树 可否踏印下预检交给我 肃清听见 立刻拦住紫山 插着腰冲着夜灵一瞪眼 冷冷地道 摔半树是我家大小姐传给我们的 没有大小姐的同意 谁都不敢外转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你看我们沙儿性子好 妄想得拢妄数 做梦 紧接着 肃清又扭头对紫山 语重心长地说道 沙儿 绝不能收她送的美女婴 她是惦记着咱们的摔半树 借此好向你请教 夜灵淡然一笑 岂敢岂敢 山妹别听她的 你收下 回去请陆氏商会的炼丹阁 炼成极品注言丹 夜灵没有透露出她会炼丹 并且炼丹术已经到了炼丹师的地步 因为寻常的炼丹弟子 都是炼丹数年 数十年才有炼丹师的成就 而夜灵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炼丹水平达到令人惊叹的境界 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紫山看到 夜大哥一脸的至成之意 只好点点头 从储物袋中 拍出摔半树的御检 又回头问肃清 肃清姐 你那里还有灵石和宝物吗 咱们凑够几品美女婴的树 和夜大哥换 肃清气得一跺脚 恨恨道 没有 你千万不可被夜灵的表象所迷惑 她心机很深啊 云婉和小荣 也是似笑非笑地看着夜灵 仿佛都对此言深有感触 在松阳密林的溶洞历练时候 夜灵已经给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夜灵对此唯有苦笑 只收下了紫山的摔半树御检 笑道 不要听肃清诋毁我的话 将来要炼制成了助言丹 随你送给肃清用 肃清冲夜灵一瞪眼 冷冰冰地道 不用讨好我 我才不会有山妹那么好说话 也罢 这回就算了 山妹啊 以后她送你东西 必须得经过我点头同意才行 我总觉得她所谋者大 很不还好意呢 夜灵复之一笑 与众人拱了拱手 回到何景生支起的二阶寒丝绸帐篷里 选了最靠边的角落 扑下竹席 开始打坐修炼 何景生又与云婉和小荣 有一搭没一搭地搭讪了几句 但三女都在围着紫山拔弄美女婴 没人理她 何景生自觉无趣 只好回到帐篷 一条杖帘龙 何景生喃喃叹道 夜兄啊 一有闲暇时间 就急着打坐修炼 真是勤奋 泽泽 也不知 你从哪里采摘来的几品灵草 明天一定要带我去找 兴许还有 夜灵把心神从仙府玉佩中退出了出来 平静地看了何景生一眼 看她没有察觉出丝毫一样 心平气和道 附近我都寻过了 仅此一株 今天能有这样的意外收获 多亏了 我只一出去采药 何景生无可奈何 倒头闷睡 期待着明天去凤池西畔的桃花古渡 也才到几株讨师妹们 和凤池宗的两位姑娘欢喜的灵草 方才不负生平所愿 趁着这个功夫 夜灵又把心神进入怀中的仙府玉佩里 随着心念一动 手中出现了水系摔半树的预检 摔半树 可以大幅度降低对方的行动速度 使施法目标迟缓 夜灵用神识细细扫过 开始沿袭此数 过了许久 夜灵终于放下了摔半树预检 心中已有名物 只带来日 好好地试炼摔半树 也算是一种不错的辅助性倒数 夜灵若有所思地 在仙府摘星牙中夺步 推敲着摔半树对敌之时 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 沿着云雾静止绕来绕去 夜灵不经意间发现 一直不曾太在意的仙府摘星牙云雾静止 似乎比以前扩大了几分 尤其是通往云深物绕深处的十阶 明显比以前多出好几阶 咦 这是什么情况 似乎我所处的仙府范围扩大的几分 云雾静止后退了许多 夜灵赶忙回到灵天边的仙府戒碑上 把手放了上去 却看到显现出的字样 与之前没什么两样 夜灵略意沉吟 寒星般的眸子中闪过一丝异色 又惊又喜 顿时恍悟了过来 仙府摘星牙是方圆一里的范围 这个没错的 而通往云雾深处的十阶 好像是通往了山下 不在摘星牙的范围之内 嗯 看样子 仙府的云雾静止 与我的修为有关 以前还没有太留意 估计是我的修为每提升一层 云雾静止就后退一分 仙府的深处 也渐渐地显露了出来 终有一日 我将揭开仙府神秘的面纱 第53章 炎巫牛 夜灵在仙府摘星牙 有了新发现 对仙府云雾静止后的未知领域 充满了憧憬和期待 逐渐变强的愿望 也越发地强烈了 最后 夜灵把心神 退出了仙府玉佩 继续打坐修炼 他看到帐篷中的何景生 辗转反侧 心下明白了几分 多半是 眼红自己 采摘到美女鹰 献给了紫山 在众女面前出尽了风头 其实夜灵根本就没想着 讨好任何一人 只是因为出去走了一遭 连一株灵草都没踩到 岩面上有些过不去 不得不在仙府里 种了一株极品的出来 仅此而已 至于倾心于谁 绝对是没有的事 夜灵不理会何景生 有的两立如意转神丹 开始丹药脆体 故本培缘 一夜过去 到了第二天一大早 夜灵从盘膝打坐中站起 显得神采奕奕 反观何景生 虽然看似睡了一夜 却是唯靡不振 迷迷糊糊的 竟想采摘女修们 喜爱的灵草灵花之事了 夜灵唤起了何景生 两人出了帐篷 见肃秦 紫山和云婉 小容四女 早已经在凤池边嘻嘻打闹 似乎经过了一天的认识 四女彼此之间熟络了许多 尤其是云婉和小容 有着凤池宗女弟子特有的热情 比肃秦 紫山二女 活泼开朗得多 比他们更容易相处 众位 该上路了 随着夜灵的一声召唤 众人撤下了帐篷和镇旗 都收进储物带领 一行人又踏上了征途 赶奔凤池戏盼的桃花古渡 这一路上 离着桃花古渡越近 众人遇上的妖兽品节就越高 甚至可以看到三阶苍狼出没的影子 令小队六人一阵警惕 云婉细细看过地图预警 对照着周遭的地势 又向着西北方向远眺 遥遥指着道 桃花古渡就在那边 咱们得沿着凤池池盼 绕行十几里 方可到达 路上难免会遇上成群结队的三阶妖兽 大家都做好准备 众人齐齐拍出二阶极品法器来 夜灵也拍出了极品风雨扇 召唤出了三阶紫色冰岩兽 和三阶雪雕 四女乍一看 夜灵还携带着雪白可爱的雪雕 都是兴起不已 围拢过来好一阵棺桥 又让何景生倍感失落 夜灵微微一笑 命雪雕跑到小队的最前面探路 以她的敏捷和灵动 还有会冰刃攻击 足以对付寻常落单的三阶妖兽 就这样 众人在雪雕的开路下 顺利地行进 走到远远 可以看到谷渡口时 云婉提议 开始搜寻附近的灵草 看有五卷叶黄金的分布 夜灵散开炼气五层的神石 加倍留意着周围的一草一幕 忽然间 夜灵通过灵魂烙印的联系 感应到了前方小雪雕的处境危险 赶紧召唤回来 又鹤令众人止步 住 前方有两头凶悍的三阶炎 乌牛奔来 似乎是冲着 我们来的 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云婉和小荣心神一领 立刻紧张起来 他们在凤池宗久已 对凤池师盼的诸多妖兽 即便没见过 也听宗里的师姐们说起过 炎乌牛堪称是凤池周围 三阶妖兽中的凶兽 极为强悍 擅长得不仅仅有大力冲击 还会火系攻击 是凤池宗女修出来历练 常遇到的最难应付的凶兽 也怪不得二女如此紧张 云婉眼看着雪雕奔回 后面仿佛两棲绝尘一般 冲来两道灰影 她心里也没了底 颤声道 夜要湿 看你的紫色冰岩兽的了 若能抵挡住其中一头 僵持上片刻 也是好的 咱们先合力集中起来 猎杀掉掠小的这一头 好 应该没有问题 夜灵对紫色冰岩兽 抱有足够的自信 又环视众人手中法器 都算是二阶中的极品 勉强对付的三阶凶兽 等到了两头三阶炎乌牛冲到近前 夜灵即刻令雪雕 引开一头炎乌牛 由紫色冰岩兽和她缠斗住 对于另一头 还是按照事先决定的 由众人围攻 杀 何景生为了表现出 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 再加上骨子里 修仙家族少公子的高傲 加持上金甲护体 首当其冲地跑在最前 夜灵隐隐发现有些不妙 这三阶炎乌牛 不仅体型庞大 冲击力极强 而且周身仿佛烈焰飞腾 散发着强烈的火灵气 夜灵赶紧大喊 何兄退后 等何景生察觉到 这股危险的气息时 已然迟了 一声沉闷的嘶吼 炎乌牛静止撞向何景生 何景生躲闪不及 赶紧用二阶 极品精灵剑招架格挡 动 何景生有如断了线的风筝似的 跌出了十几丈远 身上的金甲护体 奇奇破碎 生死不明 唯有二阶极品精灵剑 还算材质不错 没有折断 也被轰飞了 跌落到尘埃中 快 抵挡住炎乌牛的来势 我去救何修 夜灵接连打出 数道二阶极品冰墙符 堪堪阻止住了炎乌牛大力冲击 但冰墙也只能维持一两膝 就被炎乌牛撞碎 这时 云丸等四女 也立刻进入了战斗的状态 由肃琴和云丸两人 施展兵戏倒数 试图冰冻住炎乌牛 夜灵趁着这个时机 赶紧飞掠到 试图挣扎着 做起的何景生进前 夜灵用神识一扫她的伤势 都是被炎乌牛冲击力造成的外伤 最严重的是 肋骨折断了两条 还算捡回了条小命 没有当场毙命 实属万幸 夜灵看罢 赶忙施展中阶回春术 一阵晶莹的绿光 遍布何景生的全身 令其伤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复原 多谢夜兄 本门的中阶回春术 果然强大 胜过了我等的低阶疗伤之数 何景生只觉得伤势大好 但终究是重伤之后 体内的法力十分虚弱 赶紧盘膝打坐 引下二阶级品金鹿零酒 迅速地补充着法力 夜灵顾不得照看他 赶忙又回身加入战团 此刻西边的盐巫牛 被夜灵的雪雕 和紫色冰岩兽揍得连连败退 雪雕释放出冰刃 与盐巫牛游斗 仗着身法灵动 丝毫不惧盐巫牛的冲击 和火系攻击 同时 紫色冰岩兽 制出的冰块 威力巨大 又克制盐巫牛的火系护体 更添几分灵力 而东边的形势 就不容乐观了 四女修为最高的是云婉 也不过是炼气六层 终究与三阶盐巫牛 插着一个小境界 打出的冰系倒数 也不及三阶雪雕和冰岩兽那么强大 反被盐巫牛的大力冲击 吓得花容失色 第54章 桃花古度 都让开了 我来 夜灵家池上金光盾 拍出数章二阶极品五雷符 分开四女 轰向了盐巫牛 哄 一阵雷光闪烁中 盐巫牛的火系护体轰然碎裂 气势顿时削弱了好几分 肃秦和紫山 见状都是大喜 赶紧各自持着法器 上前围攻 云婉却诧异地看了一眼 随后也加入了战团 一边打出冰球术 一边问道 夜要是还有多少灵符 足够支持多久 足够 此次出来历练 我带足了灵符 夜灵淡然一笑 她心里明白得很 像云婉和小荣他们奉持宗女弟子 跟她不是故交 没有朝夕共处过 二女不肯多出力 也是情有可原 当然也舍不得浪费 一百到数百灵石 一张的极品符录 而像紫山和肃秦 他们的灵符 都由陆氏大修仙家族提供 在数量上 肯定不及陆家大小节的待遇 所以也舍不得挥霍灵符 至于夜灵 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她的灵石足够 灵符要多少有多少 不过夜灵在众人面前 还是不愿意 流露出她很有钱的样子 只随口应付个足够两个字罢了 三杰炎巫牛 受了五雷浮的轰击以后 足足过了有十夕的时间 身上的火系护体 才重新聚集起来 连周身上下的毛皮 都散发着火灵器的红光 不好 炎巫牛被激怒了 大家快闪遍 紫山惊呼一声 她看到炎巫牛身上烈焰腾腾 前足腾空而起 猛地踏地 煞世间狂暴的火灵器波纹四散 眼看就要波及到她 紫山赶紧施展 谁引述谁意 小容仗着身为火修 天天接触火系倒数 对火系的抵抗和免疫足够 只加持了一道火系护体 便避过了炎巫牛的群攻大招 肃琴和云婉二女赶紧闪退 直退出了六七丈远 方才避开了火蛇 再看夜灵 早已跟紫山谁引 消失不见 等到炎巫牛散出的大范围火灵器 渐渐削弱 夜灵从谁引的幽兰水炮中 豁然现身 双臂巨拢施展风 细群攻倒数 风卷残云 耗费了大量法力 打出一道风之漩涡 歪歪斜斜地卷向了炎巫牛 周遭的火灵器进阶被搅乱 炎巫牛第一次出现了退避的情况 群攻倒数 竟然打退了实力强横的三阶炎巫牛 云婉一脸的震惊之色 不禁对夜灵 又是好一阵的刮目相看 夜灵却顾不得跟他们多谈 一边退后 一边引下二阶极品金露零酒 来补充法力 这时 西边的摊图上 夜灵的三阶雪雕和紫色冰炎兽 痛扁了另一只炎巫牛一顿 冰块扔起来 打得炎巫牛落荒而逃 夜灵赶忙召唤回他们来 一起加入战团 对付这只已然在大招之后 虚弱了几分的炎巫牛 有了两大三阶灵兽的加入 夜灵 肃琴等人轻松多了 伤害几乎都有紫色冰炎兽顶着 眼看着这头炎巫牛 也经不起冰块的乱砸 掉头也要逃跑 夜灵操纵着雪雕 给雪雕传出神念 拦住它 雪雕以敏捷灵动的身影 搜得窜出 挡住了炎巫牛的去路 甚至还释放出冰刃 斩向了炎巫牛的前提 夜灵又拍出几道冰冻符 不断地冰冻炎巫牛 刚刚挣脱冰层 就又有一层冰冻覆盖 令它行动迟缓下来 不多时便被紫色冰炎受揍的 变体鳞伤 虚弱到了极致 开杀 夜灵清冷的声音响起 持着幽泉剑 领着四女冲上去 一阵乱砍 把三阶炎巫牛彻底斩杀 肃琴等四女 看着炎巫牛轰然倒下 都是说不出的欣喜 紫山欢呼道 嘻嘻 我们炼器四层的修为 也能斩杀了堪比炼器后期的三阶凶兽 真是不容易啊 可不是吗 多亏了夜药师的三阶灵兽助阵 几乎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否则的话 够我们瘦的 云婉玩耳一笑 又回头看看 尚在打坐恢复的何景生 问道 何道友的伤势 无碍吧 何景生赶忙大口地 引下金鹿零酒 强装出笑颜 点点头道 无碍 发力也恢复了大半 这也是 多亏了夜凶的中阶回春术 让我恢复得这么快 众人听了松了一口气 收拾了炎巫牛的尸体 弄下了一切值钱的材料 包括三阶炎巫牛的兽魄 毛皮等物 尤其是小容的火修 对炎巫牛角很感兴趣 经过夜凜的同意后 斩下了炎巫牛角 巨为己有 之后 众人各自打坐地打坐 扶持丹药地扶持丹药 等到法力恢复到巅峰时 众人这才站起 往前方的桃花古渡进发 夜凌急目望去 地处凤池西畔的桃花古渡 远远可以望到与池水交界的岸边 除了渡口应有的木板等物 还助力着一座毫无灵气的阵法 停靠着一些破旧木法 小容嘖嘖叹道 嘿 看来桃花古渡的繁华 早已不复存在 没有人来采好呢 说明桃花古渡周围的灵草 也很久没有人来采摘了 说不定又长出些出品 稀有灵草来 咱们还是为叶大哥 寻卷叶黄金是正经 莫要忘了叶大哥 还有五百灵石的赏格哦 叶玲点点头 微微一笑 只要发现一株卷叶黄金 哪怕是出品也行 我就出五百灵石 何景生有些不解 疑惑地问道 一株出品卷叶黄金能做什么 这是师尊交代的 说是要把这一味灵草采摘到手 以此来证明我的采要经验 至于卷叶黄金本身的价值 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叶玲毫不客气地 把师尊赵宗主搬出来 令他们深信不疑 这时 走在最前面的云婉 忽然发现 靠近河岸的草丛中 似乎有不少黄花 星星点点的煞石好看 又发现周围有众多三街妖风守护着 云婉不敢过去 大声地招呼众人 快看 那边的不是卷叶黄金 叶玲等人赶忙过来观桥 远远地望不清楚 又是将近百丈远近 神识无法探查到 只看到草丛周围飞着 不下十只三街妖风 令人看着头疼 第55章 卷叶黄金 凤池宗的云婉又打了退堂鼓 嘀咕道 是卷叶黄金吗 离着这么远 中间还有一群三街妖风 这如何过得去 难度太大 咱们还是去别处寻吧 小荣更是畏惧这些飞来飞去的妖风 摇摇地指着道 有些妖风的眼睛是火眼 夜药师和紫山小妹虽然都会水影 但根本无法前行过去 众人都无可奈何 劝说夜灵打消了去河岸边 采摘那星星点点的黄花 夜灵的目光一凝 依稀看着这些黄花 像是卷叶黄金 又瞧了瞧周遭的地势 这条河水流经桃花古渡 注入凤池 星星点点的黄花 正在下游河岸的两侧 同样也是妖风聚集之地 但夜灵注意到 河流上游并没有三街妖风聚集 夜灵笑道 何必走陆地 直接从水中过去 妖风喂水 他们的毒刺 在水中的攻击范围很有限 何景生 肃秦都是一愣 云婉和小荣也恍悟过来 连连点头 唯有紫山眼前一亮之后 又黯然下来 他虽然可以顺着河流水影过去 但终究没有胆量 去满是三街妖风的河岸上 采摘黄花 你们守在这里 当心妖风来写 我一个人去组野 夜灵说走就走 飞略向河岸上游 肃秦 紫山等人赶忙叮嘱道 夜大哥一切小心 等夜灵到了河岸边 立刻水影 幽兰的水泡笼罩着他 悄然没入了河水之中 夜灵沿着河床 顺水而去 一路前了两百丈远 眼看离着下游河岸不远了 夜灵在水影的状态中 谨慎地从河水中探出头来 望向河岸边草丛里的黄花 果然是卷叶黄金 夜灵兴神为之一阵 而就在这时 岸边的两只红眼妖风 识破了他的水影 迅速地飞来 嗖 嗖 两道乌芒从妖风的风尾 飞射而出 破空声尖笑 令人闻之胆寒 夜灵吃了一惊 赶紧没入水中 即便有河水阻隔 妖风的毒刺的速度和威力 减弱了不少 但依然犀利 夜灵躲闪过一根毒刺 另一根躲无可躲 夜灵立刻加持了一道金光盾 和水系护体 咔嚓 金光盾碎裂 甚至连周身的水系光照 都有些不稳 夜灵顺势沉入河底 赶紧又水影起来 水波流动 飞来的两只红眼妖风的火眼 大大受限 探查不到夜灵的所在 终于又飞回了岸边 夜灵尝出了一口气 暗暗庆幸 好在岸边的黄花灵草 的确是卷叶黄金 这一趟冒险前行 算是没有白来 只是岸上的三阶妖风十分厉害 这独次攻击 竟连南圣宗的护甲秘书中 接金光盾都击碎了 须得想方设法把他们引开 夜灵在河底幽兰的水泡中 略意沉吟 有了主意 她重新踏水而上 直接游到岸边 顺势拍出了三阶雪雕 雪雕在夜灵的授意下急速奔跑 吸引了众多妖风的注意 岸边剩下的妖风中 只有一只妖风的眼睛 散发着鸿芒 夜灵依旧在水影状态中 毫不畏惧地上了岸 飞略去采摘卷叶黄金 那只火眼妖风 立刻识破了夜灵的水影 静止飞了过来 夜灵从灵兽带 拍出了紫色冰岩兽 挡在自己身前 嗖 妖风的毒刺射出 紫色冰岩兽却浑然不惧 身上的冰晶 比冰岩石还要坚固几分 攥起了冰锤式的拳头 轰然砸落了妖风的毒刺 紧接着 紫色冰岩兽 接连制出冰块 火眼妖风躲闪不及 蒲扇大的风斥折断 终于被击落 眼看着火眼妖风折斥之后 汗不畏死地继续释放毒刺 阻止紫色冰岩兽的前进 夜灵赶忙献出身影 打出了齿叶藤缠绕树 缠绕住了火眼妖风 最后由紫色冰岩兽赶上去 冰锤式的拳头 砸死了火眼妖风 这时 河岸边上余下的几只三接妖风 纷纷赶来 肃清 紫山等人众人见状 心惊不已 远远地大声叫喊着 夜大哥当心 夜灵身处其境 立刻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危机 赶忙收起紫色冰岩兽 瞬间谁意 这几只妖风 再没有回火眼的 顿时失去了目标 漫步目的地飞走了 夜灵尝出了一口气 回头望见她的三接雪雕 游子沿着凤池池盼急速飞奔 就和一道白光相似 后面有密密麻麻的妖风追逐着 夜灵知道时间紧迫 如果雪雕跑得太远 风群势必飞回守护灵草 于是 夜灵抓紧时间 在水影的掩护下 悄然前行到卷叶黄金进前 随手摘了一把 直接收进仙府玉佩中 然后匆匆退去 还没入河水中 一路游回上游 何景生 宿秦 云丸等人 见夜灵安然无恙的归来 都是颇感欣慰 河岸边的是卷叶黄金吧 到手了吗 到手了 夜灵点点头 招呼上众人远离桃花古渡 同时通过灵魂烙印之间的联系 令雪雕躲入林间 多个圈子 甩掉后面追着的妖风 过不多时 三阶雪雕钻进了桃花古渡的山林间 借着草木茂盛的遮盖 那些妖风再无法追逐 都纷纷返回了河岸 看到雪雕飞跑回来 紫山又是艳羡又是惊叹 夜大哥胆子真大 一个人带着两只三阶灵兽 便闯入了风群 采摘到了卷叶黄金 令小妹佩服 凤池宗的云婉和小荣 也是赞叹不已 都道 夜药师如今实力非凡 有了雪雕和冰岩兽 简直是如虎天意 真是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何景生心里面酸溜溜的 但看在老友的面子上 还是勉强笑着恭贺 夜灵淡然一笑 这些全都是仙门金丹长老 赠予在下的造化 哼 现在卷叶黄金到手 我该兑现承诺了 每人五块中品零食 云婉和小荣的秋波中 都泛起了光彩 说了几句受之有愧的客气话 最后却都欣然收下 何景生不缺那几块零食 摇摇头不收 肃秦和紫山市 经过夜灵的一番盛情劝说 这才收下 一行六人使命完成 不愿在桃花古渡这样的 三街妖兽聚集之处久呆 匆匆踏上归途 只有何景生心有不甘 恨不能采摘几株 像美女婴一样的稀有灵草 献给心仪的两位凤驰宗美女 所以在一路之上 他竟是留意灵草灵花了 甚至比夜灵还要上心 第五十六章 黑翼蝙蝠 何景生走在最前 刻意地寻找稀有灵草 甚至不走来时的路 领着众人们 渐渐远离了凤驰市盘 何兄 不必再寻了 有这些卷叶黄金族也 如今 夜灵三位灵草都已齐备 恨不能早些回去 炼制如意转神丹 不愿留在凤驰附近历练 但何景生最不服气的 就是夜灵 尤其是这次很明显地 被夜灵抵下去 令他脸上无光 巴不得采摘些稀有灵草 让师妹肃秦和紫山艳羡 尤其是让凤驰宗的两位美女 亲眼有加 更重要的是 何景生打心眼里 不愿意与凤驰宗的云婉和小容分开 好容易相识了不到一日 话都没说上几句 这要是匆匆地走了 何年何月才能再相见 基于这两点私心 何景生执意要继续历练 还大意凛然地道 哎 夜兄啊 我们好容易出来一趟 不仅是为帮夜兄的忙 还要好好历练一番啊 像凤驰周围这样的好景致 咱们从来都不曾来过 正好有这两位凤驰宗的狮子领路 一起历练 何乐而不为呢 肃秦 紫山 你们两个说 是也不是 不等肃秦应答 紫山是完心最重的 连连点头应道 嗯 我复义 夜大哥就陪我们历练一番 还要仰仗你的三阶灵兽宝架呢 云婉也是看中了夜灵的 紫色冰年兽的战礼 婉儿一笑道 可不是吗 夜要是有如此强大的灵兽 正该用它来多多历练 斩杀妖兽 可以得到不少妖兽身上的材料呢 然后再到丰桥镇换成灵石 绝对是个急赚钱的法子 见众人都这么说 夜灵只好点头答应 人都是 他叫出来的 总不能众人帮了他的忙 他一拍屁股走人 以后谁还会愿意帮他 这绝对不是对待朋友之道 一行六人 沿路又往凤池石畔附近的山林中历练 猎杀二阶和三阶妖兽的同时 也采摘到不少野生的灵草 功夫不负有心人 何景生不顾风险地走在最前 总算发现了几株稀有的广惑香草 何景生又惊又喜 连呼吸都有些急促了 大声嚷道 快来看 这里有广惑香草 虽然不是上千年份的极品香草 但也是有几百年的年份的 堪称上品香草 众人顺着何景生的指向 往对面的崖壁上瞧看 果然有几株淡紫色的灵草 随风微微颤动 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 即便离着有数十丈远 依旧是相风席人 夜灵心中一动 他从药谷的灵草图鉴上看过 广惑香草 除了女修用来熏香 沐浴之外 还有驱邪辟毒之效 可以用作炼制三阶辟毒丹 效果应该不错 不过像这样的稀有灵草 周围一定有妖兽守护 众人警惕地用神石扫向崖壁四周 终于发现了吊挂在崖壁之上的 三只三阶妖兽 半人高的黑翼蝙蝠 云婉不止一次地见到过这样的蝙蝠 叹道 泽泽 是黑翼蝙蝠啊 隶属于风系灵兽 擅长的是锋刃攻击 防不胜防 不过 它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修饰的 但是要靠近它们的地盘 就讲不了说不起了 紫山秀梅威促到 这么大盖的蝙蝠 看起来样子很凶恶呢 三只蝙蝠居然都是火眼 咱们还是不要招惹得好 这里不比桃花古都的河岸边上 没有河水来隐秘 云婉解释道 每一只黑翼蝙蝠都会火眼 这是它们特有的天赋一饼 估计早就发现我们了 只是还没到了 可以威胁到它们的距离 嗨嗨 广祸香草可是难得的稀有灵草 即便是上品 也很值钱呢 风桥镇上都没有卖的 小荣也十分留恋地 望着崖壁上的广祸香草 深恨那三个丑家伙 占据了风水宝地 让人忌惮 事到如今 何景生是想逞能也不可得了 三只三接灵兽 随便一只都可以把它撒成碎片 于是 何景生又以求助的目光望向夜灵 干咳了一声 善善地道 夜凶 你怎么看 咱们夺得对面崖壁间的广祸香草 有几成的把握 这个嘛 夜灵一时也说不准 沉饮不绝 最后 夜灵看到众女期盼的目光 正色道 黑翼蝙蝠是风系飞禽 速度之快 应该超过了三接雪雕 我的雪雕 未必能引走它们 只有强行攻击 撵走三只黑翼蝙蝠 应该可以能够拿下 大家伙都当心点 只要不是伤得太重 我都可以治疗 众人的跃跃欲试 权衡利弊 还是决定齐齐攻上 去抢广祸香草 夜灵拍出了三接雪雕 和紫色冰岩兽 由雪雕射险 去吸引黑翼蝙蝠的注意力 再由紫色冰岩兽扔冰块 强力攻击 众人都加持上护体 躲在紫色冰岩兽之后 四击施展倒数 打出灵符 进行远程攻击 三只黑翼蝙蝠全被惊动 一扇猙獰的翅膀 化作三团黑影 避开冰块的致命一击 好快的速度 夜灵目光一凝 散开神时 留意着周遭的一切 令紫色冰岩兽 不断地攻击黑影 让蝙蝠无法靠近他们 吃 一道锋刃从半空中的黑影斩下 打在冰岩兽身上 划出一道冰痕 溅出了冰屑 不过夜灵却丝毫不心疼 只要多为她些极品冰岩草 缺胳膊掉腿 也会重长出来 这等顽强的再生能力 便是紫色冰岩兽的天赋异禀 三阶雪雕丑准了一只黑翼蝙蝠 大尾巴一甩 打出冰刃还击 完全可以与之抗衡 夜灵命紫色冰岩兽 冲在最前面顶着 招呼道 咱们一起向右边的黑翼蝙蝠轰击 不管它飞得多快 总有打中它的时候 众人有了目标 集中起来打 水球术 冰锥 破甲术等等五颜六色的倒数 还有不断在半空中 轰开的灵符 果然把黑翼蝙蝠蝶得圆圆的 这时 夜灵总算有机会 去采摘崖壁间的广祸香草 却见云丸也跟着它同来 仿佛生怕夜灵独吞掉灵草 夜灵按道 这些广祸香草 只要其中一株的枝叶或根茎即可 栽种至仙腑林田里 自然会生长至极品 花归你 夜归我 夜灵很坚定地道 云丸微微一正 随即大喜过望 两人齐齐飞升上了崖壁 迅速地采摘起广祸香草 夜灵依着之前所言 掐下叶子来 心念一动 收进了仙府玉佩 把花都递给云丸 云丸勾魂射破的一笑 到了紧要的关头 还不忘施展摄魂术 第57章 出手相救 夜灵收敛心神 不被云丸的摄魂术迷惑 就在这时 一阵禁风袭来 赫然是被众人撵走的三街黑翼蝙蝠 又飞回来守护灵草 似乎对夜灵和云丸采摘广惑香草的举动 十分愤怒 快跑 夜灵的雪雕和紫色冰岩兽 正与其他两只蝙蝠缠斗 无暇分身 只有凭借着自身之力 躲过黑翼蝙蝠的攻击 黑翼蝙蝠的一道强劲锋刃斩裂了岩壁 两人堪堪躲过 险之又险 云丸自负以炼气六层的修为 身法应该快过夜灵 谁知夜灵早已飞略出十几丈远 他哪里知晓 夜灵不仅精通预风术 更穿着极品悬云靴 速度足以令他望尘莫及 眼看黑翼蝙蝠又一个俯冲 静止飞向了跑得慢的云丸 锋刃斩空后 开始用尖爪和利嘴撕咬云丸的兵夕护甲 云丸吓得魂不附体 勉力维持着护甲 但速度终究慢了下来 一声惊叫 云丸最终还是被黑翼蝙蝠扑倒 眼看着兵夕护体急速地暗淡下去 云丸的目光中露出了深深的绝望 在岩壁下 和利对付黑翼蝙蝠的小龙 肃琴等人见状 一个个吓得花容失色 甚至都闭上了眼睛 不忍再看 刹那间 几道清光闪过 飞射向撕咬云丸兵夕护体的黑翼蝙蝠 碗口粗细的极瓶齿叶藤腕 瞬间缠绕 捆住了黑翼蝙蝠 紧接着就出现了夜灵月白断长山的身影 拽走云丸 向被困的黑翼蝙蝠 打出了十几张二阶极品烈焰符 哄 一阵烈焰飞腾 黑翼蝙蝠连同极品齿叶藤蔓 进阶焚烧 只在烈焰中挣扎了片刻 便化成了一堆灰烬 众人听到声音右翼 赶忙睁眼瞧看 全都 傻了眼 在转眼之间 死得不是云婉 竟是黑翼蝙蝠 再看向出手的夜灵 宿晴 紫山等人 一个个都投掷以钦佩的目光 何景生又是惊骇 又是嫉妒 惊骇的是 夜灵竟然能在请客之间 反败为胜 从被追杀到犀利的反戈一击 而嫉妒之意 就更浓更烈了 在危急关头英雄救美 还是他最倾慕的云婉 令他心里酸不溜丢的 不知是何滋味 果然 云婉惊魂未定地望着夜灵 感激之情 溢于言表 深深地向他抛个媚眼 动情地道 多谢夜药师出手相助 救我一命 小女子无以为报 只有在这里先谢过了 夜灵对他楚楚可怜的神情 根本不做理会 不冷不淡地道 记住了 你又欠我一个人情 云婉险些没被夜灵噎死 信念缘争 正正地望着眼前这个怪人 对夜灵施展射魂术的一再失败 让云婉完全丧失了信心 难道我的射魂术 修炼的还不够纯熟 夜灵顾不得跟他多废话 在金钟护体之外 又加持上了中阶金光盾 然后拍出幽拳剑 与三阶雪雕 合力斗第二只黑翼蝙蝠 众人深受夜灵的豪情感染 尤其是何景生 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再不表现表现 就是懦夫的行径了 立刻挥舞着二阶极品精灵剑 加入战团 紫山也是新潮澎湃 对夜大哥崇拜的无可不不可 双手持着水红环 招呼上肃秦 叫道肃秦姐 咱们去相助夜大哥的变异冰岩兽 干掉最后一只 肃秦用神识一扫 在余下的两只黑翼蝙蝠中 与紫色冰岩兽缠斗的黑翼蝙蝠 已经被冰块揍得没脾气了 黑色浮衣伤痕累累 连飞起来都有些困难 当下肃秦毫不犹豫的决定 跟紫山一起帮着冰岩兽 对付这个受伤的丑家伙 小容也是避重就轻 跟紫山二女都使用的环状法器 一火一水 轰击黑翼蝙蝠 不大会儿功夫 三女连同紫色冰岩兽大功告成 击毙了此兽 这边夜灵 何景生和云婉 有雪雕牵制着三阶蝙蝠 三人一阵猛攻 同样结下来要逃窜着 飞走的黑翼蝙蝠 何景生对着死蝙蝠 一阵脉里的乱砍 生怕众人没有看到 夜灵淡淡地道 够了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收集受破吧 何景生脸上有些发烧 他不会招魂术 只好请肃秦他们 来收拾三阶蝙蝠的材料 到了分派广惑香草的时候 云婉摊出几乎用命采摘 来的上品香草 弱弱地道 夜药师出力最多 理应分的大半 我是没有异议 你们呢 夜灵摆摆手 打断他道 我有几片广惑香草的叶子就行 花毒留给你们女修做香料用 你们四个分 我不要 夜大哥 这怎么好意思啊 紫山多少有些过意不去 又问道 广惑香草的叶子有什么用 可以用来驱邪解毒 是一味炼制丹药的辅料 夜灵随口胡周 总之是把广惑香草的 叶子说的很有药用价值 令他们似懂非懂 不好再寻根究底 一切都分派停荡后 何景生倒是得了不少 黑衣蝙蝠的羽毛 和一个三阶兽魄 对夜灵的羡慕和嫉妒 有增无减 照就提议 在凤池池畔的山林间多转转 寻找稀有灵草 云丸赶忙摇头 一口否决 罢了 我是被吓怕了 再不敢轻易设险 咱们还是沿着凤池边上 少有妖兽出没的地方走 早早回去的好 何景生无奈 只得依着云婉 一行六人 沿着凤池吃盼 一路东行 走了十余里 忽然发现 前方隐绰绰的 有几个桃医倩影 小容眼间 远远望见 有些惊慌的道 不妙 是本宗的精英女弟子 师姐她们来了 你们快躲躲 云婉白了她一眼 美好气得道 师姐们神识和感官何等强大 连你都看见了她们 躲已经来不及了 干脆正大光明地走过去 就和师姐们说 与夜药师等人是 偶然在凤池边遇上的 后来干脆把队伍和道一处 一起历练 夜灵点头笑道 对 就这么说 还是云姑娘冰雪聪明 随机应变 这里 又没有凤池宗的 护山大阵包围着 人人都可以来凤池吃盼历练 六人都打定了主意 扬长来到了凤池宗的 桃医精英弟子面前 对面为首的 是个练习八层的高调女修 看年岁在二十五六 柳眉间颇有几分冷傲之意 冷冷地打量着夜灵他们一行人 刚见面就质问道 云婉 小荣 他们四个是哪里来的 竟然还大模大样地 在我们凤池师盼行走 这还了得 第五十八章 逃 夜灵等一行六人 被凤池宗的清一色 桃红衣裙的精英弟子发掘 云婉只好硬着头皮 依着之前盘算的 笑音音道 宋师姐 我和小婉出来历练 正好遇上这几位要鼓宗的道友 也在咱们凤池师盼历练 干脆就跟他们合为一对了 身姿高挑的宋师姐 以怀疑的目光 冷冷地打量起夜灵和何景生来 直接把肃秦和紫山无视了 沉生贺问 要鼓宗道友 哼 你们两个难休 闯入我们凤池宗的地界 是何居心 有什么企图 该不会是见了两位师妹人 一二长得不错 色胆包天 想借此来接近他们 何景生做贼心虚 脸上都有些不自然了 慌忙摆手道 这位凤池宗的师姐 千万不要误会 小可只是 练气似曾的修为 天胆也不敢有丝毫邪念 夜灵比她镇定多了 淡淡地道 在我看来 我们要鼓的两位师妹 肃秦和紫山 不比你们凤池宗的难看 你莫要冤枉了好人 我们不过是来历练 偶然路过凤池师畔而已 宋姓女修身后的几个精英女弟子 一个个气得发震 都是不善的目光 盯着相貌平凡的夜灵 反倒是何景生 这个相貌英俊的小白脸 没人去关注了 宋师姐丝毫不讲人情 冷冰冰的道 哼 不管你们说的是真是假 凤池乃本宗道场 你们身为药谷弟子 来这里历练 触犯了本宗禁令 一个也别想回去 寒香 放了 给我抓 夜灵见识不妙 对方都是凤池宗精英弟子 有五名炼器后妻女修 如何是他们的对手 跑 夜灵此时此刻自顾不暇 也顾不得何景生 肃秦和紫山三位好友了 只提醒了一句 立刻踏着玄云靴 飞掠出了十余丈远 何景生猝不及防 没来得及反抗 就被一个凤池宗精英女弟子的 五雷福击倒 生死不明 夜灵散开的神识看得清楚 心中更惊 施展御风树 脚下加速飞奔 咦 这小子跑得真快 韩香你 不会御风树 追不到他 续本世界亲自捉拿 宋姓的高条女修说话间 身影一闪 如一朵红云相似 紧追夜灵而来 夜灵神色凝重 捏碎了好几张 二阶极品神星符 速度更快 宋姓女修 仗着练气八层的修为 又施展着御风树 丝毫不担心夜灵跑远 更没舍得捏碎三阶神星符 只是在后面冷笑道 区区练气五层的药谷小修 还怕你跑到天边去 给本姑娘站住 饶你一命 不然的话 抓到你 难保不受皮肉之苦 夜灵冲耳不闻 回头瞥见肃秦和紫山 似乎也毫不反抗地 任由凤石宗的 两个精英弟子制住 夜灵心中叹息 但是到如今逃命要紧 她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在众强者环士之下救人 眼看两人一千一后 追出将近离许 宋姓女修渐渐焦躁起来 连个炼气五层的小修都追不上 颜面何在 就在她正准备 捏碎三阶的神星符时 夜灵用神识看的分明 赶紧回首拍出一点灵符 大喝道 烈焰符 烧 哄 一片火光冲天而起 宋姓女修吃了一惊 这么多二阶极品灵符 一旦打中 她的三阶护体也吃不消 所以赶忙躲闪 对夜灵恨之入骨 五雷符 夜灵又喊一声 一大把五雷符甩出 一阵雷光闪烁 令宋姓高条女修头疼不已 再次闪身避过 烈焰符 钟 眼看宋姓女修 加持上三阶神星符追来 夜灵嘴上喊得好听 往后挥出的灵符 却是一大叠冰墙符 几道冰墙耸裂 如马蹄形地 将后面的高条女修包围 宋姓女修没料到她如此狡猾 一朵烈焰符爆开的身法 往右一闪 冬得撞在了冰墙之上 夜灵强忍住笑 赶紧拍出坐骑火雕 骑了上去 恨不能远走高飞 嘿嘿 只要骑上了坐骑 她的御风术就不好使了 同样是练齐八层 我就不信她比当初的 男圣宗的悬疑风系修饰 速度更快 该死 可恶 宋姓女修的发迹 都撞得披散开来 摸着头好一阵发懵 最后终于回过神来 望着灵帆架着坐骑逃走 宋姓女修又是一阵冷笑 竟然从灵兽带里 拍出一只三接灵鹤来 迅速地追来 此刻高挑的宋姓女修 也顾不得殊荣披散的青丝 催动着灵鹤 发誓要抓住夜灵痛 点一顿 夜灵回头望去 大吃一惊 她的火雕终究是二接坐骑 在飞行速度上 远远比不过三接灵鹤 情势依然十分危急 就在这时 夜灵望向南边起伏的山巒 索性调转火雕 往西南方向云雾 遮掩的险恶山谷绝壁中去 火雕穿入山间云雾之中 瞬间没了踪影 等夜灵好容易看清 云雾之下景象 只觉得山风强劲 风起云涌 连火雕都有些不稳 夜灵赶忙就是降下火雕 攀着绝壁都陡坡 往下逐渐地跳远 后面追来的灵鹤上 宋性女修秀眉微醋 见到风卷云书的满山云雾 心里也没了底 宋性女修臣迎着 这里地处凤池之南 是出了名的险地云环山 凶险无比 宗理长老们 禁止门人弟子来此历练 是追还是不追呢 不行 这要是空手回去 岂不被同门姐妹笑掉牙齿 宋性女修一咬银牙 有了决断 暗落了三阶灵鹤 也冲入了漫山的云雾中 饶是她的三阶灵鹤 对强劲的山峰也十分畏惧 宋性女修 只好勉强架着她飞进了峭壁 跟夜灵是同样的法子 贴着峭壁往下跳跃 宋性女修摇摇望 见半山腰下夜灵的 一纵一跃的身影 沉声喝道 小子 你等着 本姑娘下来 就收拾你 夜灵抬头望了望 绝壁高处的红云般的高挑身影 心中暗叹 这深不见底的深谷 终究有尽头 一旦下了谷底 岂不是陷入了绝境 想到这里 夜灵看了看周遭的崖壁 瞬间水影 寻找伏击的险要地势 宋性女修 突然不见了夜灵的身影 这么远的距离 也无法施展 灵木树追踪 心里惊疑不定 第59章 绝壁反击 云环山下 山峰强劲 夜灵的身影 躲在水影的幽兰水炮中 越往下走 越觉得 山峰呼啸如风刃一般 到处都是飞沙走石 连岩壁都刮得十分光滑 夜灵好不容易 寻到一处 可以藏身伏击的岩凤 冷冷地盯着 还在往下一步一跳的 凤尺宗信送的精英女修 宋性女修望 不见了夜灵的踪迹 又看着山峰强劲 知道不可能 架着火雕跑了 所以一路掠下陡峭的岩壁 心中也夹着好几分的小心谨慎 小子 给本姑娘滚出来 别以为水影了本姑娘就看不见你 本姑娘的陵墓术 堪称是凤尺宗精英弟子里的一角 夜灵见她四外张望 大声嚷嚷的样子 心中暗笑 知道她是在说嘴皮子 自吹自雷罢了 即便会陵墓术 也高明不到哪里去 想要以此炸自己出来 简直是白日做梦 就在宋性女 修理着夜灵不到五十丈远镜 正要回头 用陵墓术扫向周围 一切可疑的山岩时 夜灵忽然拍出了紫色冰岩兽 当 一声闷响 紫色冰岩兽制出的冰块 竟然击中一个厚厚的龟甲 挡在了宋性女修面前 紧接着就是宋性女修一阵冷笑 小子 现身吧 你的偷袭失败了 本姑娘有着三阶 灵龟护驾 你休想得逞 夜灵的心无限下沉 一击不成 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方位 在对方的灵墓术下 水影的状态也是无效 宋性女修的身侧 握着一只将近桌面大小的三阶灵龟 青色的龟甲坚硬无比 至少在紫色冰岩兽的冰块 轰击之下 只砸出了小坑 根本无法伤计分喉 泽泽 没看出来啊 你炼气五层的修为 竟然可以携带三阶灵兽 你的变异冰岩兽不错 本姑娘要定了 宋性女修仗着修为高深 又防御极强的灵兽 根本不着急 眯起眼睛十分欣赏地 打量着夜灵身边紫色冰岩兽 夜灵脑海中 电光石火般地 闪过无数念头 飞快地想着保命之策 手里捏了一大把的 二阶极品灵符 很光棍地道 你再敢追来 难免两败俱伤 看见了吗 下面是深谷 山峰凛冽 就算是你的三阶坐起 也无法承受这等山峰 一旦摔下去 不死也伤 哼 就凭你想伤我分好 可笑之极 小子 去死吧 宋性女修冷笑一声 不惜本钱地 拍出三阶级品寒冰符 轰向了夜灵 意预报碰撞冰墙之仇 夜灵瞳孔猛地一缩 赶忙施展玉丰树 贴着岩壁 向斜上方飞掠 躲过这寒冰符的一击 紫色冰岩兽 更不用说 本来就是石岩兽的一种 对山石的地势 再熟悉不过 在岩壁上如鱼得水 奔行慎俗 咔啦 一阵冰冻的声响 方圆石杖的岩壁 进阶被寒冰浮动成了冰岩 夜灵堪堪躲过 手里又攥了一把 极瓶齿叶藤种子 留作后手 心有余悸的暗道 看来这练齐八层的奉石宗 精英女弟子 不仅修为高深 而且手段也不弱 不单单只有三阶坐骑 和三阶灵规 甚至还有 三阶极瓶灵符 真是个棘手的人物 不过让夜灵 得到些许安慰的是 她的紫色冰岩兽 不仅在悬崖峭壁上行走外 对冰系倒数灵符的抵抗 也着实强悍 即便被寒冰浮扫中 浑然不绝 你我半斤八两 何苦冒死象征 既然奉石宗的美女 看中了我的紫色冰岩兽 不如这样吧 咱们从长计议 夜灵嘴上说得好听 却在贴着岩壁 暗暗地往上挪动 寻找合适的风向 宋姓女修冷冷地道 哦 事到如今 你还敢跟本姑娘提挑剑 紫色冰岩兽留下 你的命也留下 不杀你 本姑娘有何脸面 聚见同门 夜灵一边移动着方位 一边十分谦和地道 嗨嗨 在下储物袋里 有上万灵石 你要是执意杀我 我大可以 把储物袋丢进深谷 嘿嘿 这么强劲的山峰 下去容易 上来就难了 你竹篮打水一场空 什么也得不到 宋姓女修下意识地 往言陛下看了看 暗道这云环山的山峰 果然邪乎 上面风起云涌 下面锋刃如刀 底下的深谷 绝对是绝地 怪不得宗礼的女长老们 时常告诫云环山去不得 并不是这里有多么 强大的妖兽 而是帝氏和山峰 着实险恶 夜灵月白断的长山 感受着山峰 吹着她的后背 完全占据了上风头 看她有些动摇 家警问道 不知凤池宗的美女子子 信宋名声 可否赏下方名来 哼 我是你宋穷姐 泽泽 还没看出来 别看你相貌平平 嘴还挺甜 夜灵善善地道 那是那是 不知宋穷姐考虑得如何 干脆我分你一半的灵石 紫色冰岩寿算是相赠 嘿嘿 若能结交宋穷姐这样的美女 简直是三生有幸 刚说到三生有幸 夜灵猛地抛洒出大把的 二阶极品灵符 顺着风势 全都刮向了宋穷的所在 哄 哄 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 山岩被五光十色的灵符 轰得纷纷碎裂 夜灵趁着这个机会 赶紧往上攀岩飞掠 等到所有灵符都爆开之后 露出了宋穷 到了现在宋穷发际披散 宏光护体早就被轰霉了 甚至连三阶极品法衣都破损不堪 露出了细腻白皙的肌肤来 可恨 我是要杀你 宋穷就好像一个泼妇一样 力声高叫着 如发疯了一般 不顾山峰的灵力 也顾不得一不避体 驾着三阶灵鹤就腾空而起 夜灵回头一看 心中暗惊 见他恼羞成怒 不要命地驾着坐骑追来 这让夜灵又陷入了险境 他的二阶坐骑火雕 万万比不上三阶灵鹤 先被山峰吹走的 也绝对是他的火雕 小子 受死 卡拉 几道三阶级品寒 冰斧打来 夜灵顿时 感到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 赶紧飞身 掠上紫色冰岩兽 借助着他的势头 纵身往旁边一闪 与此同时 夜灵还不忘还击 施展缠绕术 手中的极瓶齿叶藤种子 居高临下地打向宋穷 第六十章 坠入深谷 夜灵在这千军一发的关头 回首打出了 齿叶藤缠绕术 凤驰宗练弃 八层的精英女弟子宋穷 见清光四射 不知夜灵 洒出了何物 赶紧催动三阶灵鹤躲闪 谁知山峰正井 三阶灵鹤 能飞起来 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要想躲闪 却难上加难 再加上夜灵的这一大把 及平齿叶藤种子 没有上百也有数十 终究被夜灵的缠绕术打中 及平齿叶藤曼迅速生长 几乎在瞬间 就缠绕住了灵鹤翅膀 被山峰一刮 灵鹤挣扎不住 眼看要往深谷中坠落 宋穷下的花容失色 但仗着修为高深 斗法惊艳颇风 顾不得心爱的坐骑灵鹤 奋力一踩 彻底踩落了灵鹤 借着这个势头 重新跃上岩壁 扑向夜灵 此时此刻 夜灵不愿与她缠斗 绝壁之上 稍有不慎 就会是三阶灵鹤的下场 顾此灵鹤 一边催动紫色冰鹤兽 组出宋穷的倒数攻击 一边从灵兽 带拍出了她的 二阶坐骑火雕 想跑 没那么容易 宋穷加持了一道 三阶极品神航服 贴着绝壁飞掠过来 抱着灵鹤 抵挡着紫色冰鹤兽的 冰块攻击 猛地祭出了一样 彩带状的法宝 长虹锁 缠绕 宋穷信心十足地 娇喝一声 以奇人之道 还致奇人之身 彩带如同长了翅膀一样 卷向了夜灵和火雕 夜灵心头一灵 散开的神识 察觉到这条彩带 竟然 是三阶极品 夜灵当机立断 立刻拍出了一点 二阶烈焰符 轰向长虹锁 宋穷的嘴角 明起一个弧度 满是嘲讽之色地 看着夜灵 似乎势在必得 丝毫不担忧 长虹锁受到什么损伤 哄 一阵烈焰飞腾过后 令夜灵感到吃惊的是 长虹锁丝毫未损 依旧卷了过来 颇为灵动自如 哈哈 本姑娘的本命法宝 岂是你能破得了的 受死吧 敢缠绕死本姑娘的灵鹤 我让你同样 要受尽被困的苦楚 凤池宗的宋穷 得意的纵声长笑 神识操纵着 本命法宝长虹锁飞舞 追击夜灵 夜灵本想夹着火雕逃顿 但看长虹锁灵动异常 迎风飞舞 丝毫不惧山风 反而更增长红锁的威势 所以夜灵绝不敢轻易跳上火雕 一旦连人带雕 被这诡异的彩带卷中 下场就跟坠入谷中的三阶灵鹤一样 就在夜灵施展着御风树 不断地打出灵符轰击 左躲右闪之际 宋穷吞下几粒三阶极品丹药 施展了全身三分之一的法力 往长红锁中 注入了一道璀璨的红光 交合到蝶舞花飞 绝 煞时间 长红锁从一条彩带轰然散开 便做了竖条 在方圆数十丈的范围里 如同彩蝶一般乱舞 夜灵一阵手忙脚乱 最后终于被眼花缭乱的彩带卷中 只觉得身上腿上一紧 连双脚都无法迈动 夜灵惊骇之余 抽出双手 一手攀着岩壁 一手拍出大量的二阶极品灵符 紧接着放出了最后一个杀手锏 三阶雪雕 So 一道白影如电光石火般地扑向了宋穷 打出冰刃 令宋穷只得加持上护体抵挡 无法奋出心神 操纵蝶舞花飞的长红锁 趁着这个功夫 夜灵接连打出齿叶藤缠绕树 恨不能即刻把他也困住 好解了自己身上的长红锁 宋穷暗暗心惊 眼看着马上就要得手 谁知这小子还有三阶灵兽 宋穷索性一咬牙 凭着被三阶雪雕的冰刃击伤 拽着长红锁纵声掠起 力声高叫 你给我下来吧 夜灵的双腿被长红锁绑着 无论是修为 法力还是力道 都比不上练气八层的宋穷 她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往下猛地一沉 倒栽向深谷 眼看要被宋穷抖落着长红锁抖下去 夜灵一发痕 双手紧紧抓住长红锁 奋力往下拉扯 即便摔死也要拉个垫背的 同时召唤雪雕不住地打出冰刃 干扰宋穷 吃 吃 一连串的冰刃过后 宋穷的护体光照破碎不稳 夜灵趁着这个时机用尽平生之力拽着长红锁 炼气五层的力道轰然爆发 连同宋穷齐齐坠落深谷中 啊 宋穷惊叫连连 在坠落中紧闭着双眼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夜灵在下坠的过程中 却冷静多了 立刻加持上金钟护体 接连地拍出了护甲符 这样即便摔进深谷里 也有生还的一线希望 山峰强劲 吹得夜灵和宋穷 连同两人就纠缠不清地 长红锁摇摇摆摆 时而往绝壁上猛撞 夜灵试图抓住绝壁的岩石 一组坠落之势 但终究被长红锁捆绑着双腿 而长红锁另一头的宋穷 似乎吓傻了 除了带着哭腔的惊叫外 早已经听天由命了 有了这个累赘 两人的下坠之势太猛 夜灵凭借一人之力 根本攀不住山岩 夜灵大喝道 快 抓住山岩 你不要命了吗 宋穷听到岩石崩裂的声响 也赶紧加持上护体 玉指迁迁 试图抓住岩壁 在两人的努力下 下坠之势虽然无法阻止 但总算减缓了下坠的速度 绝壁之上 留下两人长长的指痕 若非事先加持了护体 早已磨成了枯骨 最后 陡峭的绝壁越来越缓 山峰也不及上面的大 两人终于攀住了崖壁 在回望时 已然是深处云环山的山路深谷之中 宋穷被这一坠落下破了胆 不住地喘着气 心有余悸 叶灵反应比他快多了 趁着他喘息的片刻 长红锁上也失去了法力禁锢 叶灵末地挣脱了长红锁 踏着悬云靴 施展御风树飞 略向深谷中 呀 被你逃了 可恶 宋穷总算惊绝 赶紧飞跃而起 拽着长红锁紧追其后 小子 就算逃到天涯海角 我也跟你没完 宋穷气急败坏 为了追杀叶灵 三阶坐骑灵鹤摔死 三阶灵归还留在半山的崖壁上下落不明 又经过这惊心动魄的坠落 险些葬送了性命 宋穷自然是恨透了叶灵 非要追到他 碎尸万段不可 第61章 洞中修炼 叶灵在深谷中施展开全速飞掠 不时地回头看看 气势汹汹的凤诗宗精英女弟子宋穷 现在的叶灵 同样是失去了三阶紫色冰岩兽 和雪雕的保护 失去了坐骑火雕 单凭一人之力 即便是怀揣着不少二阶极品灵符 还有数不胜数的二阶极品耻叶藤种子 也绝对不是炼气八层 实力强劲的宋穷的对手 打不过就跑 好汉不吃眼前亏 先摆脱这个阴魂不散的女修再说 叶灵几次跟宋穷交锋 深知此女无论是在法器还是灵符上 品阶都是极品 远超过寻常的炼气后期修饰 唯一令叶灵感到欣慰的是 宋穷的御风术没有她纯熟 即便加持上三阶神行符 依旧拧不上叶灵 你给我站住 古奶奶不杀了你 誓死不休 宋穷气急败坏地娇喝道 事到如今 她也顾不得大家闺秀的风范了 甚至连桃色霓裳的门派法衣破损 现在是一不避体 也不管不顾了 只是奋力地追赶叶灵 叶灵在回头瞧看的时候 注意到了她这一点 冷冷地用神石扫过 很光棍地道 宋穷 你们凤池宗的女弟子 难道个个都像你一样 如此的泼辣吗 再追 衣裳要掉了 宋穷俏脸一红 羞涩的无地自容 对叶灵的恨意有增无减 但架不住脸上发烧 赶忙用长红锁 掩住该遮掩的地方 这样一来 速度却更慢了 叶灵一看目的达到 贴着深谷之下的悬崖绝壁 一路飞奔 寻找着山缝 崖洞等藏身之处 只要有狭窄的空间 她的齿叶藤缠绕术 就会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到时候 叶灵就不怕宋穷追进来 叶灵一边奔行 一边大口大口地 引下二阶极品金鹿零酒 补充法力 后面的宋穷健壮 脸上露出喜色 她只吞下一枚三阶极品环神丹 便可以较快地恢复法力 并且以她练弃八层的法力 远远胜过了叶灵的练弃五层 宋穷得意非凡地娇声喝道 小子 你等着束手待毙吧 我看你还有多少法力 能够支撑着长途奔逃 终究还不是被姑奶奶的手道擒来 叶灵暗暗叫苦 她在大笔上得来的如意转神丹 早已耗尽 否则的话 以如意转神丹的药效 绝对可以胜过宋穷的三阶丹药 只可惜 叶灵的仙府玉佩中 虽然有卷叶黄金 极品如意草和金银花 但此刻正全力以赴的飞奔 实在是无暇分神 在仙府摘星亚里练丹 就在这时 叶灵终于发现了 深谷岩壁之下的一处山洞 到了现在 叶灵也顾不得洞中有没有妖兽 即便有妖兽 叶灵自负 以此叶藤缠绕术 在狭窄空间里的优势 也毫无畏惧 叶灵瞅准了洞口 迅速闪身进入 立刻散开神石查看 见洞中狭长 并没有兴气扑鼻 断定洞里绝没有妖兽 道很像两山相接的山缝 竟是个天然的山洞 这一重大发现 让叶灵喜出望外 宋琼追到山洞口 毫不犹豫地跟着钻了进来 挥舞着三阶极瓶彩带法器长红锁 口中一阵冷笑 臭小子真够笨的 是你自己走进了绝地 姑奶奶来个瓮中桌边 看你还往哪里逃 洞中传来叶灵清冷的长笑声 哈哈 你追进来试试 缠绕树 终 叶灵凭借着洞中狭窄的地势 占据了地力 缠绕树接连打出 宋琼的长红锁 虽然能卷走一部分 齿叶藤种子 破坏了缠绕树 但终究架不住 叶灵大把大把地抛出 不大会儿的功夫 宋琼的长红锁 都被碗口粗细的 齿叶藤腕缠绕 变得沉重无比 宋琼狠狠地吃了一惊 不敢练战 赶紧抽出长红锁 退至洞口 眼珠转动 飞快地想着 对付叶灵缠绕树的办法 就在宋琼正准备 用三阶灵符强行轰动的时候 叶灵抢先一步 丝毫不给他机会 也堪堪冲到洞口 抛洒出大量的 二阶极瓶齿叶藤种子 缠绕树没有打向宋琼 而是打向洞壁 极瓶齿叶藤腕 飞速地生长着 瞬间封死了洞口 宋琼等反应过来 已然迟了 他的三阶灵符 轰在了齿叶藤腕上 虽然有一定的效果 但比起厚达树杖的藤腕往来 效果就显得很微弱了 尤其是叶灵源源不断地 打出齿叶藤缠绕树 不知种子有多少 令宋琼倍感无力 哈哈 我的宋大小剑 你不必徒劳了 我在山洞里 设下了好几重的齿叶藤漫网 还设下了几道禁止阵法 你即便用烈焰浮烧 也烧不进来 用水盐也不拘 哈哈 山洞中传来叶灵清冷的笑声 令宋琼听了气得直跺脚 简直是暴跳如雷 叶灵在第三重的齿叶藤漫网 和静止之后 散开炼气五层的神石 将近五十丈远镜 把洞口周围都看得分明 见宋琼气得板着翘脸 紧咬朱唇的样子 叶灵暗暗好笑 索性用神石肆无忌惮地横扫 打量起了这个正直妙龄的高挑美女 呵呵 宋大小剑风姿灼灼 若能天天在洞口守着在下 也可以令叶某大饱眼福 宋琼双甲飞红 赶紧用长虹锁裹住身体 但又气得发症 想到万一离开了洞口 很可能会被叶灵 撤下缠绕树的齿叶藤蔓 趁机逃脱 深谷力这么大 那样一来 岂不是纵虎归山 放龙入海 到时候去哪里找去 宋琼想罢多时 也没有什么好主意 索性也在洞口周围 设下了静置阵法 吞下一粒三阶极品还神丹 盘膝打坐 冷冷地道 信业的 有本事你就一辈子 躲在山洞里别出来 哼 姑奶奶有的是耐心 就当在这深谷里 闭关修炼了 叶灵瞧见他 裹着长红锁的彩带红绸 稳稳当当地坐在洞口 微微一皱眉 但转眼间就书张开了 心中暗道 凤池宗的宋琼 可以在这里闭关修炼 我也可以 尤其是 仙辅玉佩摘兴牙的 星辰之精 恢复满的日子快到了 到时候 我进阶炼气六层 是顺气自然的事情 更何况 我现在终于有功夫 奋出新神境仙辅炼丹 带如意转神丹 源源不断地炼制出来 再加上如意冰灵果 闭关修炼之炼气七层 也不是不可能 这对我来说 仅仅是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第62章 六层巅峰 叶灵奋出新神 进入仙辅玉佩中 开始炼制如意转神丹 三味药材都是现成的 叶灵把卷液黄金 也在仙辅灵田里 重成极品 投入炼丹 控火 入药 凝丹 开炉 一股药香弥漫开来 叶灵往青铜炉中一瞧 十二粒丹药中 有七粒是溜原的 极品如意转神丹 出丹率超过了五成 叶灵深知 只要接连不断地炼丹炼下去 炼丹数会越来越纯熟 出丹率也会越来越高 至于炼制如意转神丹 所需的极品如意草 卷液黄金和金银花 在仙辅灵田里 想种多少就种多少 这时 山洞外炼起八层的宋琼 剑洞中的叶灵 盘膝打坐 一动都不动 你倒沉得住气 再不出来的话 留在半山腰崖壁上的 三阶冰岩兽和雪雕 就是我的了 叶灵的一半心神和分魂 留在仙辅玉佩的 摘星崖炼丹 一半的心神归于体内 悠然道 你上不去的 我坠落下深谷时 就注意到了 云环山下的山峰强劲 比山顶和半山腰还要强得多 你根本无法攀缘上山 别说是我的灵兽 就是你的那只灵龟 也成了挂在半山上的无主之物 宋琼静意不定 不止 诚如信业的所言 只怕稍有不慎 就会被吹落下来 宋琼的心咯灯往下一沉 板着的翘脸更加阴沉了 哼 我爬不上去 你更是休想 兴许这深谷中另有出路 而你只能躲在洞中等死 哼哼 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姑奶奶手里 姑奶奶在洞外守一天 你就得老老实实在洞里待一天 并且只能做个缩头乌龟 胆小如鼠 宋琼极尽挖苦讽刺之能 不住地嘲笑叶灵 叶灵冷冷地道 激将之法 对我无效 叶某在洞中绝对安全 你还得时刻提防着妖兽侵袭 只盼着深谷中 潜伏着不少四阶以上的强大妖兽 把柳妖讨厌的宋大小姐 吃的骨头都不剩 那才叫大快人心呢 宋琼被他这么一说 机灵灵打个冷战 赶紧加固周围的阵法 只恨出来的匆忙 储物代理没有携带着正旗 甚至连遮羞的心泥肠都没有 只能用长红锁的彩带裹体 叶灵见他怕得很了 心中暗暗好笑 不冷不淡地道 叶某要闭关修炼了 你好自为之 希望在出关之时 还能见到活着的宋大小姐 哈哈哈哈 宋琼心里更是发毛 时不时地环视着山洞周围 提心吊胆 生怕有妖兽来袭 有洞门口的层层静置阵法 和三重齿叶藤漫网 叶灵很放心地 进了山洞深处 在宋琼练弃七八层的神石 探查不到的地方 盘膝打坐 扶持新炼制的极品如意转神丹 开始丹药脆体 雇本培缘 进行日常修炼 接下来的几天里 宋琼一直担惊受怕地守在洞外 好在深谷中 似乎没有妖兽出没 令他安心了不少 但也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 宋琼有时气闷 试图强行破开洞口的 齿叶藤漫网和禁制阵法 但叶灵只需随手 再打出几粒极品齿叶藤种子的缠绕术 就可以让宋琼耗费不少法力 破开的第一重藤漫网 重新解网 令他郁闷不已 最后宋琼无可奈何 实在是拿洞中的叶灵没办法 渐渐萌生趣意 但等他绕着深谷中走了一遭后 连个妖兽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但是宋琼欣喜了没多久 便深深绝望 因为深谷中不仅没有妖兽 而且没有出谷的路 四围都是悬崖绝壁 围得跟铁筒相似 除非攀爬岩壁从原路返回 但云环山的山峰强劲 锋刃如刀 宋琼即便有炼器八层的修为 也没有胆量去挑战 如此强劲的山峰 到了这一日 守在洞外恨透了叶灵的宋琼 心念一动 冲着山洞中高叫道 姓叶的 告诉你的坏消息 云环山的深谷中 没有一只妖兽 也没有出谷的路 你我早晚都会被困死在这深谷中 叶灵一心修炼 懒得理他 才不会管外界之事 最重要的是 他有办法顺着岩壁上山 在仙斧林田里 叶灵可以收获树枝不尽的各种藤蔓种子 只需用缠绕树 把这些藤蔓种子打在岩壁之上 自然会贴着山岩生长成极品藤蔓 到时候攀爬上去 一如反掌 无拘于凛冽的山峰 宋琼生怕叶灵听不到 又嬌声大喊了好几遍 叶灵淡淡地道 哦 那岂不是很好 此地宛若世外桃源 无人打扰 简直就是绝佳的闭关修炼之地 宋琼冷哼一声 极力装出一丝笑容 充满诱惑的道 你出来吧 本姑娘决定 不杀你了 叶灵听了心中冷笑 为了气走她 省得她大嚷大叫地 烦扰自己进修 叶灵纵情地嘲笑道 这话你可以去哄三岁小孩 叶某是不会上当的 难道宋大小姐 要与我结为双修道旅 钟老山林吗 哈哈 果然 宋琼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 气得浑身乱抖 对着洞口齿叶藤漫网 好一阵发泄之后 终于远远地做到洞外生闷气 再也不来触碰眉头 叶灵乐的回洞中进修 每日照旧服食如意转神单 故本培圆 修为也在渐渐增长着 上古功法浩天诀练气篇的 第五层功法 也修炼了一多半 等到了第十一天头上 仙斧摘心牙的星辰之精 彻底恢复 叶灵强忍住心中的激动 整个魂魄之体 进入仙斧玉佩 体内只留下一丝心神 留意着洞口的静置阵法 足可以让我的修为更上一层楼 叶灵沐浴在星辰之精的湛蓝光滑中 极为浓郁和磅礴的灵气 滋润着她的心神和魂魄 叶灵抓紧时间 潜心修炼上古功法浩天诀 两个时辰后 修为突破 达到了炼气六层的境界 这一切还远远没有结束 星辰之精的光滑如旧 叶灵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 星辰之精的光滑 将比上一次更持久 叶灵紧接着开始修炼 昊天诀炼气篇的第六层 继续沐浴在星辰之精的湛蓝光滑中 急速地恢复着心神和魂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又是三个时辰过后 星辰之精的光滑终于暗淡下去 进入了缓慢的恢复状态中 此时此刻 叶灵修炼至了炼气六层巅峰 修为隐隐触碰到炼气七层的境界 第六十三章 炼气七层 炼气中期和后期之间 是个不小的瓶颈 虽然昊天觉得第六层功法修炼完 急切之间还无法突破到炼气后期 除非 动用最后一枚如意冰灵果 这等逆天的大补之物 想到这里 叶灵从小木屋中取出如意冰灵果 把心神退出仙辅玉佩 魂魄归体 叶灵补充满法力 调整好内息 使得经络顺畅 一切准备好以后 叶灵寒心般的眸子 现出易燃之色 吞下了如意冰灵果 浓郁的冰灵气瞬间散满全身 叶灵周身散发出的寒气 冻结冰层 凝成了冰雕 但叶灵完全吸收了如意冰灵果的灵气 覆盖着他的冰层瞬间破碎 周身上下 散发出炼气后期的强大气息 炼气七层 终于有实力 跟宋琼一较高下 叶灵寒心般的眸子 金银明彻 感官较之从前更为敏锐 无论是神识扫过的范围 还是自身的法力 身法和力道 都有了显著 得提升 叶灵把心神进入仙府玉佩 伸手触碰到仙府戒碑上 赫然显现出了几行字迹 东皇仙府摘心牙碑 牙主 叶灵 修为 炼气七层 寿元 九十九 封号 仙府摘心牙主 赐予灵田一亩 木屋一座 星辰之金三枚 灵田灵力 满 草木生长 无需恢复 木屋储物 未满 储存灵物 万年不坏 星辰之金 空 滋润心神 恢复须七十五日 叶灵欣喜之余 对未来更是充满了期待 星辰之金的恢复期限 又延长了半月 达到了七十五天之久 哼 七十五天之后 我又可以动用星辰之金了 到时候进阶炼气八层 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离着炼气七大圆满 指日可待 魂魄退出仙府 叶灵又吞下几枚如意转神丹 开始打坐修炼稳固境界 待炼气七层的境界稳定下来 叶灵思索着 对付山洞外宋琼的对策 现在我虽然进阶之炼气后期 但装备都是二阶极品 很显然与宋琼的长虹 所有不小的差距 好在我的二阶法衣完好无损 他却是衣不避体 只能靠护体光照保护 同样 他手中有三阶极品灵符 也胜过我的二阶 嗯 既然在法器和灵符上不占优势 就只能依靠倒数了 叶灵多少有些惋惜 他的紫色冰岩兽 和三阶雪雕 都困在云环山半山腰上 要不然的话 以他所学的玉兽诀 完全可以携带 更高一阶的四阶驻击七灵兽 只要给紫色冰岩兽 位足了极品冰系灵草 自然会成长为四阶 到那时 和聚于炼气八层的宋琼 遗憾归遗憾 叶灵唯有突破眼前的难关 才能去考虑 收回困在崖壁上的冰岩兽 此刻 只有好好的算计宋琼一番 必须得一击奏效 否则宋琼有了低防 在种种不利的情况下 就很难击杀了 我是全灵根修士 上古功法号天绝 更是八灵根同修 所能施展的法术 远远超过宋琼 尤其是齿叶藤缠绕术 在这狭窄的山洞中 绝对是令他忌惮的倒数 对啊 我的缠绕术 完全可以不用二阶极品齿叶藤 改用三阶极品藤腕 哼 三阶灵妇我没有 三阶灵草 藤蔓的种子 却是应有尽有 叶灵脑海中灵光一闪 立刻想起了替换缠绕术的种子 他从药谷的南谷药谱 和松阳密林天然溶洞的冰洞中 都曾得到过好几种稀有的三阶藤蔓 其中有紫光仙藤 龙牙藤和蝉丝藤等等 叶灵挑来选去 终于把冰洞中得来的三阶宁兵藤选了出来 宁兵藤蔓看上去就跟物松冰棱相似 有极强的冰洞效果 绝对不弱于三阶极品冰洞服 想到这里 叶灵把三阶宁兵藤栽进仙斧林田中 小小的藤叶以肉眼可见速度 生长到了必粗细的极品宁兵藤蔓 远远看上去 好像是条粗大的冰绳 散发出丝丝寒气来 让叶灵的魂魄之体都感受到了寒意 接连不断地种下去 叶灵收获了大量的三阶极品宁兵藤种子 最后出了仙斧玉佩 在山洞中试炼 一把极品宁兵藤种子洒出去 缠绕住冰洞深处的岩壁 寒冰立刻蔓延起来 宛若冰洞相似 叶灵用二阶极品幽权剑斩去 这些冰绳式的宁兵藤万皆是异常 只见出些许冰屑来 根本砍不动 除非用火系倒数融化 叶灵对宁兵藤缠绕术的威力十分满意 看来远胜过二阶极品的齿叶藤 理所当然地取而代之了 这将是对付宋琼一大杀手锏 除此之外 三阶的物品 还有一样玄云靴 当时师尊赵宗主赠给我时 交代得清楚 玄云靴本是三阶极品 封印了部分法力 达到了二阶的范畴 这才让我穿上 如今大可以彻底解开玄云靴的封印 令其品皆恢复 叶灵深知 通常解封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强行解封 就是以足够的法力 把封印静置强行抹去 再一种 就是以破静置之法 解开静置 赵宗主打下的封印 很显然 以叶灵此刻的修为 叶灵试着用神石扫过玄云靴 看了看师尊封印的镜法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师尊封印玄云靴用的静置手法 一定不是什么刁钻古怪之法 他对一个区区三阶风系灵靴 没必要费太多的心思 看来 我得好好的 研习一番破镜之法 试着解开玄云靴的封印 叶灵曾在购买 上古功法号天爵炼气篇的时候 摆摊的人以1800时的价格 卖给他一块厚厚的静置镇法御检 据摆摊的人介绍 这静法御检西式少有 足值这么高的价钱 当初叶灵只为浩天爵 不假思索地买下了 平日里只研习了在洞府门口布置 静置镇法等简单的静法 还不曾深言 如今叶灵重新拾起了这块西式静置御检 研习起了更深层次的静置镇法 但凡有打下静置之法 自然也会标明 破镜 解禁的法门 叶灵足足研习了大半日 总算学会了几种静置之法 试着对玄云靴破镜 叶灵运法力与指尖 凝聚出幽蓝色的光滑 在半空中画了一个诡异的符文 轰进了玄云靴 一阵幽蓝色的光滑闪烁 玄云靴赫然散发出了 更为强大的灵力波动 解封成功 玄云靴恢复为三阶极品 第六十四章 逆转 叶灵踏上解封后的三阶极品玄云靴 纵起预风树 身形一闪 刹那间飞掠出十余丈远 凭空划出了一道残影 不亏是三阶风系极品靴子 速度较之从前提升了将近一倍 穿上此靴 凤驰宗练七八层的宋琼 绝对追不上我 我抢先占据了先机 即便不是他的对手 也可以溜之忽也 叶灵又拍出了几瓶极品如意转神丹 有这些丹药在手 可以急速地补充法力 更不用担心跟宋琼之间法力差距 这一切都收拾好以后 叶灵在洞中盘膝打坐 使得心神 法力都恢复至巅峰状态 叶灵豁然睁开寒心般的眸子 把部分心神进入仙府 隐藏了炼气七层的修为 大踏步来到洞口静置之处 宋琼披着彩绸般的长虹锁在洞外哭坐着 最近几日 他独居深谷 百无聊赖 虽然没有妖兽清洗之忧 但只要看到云环山上 无休无止的强劲山峰 注定要困在这里 宋琼便感到此生无望 懊恼不已 如今他终于感应到 洞中叶灵的存在 对叶灵恨意可谓滔天 但与此同时 宋琼心中又有种异样的感觉 毕竟在谷中独自一人坐得久了 终究有些清冷和寂寞 好容易盼到了可以说话的人 令宋琼在恼恨的同时 竟有些兴奋起来 哼 胆小鼠辈 缩头乌龟 你终于肯露面了 是不是洞里待得闷得慌啊 我就知道 你不甘心 永远待在洞中的 宋琼悠然道 在他看来 叶灵只不过是个练气五层的小修 修为跟他插着好几条街 叶灵是拍马 也撵不上的 宋琼甚至有些期盼 希望这一回 叶灵加固了洞口的齿叶藤王后 可以多停留一会儿 跟他说话话 谁知叶灵根本没有答言 手中点指掐绝 竟然撤下了洞口的静置阵法 然后又是一阵指尖连点 连同缠绕术打出的齿叶藤王王 也全部撤下 三重静置和藤王王一起撤下 叶灵的身影 缓缓走出了山洞 令宋琼大惑不解 甚至怀疑起了自己的眼睛 揉揉眼 看有没有看错 从云环山上 风起云涌中露下的天光 照着叶灵略显得苍白的脸上 让叶灵整个人沐浴在惬意的天光里 咦 你好生大胆 居然敢大摇大摆地逛出来 视我为无物吗 宋琼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瞪大眼睛 诧异地盯着叶灵 手中渐渐地卷起了长红锁 要伺机动手 叶灵望了望天光 随即冰冷的目光 扫向了破一露体的宋琼 冷冷地道 十多天了 不见天日的洞中修炼 就此结束 那又如何 你是在洞中憋屈的要命 是来赴死的吧 可惜本姑娘现在逐一改变了 不会成全你的 宋琼得意非凡地道 仿佛叶灵的生死 全在她的掌控中 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令宋琼的优越感有增无减 甚至她已经在考虑 等叶灵再退入洞中时 她一定会火速地祭出长红锁 将叶灵彻底缠绕住 叶灵冷笑道 哦 依着宋大小杰的心性 真的不杀我了 鬼才会相信 宋琼悠悠地叹了口气 很认真的道 我在山谷中转了好几日 这地势跟铁桶相似 上面又有强劲的天锋阻隔 你我是无论如何 也无法出谷了 唉 深谷幽居 十分寂寞啊 嘻嘻 我看你 还是浇出浑血 老老实实地 跟我在谷中作伴好了 作本姑娘的忠心不二的奴仆 岂不甚好 叶灵以好奇的目光 重新审视起了这位高调女修 宋琼被她看得发毛 下意识地用长红锁 遮住叶灵不该看到的地方 还以为叶灵又对她的身姿 何容颜品评了一番 秀眉微醋 不悦道 哼 再看信不信我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 我说的话你听到没有 消除浑血 作本姑娘的奴仆 以后说不定本姑娘开心 有你看的 说着 宋琼又以充满诱惑力的眼神 施展凤石宗的独门秘书射魂术 给叶灵抛了一记 荡魂射魄的魅眼 对叶灵的拉拢 可谓是软硬结实 煞费苦心 叶灵心神沉浸在 仙府玉佩中 丝毫不受她的诱惑 冷冰冰的道 宋大小姐身上 几乎没有值得叶某佩服的地方 居然想做叶某的主人 简直是可笑至极 嗯 是了 宋大小姐 唯一令在下佩服的 就是宋大小姐的自信 哈哈 宋琼的俏脸沉了下来 要不是生怕叶灵 再钻回洞里不出来 早就上前动手了 宋琼眼珠儿一转 娇贺道 死到临头了 还敢嘴硬 你是个男人 就出来跟本姑娘一战 说了就交出魂血 本姑娘法外开恩 也不会杀你 别鬼鬼祟祟地钻进洞里 当缩头乌龟 让人好生地瞧不起 可以 你当我出来 是跟你闹着玩吗 自然要与你一战 叶灵深知她守在洞口 时刻关注着 偷袭是绝不会得手的 所以才光明磊落地 撤下静止走出来 宋琼看着叶灵一步步 远离了山洞口 心中欢喜无限 轻一连步 反而迫不及待地 转到了叶灵身后 堵住山洞口 连连点指掐绝 射下进法 令叶灵无路可逃 宋琼秋波中 一彩连连 得意地道 哼哼 你中了我的技了 乖乖地做我的奴仆吧 她简直把叶灵氏 做了囊中之物 仿佛成了深谷中的女皇 兴奋不已 叶灵就像打量个 三岁小孩似的看着她 在叶灵的眼里 此时此刻的宋琼 太天真太幼稚了 风卷残云 斩 叶灵双臂聚拢 耗费了近半的法力 打出一道风支漩涡 直接卷向了 得意洋洋的宋琼 在这一刻 叶灵练弃七层的修为 轰然爆发 呼 风卷残云的风支漩涡 如同一道风墙一般压来 令宋琼惊慌失措 宋琼急忙后退 赶忙挥动长红索 抵御风卷残云中的 数十道锋刃 是 宋琼长红索 无法抵挡住所有的锋刃 身上的法衣又残破不堪 腿上中了一剂 心血顿时飞剑 宋琼惊呼一声 总算勉强躲过一劫 心神震撼 惊道 什么 你竟然修炼这炼气后气 第六十五章 任我为主 山峰中 夜灵傲然而立 冷酷如天山上 亘古不化的冰雪 周身上下散发出来的炼气 七层强大气息 令宋琼的心 无限下沉 在这一瞬间 宋琼的自信 饱受摧残 甚至连道心 都出现了裂痕 受不了夜灵 对她的打击 试想 又有谁能在短短的十几日之内 从炼气五层 进阶至炼气七层 简直是害人听闻 宋琼 只觉得眼前一阵恍惚 攥紧了长红锁 手心都沁出了冷汗 满脸狐疑地道 你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是在跟我处处交手时 就隐藏了修为 你到底是何居心 说到这里 宋琼的翘脸 都有些惨白了 眼前的夜灵 如果是一直对她 隐藏着修为 那么这样的对手 实在是太可怕了 足以让宋琼的灵魂 为之占领 夜灵十分冷酷地盯着她 既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即便宋琼 是凤池宗炼气 八层的精英弟子 修为依旧比此刻的 夜灵高招一层 即便她手中持有 三阶极品法器长红锁 而夜灵身上 仅有的一件 三阶装备玄云靴 但此时此刻 宋琼失去了自信 尤其是在气势上 她已经急转直下了 反观夜灵的战意 可谓滔天 对于这个追杀 她一直追到云环山 从绝壁又跌入深谷 逼得她躲进山洞里的 阴魂不散的女修 夜灵觉 对没有丝毫的 怜香惜玉之意 对待敌人 永远都是冷酷无情 杀 夜灵斩出了一道锋刃 紧跟着 又打出了 兵系法掘悬兵 咒中的兵锥术 以练弃七层的法力 施展这两样倒数 威力比以前大了许多 宋琼不敢怠慢 长虹所辉五成 彩蝶相似 敌于夜灵的倒数攻击 与此同时 宋琼的周身上下 加持了桃红色的护体光圈 警防腿伤之事 再次发生 就凭倒数跟我站吗 本姑娘再也不会让你得逞啊 我倒要看看 你体内有多少法力 够你连续施展倒数的 宋琼板着翘脸 待看清楚夜灵 只用倒数攻击时 她嘴角泛出一丝 不屑的笑意 断定夜灵 必定是新境界的炼气后期 不足为惧 宋琼稍稍定下神来 从储物袋 拍出一张极品寒冰符 猛地轰向了夜灵 刷 夜灵的身影 突然化作了一道残影 消失在了宋琼面前 寒冰符打空 砸在地上 冰冻了一片土地 咦 难道是水影了不成 宋琼急忙施展灵墓树 往寺外观桥 却见夜灵根本没有水影 冷冷地站在她身前三十掌台外 怎么可能 这么快的速度 我竟然没有发觉 宋琼瞪大了眼睛 一脸惊骇地望着夜灵 此时此刻 夜灵给她带来了太多的惊奇 让她一时间 都有些反应不过来 夜灵大有深意地道 你的倒数 不如我纯熟 更不及我的种类繁多 仅凭这三阶级品灵符 还无法伤及夜某 你所依靠的 也只有三阶级品彩戴长红锁了 哼 只可惜 你试斩掌红锁的同时 春光全现 让夜某大饱眼福 夜灵说笑间 令宋琼又羞又闹 气得发症 宋琼一手掩住法衣 紧咬朱唇 一手奋力地挥舞着长红锁 恨不能立刻就把夜灵卷中 夜灵正是要她心浮气躁 又让她动手之际有了顾忌 夜灵瞅准了机会 仗着三阶旋云靴和御风树的速度 月白断长山的身影瞬间气静 猛然间洒出一大把三阶极品 宁冰藤种子 打出缠绕树 咔啦啦 一阵冰冻的声响 长红锁被粗大的宁冰藤蔓缠绕住 动弹不得 宋琼倒抽了一口冷气 几次用神识都无法操纵长红锁 抽也抽不回来 就在她惊得花蓉失色 回身要跑的时候 刹那间夜灵踏着穴云靴追上 又打出缠绕树 撒出一大把宁冰藤种子 啊 惊弓之鸟的宋琼 被夜灵的缠绕树打中 惊呼一声扑通摔倒在地 宋琼顿时感到周身冰冷彻骨 被散发出凛冽寒气的宁冰藤蔓捆了个结实 面对儿必粗细的极品宁冰藤蔓 宋琼拼尽全身的力气 挣扎都无法挣脱 紧接着 夜灵又是一记缠绕树 随着宁冰藤蔓的生长 寒冰立刻蔓延起来 令宋琼大半截的身子冻成了冰雕 宋琼彻底绝望 明目待死 夜灵尝出了一口气 迅速地把他的长虹 锁连同宁冰藤封印之后 收了起来 又收起了宋琼的储物袋 看里面还有不少三阶极品灵符 夜灵全部居为己有 随后 夜灵一手持着二阶极品优拳剑 一手抓了一把大极品宁冰藤种子 站在了冰冻的宋琼面前 寒心般的眸子中 泛出冷意 十分冷酷地道 事到如今 你还有何说 还想让我浇出魂险 做你的奴仆 笑话 宋琼的脸颊上 扑素素地留下 两行青泪来 楚楚可怜地望着夜灵 甚至到了现在 还试图极力地施展射魂术 对夜灵勾魂射魄 夜灵把部分心神 进入仙府玉佩 灵台一片清明 根本不会受他的诱惑 夜灵冷若寒冰的道 摆在你面前的 只有两条路 要么是死 要么浇出魂血 任我为主 宋琼秋波中流露出 无比恐惧之色 拼命地摇头 颤声道 两条我都不选 恳请夜大哥饶过我 我以心魔为事 保证从今往后 再不敢与夜大哥为仇作对 心魔是 可笑 对于你这种阴魂不散 独如蛇蟹的女子 鬼才会相信你 快 浇出魂血 夜灵丝毫不为所动 冷冷地盯着她 抬起了幽权剑 数着数 一 二 三 斩 随着夜灵瞳孔猛的一缩 幽权剑就要斩下 宋琼彻底挡寒 惊呼道 不要 夜灵停下了手中的幽权剑 冷冷地看着她 周身散发出的炼气 七层灵压 丝毫没有改变 宋琼紧闭双眸 心惊胆战地 把一团魂血从眉心逼出 漂浮在了半空中 夜灵毫不客气地收进手里 神识查验过后 拍入了自己的眉心 融入子府十海中 夜灵冷冷地道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的主人 你的生与死 都掌握在我的手中 只削我一个念头 你就会随着浑血消亡 而彻底魂飞魄散 懂吗 懂 求而明白 宋琼苦涩 但又乖巧地道 以讨好的眼神 凝望着夜灵 阴阴秋波中 丝毫不敢显露出 一丁点的不敬 第66章 出谷 夜灵对宋琼的乖巧 十分满意 用火系稻树 融化开了他身上的宁兵藤蔓 并且施展中 接回春树 治疗好了 宋琼身上的所有伤势 谢主人 宋琼窃窃地道 望向夜灵的眼神中 满是复杂之意 夜灵淡淡地道 做我的侍女 自然有你的好处 夜某形势分明 绝不会亏待 任何一个身边亲近的人 这是赐予你的 等法力 恢复之后 我带你离开云环山谷 说着 夜灵抛给宋琼 一瓶心静炼制的如意转神丹 宋琼瞪大眼睛望着主人 疑惑地道 离开山谷 主人 穷儿在山谷中绕过好几圈了 真的没有出谷的路 夜灵冷冷地道 那是你 我当然有法子带你出去 宋琼嗷了一声 不敢质疑 但心中好生地不服气 按道主人的修为 还比自己低着一层呢 能有什么法子 胡吹大气罢了 但是到如今 胜者为王败者寇 他非但没有追杀到夜灵 反倒成了夜灵的侍女 不再是 也不可能是趾高气昂的宋大小节了 这种转瞬之间的反差 宛若天渊之别 让宋琼好一阵的失落 紧咬着朱唇 低头不语 哼 收了本姑娘的长红索和除物袋 只赐予我一瓶丹药 还说绝不会亏待于我 假惺惺 宋琼满肚子怨言 美好气地打开瓶塞 不看也能够想象得到 主人能赐给他什么好丹药 谁知药瓶中 散发出浓郁的灵气扑鼻 令宋琼心神未知一阵 他赶忙用神识一扫 立刻长大了 口合不拢嘴 不可思议地惊叹道 极品如意转神丹 这 这是每个练习修士都梦寐以求的 最极品的丹药啊 主人 您真舍得把整整一瓶的如意转神丹 都送给了琼儿 宋琼的双眸中 一采连连 就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顿时精神起来 嗯 夜灵淡淡地道 继续盘膝打坐 暗地里在仙府玉佩中 种下了不少三阶极品蝉丝藤 收获藤花的种子 这种蝉丝藤附着力极强 生长成极品后 还会垂下无数藤丝 用来攀岩再合适不过 宋琼喜出望外 甚至连捧着如意转神丹的千千玉手 都激动地发颤 凤池宗全宗上下 都没有几瓶如意转神丹 多少修饰欲求一力而不可得 主人竟然赐予了他整整一瓶 像这样一瓶丹药 上万零食也买不到 在风桥阵方式上 堪称是有价无事 这么一瓶珍贵的丹药 我用完日常修炼 似乎有些浪费 不如留着以后 冲击炼器九层用 宋琼小心翼翼地 把主人赐予的药瓶 用锦帕包好 藏进怀中 在看向夜灵的目光时 大不相同了 很殷勤地过来 为主人揉肩垂背 双眸中近视柔情蜜意 极尽凤池宗的 勾魂射破之术 夜灵见他一时间 变得如此温柔 连头皮都有些发麻 心中猜到八九 知道是这一瓶 如意转神单惹的祸 起到了应有的效力 夜灵淡淡地道 你乖乖地服饰丹药 恢复法力 以后表现不错的话 我还会赠你几瓶 宋琼的心扑通扑通乱跳 经问道 主人是真的吗 莫非琼儿 是在做梦不成 夜灵认真地点了点头 不介意透露一点谎话给他 煞有介事的 神秘地道 我身为药谷宗主清传弟子 又承蒙天丹先门的金丹长老赵福 执掌门派冰冻 如意转神单 有的是 宋琼连声称事 笑叶如花 满怀期待的道 能为主人办事 是穷儿的造化 待两人恢复满法力之后 夜灵豁然站起 手中多出了一个储物袋 装着满满的三阶几品蝉丝藤种子 So 夜灵对着云环山陡峭高耸的岩壁 打出几道缠绕树 三阶几品蝉丝藤腕 迅速地生长着 垂下了不少十分结实的藤丝 宋琼眼睛一亮 对主人佩服得无可无不可 有了这么结实的蝉丝藤攀岩 足可以抵御强劲的山峰 随我来 夜灵拽上宋琼 两人攀岩上 接连不断地打出缠绕树 凭借着蝉丝藤做十阶 没用了多久 就来到了山峰最强劲的地方 夜灵吞下几枚如意转神丹 加持了金钟护体 又分发给宋琼三阶极品护甲符 足可以抵挡山峰的锋刃 紧接着 夜灵打出一把极品蝉丝藤种子 藤万生长 牢牢地附着在山岩之上 一切准备就绪 主仆两人迎着林立的刚风 一口气冲破山峰阻隔 来到了半山腰 夜灵通过灵魂烙印的联系 感应到了三阶紫色冰岩兽 和雪雕的所在 宋琼也感应到了 他的三阶便衣灵归 原来这十几天里 三只灵兽失去了主人的联系 躲在半山腰的崖壁间 夜灵和宋琼飞略过坠崖之处 宋琼心有余悸地 望了望山下深谷 颇为感慨地道 还是主人有办法 若非是主人的禅思藤 琼儿只怕要终老 在这个该死的深谷中了 如今琼儿脱离险境 两世为人 承蒙主人提携 感激不尽 宋琼说的道也真诚 要不是夜灵 他真的是半点法子 也没有 夜灵点了点头 望向身边的紫色冰岩兽和雪雕 心中一动 自从他在进阶练弃七层之后 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想法 浮现在脑海中 他有仙门流长老赠给的御兽绝 可以携带比自身高一届的灵兽 如果用极品灵草 灵果 未养紫色冰岩兽和雪雕 让他们从三阶进阶到堪比 助击初期的四阶灵兽 有助击期的灵兽跟随 在练弃修士中 几乎是横着走了 想到这里 夜灵强压住心头的兴奋 看了一眼宋琼 淡淡地道 你的三阶变异灵归也归我了 你可有意义 宋琼慌忙摆摆手道 没有意义 连球儿的人都是主人的 主人说什么是什么 夜灵满意地点点头道 好 算你识相 这只灵龟在你手里 简直是暴殿天物 在我手里就不一样了 绝对会防御力暴增 变得极为强悍 我要在半山腰开辟一间洞府 暂时闭关 你在洞口替我护法 说着 夜灵斩出幽拳剑 不大会儿功夫 开辟了一间纵深的洞穴 夜灵让宋琼在洞口守卫 自己召唤进了三只灵兽 又设下了阻挡神识探入的禁制阵法 然后夜灵开始在仙府摘星亚里 种出大量的极品灵草灵果 不断地喂养这三大灵兽 第67章 四界灵兽 转眼到了夜间 宋琼正在半山腰的洞口 盘膝打坐 猛然间 一股极为冰寒的气息 从洞穴深处蔓延开来 连洞口都凝结出了冰霜 蜷缩起了身子 抵御这彻骨的寒意 他望了望洞穴深处 有阻挡神识的禁制 根本看不清楚 心中满腹狐疑 难道主人是在修炼兵戏道术 冰冻的效果都蔓延过进法了 厉害厉害 宋琼越来越觉得主人深不可测 却不知晓 夜灵此刻正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 夜灵眼前 助力着整整大了一杯有余的紫色冰年兽 夜灵未养给他足足有一堆 小山丘式的极品冰系灵草之后 赫然进阶成了助力器的四阶灵兽 他浑身上下的冰岩散发着深紫色的光滑 灵压让三阶的雪雕和灵龟吓得躲在了角落里 匍匐着不敢出来 有了四阶变异兵严兽护驾 助力之下 谁能带我和 接下来是饲养雪雕和灵龟了 雪雕应该服侍冰系灵果 灵龟是土系和水系双系灵兽 应该分别喂养这两类灵果 在师尊的南谷药谱中 也采摘到不少这样的灵草灵果 全部在仙府摘兴崖的灵田里 种成极品 叶灵紧锣密鼓地 在仙府玉佩中继续种田 喂养雪雕和灵龟 到了第二天 两只灵兽终于进阶 成为四阶灵兽 叶灵撤下了洞中的禁止 煞时间 三谷堪比注击初期的 强横灵压散出 险些把宋琼火了一点 宋琼正正地望着 自己熟悉的灵龟 不仅体型大了一圈 颜色也从青色 变成了深闭色的 令他乍然一剑 心惊胆战 宋琼再看看 主人夜灵的两只灵兽 一天的功夫 全部进阶为四阶 宋琼彻底陷入了震惊中 几乎不敢相信 眼前的一切 嘴角狠狠一抽搐 连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了 主 主人 你竟然可以携带 比自身高一阶的灵兽 难道修炼过 传说中的御兽卷 还有 三只灵兽一天之内进阶 惊世骇俗 夜灵淡淡地道 这些得益于 仙门的金丹长老 你不准跟人乱说 知道了吗 是是 穷儿很懂呢 穷儿保证守口如瓶 绝对不跟外人提起 宋琼心神一领 小鸡着迷式地 点头应道 看向主人的目光 充满了崇敬和狂热 到了现在 他对夜灵彻底拜扶 心中的怨气和欲结 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宋琼由衷地赞叹 试想 又有谁能像主人一样 把太多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有三只堪笔住机器的灵兽护架 放眼整个风桥镇周边 又有哪个炼器修饰能做得到 只怕寻常的女修想要追随主人 尚且不能够呢 我还算很幸运的 就在宋琼响入飞飞之际 夜灵抛还了他的储物袋 给他留下了少量的三阶极品灵符 但宋琼惊奇地发现 储物袋里面多了大半袋的灵石 足有两万之多 宋琼两眼放光 颤声道 主人 这么多灵石都是赐给我的吗 夜灵微微一笑 不错 我收了你的长红锁和灵规 算是补偿给你的 以后买些法器法衣 可以好好地装扮一番 另外 等咱们上了云环山崖顶 还有一事 要你着手去办 请主人试下 宋琼赶忙收起储物袋 激动地道 夜灵吩咐道 你先上崖顶 留意附近有没有凤侍宗的同门 尤其是住机器的强者 省斗贸然上去 在被贵宗的女修惊绝 免不了又是一场恶战 宋琼脸上一红 心领神会的印望 夜灵又道 山上若无人守候 你即刻回凤侍宗一趟 探听我的三位同门好友 何景生 肃秦和紫山三人的下落 活着还是死了 都要报给我一个准信 不得有误 宋琼连连点头 用心记下 这些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甚至宋琼还挺了挺胸脯 保证到 擅自闯入凤侍宗的地界 罪不至死 他们多半会被关押起来 要是主人的三位好友还活着 我会想方设法 把他们带出凤侍宗 很好 夜灵收了三只四级灵兽 在岩壁上 继续打出蚕丝藤蚕绕树 两人贴着牙壁 攀着藤丝 不削一个时辰的功夫 上了云环山顶 一切一技行事 宋琼先上牙顶 转了大半圈 一个人都没有 空落落的 未免令他有些心寒 宋琼回来 知会了主人 自怨自叹 哎 没想到宗礼的姐妹们 居然没一个到附近来寻我 真是人走茶凉 事态严了 夜灵拍了拍她的乡间 安慰道 我早就料到了 不论哪个门派 损失一名精英弟子 太寻常太普遍了 宗门里是没有人会在意的 但你是我夜灵的侍女 这天底下 他们不理你没关系 还有我 我可是几乎短的 宋琼眼圈一红 好一阵感动 看到主人坚定 和鼓励的目光 倍感温暖 仿佛在一瞬之间 眼前站着的 不再是相貌平凡的年轻人 而是不计前嫌 胸襟豁达 而又坚毅果决的化身 令她崇拜不已 去吧 我在这里等你的好消息 夜灵目送她离去 悄然水影 消失在了云环山巅 等到了黄昏时分 太阳都要落山了 夜灵平 借着浑血的联系 察觉到了宋琼的所在 只有她一个人来 夜灵从水影中 献出身来 宋琼早 已换了一身淡紫色的霓裳 更衬托出了高挑的倩影 她一见到主人 立刻打开一个大空间的储物袋 放出个人来 何景生 夜灵瞧见何景生 脸色苍白 气若油丝 一双憔悴的眼睛 饱含热泪望着夜灵 说不出话来 显然受了极重的内伤 以夜灵现在的修为 治疗她练弃四层的伤势 绰绰有余 夜灵毫不犹豫地点指掐绝 一阵中接回春树的 金银绿光洒下 令何景生的伤势迅速恢复 一触相过后 何景生总算缓过这口气来 多谢夜兄施救 活命之恩 莫尺不忘 何景生挣扎着做起 待看到夜灵现在的修为时 心神激荡 险些又被过气去 第六十八章 营救 炼气七层 这怎么可能 夜兄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大 何景生的眼珠子 好学没瞪出来 她平日里最不服气的 就是夜灵 如今饱受无妄之灾 好容易脱险 又承蒙夜灵救治 已经是十分惭愧了 现在 何景生又察觉到夜灵的 修为远高于她 令她越发的自残行贿 从原来对夜灵的羡慕和嫉妒 到了现在 何景生只有长叹和仰望 夜灵摆了摆手 不做任何解释 命她引下二阶 金路灵酒 好好地恢复元气 何景生只得硬了 又诧异地打量着 前些日还是冷傲无情的宋琼 现在似乎跟夜灵的关系 很不一般 令何景生连嫉妒的勇气 都没有了 夜灵招呼过宋琼来 问及肃秦和紫山的下落 宋琼万福一礼 恭敬地道 琼儿信不如使命 都打听到了 主人还有所不知 何道友之所以能顺利地带出来 是因为当初方柳师妹 用五雷符 把她轰了得半死 而我们凤池宗 又绝不会速留难休 几位师妹 遵了宗礼女长老之命 这才把她抛到了 凤池盼的乱石滩上 任其自生自灭 琼儿 这才顺道去乱石滩 把她装了回来 夜灵看了何景生一眼 按道十几天来 乱石滩上没有妖兽 楚沫吃掉她 足见她的命大 宋琼随即画风一转 轻叹道 但主人的两位师妹 就不同了 他们是女修 可以进凤池宗 被关押在了凤池的水牢之中 宗礼的筑基七女长老 指挥了主人的师尊 要古宗的赵宗主 正等着她熟人呢 熟人 夜灵心中一动 赶忙问道 你们凤池宗的女长老 索要何物 是花费一笔零食吗 这个不难 我正是赵元珍的清传弟子 我来熟人也是一样 就说是奉了师命 敬奉吃宗一趟 他们敢把我怎样 宋琼苦笑道 毕宗的女长老 给赵宗主开出的筹码 是石坛五阶极品月 橘灵酒 似乎还没有谈妥 令施舍不得这么多五阶灵酒 所以肃秦和紫山 两位就一直被关押 在水牢中 不见天日 夜灵皱起眉头 炼制五阶月 橘灵酒所用的五阶灵竹男 天竹和月居花 这两位药材他都有 皆可以在仙府玉佩中 重成极品 但以他炼丹师的水准 还无法炼制出 超过自身两阶的灵酒灵丹 所以此路是行不通的 在一旁打坐的何景生听到 大骂宗主不仁不义 舍不得石坛灵酒 任由两位内门弟子身陷淋雨 这样的宗主不当也罢 夜灵也对师父的小家子气 十分不满 他还是外门弟子时 在药谷的清竹院 多成了紫山师妹照顾 大丈夫有仇必报 有恩也要报 更何况是身边至亲至尽之人 夜灵又怎能坐视不救 夜灵寒心般的眸子中 泛出坚毅之色 郑重的道 肃秦和紫山 不仅是我的师妹 还是我的好友 是我带出他们来的 也理应由我把他们安全地送回去 我那冷漠的师父 身为一宗之主 可以不闻不问 但我却不可以 凤池宗的水牢在哪 穷儿 你带我进宗 设法营救二女 何景生对夜灵的慷慨激昂 十分赞赏 以拳击掌 赞叹道 夜兄够义气 我何景生生来 还从没有佩服过谁 但是从今往后 我只佩服夜兄一人 宋琼 冲他翻了个白眼 冷哼道 我家主人本来就是 极仗义的豪侠之士 用不着你来拍马屁 夜灵对他们俩的考语 唯有苦笑 仿佛把自己说成了天底下 有意无二的正道修士 其实夜灵凡事 只是遵从自己的本心罢了 率性自然 冷酷无情也好 仗义豪侠也罢 行事但求无愧于心 何惜辜负天地 夜灵又细细询问了 宋琼关押肃秦 紫山二女的水牢详细情况 原来凤池宗的水牢 建在凤池深处 算是凤池宗禁地 平日里并没有凤池宗女弟子把守 因为那里就跟个水底 迷宫相似 到处都是三阶 甚至四阶的水系妖兽 由凤池宗筑基中期以上的 女长老官进人去 设下简单的禁制阵法 之后再不用理会 人绝对是逃不掉的 夜灵听了半喜半忧 洗得是无人看守 正好借机行事 担忧的却是所谓水牢 如水底迷宫 救人难免要遇上 不少强大的水兽 何景生在一旁默然不语 仿佛是泄了气的皮球 吸了灯的明竹 吹灯拔辣了 夜灵略一沉吟 打定了主意道 穷儿 我要去封桥镇方式一趟 准备一些三阶极品装备 然后由你把我带进水牢 宋琼点头阴郁 嫣然一笑道 我也正缺几样 和珅的极品法器法医 不如让穷儿 跟随主人同去方式 一起购买装备 到时候进了水牢 为而不只是向导 也可以助主人一臂之力 夜灵汉手笑道 好 就这么说定了 咱们即刻就走 还可以赶上 封桥镇方式的夜审 何景生机零零 打个冷战 一脸不解地望着夜灵 劝阻道 夜凶 听他这么一说 凤池宗的水牢 凶险之极啊 果然是门派境地 只怕是凤池宗的炼气弟子 也敢闯这龙坛虎穴 夜灵笑道 有何不敢 你就在这幽僻的云环山上 开辟一间洞府 好生修养 我们去也 说着 夜灵携了宋琼 飘然下山 何景生 只有愣呵呵地望着 两人的背影远去 忍不住地摇头叹息 哎 还是夜凶英勇无畏 大人大义啊 明知艰险 虽万千人无往矣 这等气感 令人好生崇敬 却说夜灵跟宋琼 主人二人一路下了云环山 同其二阶火雕穿过夜幕 飞向了东南方向的风桥阵 如今 宋琼对主人夜灵的敬仰 简直达到了巅峰 甚至渐渐地演变为轻木 在她的明眸秋波中 夜灵平凡的相貌和身量 也成了天下最英俊最潇洒的人 最后 宋琼心中一动 红着脸 低声细语地试探道 主人 您收穷而做侍女 可曾考虑过双修之事 第69章 万宝阁拍卖会 双修 夜灵微微一正 甚至可以通过身后 娇羞无限的宋琼的苏兄 感觉到她的心跳 我追求的是长生大道 修仙界的残酷 修道之人寿源不一 多一个道旅 就多了一份羁绊和束缚 不符合夜某放荡不羁的本性 对道心也是有害无益 你虽是我的侍女 但此事在意 夜灵冷酷的道 她现在仅仅是个 练气后期的小修 寿源有限 并且深感修仙界的残酷 高阶之下 皆为蝼蚁 现在还不是贪恋红尘 花钱月下 而女情长的时候 绝不能满足于现状 唯有潜心修炼 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宋琼略感失望 但对主人的景仰之情 有增无减 至少主人的定力非凡 不是那一位贪图美色的好色之徒 宋琼欠然一笑 恢复了几分矜持 一本正经的道 主人 等咱们骑着火雕 飞到了枫桥镇 估摸着也到定登天了 我知道 枫桥镇方式里 有一处极热闹的所在 西城的万宝阁 每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 就会有不少修士 去那里参加拍卖会 买卖各种来路不明的 极品法器法衣 都是白天见不得光的 十分神秘 哦 是金阁仙门下设的万宝阁吗 我平日里很少去那里 原来到了夜间还有拍卖会 很好 咱们就去万宝阁 夜灵不止一次地路过 深知万宝阁是 风桥镇第一大炼器商会 听宋琼一说 他还真想去 见识见识万宝阁的拍卖会 两人架着火雕 两百余里 终于来到了风桥镇西关外 夜灵听了宋琼的建议 换了深蓝衫 带上了阻隔神时 探入的静置斗笠 宋琼则用一块特制的青纱蒙面 两人一荣改扮之后 神神秘秘地走进风桥镇西门 来到方氏西街最西边的大门楼 上书三个流经大字 万宝阁 万宝阁的正楼门早已紧闭 只留下脚门 供来往的修士进出 门口势力着一名练气中期的侍者 不拒来的修士 有多高的修为 都要收参加拍卖会的进楼钱 宋琼很熟练地摸出二十块零食 递给门口的侍者 对方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夜灵和宋琼才得以进楼 夜灵暗暗感慨 每人十块零食的进楼钱 足以把练气初期的外门弟子挡在门外 看来这万宝楼拍卖会上的宝物 价格都不会太低 走过幽暗空扩的正厅 夜灵和宋琼来到了万宝楼后院 只见这里人声鼎沸 与外面的冷清截然不同 聚集了足有数百位修士 大声喊价 热闹非凡 夜灵和宋琼都经过一容改办 没有人能认出他们的身份来 方便行事 两人悄然坐到了后院的一个偏僻角落里 同时夜灵也看到 在这数百名修士中 绝大多数都是练气中期和后期的修士 想来练气初期修士没钱来 住机器的强者又在拍卖会 买不到高阶的宝物 所以才会形成眼前这种局面 夜灵甚至发现 几个熟悉的面孔 都是要鼓宗的精英弟子 平日里 他们常去冰冻历练 夜灵认得他们 还有不少修士 像夜灵和宋琼一样 隐藏了腰间的门牌玉牌 也经过了一容改办 不愿意被其他修士 认出真面目来 此时 后院的高台之上 万宝阁的管事 正在极力地夸赞着一块 二阶极品青霜石 说得天上少有 地下无双 绝对是练气的极品材料 引得后院的重练气中期修士 纷纷未知侧目 最后 万宝阁管事笑眯眯地道 二阶极品青霜石 起拍价 三百零石 我出三百二十 三百五十块 四百零石 笔人是南盛宗的练气弟子 还请众位道友成全 把青霜石让给笔人 不让 南盛宗又如何 我出四百三十块零石 万宝阁后院的场面 异常火爆 重修士争相竞价 让夜灵大开眼界 夜灵心中暗道 若是患在几天前 此事我也要了 但是现在踏入了练气后期 二阶青霜石对我来说 毫无用处 宋琼对二阶宝物也不感兴趣 明眸秋波回望主人 神石传音道 主人 看来咱们来得不晚 还在近拍二阶宝物 只怕用不了多久 就轮到三阶宝物了 夜灵点了点头 一边饶有兴致地 打量周围的修士 一边静静等待 最后二阶青霜石 一度飙升至六百零石 终于如愿以偿地 落入了南盛宗练气弟子之手 让他好一阵得意 跟他近家的散修愤然离席 大踏步走出了万宝阁后院 宋琼微微一笑 给夜灵神石传音 主人 看见了吗 这南盛宗弟子 得罪了人 一出万宝阁 绝对会被盯哨 除非他从城中的传送阵回宗 否则一走出野外 必定会遭到暗算 夜灵恍然 这才明白过来 为何宋琼要他换装改办 原来这夜市交易的水够深 还具有一定的风险 过了小半个时辰 高台上终于有三阶宝物亮相 夜灵的精神为之一阵 聚精会神地关注起来 三阶极瓶火云弓 附带十八支炎剑 起拍架 一千五百零十 万宝阁管是激情澎湃的道 高举起通体 闪烁着赤色光滑火云弓 仿佛像这等极瓶远程攻击力气 是不需要太多的吹捧的 不等夜灵开口 前面十几名练气后期的修饰红了眼睛 纷纷报价 一千六百零十 一千八 我出一千九百 两千 哈哈 本公子出嫁两千五百零十 你们还有谁 一个身着绿袍锦衣的练气九层修饰 摆起架子 大大咧咧地站了起来 屁腻中修 神色巨傲 人群里顿时一阵怯怯思议 是韩氏修仙家族的韩大公子韩俊宏 怪不得如此狂傲 修仙家族子弟果然出手不凡 嗨嗨 咱们惹不起 算了算了 让给这位韩大公子好了 就在这时 后院的一处很不起眼的角落里 传来夜灵清冷的声音 这柄火运功不错 我出三千零十 第七十章 收装包园 全场登石鸦雀无声 韩氏修仙家族的大公子韩俊宏 豁然回头 死死地盯着后院的角落中 身着阑珊 头戴斗笠遮面的夜灵 你是谁 敢跟本公子竞价 活腻歪了吗 韩俊宏极力地散发出 炼气九层的强横神石 却始终无法探查到 斗笠中夜灵的真面目 令他更加的恼怒 宋琼盈盈有些担忧起来 一双妙目流畔 替主人留意 韩氏 修仙家族来了多少人 旁人畏惧修仙家族子弟 皆因他们背后的家族 有权有势 手底下根斑也多 而夜灵却根本不以为然 他虽然不曾听说过 韩氏大公子之名 但夜灵在药谷宗外门弟子大笔上 曾经重伤过 韩四公子韩俊雄 对韩氏家族 有那么一点印象的 夜灵冷冷地道 万宝阁拍卖会的规矩 价高者得 你出的价钱太低 不配享有此物 韩俊宏嘴角狠狠地一抽搐 他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人敢 对他出言嘲讽 韩俊宏的脸 顿时仗成了猪肝色 大声道 本公子出三千五百零十 四千 夜灵冷漠地道 他认定的东西 势在必得 全场一片哗然 数百名炼器妻修士 纷纷骇然道 啊 转眼之间 极品火云宫的价格 飙升至了四千零十 四千零十 绝对是三阶极品中的高价 这位头戴斗笠的蓝山修士 真是魄力 嘿嘿 韩大公子彻底没声了 想必是拱手相让了 果然 韩俊宏阴沉着脸 漠然不语 猛地坐了回去 万宝阁的管事 满面春风地道 谁还要加价 若没有人再竞价的话 火云宫和十八支炎剑 归这位蓝山道有所有 在场的数百炼器修士 都没有意义 没有人能够出得起更高的价格 不大话的功夫 万宝阁的一名侍者 拖着装有火云宫和剑湖的储物袋 毕恭毕敬地捧到了叶琳面前 叶琳用神识查验过 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 随手拍出四十块中品零食 大秀一挥 尽数交付 如愿以偿地收得火云宫 这时 拍卖回高台上 又放上了一整套的三阶极品装备 万宝阁管事逐个介绍到 三阶极品冰蚕丝法衣一套 抵抗大力攻击的灵运护符 抵抗风火兵雷四种法术攻击的流影腰带 这三样宝物不单卖 起拍架 五千零食 众人的心神为之一阵 三件极品 这可是练期后期修饰梦寐以求的装备啊 但等他们听到五千零食的起拍架 又各个傻了眼 在场的 还真没有几个 能一口气拿得出这么多零食 韩家的大公子韩俊宏 立刻开架 本公子出五千一百零食 说吧 韩俊宏挑衅地回头瞪了叶琳一眼 颇有几分威胁之意 叶琳心中冷笑 炙弱网闻 正准备开架 就见前排 有个雍容华贵的女修站了起来 娇柔但不失傲气地道 八千零食 我全要了 全场又是一阵惊虚声 都瞪大了眼睛 望着前排的女修 有的还以为是 自己耳朵听错了 赶忙问周围的人 这么快就喊到了八千零食 难道他疯了不成 老爹 你孤陋寡闻了 这位是鼎鼎大名的曹氏千金曹真 声名仅排在陆氏大修仙家族的陆大小姐之下 她可是玉须宗炼器弟子的大师姐 修为达到了炼器期大圆满 连韩大公子都没法跟人家比 原来她就是玉须宗的天之娇女曹真 这就叫强中更有强中手 韩大公子今晚算是眉心照运了 叶琳隐约听到人们谈论 心下恍然 但三件极品装备就摆在高台上 她又岂能交臂失之 想到这里 叶琳冷冷地道 我出一万零食 宋琼道抽了一口冷气 正正地望着叶琳 按道主人真是有钱 赏测了她两万零食后 还舍得跟修仙家族的子弟竞价 前排的曹氏千金气得不轻 缓缓地回过头来 袖眉微醋 诧异地瞅着这个头戴斗笠 身着阑珊的神秘修士 终于忍不住道 道友来自河门河派 是哪个修仙家族的 诚心跟小女子过不去 究竟是何意 叶琳避而不答 淡淡地道 我并没有针对你 也对你丝毫不感兴趣 我只是看上了拍卖会上的三街宝物 呵呵 曹真气得柳眉倒树 一脸的韵色 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咬着银牙背齿道 我出一万两千零食 你还敢加价吗 一万五千 叶琳毫不客气地道 曹真秀眉紧锁 仿佛遇上了生平奇耻大辱 非要理顺了这口气不可 强装镇定 沉声喝道 你究竟是谁 在风桥镇周边 敢跟本小姐做对的 没有几个 哼 我出一万八千 叶琳微微一笑 从储物袋中 随意地拍出两枚璀璨的上品零食 亮了出来 悠然道 这两块上品零食 相当于两万块出品 我继续跟价 哼 曹大小姐 如若有意较劲 我还会继续奉陪 当然了 如果曹大小姐开一个天价 令在下望尘莫及的话 我拱手相让 到时候吃了大亏的 依旧是曹大小姐 叶琳摆明了立场 率先立于不败之地 无论竞价与否 总之是不会让曹大小姐好过的 曹真气得翘脸煞白 到了现在 他总算体会到韩俊红的苦处了 曹真暗自蠢夺着 眼前这名神秘的修士 绝对来历非凡 否则他不敢如此狂傲 想到这里 曹真强忍下心头的闷气 冷哼了一声 三件极品装备让给你就是 本大小姐才不稀罕呢 曹真说不稀罕 其实一双热切的眼神 一直在留恋地望着 凌运护服等三件宝物 眼巴巴地瞅着 这些宝物被送到了叶琳手中 令他暗气暗憋 命手下的玉须宗师弟师妹 去暗地里监视着叶琳 拍卖会继续进行着 接来下的几件三阶极品装备 几乎都被叶琳收装包园了 令曹真和韩俊红气闷不已 只有女修适合用的法器 叶琳才会怂恿宋琼竞驾 也都成功地竞驾过了曹真 收进了宋琼囊中 第71章 冰岩寿逞兄 一场拍卖会下来 叶琳和宋琼 花费了将近八万零食 购得了拍卖会上的 所有三阶极品装备 然后在所有练气后期修逝 充满羡慕和嫉妒的眼神中 两人携手悄然离去 快 跟上他们 看他们去往何处 曹氏修仙家族的天之娇女曹真 立刻吩咐玉须宗的师弟师妹们 尾随其后 一路追出了万宝阁 韩氏家族的大公子韩俊宏也不例外 命手下练气后期的家丁 也跟了出去 叶琳和宋琼都谨慎地散开神石 发现身后跟来了两拨人马 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 在封桥镇城中 属于安全地带 就算是夜间 也有巡逻修士 在城中巡逻 没有人敢杀人夺宝的 所以宋琼提议 神石传音道 主人 咱们大可以通过方式西街的传送镇 直接传送回门派 恕琼儿冒昧 让主人暂居储物带 由琼儿携带着主人 传送到凤池宗 再悄悄地潜入凤池水牢 营救主人的两位师妹 叶琳点了点头 又环顾了后面 鬼鬼祟祟的丁梢之人 给宋琼传出神念 嗯 就是你说的这个主意 只恨这些眼红的家伙们 阴魂不散地尾随着 我不便当着他们面 钻进储物带 否则被他们识破 知道 你携带一个男子去了凤池宗 你我就糟糕得很了 宋琼嗅眉微醋 事到如今 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摆脱这些根屁虫 想不让他们看到 难上迦难 宋琼略意沉吟 悄悄传音道 主人 不如咱们今夜 救助在枫桥镇里 难道他们 还能一直守着咱们不成 等到了明天 我再找机会 把主人送去凤池宗 叶灵寒心般的眸子中 泛出一丝异色 坚定地道 救人如救火 不能再拖延下去 多等待一天 宋琼和紫珊两位师妹 就会多一分危险 既然这两伙人 想跟踪咱们 咱们索性 把他们带上鬼门关 宋琼眼前一亮 隐隐会议过来 主人的意思是 出城斩杀了他们 正是 哼哼 琼儿 你真是冰雪聪明 令我刮目相看 咱们现在是一身的 三阶极品装备 不比从前 哼哼 我有三只四阶灵兽 正好是一世 他们的战力 叶灵兴奋地道 和宋琼略做了一番准备 两人大摇大摆地 逛出了风桥阵西门 甚至还生怕 他们看不到 刻意在城门下 停留了许久 眼看人渐渐地聚齐了 叶灵心中一阵冷笑 和宋琼飘然出了城门 韩氏家族的家丁蒲丛 和玉须松的一帮 练弃后期精英弟子 都是心神俱阵 纷纷回头招呼上 也顾不得回去 跟各自的主子请命 两伙人不约而同地 一拥而上 恨不能即刻就解决掉 这一对神秘修士 从他们手中 抢的三阶极品装备 和大两零食 杀呀 他们出了城门 死路一条 哈哈 男的身上极品装备极多 杀了他 一切都是我们的 这女的身姿不错 正是和抓回去做卢顶 两伙人怀揣着同样的目的 如狼似虎般地扑来 以至于冲出城门的时候 两伙人为了抢先 抓得叶灵和宋琼 不惜相互相互勾心斗角地推丧 乃至火拼 他奶奶的 这一帮御虚宗弟子可恨 敢跟我们韩氏 修仙家族抢人 也不长眼睛 这里是各大修仙家族 和散修联盟控制之下的风桥镇 不是你们御虚宗 对对 韩九叔说得在理 这城西郊外 也是我们修仙家族的地盘 你们御虚宗的道场在城北 竟然赶来城西嚣张 先杀了他们 省得战利品被抢 韩氏家族的家丁仆从们 仗着修仙家族的势力 平日里飞扬跋扈惚惯了 各个七个不服 八个不分地叫嚣着 早就看这些 一同跟出来分享战利品的 御虚宗精英弟子们 不顺眼了 在他们眼里 叶玲和宋琼 就是砧板上的鱼肉 待宰的羔羊 就是县城的战利品 都怀揣着一样的心思 这么多练气后期的修士 还对付不了他们两个 叶玲在野外站定 正准备放出四街深紫色冰岩兽 却意外地发现 这两伙人火拼了起来 正打得热火朝天 令叶玲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宋琼也是倍感诧异 从被跟踪 被追杀的人 突然变成了旁观者 让他也是哭笑不得 叶玲沉声一咳 大声招呼道 嗨 你们继续斗法切磋 本休去也 两伙人幡然醒悟过来 生怕叶玲和宋琼趁机逃脱 顾不得相互争斗 齐齐杀了过来 玉虚宗的一名精英弟子怒道 韩氏门徒 你们给小爷记着了 你们得罪的 修仙家族 曹大小姐 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寒家的家丁冷哼一声 奶奶的 先擒住他们再说 眼看两伙人冲了过来 喊沙声一片 连宋琼都心里没了底 赶紧躲在主人身后 不知主人的四阶灵兽 能否抵挡得住这么多人进攻 叶玲看准了时机 猛地一拍灵兽带 深紫色的四阶冰岩兽 应声而出 煞时间 清冷的晚风中 紫光一闪 一股堪比注击出气的灵压 立刻震慑住了众人 杀 叶玲给深紫色冰岩兽 简短地传出了神念 四阶冰岩兽 接连抛制起了冰块 轰向人群 重者即死 甚至有被冰屑四剑扫中的修士 不死即伤 惨叫声 哀嚎声连连 天哪 是四阶灵兽 大家伙快跑 回城回城 就在他们心惊胆战地 要逃回去的时候 叶玲又拍出了四阶雪雕 冷笑一声 现在才知道害怕 晚了 四阶雪雕 化作一道白光 急速地飞奔起来 打出的冰刃堪比 助击初期 修士的倒数攻击 这些丢了活儿的练气后期修士 怎能是对手 不大会儿的功夫 玉须宗的精英弟子 和韩氏门徒死伤惨重 仅有寥寥数人 连滚带爬地跑回了 风桥镇西门 逃得了性命 他们一刻也不敢停留 立刻做了鸟兽散 纷纷回去给在万宝阁里 听信的曹真和韩俊红送信 第七十二章 猜测 风桥镇西门外 眨眼间变得一片死寂 叶玲收起了两只四接灵兽 跟宋琼镇定自若地 回到风桥镇中 两人散开神时 再没有察觉到 一个人影 于是叶玲吩咐道 是时候了 咱们该走了 宋琼点点头 取出一个精致的储物袋 请主人屈尊大驾 暂且静待 待上一时半刻 琼儿一定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主人送到 叶玲闪身进去 为了收敛气息 又施展了水影树 隐身在了幽兰的水泡中 做到万无一失 保证凤池宗的女修们 看不出丝毫一样 宋琼郑重地收好储物袋 踏上了方氏西街的传送阵 往传送阵的光柱上 嵌入三块零石 直接传送回了凤池宗 宋琼的嵌影消失了许久 方氏西街上 才渐渐地出现了人影 正是逃得性命 回去通风报信的玉须宗弟子 探头探脑地往寺外敲看 回禀大师姐 城门外似乎没有人 他们走了 紧接着 万宝阁门口 出现了曹氏大修 仙家族天之娇女曹真的身影 雍容华贵地 披着大红色的披风 阴沉着俏脸 冷冷地道 你们看清楚了吗 那阑珊修室 携带的当真是四阶灵兽 玉须宗的弟子 心有余悸地硬道 错不了 肯定是四阶灵兽 一个会抛制冰块的冰岩兽 一个身法太快 没有看清 不知是四阶灵雕还是灵鼠 那股堪比注击出气的威压 绝对没错 跟着他们一起出来的 还有气急败坏的 韩氏家族的大公子 韩俊宏 正在指着幸存的几名 家丁仆从破口大骂 说他们近视饭桶 派出去 跟踪的人死伤惨重 这要是回去 不知该如何跟家族交代 曹真皱起眉头 瞪了韩大公子一眼 沉声道 韩公子息怒 人没有全死了 已经是万幸了 韩俊宏大嚷大叫 他们一男一女 竟拍了万宝阁拍卖会上 所有的三阶极品装备 分明在丢我等难堪 又大肆杀了这么多人 简直是嚣张至极 我即刻就回去丙明家族 恳请家族派家族中的 助击书伴们追杀 韩家幸存下来的门人 一听大公子要丙明家族 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 他们赶紧把责任 推卸到对面的 玉须宗精英弟子头上 纷纷辩解道 都是他们玉须宗的过错 为了争抢那两个人 跟我们大打出手 要不然 又岂能伤亡得如此惨重 玉须宗修士 各个横眉立目 喝道 胡说 是你们韩氏家族先挑衅的 都怪你们 够了 曹真冰冷的声音 喝止住众人 一阵冷笑 你们没有死干净 就已经很不错了 能够携带两只四阶 变异灵兽的 必然是助击器的强者 众人心神震动 韩俊宏也是脸色巨变 韩俊宏回想起 那头带斗力的蓝山修士 神识都无法探查到她的修为 她就感觉到不寒而栗 对啊 她始终神神秘密地遮掩着修为 又大肆收购三阶极品装备 令我等误以为 她也是练器后期修士 这么说来 她真是助击修士 在扮猪吃老虎 十有八九 我看那练器八层的高条女修一副 对她唯命是从的样子 顶多是她的世界 这蓝山修士的身份 昭然若揭了 曹真十分肯定地道 一双冷漠的眼睛 望着封桥镇西门外 到处都是尸首 血流成河 又看了看沉寂的夜空 喃喃叹道 依着本大小节的判断 他们一定不会驾着剑光 走城外西郊的 因为那里 是你们韩家的地盘 他杀了韩家的家丁 不会不防 韩俊宏再笨 也猜测到了一二 恍然道 哦 是了 他们不走西郊 肯定是从城门里的传送镇 去了封桥镇周边的五大宗门 莫非 他是某个宗门的助级长老 玉须宗的弟子咬牙切齿地道 肯定不是我们玉须宗的 我们宗的长老 岂会大肆吐鲁同门后背 对面韩氏家族的门徒也嚷道 更不会是云苍宗 我们韩氏门人 有一半是云苍宗弟子 曹真点了点头 自作聪明的道 也不会是凤池宗 因为凤池宗没有南修 更没有住击期的南长老 剩下的 只有耀谷宗和南盛宗了 韩俊红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耀谷在他眼里 是采药炼丹的门派 战力并不强大 也从不曾听说过 哪位药谷的长老 能同时拥有两只变异的四街灵兽 直接被他排除在外了 韩俊红苦着脸叹道 唯一有可能的 是实力强横的南盛宗 那头戴斗笠的蓝山修士 多半是南盛宗长老 曹真同样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英雄所见略同 你我回去 向各自的家族和门派禀报 届时商量好 一起去南盛宗兴师问罪 质问他们宗主唐雄 韩俊红只觉得头皮发麻 南盛宗宗主唐雄 可是封桥镇周边 驻击器的致强者 有着驻击九层的修为 只怕家族未必敢去质问人家 但是到如今 当着曹大小姐的面 韩俊红不能丢了家族的颜面 赶紧随身附和 他们两人经过这一番异断之后 各自收拾上残兵败将 回归修仙家族和门派 准备去承受唐雄的滔天怒火 而此时此刻 宋琼早已传送回了凤池宗 摘下了蒙面的青纱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信不向本门的禁地走去 宋琼在凤池宗练弃弟子中 地位不低 毕竟是练弃八层的强者 平日里在师妹眼中颇具威望 只是在云环山谷待了十几天之后 凤池宗长老们的末世 令他彻底寒透了心 但在外门和内门女弟子这些弱者眼里 宋琼身为精英弟子 地位依旧是高高在上的 一路之上遇上的师妹 都冲着他万福一礼 甜甜地打过招呼 宋琼对他们都是不冷不淡的 点点头算是回应 他现在储物呆呆里携带着主人 绝对不容有失 必须速速送到门派禁地 像水底迷宫一样的凤池水牢 那里很少有人踏入 才是较为安全的所在 兮兮 琼姐上哪里去来 怎么深夜才归 宋琼刚转过临近凤池市畔的水泄楼阁 迎面碰上了寒香和芳柳师妹 同是精英女弟子 二女都是练气七层的修为 当然敢跟宋琼说笑了 宋琼见了二女 微微一惊 一时间愣住 只无了半赏 才勉强笑道 呃 本师姐最近失落了不少装备 特地去丰桥镇夜市 置办了几样三阶法器法衣 她说的倒也是实情 自打跟夜灵交手以来 宋琼先前的三阶极品装备 损耗一空 如今承蒙主人赏赐零食 又在万宝阁拍卖会上 竟拍到更好的装备 心里甭提有多美了 方柳见她心不在焉 魂不守舍的样子 又见她面露得意之色 方柳鸣嘴一笑 哦 我知道了 穷姐还在骗我们 哎 是不是在哪里邀约秦王 韩湘也错疑了 和方柳竟往歪出去想 眼嘴笑道 我看也是 什么时候领着我们去瞧瞧 看是哪个修仙家族的公子 相貌长得如何 不知配不配得上我们穷姐 宋琼没功夫跟他们调笑 催了一口 匆匆的拂袖离去 呦 穷姐恼了 嘖 看样子肯定是了 我猜啊 穷姐这些天理 哪里是去追什么要古宗 弟子魏国 分明是去约会秦郎去了 今日才回来呢 韩湘和方柳大胆地猜测着 说笑之后 各自回屋 宋琼见二女没有跟来 尝出了一口气 趁着夜色 四股无人之后 宋琼悄然引向了凤池池边 拍出了一张水影符 没入了凤池中 第73章 水底迷宫 宋琼潜入凤池中 凭借水影符的灵力 在池水中悄悄地前行了一里远近 渐渐远离了凤池池畔 来到足有数十丈深的池底 等他确定周围没有什么异样之后 加持上桃红光滑的护体 从水影中献出身来 宋琼过去 也跟随着宗理 精英女弟子 同到凤池水下历练 去过水牢 可谓是熟门熟路 但半夜独自一人深入凤池 这还是头一遭 宋琼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不安 赶忙打开储物袋 恭敬地道 主人 到地方了 一路上 没有宗理的长老监视 请主人的尊驾出来吧 夜灵加持了一道水系护体 出了储物袋 望着四围都是黑沉沉的水波 脚下都是泥沙和水草飘荡 偶尔还可以看到凤池的低阶腰鱼 灵虾有意 宋琼看到主人留意凤池池底的景象 赶紧给主人介绍到 宗理的姐妹和住击妻的长老 都是白天下凤池历练 半夜里 凤池很少有人会来的 咱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去水牢救人 大可以放心 只是凤池水牢如水底迷宫 到处都是三阶 甚至四阶的妖兽和水怪 请主人放出四阶灵兽开路 夜灵点了点头 把三只四阶灵兽 全部从灵兽带拍了出来 两人惊奇地发现 深闭色的四阶便易灵归见了水 就好像回到家一样 看似巨大的龟壳背着 却在水里游异得十分灵动迅速 而四阶雪雕 似乎天生喂水 身上凝成一层厚厚的冰甲护体 一双乌斗式的眼珠子望着主人 露出起怜之色 至于深紫色冰岩兽 本来就是个石怪 水火不清 走到哪里都是一样 夜灵收回了雪雕 微微一笑道 你我都到龟背上 由灵龟 驮着去寻水牢 倒是个不错的水下坐骑 两人上了龟背 由宋穷指明水牢的方向 一路游异 而后面的深紫色冰岩兽 不畏泥杀 大踏步跟来 有着两只四阶灵兽开路 凤池水底所有的一道三阶妖兽水怪 纷纷避让 在水中穿行了将近十里 宋穷散开神时 极力辨认着方位 呼得眼前一亮 摇摇一指道 到了 前面红珊湖密集的地方 就是凤池水牢的入口 夜灵催动灵龟 平稳地游向了这片红珊湖的所在 赫然看到一块石碑式的 池底巨岩耸 一侧被人削平 刻着水底迷宫四个大字 甚至还标注着此地的水怪品阶 凤池宗炼器弟子不得擅入等字样 宋穷指着道 这块碑纹是宗主他老人家刻的 说是水底迷宫 以宫筑基长老历练 其实就是个水牢 经常有触犯门规的弟子 或者擅自闯入凤池地界的修饰 被关押至此 夜灵点了点头 散开神时 向浩渺的凤池水底迷宫观桥 虽然是夜间 但这里却是五光石色 到处有猪如红珊湖 蚌珠 甚至水灵矿脉之类的灵符 释放出光滑 令人看了赏心悦目 哼哼 这里的水系灵草灵矿不少 比一路上黑沉沉的水波好看多了 咱们进 夜灵说着 正准备架着灵规穿过这片红珊湖 突然间 一个张牙舞爪 就跟一株大树相似的巨大墨鱼 猛地冲了过来 使得凤池水底 激荡出无数水波 宋穷惊呼道 主人当心 是守卫在水底迷宫入口的四街墨鱼 夜灵早就提防着这里的水系妖兽 立刻给深紫色的冰岩兽传出神念 令他迎战 冰岩兽制出冰块 在水里 滑出一连串的气泡 轰向四街墨鱼 随即 夜灵生怕 这里的水系妖兽占据了地力 挟着宋穷跳下灵规 命灵规也去助阵 咔啦 一阵冰冻的声响 原来墨鱼试图以触手拨开冰块 却被瞬间冻住 这时 灵规摇头晃脑的弓上 直接以坚硬无比的龟甲 大力撞击四街墨鱼 在两大四街灵兽的夹击之下 守卫的墨鱼 不大会儿的功夫 便支持不住 缩进红山湖下的泥洞中 再也不敢出来 夜灵召回了冰岩兽和灵规 不用他们趁胜追击 此行以救人为主 而不是猎杀水怪妖兽 没有了墨鱼阻拦 夜灵和宋穷 顺利地进了水底迷宫 宋穷也不知晓 宿秦和紫山 究竟被关押在何处 只能凭借之前来过几次的经验 依稀地便明方位 寻找门中长老 最有可能设下水牢禁止的所在 深入险地 夜灵也不敢怠慢 身上穿上三街冰蝉丝法衣 系上灵运护服和流影腰带 以防强大的水怪偷袭 灵规拖着两人 在迷宫式的水牢里游来逛去 驱散了不少三街水系妖兽 但所过之处 到处都是闪烁着蓝金色 光滑的水灵旷檐 最后连宋琼都有些眼花缭乱了 夜灵见这样东游西逛 总不是的办法 略意沉思 有了主意 暗地里奋出新神 进入仙府玉佩中 种出了不少三街和四街的 水系极品灵草和灵草 散发着纯净的水灵器 等到收获了好几捆之后 夜灵的新神退出仙府玉佩 冲着宋琼微微一笑道 我在药谷执掌南谷药谱时 囤积有不少极品水系灵草 你我在这水底迷宫中 洒出大量的灵草 有这浓郁的灵气吸引 定会招来不少迷宫的水怪和妖兽 咱们只要留意 它们是从什么方向来的 就可以判定 哪里是水怪 看守森严的水牢 好主意 宋琼恍然大悟 连声称赞 主人天才般的设想 夜灵装作作样地 把手伸进储物袋中 却随着心念一动 从仙府玉佩暗地里射出 取来一大捆四街 极品水系灵草 宋琼见主人 竟然有如此之多的水系灵草 还都是四街极品 令它大开眼界 满有深意地看了主人一眼 暗暗揣测 主人执掌药古宗的南谷药谱 看来没少中宝私囊 真是肥差啊 夜灵跟宋琼一起沿途挥洒灵草 大量的极品水灵草 随波逐流 连它们脚下的坐骑灵龟 都贪婪地咀嚼起来 没过了多久 水灵草浓郁的水灵气扩散 渐渐地惊动了迷宫中 潜伏在各处的水怪 第74章 破阵 凤池水底迷宫的妖兽水怪 被极品水灵草所吸引 几乎倾巢出洞 夜灵挟了 宋琼架着灵龟 远远地躲在一片珊瑚暗礁之后 暗地里留意着 开始是附近的各类 低阶妖鱼 灵虾 成群结队的由来 后来有磨盘大小的三阶灵蟹出没 加入了抢夺水灵草的行列 当时金散妖鱼和灵虾 宋琼摇摇地指着道 主人 快看 东边又来了一群三阶灵蟹 足有六七只 莫非那里才是凤池水牢的所在 夜灵沉淫了片刻 摇摇头道 按理来说 你们凤池宗长老 关押炼器四层的肃秦和紫山 只用三阶灵兽守卫足矣 他们是绝对逃不掉的 但我问你 一个住击中期的女长老 会饲养三阶灵兽吗 她要来何用 宋琼为之恶然 顿时反应了过来 使劲地点点头道 都养住机器的灵兽 至少也应该是四阶 咱们再等等看 只怕水灵草不够 不足以吸引到四阶妖兽水怪 夜灵微微一笑 踏着灵龟冲出了珊瑚暗礁 把心中好的四五捆 及瓶水系灵草都抛散了出来 三阶灵蟹处于本能地 畏惧夜灵脚下的四阶灵龟 四散而逃 但等到夜灵撒完灵草 踩着灵龟又隐藏到珊瑚暗礁之后 这些三阶灵蟹 又不顾性命地冲回来 大肆地吞食水灵草 夜灵看罢 叹了口气 风池底的妖兽水怪灵质不高 都是依着本能弱肉强食 只怕用不了多久 这些灵蟹 就是迷宫里四阶妖兽的附中之物了 夜灵化身刚落 从北边的水底 窜过一溜水线来 游动速度之快 动静之大 让夜灵和宋琼吃了一惊 宋琼定睛瞧看 姬灵灵打个冷战 惊呼道 是四阶水蛇 不过 他有水桶般粗细 想必是四阶蛇王 他好像冲着我们来了 夜灵也觉得头皮发麻 眼看四阶蛇王灵动地游了过来 夜灵当机立断 立刻收起了灵规 吩咐道 快 我们水也 宋琼战兢兢地捏碎了一张水影符 夜灵也施展水影术 两人顿时在珊瑚暗礁后消失不见 仿佛融入了水中 四阶蛇王失去了目标 转而游向了极瓶水灵草的所在 驱逐了所有来争抢水灵草的低阶妖兽 独自享用起来 夜灵拉了宋琼 神识传音道 走 我们往蛇王来的北方前行 兴许肃秦和紫山 就被关押在水底迷宫的北边 宋琼心有余悸地看了一眼四阶蛇王 跟随主人躲在水影的幽览水泡中 一路前行 等走远了 看不到四阶蛇王的踪影 这才尝出了一口气 夜灵从水影中献出身来 又抛洒大量的极瓶水系灵草 然后和宋琼架起了四阶灵龟 迅速地往北边游去 宋琼有了几分明悟 猜到了主人是生怕先前的灵草 填补饱四阶蛇王 又在他的回路上撒了些 拖延蛇王回来的时间 两人架着四阶灵龟 在水底迷宫的北部穿行 极力用神石扫着周遭的一切 最后终于在一处幽暗的水域中 发现灵力波动 赫然是一处静止阵法 夜灵眼前一亮 喜悼 就在这里了 里面有个惊艳洞穴 想必就是凤池水牢 宋琼点了点头 宁神戏瞧这静止阵法 面露忧色 苦笑道 似乎是隐藏老设下的禁法 他是助击中期的强者 这禁法非同小可 夜灵寒心般的眸子中 泛出毅然之色 立刻召唤出四阶深紫色冰年兽 对静止阵法抛制冰块 进行轰击 每当冰块砸上去 阵法的波纹闪烁 散出层层涟漪 夜灵见状 又命四阶灵规去大力冲撞 甚至派出了喂水的四阶雪雕 也以兵刃攻击阵法 同时 他和宋琼也不闲着 各自派出三阶极品灵符和法器 也在上前破坏禁止 外面这么大的动静 惊动了被关押在里面 惊艳洞里的肃琴和紫珊 二女并没有被捆着 只是在这暗无天日的 蓝金岩水牢中 初步得禁止阵法 紫珊一脸的惊恐 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肃琴 颤声道 难道是外面守护的四阶水蛇王饿了 在撞洞外的阵法 肃琴翘脸煞白 也是惊疑不定 心惊胆战地走到洞门口 探出头往外望去 叶师哥 肃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又惊又喜地叫喊着 冲出了惊炎洞穴 紫珊正住 还以为是肃琴姐下风了 好端端地说几胡话来 叶师哥怎会闯进这凶险至极的凤池水底来 等到紫珊飞掠到洞口 往外一瞧去 赫然发现 叶大哥月白断长山的身影 正持着一柄三阶极品精灵剑 奋力地展向阵法光幕 紫珊揉了揉眼睛 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 这一戏非同小可 惊呼道 叶大哥 你是怎么来的 咦 叶大哥什么时候踏入了练气后期的境界 这太不可思议了 肃琴本来还在诧异 曾经追杀叶灵的宋琴 居然跟着他一起来了 尤其是阵法外的三只四阶灵兽 也让他震惊不已 如今 肃琴又一经紫衫提醒 神石扫过 立刻感受到来自叶灵身上的灵压 令他更加茫然了 叶灵没有工夫跟他们解释 忙道 食不我待 四阶蛇王随时都有可能回来 快说 当初关押你们的凤识宗长老 是如何设下此阵的 他步阵时候 站在哪个方位 肃琴点指着洞外十余丈远近 那个妖妇 就是在这里设下的阵法 正对着洞口 叶灵飞略到他指点的方位 用神石还事 心中一动 命三只四阶灵兽 都攻向了阵法光幕右下的角落 宋琴 你也跟我猛攻右下角 这里是光线最暗的地方 估计布阵的女长老 也不会留意到此处 这个角落自然也不会有多牢固 宋琴赶忙向阵法光幕的右下角 打出灵符 对主人的聪明才智 佩服得五体投地 心中暗叹 主人心智如妖 太可怕了 连这都能想得出来 对我来说 真不知是福是祸 肃琴和紫山 在阵法里又是惊喜 又是担忧地望着他们 对叶大哥的崇拜和感激 交集在了一起 但如今 他们手中没有灵符和法器 只有默默地祈祷上舱 保佑叶大哥 经过三大灵兽的击中破防 阵法光幕的右下角 渐渐不稳 波纹不断闪烁 隐隐有松动的迹象 最后 叶灵未给深紫色冰岩兽 大量的极品冰灵草 令他几乎陷入了癫狂的状态 冰块接连不断地制出 阵法光幕终于轰然破碎 第75章 凤驰禁地 水牢的阵法一破 肃琴和紫山都是惊喜万分 赶紧冲了出来 二女泪眼盈盈地 望着叶灵夜诗歌 简直是两世为人 仿佛有千言万语 又不知从何说起 此地不宜久留 咱们快走 两位师妹 委屈一下 进除无怠 叶灵从宋穷手里 结果精致的大空间除无怠 张开口袋 不由分说地 收了肃琴和紫山 他的四街灵规 顶多能载着他和宋穷两人 而要救走肃琴和紫山 只能把他们暂时装进储物袋中 随身携带着离开 宋穷心有余悸地回望着来路 水波荡漾的水底迷宫 令他不仅有些害怕起来 主人 咱们从原路返回 必定会遇上四街蛇王 但是这水底迷宫的北部 穷儿也是出来乍到 不知小路径 不如咱们从东南方向绕回去吧 大不了在迷宫里多多几个圈子 总有办法出去的 夜灵沉声道 我们破了凤池宗助击中期 尹长老的进法 他焉能感知不到 只怕现在已经在追来的路上了 宋穷心咯噔的一跳 险些把这等大事忘了 翘脸苍白地点了点头 顿时没了主意 夜灵当机立断 赶紧携了宋穷 跳到四街灵规的背上 命灵规直接往北游 宋穷险些唬了一跌 惊道 主人 往北边是死路一条啊 夜灵颇为不解道 哦 北边不是凤池的北岸吗 顶多有你们凤池宗的 护山大镇 你持有凤池宗弟子的令牌 是可以通过的 不过 水底迷宫之北 是我们凤池宗的门派禁地 依着门规 擅闯禁地者 杀无赦 宋穷说得重大 自从败入凤池宗那天起 耳目渲染之下 对神秘门派禁地 充满了未知和恐惧 夜灵看他害怕的样子 暗暗好笑 依旧驾着灵规往北行径 淡然道 我且问你 到底是什么门派禁地 又是谁定的规矩 有那么可怕吗 宋穷未知一致 苦着脸道 总之是本宗的历代遗训 我也不甚清楚 似乎从没有弟子 敢踏入过一步 连宗主他老人家 也不敢善入 我们做弟子的 就更不敢了 夜灵哈哈大笑 历代遗训 哈哈 红鬼的话你也信 你是当局者迷 被一个历代遗训 吓唬了二十几年 唉 要是换做我 早就进去探查个究竟了 宋穷瞪大了眼睛 望着主人 由自坚持己见 还是摇摇头道 不会吧 宗主他老人家 怎会骗人 还有我们凤池宗的 好多女长老 也这么说 总不会个个 都骗我们吧 夜灵看他一脸迷惑 和惊疑的样子 又解释道 怎么不会 你把贵宗的宗主 和长老们想象的 太崇高太伟大了 哈哈 在我们药谷宗 宗主有令 他自己的南谷药谱 除了执事弟子 任何人不得踏入一步 结果呢 不准入南谷 渐渐地形成了一条门规 无论是外门弟子 和内门弟子 都不敢擅自闯入南谷了 哼 难道南谷里 真有什么可怕的存在吗 只不过是强者的一句话而已 就好比你们凤池的禁地 你们被宗主长老们耳目渲染的 说教了二十年 还当真了 宋穷有所明悟 连连点头道 嗯嗯 主人说的似乎很有道理 莫不成这么多年 我们凤池宗女弟子都被蒙在鼓里 叶灵笑道 这可难说得很 不去看一看 谁知道呢 反正咱们也无路可走 不如去闯贵宗的禁地 宋穷被主人天不怕地不怕的 气概所折服 再加上这些天来 他一直不在凤池宗 宗主和长老们居然不闻不问 让宋穷伤透了心 从原来的丝毫不敢怀疑长辈 到现在 被主人说的也终于动摇起来 宋穷暗叹 或许真如主人所说 本门的禁地 是强者划分出的地盘 并没有什么好怕的 宋穷心里萌生了怀疑 就越发地想去看个究竟 不由的胆气 也撞了起来 两人架着四街灵龟 在水中行进的速度一点 也不比在空中 起着二街火雕 三街灵鹤慢 一路往北 来到陌生的水域里 只觉得 周围黑沉沉的池水 似乎越来越光亮了起来 隐隐散发着 深蓝色的光滑 水灵气 也越来越浓了 叶灵呵呵笑道 瞧见了吗 此地有不少水灵矿岩 说不定还有条水属性 和冰属性的灵脉 要不然池底 不会变得如此蓝亮 宋穷复义 果然如此 水底迷宫 是五光石色的 还生长着不少 各色的珊瑚灵草 犹豫着不少 水怪妖兽 但是到了门派禁地的范围之内 一路上竟然没有遇到一只水怪 连礁石灵矿 都是纯净的冰灵矿 跟水灵矿 真是奇灾怪也 叶灵极力地散开神石 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让四街灵龟 几乎是贴着池底的灵脉游动 免得上下受敌 也不知过了多久 漠然间 两人眼前一亮 前方的水域 散发出浅蓝色的柔和光滑 甚至隐隐有晶莹之光闪烁 叶灵赶忙催动灵龟 奔着池底 亮光去了 宋穷正正地望了半上 呼得激动不已 惊喜地叫道 主人 我们发了 满地的中品水灵矿岩 这要是采挖出去 都是橙色十足的中品灵石啊 巧声 叶灵目光一宁 下意识地让宋穷住嘴 宋穷吃了一惊 顿时闭嘴 开始小心谨慎起来 给主人神石传音 窃窃地道 主人 我看过了 这片水域没有妖兽啊 叶灵晨声道 当然没有 只是这些中品 水灵矿堆积的蹊跷 似乎是有人有意为之 并不是天然的灵矿 宋穷急灵灵打个冷战 还以为门派的禁地中 有其他的修饰 四国望去 幽兰的水波十分平静 并没有别的人影 叶灵却一脸的宁重命 四阶灵规缓缓靠近 等到了满地水灵矿的所在 两人的神色巨变 原来这些中品灵石 竟然被用作了铺地 整整齐齐地 砌成了长条水灵石的石阶 再往石阶深处望去 淡蓝色的涌道若隐若现 不知通向了何处 第76章 宗主之魂 叶灵和宋琼望着 中品水灵石铺成的石阶涌道 好一阵的失神 天呐 莫非琼在梦里不成 本宗的门派禁地竟然如此奢华 宋琼连声惊呼 揉了揉眼睛 又喃喃叹道 主人 咱们随便抱上几条石阶回去 就是数万灵石啊 叶灵淡淡地道 若是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些石阶上都有阵法固定 与涌到深处 似乎连成了一体 根本无法开走 宋琼试着施展了几道冰锥 打在水灵石的石阶上 灯石荡漾出一片波纹 险些反击回来 宋琼吓了一跳 目露失望之色 但还是望着浅蓝色光亮的涌道 陈音道 依着琼儿之见 似乎禁地之中 不单单只有水灵石这样的宝物 兴许没有射进至阵法的 也未可知 叶灵点了点头 表示赞同 嗯 能用中品水灵石铺地 里面的宝物错不了 走 咱们进去瞧瞧 事到如今 宋琼也忘记了什么是害怕了 财博动人心 令他迫不及待地 想进去看个究竟 叶灵却比他冷静多了 让四阶灵归在前面开路 又拍出四阶深紫色的冰岩兽 在后面跟随 有这两大四阶灵兽护驾 两人在中间十分安全 两人发现 走在这幽长的淡蓝色水灵石涌道上 只要不用法术轰击 或是试图撬开石阶 石阶上的这一层阵法禁止 并不会主动伤人 两人一路上通行的 倒也顺利 等到了咏道的尽头 赫然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兵门 足有半个城墙高 散发着微弱的幽光阵法 让叶灵和宋琼有些傻眼 宋琼从不曾来过门派禁地 甚至都没有听说 过门派禁地是什么样子 但也隐隐觉得 门派禁地不是那么好近的 如今一看 果不其然 这么厚的兵门 还有阵法阻挡 不是那么容易破开的 宋琼回头望了望深紫色冰年兽 弱弱地道 主人 咱们在水底迷宫 有破阵的经验 凭着主人天才般的设想 在寻找 这个兵门阵法的破绽 说不能 还能破开的 哼 再换令师妹肃琴 和紫山出来 大家齐心协力 也是有机会的 叶灵上下打量着兵门的阵法 只觉得上面的阵法 幽光十分微弱 似乎有年生日久 灵力不足的迹象 叶灵点了点头道 姑且一试 说着 她命深紫色冰岩兽 抛制冰块 对兵门的阵法轰击 四街灵规 也进行大力撞击 一阵阵天下的声响 兵门纹丝不动 看上去暗淡的幽光阵法 竟然固若金汤 叶灵和宋琼面面相去 相对苦笑 叶灵叹道 看来也不用幻肃琴 和紫山帮忙了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兵门的禁止 至少也是金丹七的前辈 设下的 时隔久远 布下阵法的人 兴许是你们奉师宗的 哪位金丹前辈 兴许是挟制你们奉师宗的 吴国九大仙门之一的 优越仙门 那里的金丹女长老 设下的 宋琼嗷了一声 有些失落的道 我们奉师宗自 开宗历派以来 还从不曾出现过 金丹七女修 所以应该是后者了 主人是见过 天丹仙门的金丹长老的 知道金丹前辈的实力 想必我们优越仙门的 金丹女长老 也不是很弱 人家布置下的禁法 咱们仅仅是 练弃后期的小修 是根本不可能破开的 叶琳苦笑道 咱们还是另寻脱身之地 绕过你们宗的门派禁地 说不定可以绕到 凤池北岸 就在主仆二人 思量着该何去何从时 忽然间 咚的一声巨响 兵门一阵晃动 两人唬得不轻 叶琳赶紧携着宋琼退后 两大四街灵石 纷纷护驾 挡在他们面前 宋琼一脸的惊恐之色 骇然道 门派禁地里 似乎圈养着 强大的灵兽 不知是什么水怪 方才分明 是用水系的攻击 轰击在兵门上的 叶琳散开神石 隐隐从微弱的 幽光静置中探镜 却发现 周围十丈之内 什么也没有 怪了 隐约察觉不到啊 不像是什么水怪妖兽 叶琳的化身刚落 兵门里 传来一阵悠悠的叹息声 苦啊 本宗主三十年 没有执掌凤池宗 门人弟子凋零 竟然沦为了 药谷弟子的侍女 你们两个小辈滚 无数的忧怨 无数的愤恨 仿佛化作了一阵水波 穿透了兵门缝隙 轰向了叶琳和宋琼 叶琳赶忙 拉来四街灵龟阻挡 坚硬的龟壳 挡住了这道水波 令她又是心惊 又是庆幸 但叶琳随即发现 宋琼的脸色一片惨白 靠在她身上绵软无力 似乎兜下的 要晕死过去 叶琳关切地道 琼儿 你怎么了 难道受了洞中 女魔的暗算 放心 她出不来的 否则 我们早就失衡就地了 兵门里 是我们宗主的圣业 宋琼指着兵门 颤声道 就和见了鬼一样的 满脸迷茫 和不可置信 叶琳心神俱阵 同样是一脸的质疑之色 沉声道 奉驰宗宗主 难道你们宗的门派禁地 是宗主的闭关之处吗 嘿嘿 想必修炼修得走火入魔了 无暇顾及我们 罢了 今夜我带你走 只要回去 跟师尊赵宗主说一声 你拜入 我们要古宗算了 宋琼的惊骇 丝毫没有消散的迹象 拼命地摇头 不 不是的 我今天回凤池的时候 还见到了宗主 他在大殿上 与众位长老一世呢 怎会突然来到门派禁地中 这兵门中的 另有其人 叶琳瞳孔猛的一缩 凝望向兵门 反而镇定下来 冷冷的 道 普天之下 声音相向的人多的是 兵门中的女魔 你不用装神弄鬼了 假借凤池宗主的声音 吓唬旁人还行 吓唬叶某 哈哈 下辈子吧 兵门中 顿时传来一阵凄厉 而又自嘲的狂笑 假借 下辈子 门外的小辈 你给我听好了 本宗主不是什么女魔 是真的凤池宗主林丹秋 如今在凤池宗里执掌大权的 她才是假的 她夺赦了本宗主 使我沦为了孤魂野鬼 下辈子 堕入轮回吗 哼 我林丹秋不甘心 就算是修炼成鬼修士 也找那贱人报仇 你们不许嘲讽本宗主 第七十七章 敲诈女鬼 宋琼的呼吸急促起来 林丹秋 正是宗主她老人家的名讳 原来门派禁地的兵门里关着的 竟然是宗主的魂魄 天哪 这太可怕了 到底是什么人夺舍了宗主 又布置下如此厉害的进法 宋琼赶忙询问道 对宗主的遭遇深表同情 叶灵却是半信半疑 冷冷地道 不管是谁夺舍了 你们宗主的躯体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夺舍之人 竟然能布置下 金丹七的进法 又岂是你我能够抗衡的 哼哼 兵门中的女魔也好 女鬼也罢 到此 等等 兵门中林丹秋的魂魄 大声地呼唤着 听你的口气 似乎是要鼓赵真人的门徒 你师父跟我是老相识了 叶灵不冷不淡地道 哦 是又如何 莫不成还要托我们给你传话吗 哈哈 赵真人 我师父赵元真竟然有这么个雅号 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夺舍你金丹七的老怪 叶某惹不起 我师父同样也招惹不起 老相识 嘿嘿 即便你跟我师父是双修道旅 事到如今 他也只关心他的利益 不会关心你的死活 叶灵一阵冷笑 彻底破灭了林丹秋的希望 他只好走本门的精英弟子 宋琼的门路 林丹秋的魂魄悠悠地道 我奉池宗的好弟子 好孩 你叫什么名字 你过来 若是能就得了本宗主 我封你为门派长老 亲自上优越仙门 替你求的助鸡丹 林丹秋的声音渐转温柔 极力地诱惑着宋琼 令他不得不幸 尤其是晋升门派长老和助鸡丹 更是令宋琼心动不已 眼看宋琼一步步地靠近兵门 夜灵神色一变 立刻命四街深紫色冰岩兽 把他拖了回来 主人 这可是琼儿的大好先缘呀 琼儿若能成为助鸡修士 对主人也是有意无害呀 宋琼一脸的疑惑和不解 极力地挣扎着 言语中透露着无比的不甘 仿佛主人剥夺了他的大好前程 夜灵沉声道 大好先缘 可笑 他是想转你过去 再趁着你不防备 多舍了你 你以为贵宗主的魂魄 能安着什么好心 一经主人提醒 宋琼凌凌打个冷战 彻底醒悟过来 下意识地倒退了好几步 躲在了主人身后 充满忌惮和恐惧地盯着兵门 兵门中的灵丹丘几经劝解 宋琼却再也不敢过去 产生道 如今的新宗主能夺赦灵宗主 灵宗主也能够夺赦了弟子 平心而论 三十年前弟子还没有出生 是从小看着新宗主长大的 我眼里只认得新宗主 不认得你 灵丹丘又惊又怒 气急反笑 好啊 好啊 眼看着凤池宗一天天凋零 门人弟子中 再无一人可以托付 哼 你是冰封雷三灵根女修 资质虽然尚可 但还入不了本宗主的法眼 我且问你 现在那剑人夺赦重修之后 修炼到了何种境界 宋琼到了现在 后怕之余 对他阴谋十分不屑 说出口的话 也就不客气起来 悠然道 你说的是新宗主他老人家吗 告诉你也不妨事 他老人家 已然是助击后期 人家结单过一次 如今重修 想必很有经验 只怕用不了多少年 我们凤池宗 就会出现 一位金丹七的宗主 住口 你这剑臂 怪不得沦为了 要骨弟子的侍女 活该 翻脸无情 比你主人的冷酷 还要可恨 林丹丘的魂魄气的 力声高叫 不断打出水系稻树 轰击兵门 令暗淡的幽光阵法 闪烁不已 叶玲和宋琼都看得出来 他根本无法出来 一切都是徒劳 除了这个女鬼之外 想必贵宗的门派禁地 没什么宝物 我们走 叶玲大有深意地道 挟着宋琼 就要飘然离去 且慢 两位留步 林丹丘听见 两人远去的脚步 急着呐喊 叶玲早就料到 定会如此 站定了脚步 毕竟寒有人会来 奉驰驰底深处的 门派禁地的 林丹丘见到他们 从开始的 没有任何希望 到了现在 似乎有了脱身之际 两位若肯救我 替我找个 天资不错的女修来夺赦 只打晕了 放在门缝边上就好 门派禁地里的 所有宝物 全都是你们的 林丹丘不再 自称本宗主了 开始降低了姿态 恨不能对 两个炼器小辈 以道友相称 宋琼望为一眼夜灵 迟一道 主人 这个似乎很容易啊 当然了 不能让储物待中 主人的两位师妹 做躯体 咱们另寻女修 林丹丘的心头 燃起了希望 连声称谢 是啊 简单的很力 恳请两位帮忙 我实在是受不了 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 哪怕是夺设个炼器初期的小修 从最开始重修 也胜过被困在此处 林丹丘说的十分动情 令宋琼颇为心动 只可惜 夜灵依旧是一副 淡然自若的神情 丝毫不为所动 淡淡地道 这等伤天害理之事 亏你想得出来 就算让夺设个恶毒的女人 对我等到新的稳固 也没有什么好处 宋琼微微一正 按道 什么时候主人 变得如此的正气浩然 似乎很不符合 主人的风格啊 谁知夜灵却冲他眨了眨眼 神识传音 让他复合 宋琼虽然心下不明了 但还是遵从着主人的意思照办 连连点头道 是 主人教训的是 夺蛇女秀 实乃伤天害理 慢杀无辜 琼儿 只是嘴上说说罢了 才不会为他寻找女秀夺赦 这等助纣为虐的坏事 琼儿绝不敢干 兵门中的林丹丘大吉 赶忙道 别嫁 禁地中的宝物多的是 就是中品和上品零食 加在一块 也足有百万之据 更不用说好些天才地宝了 都是稀释罕见的真品 叶灵见他焦急万分 心中暗喜 微微冷笑道 想方设法帮你出来 可以 只要你开出足够的好处 但是 你要记住 你没有资格跟我们谈条件 因为 困在禁地的人是你 而不是我们 宋琼眼前一亮 总算明白了主人的用意 原来是在代价而沽 令宗主的魂魄不得不就范 第七十八章 谈判 心智如妖 奉驰禁地 兵门中困着的宗主 林丹丘之魂 半赏无语 在林丹丘眼里 门外的这名药谷弟子 心智太可怕了 跟他交易 简直没得商量 最后叶灵 冷冷地道 若是林宗主 拿不出现成的好处来 我等告退 嘿嘿 许诺我们禁地中的宝物 空口无凭 谁会相信你的鬼话 说着叶灵就要 携送穷远去 林丹丘终于忍不住了 赶紧挽留道 刘布 两位留步 咱们从长计议 现如今 兵门外 就有你们所需要之物 如果你们能帮我出了此地 重见天日 我现在 就可以指点你们寻找 叶灵和宋穷相识一笑 两人散开神石 在兵门外的涌道附近 细细寻找 却丝毫不见宝物的踪迹 叶灵沉声道 林宗主 先告诉我们宝物的所在 若是敢糊弄我们两人 我大可以回去 告知师尊 让他和夺舍你的奉持宗主说说 只要提及贵宗的门派 如今的凤池宗主必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兵门中的林丹 秋季凌凌 打个冷战 强装笑颜 赶紧分辨道 我懂 我懂 成也在你 败也在你 就看你怎么回去说了 嘿嘿 你可以鼓动 那件人杀了我的残魂 我死不足惜 只可惜这满洞的宝物啊 叶灵毫不客气地打断他 冷冷地道 别再说洞里的宝物 快告诉我们兵门外的 林丹秋悠悠叹了口气 心中愤恨不已 不能拿寻常对待 来看外面的这位药谷弟子 叶灵虽然仅有炼气七层的修为 但在心智上 丝毫不弱于林丹秋 这样的一宗之主 林丹秋沉生一渴 仿佛下定了决心 正色道 好 本宗主决定 不再跟你们绕弯子了 我们奉持宗门派禁地的一切禁止 阵法的破禁之法 都是由宗主代代相传 除此之外 只有优越先门的原因老祖知晓 那夺舍我的金丹七贱人 根本不知道本门禁地重奥妙 宋琼立刻反驳 表示怀疑 哼哼 我怎么就没听说过 你既然知晓禁地中的破禁之法 怎么自己反倒被困进去了 真是华天下之大击 林丹秋沉的发症 要是换作三十年前 门下哪个炼气七的女弟子 敢用这样的语气跟她说话 但是现在 时过境迁 胡落平阳被犬七 连训斥门人弟子的勇气都没有了 林丹秋只好忍气吞声地解释道 这其中另有隐情 当初那见人夺舍了本宗主的躯体 我在紧要关头 拼着肉身不要 魂魄离体 逃逸到了本门的门派禁地 多亏了永道上的重重禁止 阻止住了他的追杀 我才得以安然地进入禁地之中 但是 终究被那剑人在兵门外 又布置下金丹七的强大禁法 堵住了我的出路 本宗主只好暗无天日地幽居于此 相当于被他囚禁了起来 不过是到如今 永道上的禁法连那剑人也破不了 只有本宗主和优越先门的 元英老祖可以破得 叶玲和宋琼听罢都恍然有所明悟 看来这凤池宗的旧宗主说的不似假话 宋琼喜道 如此说来 你可以传授我们破禁之法 搬走永道的中品灵石铺城的时间 当然了 作为回报 我只要想办法 上优越先门告知先门的老祖 或是金丹长老 他们一定会为你平反昭雪的 兵门中的林丹丘连声应目 嗯 你的主意不错 只要把我被囚禁之事 告知先门 先门一定会管的 哼哼 还是我们凤池宗的弟子聪明 叶玲冷笑 林宗主好算计 等你出来之日 也就是琼儿的死期 宋琼打了个寒战 转念一想 可不是这么个理 他羞辱了老宗主林丹丘一番 现在林丹丘嘴上 应成的好听 一旦出来以后 转眼就可以翻脸不认人 宋琼又满是钦佩和崇拜的目光 望着叶玲 动情地道 哎 还是主人考虑的周全 琼儿险些 中了他的奸计 林丹丘七个半死 对叶玲的愤恨 甚至超越了那夺舍他的金丹七女修 要不是叶玲从中作梗 林丹丘早就可以夺舍掉宋琼 亲自上优越先门求援 现如今 他只有忍气吞声 低声下气地柔声道 要鼓的小友 想到哪里去了 本宗主 岂是那种背信弃义的人 这样吧 好徒儿 你上优越先门报信 把你的顾虑 说给先门老祖 或是金丹长老 让你以后 留在优越先门修炼 从此跟本宗主 再无往来 宋琼回望向夜灵 见主人含笑点头 宋琼总算放下心来 悠然道 嗯 这还差不多 林宗主也足够聪明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我巴不得有机会去先门修炼呢 快 告诉我们破镜之法吧 我一定不负 林宗主的重托 林丹丘 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方才宋琼言语无礼 根本不把他这个老宗主的魂魄放在眼里 如今确称呼起林宗主来 看来是 只有永恒的利益 没有永恒的情分 林丹丘想了想 轻叹道 这样吧 本宗主可以告知 你们十个台阶的破镜之法 底下还藏有本门建宗数千年来 压着的珍惜宝物 如果是成之后 本宗主把永道上 所有的中品灵石铺的石阶 全部让你们搬走 下面的宝物也任由你们索取 夜灵听到石阶下面还压着宝物 心中一动 更加的期待了 脸上却不露出丝毫的喜色来 还是宠辱不惊 镇定淡然 不冷不淡地道 永道这么长 区区十个台阶 还不足以 令我等心动 嘿嘿 至少要半条永道 这样的话 对彼此才算公平 难道仙门放你出来以后 还舍得把余下的石阶 都分给我们 很显然是不可能了 所以夜某只看中 眼前的所得之物 宋穷赶忙随身附和 对对 半个永道的灵石 石阶和宝物 都归我们 并且 到时候林宗主的把门派 禁地石阶的损失 算到夺舍你的人的头上 不能宣称是我们问你要的 请林宗主发个心魔事来 这样穷儿 才会放心的上仙门 替你伸冤 第七十九章 门派重宝 兵门中 林丹秋一脸的阴沉 几乎要凝出水来 他修到这么多年来 还是投一回 背门人弟子胁迫 尤其是夜灵 和宋穷提出的 要半条永道 令他心疼得要死 但是已至此 舍不得也得硬着头皮 答应下来 好 本宗主答应你们 让你们解开 半条永道的禁止 中品灵石 铺成的石阶和下面 压着的宝物 尽数归你们 本宗主以心魔启示 同样 你也得以心魔为事 务必上优越先门送信 为本宗主招雪 宋穷大喜 但没有立即答应 扭头颇为期待的 望向主人夜灵 宋穷深知 只要一去优越先门 必定会被留在先门修炼 这对他来说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 甚至在他心目中 先门修炼的吸引力 超过了满地中品水灵石 铺成的石阶 夜灵自然也深知其中的得失 略意沉吟 点点头道 嗯 你答应下来吧 以后能再优越先门修炼 也是一样 照样是我夜某的侍女 宋穷喜上眉梢 赶紧飘然万福谢过主人 然后冲着兵门大喊 临终主 我们各自发心魔事 画下心魔血浮 不得反悔 灵丹秋无可奈何地应了一声 率先画出血色符纹 渗透过兵门的静止 飘在了宋穷面前 被他手一招 收了起来 之后 宋穷也画出一道新魔事的血浮 同样透过静止 交给了灵丹秋 夜灵在一旁瞧看着 他们之间的交易 夜灵柱定是最大的受益者 并且不用发心魔事 更不用承担一丝一毫的风险 甚至连支配 这半条永道的中品灵石 也都是他说了算 两人各自收起好心魔血浮以后 夜灵催促道 好了 灵宗主该把贵宗禁地的部分 破镜之法 传授给我们了 灵丹秋莫的选 叹了口气 一五一时地把兵门前 倒涌到正中的破镜之法 一一交代清楚 任由宋穷去开启水灵石 铺成的石阶 夜灵命四阶灵归护驾 让深紫色兵岩兽 去搬运厚重的石阶 底下并没有藏着什么宝物 宋穷见了 冲兵门大嚷道 灵宗主 感情你是在哄我们 里面根本没有压着任何宝物 呵呵 信不信我即刻 就毁掉你的心魔血浮 慢 并不是每块石阶之下 都藏有宝物 每逢三六九的石阶下面才有 灵丹丘长叹道 还不得不装出 和颜悦色的口气 不能流露出丝毫怨恨之意 这让他堂堂的 奉持宗主受尽了折磨 早就没什么颜面可言了 夜灵和宋穷 依着他说的 开启第三条石阶 总算在下面 找到了一个古朴的玉霞 夜灵谨慎地打开一看 里面赫然是三张陈旧的符址 看上去平平无奇 令他们大失所望 宋穷又对着兵门 乱发一通脾气 我说林宗主啊 这就是你说的门派重宝 三张符路而已 看成色 还不如我的三阶极品灵符呢 兵门中的灵丹丘 冷冷地道 那可是三张上古群弓符路 威力巨大 足可以轰杀 庶民同阶修士 你们如果不信 大可以对着兵门试验 夜灵和宋穷的 新神位之一阵 都是一脸的惊骇 现在他们用的极品灵符 大多都是单体攻击的灵符 除非打出一大把去 否则是不可能造成 大范围轰杀的 只有传说中的上古符路 是经过阵法宗师精心制作 威力无穷 才能称得上是 真正的群弓符路 宋穷对老宗主的魂魄 保持着执意 也提议 要试验一番 上古符路的威力 但夜灵随即想到 这要是万一 轰开了兵门 大事不妙 还不如就维持着现状 困住林丹丘的魂魄好 于是 夜灵淡淡地道 既然是上古群弓符路 不用试了 想必林宗主也不敢说假话 兵门中的林丹丘 冷哼一声 无可奈何 夜灵又令 深紫色冰岩兽 一路开启 中坪水灵石的石阶 在第六个和第九个之下 分别发现了 同样的御霞 里面各自装着张奇特的符路 一张散发着金芒 上面绘制的是 一柄真名的金色巨剑 另外一张就更特殊了 上面画着一套镇旗 都是两人生平 从没有见过的东西 宋穷冷笑道 林宗主啊 这石阶之下的宝物 是越来越少了 上古符路 也从一个匣子三张 变成了一张 我们凤驰宗几千年 存留下来的宝物 就如此不堪吗 林丹丘终于忍不住了 十分心疼的道 你懂什么 那可是珍贵的福宝 是金丹修士 花费了不少代价 和心血炼化掉高阶法宝 刻印在特制的福祉上 称之为福宝 专门供后辈的小修们用 一旦打出 可以发挥出几分 高阶法宝的威力 随着你修为的提升 福宝发挥出的威力 就越大 只是福宝有个缺陷 催动福宝的施法时间长些 至少也在实习之上 但是一旦催动起来 无人可挡 甚至可以威胁到高阶修士 宋琼正正地听了半嗓 似信非信 叶玲也是如此 试着往镇祁福宝中注入法力 过了足有十三夕的时间 镇祁福宝幻化成形 一个六角的镇祁 闪耀着土金色的镇法光滑 赫然围拢在叶玲周围 散发出沧桑的气息 宋琼府长笑道 福宝镇祁 看着气势错不了 主人试着 让冰岩兽抛制冰块 对镇法光幕进行轰击 叶玲点了点头 召唤上四阶冰岩兽 和四阶灵龟 同时 对镇祁福宝幻化的镇祁轰击 竟然丝毫未损 叶玲喜出望望 福宝镇祁的防御力 超乎了她的想象 等她收起了镇法 见镇祁福宝的光泽黯淡了不少 显然是经过了这一番折腾 福宝的灵力有所损耗 冰冻中的灵丹丘 不冷不淡地道 每张福宝蕴藏的灵力各有不同 多则可以使用五次 少则两次 你要省着点用 免得暴殖天物 她对门派重宝 落入了药谷弟子之手 深感痛心 仿佛生怕叶玲浪费掉 还得认真地提醒着 叶玲和宋琼相识一笑 继续搬运时阶 翻开第十二块时阶下的玉霞 第八十章 论功行赏 深紫色冰岩兽 搬开第十二块时阶 煞时间 一股冰寒之气涌出 令宋琼瑟瑟发抖 赶紧加持上桃红护体 抵御这股寒气 千年冰魄 叶玲用神石扫过 这股渗透寒气的玉霞 目光一凝 认出了霞中之物 宋琼却不认得 玉霞散发的这股凛冽寒气 让修炼兵戏到处的她 都感到一股肃杀之意 这冰灵气杀气太重 根本不能够用来修炼 宋琼经问道 主人 千年冰魄是什么 莫非是一种冰灵草 不 千年冰魄 是西式的极品冰系灵矿 用来淬炼法器 叶玲当着她的面 并不避讳 因为即便她不说 兵门中困着的凤石宗主 林丹秋也认得 宋琼眼巴巴地瞅着主人 连玉霞带千年冰魄 都收入了储物带中 心中无比的羡慕 却没敢言语 随着禁制阵法的开启 冰炎兽搬运了二十几块石阶 叶玲也接连发现了 不少压在石阶下的宝物 或是炼器的极品材料 或是形态各异的上古服录 甚至叶玲还在最后一块石阶下 发现了玉霞中藏有一小瓶丹药 让她很感兴趣 甚至在丹药瓶旁边 还放有一个年代久远的御剑 叶玲用神石观桥 赫然是一行捐秀的字迹 叶玲喃喃念叨 天泉丹 无入东海秘境 发现一眼天泉 尽数采摘天泉水中灵草 请天丹仙门炼丹宗师 炼制天泉丹六枚 扶之战力倍增 可持续两炷香 燃缺陷意识明显 服用之后 需闭关静养一日 恢复元气 叶玲收好了天泉丹 回头看了看宋琼 淡然一笑道 别看我收起了所有压着的宝物 依旧是赏发分明的 呵呵 林宗主的事情 还要你上优越仙门处理 这些中品灵石铺成的石阶 分你一半 随你在风桥阵方式上 兑换成中品灵石用 宋琼大喜过望 没能想到 主人会如此大方 每块石阶 几乎都可以分成 两百多块中品灵石 相当于两万的出品灵石 它能分到十块石阶 至少在二十万灵石以上 宋琼激动地险些晕过去 赶紧败谢了主人 从深紫色冰岩兽那里 把成条的石阶 都装进了大储物带中 原本的一丝怨念 也烟消云散了 有了这二十万灵石 他可以说是 凤石宗所有精英弟子中 最富有的一个 就是那些大修仙家族的千金小姐 也未必能够急得上他 令他怎能不喜 兵门中的灵丹丘 心头却在滴血 神识察觉到 门外的两人瓜分完毕 沉声道 穷爱徒 本宗主被困之事 还请你早日上报给仙门 否则 心魔血世为凭 你若违反约定 本宗主撕毁血服 足可以令你元气大伤 到时候 再多的灵石也无法挽回 和恢复你的元气 宋琼正在信头上 满口答应 我上优越仙门 足足得走上半月有余 去到那里找门路禀报 又得一段时间 成语不成 还要看仙门老祖 和金丹长老们的脸色 所以 两个月为期 必定给你结果 你看如何 林丹丘略意沉吟 点点头道 好 一言为定 本宗主等你两个月 你们去吧 从西边绕过门派禁地 走东北方向 你们会找到凤池北岸的 一路多多保重 叶灵冲着兵门 微微一拱手 谢过林宗主的指点 他可不认为 凤池老宗主林丹丘 会突然变得 有多好心多热情 无非是到了现在 他的希望 完全寄托在了宋琼身上 盼他们两个早早的脱险 甚至心里 比他们两人还要着急 叶灵和宋琼 依着林丹丘的指点 顺利地绕过了 凤池水底的门派禁地 一路往东北方向行进 由深紫色冰岩兽开路 两人依旧踩着林龟 过了足有顿饭的功夫 终于看到了凤池北岸 叶灵接过了 装有肃勤和紫山的储物袋 现在还没有完全脱险 不是放他们出来的时候 叶灵派出坐骑火雕来 吩咐道 走 咱们趁着夜色 离开这是非之地 再往北去 就是新月镇的地界 咱们干脆一路往北 去新月镇分手 你赶奔优越仙门 我传送回风桥镇 折往药谷 宋琼点了点头 一切都依着主人的意思 两人骑上火雕 一路北行 近视荒山野岭 直飞到次日天明 终于看到了续日之下 新月镇的轮廓 等进了新月城 两人直接赶奔南门的传送镇 事到如今 宋琼倒有些难舍难离起来 毕竟像夜灵这样 带给他天大造化 改变他命运的主人 实在是太难得了 主人 琼儿这一去 必定会被优越先门挽留 从今往后 只怕很难再见上主人的面了 不能服侍在主人左右 唉 偏偏主人又赐予了我这么多灵石 这让琼儿情何以堪 夜灵微微一笑 却没有他这么的多愁善感 淡然道 无妨 都是你应得的 你今后在优越先门要好好修炼 以你的资质 修炼到炼气期大圆满 只日可待 最好能赚取先门的助击单 进阶助击期 哼 我还要托付你一事 帮忙替我留意 优越先门中 可有上古功法号天爵的助击片 一旦寻到 回风乔镇设法联系我 宋琼依依应了 含泪败别 消失在了新月镇的传送镇中 送走了他 夜灵才解开储物袋 放出肃琴和紫珊两位师妹 他们两个待在储物袋里 什么都不知晓 出来之后 也是一脸的茫然 紫珊忽闪着大眼睛 望着陌生的橙锅 祈祷 夜大哥 你带我们到了什么地方 那位凤池宗女修呢 夜灵笑道 她走了 我和她好容易把你们带出了凤池 来到新月镇 咱们这就起身回风桥镇 嘿 何景生还在凤池南边的云环山养伤 等咱们回了药谷 托同门师兄弟们把接他回来 肃琴心念一动 提到 何必那么麻烦 我给陆氏大修仙家族的家丁仆从捎个话 让他们去接何景生得了 这些天来 我跟紫珊担惊受怕 咱们直接回药谷 我可要好好敬仰一段日子 夜灵点了点头 看肃琴心有余悸的样子 递给他们一人一个除无袋 但笑道 两位师妹为了帮助我 凤池一行受了许多惊吓 这些算是补偿你们的 一人三万灵石 请两位笑纳 第八十一章 今非昔比 三万灵石 夜大哥 你是在说笑吧 紫珊笑盈盈地接过除无袋 满以为夜大哥是在哄他 谁只打开一瞧 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 大眼睛里满是不可置信 这 夜大哥 你是从哪里弄到手的 怎么这么多灵石啊 要的衫 眼睛都花了 紫珊紧张地环顾着周围 压低了声音问道 肃琴见他一惊一乍的 心里灯石没了底 也从夜灵那里接过除无袋 但千千玉手 分明都有些颤抖了 肃琴略略张开除无袋 用神石一扫 胶躯一阵 翘脸煞白 赶紧收起来 迷茫的眼神盯着夜灵 这一切对他来说 大大出乎了意料 夜灵依旧镇定淡然 含笑点头 好了 总之是此行转来的 不必多问 揣起来就好 至于何景生的那份 等见着他再说 咱们回丰桥镇 肃琴和紫山挣了半赏 好容易从恍惚中回过神来 望向夜灵的目光 与往日很不相同了 三人从新月镇的南门传送镇 直接传送回了丰桥镇 由紫山去陆氏大修仙家族的商会 托那里的伙计 和陆氏的家丁蒲丛 去云环山接应何景生 留下夜灵和肃琴 两人在中心方式等待 就听得满街的人 议论起昨夜西门的激战 杀人遍野 血流成河 韩氏家族和玉须宗损失惨重 他们还听说 玉须宗联合曹 韩两大家族 问罪南圣宗 这让夜灵颇感意外 心中冷笑 嘿嘿 真是一群饭桶 居然怀疑到了南圣宗头上 令人可发一笑 不过从万宝阁拍卖会上 弄来的三阶极品装备 我今后尽量不在大庭广众之下使用 免得被人识破 必要的低调还是要有的 夜灵回头看了一眼肃琴 见她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变得沉默寡言起来 肃琴神色十分复杂地望着夜灵 当初在清住院时 她曾经不止一次对夜灵冷嘲热讽 现在夜灵的修为 却比她整整高出了一个小境界 掌握的灵石无数 简直就是深不可测 更令肃琴感动的是 无论她怎么得罪夜灵 夜灵却始终拿她当做好友 一送就是三万灵石 毫不犹豫慷慨大方 这让在陆氏大修仙家族 做过丫鬟的肃琴 也是生平头一回 见到这么豪爽的修士 肃琴终于忍不住道 夜师哥 你进阶练气后期 修为与我们不可同日而语 却又待我们不错 小妹真不知该怎么感激才好 唉 只可惜从今往后 小妹只怕再不能够与夜师哥 一同组队杀妖了 唯有闭关好好修炼 争取也达到师哥这等境界 夜灵笑道 嗯 你和紫山的资质远胜过我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如今有了零食 可以大肆购买二阶级品零酒和丹药 用于潜心修炼 肃琴脸上一红 欠然道 多谢夜师哥诚心相待 当初小妹一度对夜师哥不敬 在长西原野历练的那段日子里 又给夜师哥带来不少麻烦 令小妹惭愧不已 夜灵见她有些惩惶惩恐 心中无限叹息 在修仙界中 强者为尊 如今修为和实力上的巨大差距 令肃琴难免有些畏惧和不安 夜灵为了打消她的顾虑 兵释前嫌 淡然一笑道 往事已如云烟 在夜某心里 咱们要古清竹院的五人 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 当初一起禁谷 同患难 共生死 夜某终生不忘 又怎会计较前嫌 早已焕然兵逝了 肃琴感动得无可无不可 一瞬之间 夜灵的身影在她眼里顿时高大起来 令她无限地崇敬和钦佩 这是以前从不曾有过的念头 现在却全都浮现在了脑海 就在肃琴满是钦佩的目光里 夜灵微微一笑 我要去置办些三阶灵府等物 你留在这里等候紫山 到时候 你们俩直接传送回门派 不必等我 嗯 小妹恭送师哥 肃琴飘然万福 目送夜灵离去 夜灵出了忠心方式 折往西城 钻进了一条熟悉的暗像 四股无人之后 亲口门环 过了半晌 门中有个苍老的声音应道 谁 不走神父方的正门 来后门坐肾 夜灵淡淡地道 张伯 是我 预购一批三阶极品灵符 不知贵方有或否 哎呀 原来是夜公子驾到 里面请 里面请 咦 夜公子 你的修为大劲啊 神父方的张伯 一听是大主顾光临 赶紧打开后门 一团和气 等看清楚夜灵的修为 张伯的嘴角狠狠地一抽搐 夜灵点了点头 悠然地进了神父方 现在他终于可以跟神父方主平起平坐了 只是看在张房主一大把年纪上 又是老熟人了 称呼上一声张伯而已 其实现在他们修为相当 完全可以用道友来相称 张伯心神震撼之余 没忘了这笔大买卖 赶紧命方里的女士被查款待 两人分兵主落座 夜灵也大大咧咧地坐到了张伯的对面 丝毫没有以前的拘谨 张伯笑眯眯地问道 夜公子 您要多少三阶极品灵符 嘿嘿 您是老主顾了 本方绝技不会让公子吃亏 三阶极品烈焰符 寒冰符 冰冻符 五雷符等等 各要一百张 哼 就怕你们神父方的灵符不够 本公子钱不差 夜灵悠然道 终于过了回肆意挥霍的影 按道大修仙家族子弟 也不过如此 哪里急得上他逍遥自在 神父方的张伯 两眼放光 拼命点头 嗯嗯 本方的灵符足够 橙色俱佳 来人 一着夜公子之言 通通取来 用小夜子坛的锦匣承上 夜灵汉手笑道 好 本公子有一事 还想请教张伯 夜公子轻降 张方主拿出了百倍的热情 一副精神抖擞 侧耳聆听的模样 夜灵试探地问道 张伯可曾听说过 上古群功俘禄 张方主的胡子都翘了起来 认真地点了点头 嗯 略有耳闻 只可惜 本方望称神福方 连一张上古符录都没有收藏的 让夜公子见笑了 哼 莫非夜公子有意购买上古符录 只怕整个风桥阵方式上 都没有商会和店铺出售 夜灵模棱两可地道 哦 真有这么罕见 那么 一张伯的剑文 风桥阵周边 谁的手上可能有上古符录 又价值几何呢 第82章 炼器 风桥阵 神福方中 夜灵问及了上古群功符录之事 为的是 以后如果遇到持有上古符录的炼器后七强者 多留个心眼 事先有所准备 张方主碾须笑道 上古符录流传至今的 本来就极少 一般都掌握在大修仙家族手中 堪称是无价之宝 莫能定价几何 想必都被各家族留给子嗣 当作保命用的 夜公子就不要劳心费神地去想了 我等散修出身 根本得不到 夜灵叹了口气 装作十分遗憾和惋惜的样子 心中却是暗喜 原来上古符录如此稀有 他从凤池境地捞来的上古群弓符录不下十丈 绝对胜过了大修仙家族子弟 这些上古符录又是一大杀手锏 以后行走修仙界 夜灵底气就更足了 夜灵从神符方购买到足够的三阶极品灵符 虽然是单体攻击的 远远比不过上古灵符 但可以用作平日里历练 肆意挥霍 不够了还可以补充 最后两人彼此拱手告别 张房主亲自把夜灵送出了神符方 夜公子长夜公子短 叫得十分恭敬 老朽神符方的大门 始终为夜公子敞开着 嘿嘿 夜公子慢走 小心门槛 夜灵看到张伯就像恭送贵客一样 心中颇为感慨 想当初还是炼气初期小修时 何曾有这样的待遇 夜灵出了暗象 又来到西城坊市的大街上 挑选炼气阁 金阁仙门下设的万宝阁 和陆氏大修仙家族开始的陆氏炼气阁 他是不能去了 免得惹人怀疑 于是只挑中等的炼气阁和商会 终于走到了一处散修联盟开设的百炼阁 扬长而尽 逝者见夜灵的修为是炼气七层 不敢怠慢 赶紧笑脸相迎 十分客气地道 这位道兄是要购买三接法器吗 在下这就去招呼掌柜的 夜灵摆摆手道 慢 我且问你 贵阁有炼气大师坐镇吗 有 在三楼上 我们百炼阁的炼气大师许扬周 可是整个风桥镇里赫赫有名的 道兄算是来对了 请 逝者忙前忙后地领着夜灵 上了百炼阁三楼 夜灵察觉到楼梯口上 分明有一道阻隔神石的静置阵法 逝者恭恭敬敬地冲着三楼里面一座衣 通报道 许大师有客人来访 三楼的楼阁中 一阵助击中期的强横神石扫出 好在夜灵心里有所准备 知道 但凡是炼气大师这个级别 定时筑机修饰 所以也并不觉得意外 里面传来一阵低沉的声音 你找本大师 是要锻造三阶法器咯 可有材料 有 在下有一柄三阶法器 和一块特殊的冰系材料 请大师回炉再锻 夜灵说话间 看了楼下一眼 意思是 此地人多眼杂 不好亮出宝物来 楼梯口的进法撤下 传来许大师不冷不淡的声音 进来吧 看货定价 看看有无回炉锻造的必要 夜灵独自一人进了百炼阁三楼 散开神石 发现身后进法光幕随之落下 然后就看到一个 轮着五阶精灵锤的壮汉 正用一大缸昆吾泉水 和坚硬的黑盐 淬炼一块四阶石料 夜灵也不畏惧 这筑机中期的炼器大师 剑才起义 杀人夺宝 这等坏规矩 自砸招牌的勾当 中等炼器格和商会 还做不出来 更何况 许大师身为筑机强者 根本看不上三阶的极品材料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夜灵有堪比 筑机初期的三大灵兽 即便真的动起手来 无惧于他 有了这种种推断 夜灵毫不犹豫地 拍出了一柄三阶几品冰零剑 甚至隐隐泛着紫色的雷光 令许大师略感诧异 许大师看夜灵的眼神 顿时不一样了 不再以寻常的炼器后期 修饰相待 因为没有几千零食 根本买不到这家伙 这也就意味着 他锻造的费用会更高 许大师嘖嘖赞叹 好一柄冰零剑 还蕴藏有雷属性 可激发麻痹的效果 这么一柄好剑 也要重断吗 嗯 我还有一块千年冰魄 要与此剑融合 我是不会怀疑 许大师的炼器之术的 请大师估个价钱吧 说着 夜灵从储物袋中 拍出了散发着的 凛冽寒气千年冰魄 煞时间 白炼阁的三楼 被这股寒气侵袭 连昆吾泉水 都凝结出了冰层 许大师挥舞着的精灵锤 灯石僵住了 直勾勾地望着夜灵 用金钟护体 拖着的千年冰魄 一脸的震惊 你从哪里得来的 这等稀释的极品兵系灵矿 已经绝技多年了 许大师丝毫不掩饰 自己的兴奋之色 十分憧憬和热切地望着夜灵 恨不能他早些说出产地 自己也去挖一块来 这多亏了天丹先门 金丹长老刘军堂 在下在执掌药古宗的冰洞之前 是刘长老从那里挖到 赠予在下的 夜灵镇定自若地 把造化推给了先门刘长老 简直就是个白用百灵的护身符 知道他们天丹 也不敢上先门查问个究竟 并且还会畏惧金丹长老的名头 不敢拿他怎么样 果然 许大师 顿时如双打了的茄子 拈了下来 不住地惋惜道 哎 我就说啊 像我们风桥镇周围 有哪一个修士 会采挖到这么稀罕的冰魄 也只有金丹七的前辈 有这样发掘宝物的慧眼 夜灵微微一笑道 不知许大师 可否为在下锻造 当然可以 嘿嘿 这样极品的材料 才可以大幅度地提升 本大师的炼器之术 便宜你了 只出1600石吧 先交800的定钱 十日之后来取货 保管千年兵破 尽数融入 你的兵灵剑中 以本大师的人品 绝不会偷工减料 许大师说到炼器 又重新兴奋起来 仿佛对夜灵收取零石 倒成了次要 提高自己的炼器水准 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 夜灵如数地交割了800灵石 飘然下楼 对于像许大师 这样痴迷于炼器的修饰 夜灵还是比较放心的 随后 夜灵出了百炼阁 沿着方式西街 一路往东 出东门 又来到了东郊的灵兽方式 第83章 妖龙坐骑 夜灵的出现 并没有引起 东门外交易灵兽的 重修饰注意 夜灵无论衣着装扮 还是长相深亮 太平凡太普通了 扎在人堆里 绝对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个 现在夜灵 还缺少一个 飞行速度快的三街坐骑 她是见过宋琼的三街灵鹤的 速度比她的二街火雕 快着不止一点半点 值得购买 将来绝对有大的用处 夜灵来到一个摆摊的老者进前 见他身披鹤场 里面罩着虎纹长袍 装束十分奇特 既不像狩猎修士 也不像平常的宗门弟子 更不会是散修 因为夜灵发现 这名身披鹤场的老者腰间 记着一个瘦头形状玉牌 很显然是代表身份的门牌玉牌 这一切都激发起了夜灵的好奇心 这位老道友 敢问你来自河门河畔 似乎不是我们风桥镇周边 五大宗门的修士 夜灵神色淡然 把好奇心压在心底 平和地问道 贺场老者瞥了一眼夜灵 见他身着月白断的长衫 身上连件三街上品法衣和装备都没有 顿时小瞧了三分 贺场老者颇为自傲地道 宗门 风桥镇周边的宗门算得了什么 老夫乃吴国九大仙门 玉兽仙门的三代弟子 夜灵恍然 眼前一亮 怪不得他携带着的玉牌与众不同 衣着打扮也是与宗门的修士迥异 附近的零售方式 做买做卖的修士们 听着老者不无得意的道 纷纷未知侧目 仙门修士 在他们眼里 绝对是高人一等的 不知有多少人 想进吴国九大仙门修炼 都无缘败入 只有灵根资质高绝的修士 或是等到风桥镇的炼气七弟子大比 夺得前一百名的炼气九层修士 方可以败入仙门 夜灵知道这个规矩 风桥镇陆是大修仙家族的 天之娇女路兵兰 就属于前者 有着单一兵灵根的绝佳资质 所以早早地就败入了天丹仙门 而这名鹤场老者 应该属于后者 因为他的灵根资质未必高绝 这么大年纪修炼 才修炼之炼气九层 足可以证明这一点 夜灵暗道 想来这个身披贺长的老头 也是某个小镇的炼气修士中的强者 这才有资格败入御寿仙门 不知为何 他并没有铸鸡 难道是在炼气弟子大比中 没有夺得很好的名次 还是服下铸鸡丹却失败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他来到风桥镇做买卖 定是为了赚取零食 说不定还真有好的零售做起 贺长老者 似乎沉浸在众人羡慕 甚至有些嫉妒的眼神中 神气十足 屁腻着众人 似乎根本没把炼气七层的夜灵放在眼里 在他看来 夜灵身上都没有件上品装备 实在是太穷太穷了 他哪里知晓 夜灵的仙抚玉佩中 藏有不少件三阶极品装备 冰蚕丝法衣 灵运护服 留影腰带等等 一应俱全 只要夜灵心念一动 这些装备瞬间会穿戴在身 平时根本不用穿在身上 招摇过世 除此之外 夜灵也是为了避免招惹旁人注意 更不能让旁人认出 她是万宝阁拍卖会上的神秘修士 这些给自拍卖会的法器法衣 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轻易面试 否则必然会招致杀身之祸 喝场老者见夜灵散开神石 在扫他摊位上的灵兽袋 心中不悦 很冷淡的道 年轻人 你怎么还不走 老夫摊位上的灵兽 一般的修士买不起 不是我小看你 老夫这里最便宜的三阶灵兽 你也出不起价钱 你的摊位上可有三阶座器飞行吗 当然有 而且不止一只 三千灵兽到八千灵兽不等 你买得起吗 玉兽掀门的喝场老者 皱起眉头瞪着夜灵 仿佛高价爆出 一定会吓得他扭头就走 夜灵却根本没有动地方 露出很感兴趣的样子 汉手笑道 哼哼 果然不便宜 都从灵兽带取出来 我要一一过目 喝场老者火往上撞 皱起的眉头紧锁 脸色沉了下来 很不客气的道 你莫非是在消遣老夫 我玉兽掀门修饰 可不是吃醋的 夜灵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这种场面她见得多了 随手拍出一个储物袋 丢在喝场老者面前 露出光灿灿的灵石 映着日头光滑璀璨 夺人二目 夜灵冷冷地道 这是两万灵石 你看钱 我看货 只管把最好的三阶座器亮出来 我倒要看看 值不值八千 喝场老者眼里 灯石金光四射 仿佛要与灵石交相辉映 心神震撼至极 赶紧换了一副笑脸 打个哈哈道 嘿嘿 道友真可谓是真人不露像 露像不真人 小老方才言语上多有冒犯 都因这几日没有找到好买主 心中焦躁烦闷 还请道友恕罪 说着 喝场老者起身连练作医 甚是恭敬 夜灵见老头转变得突然 心中冷笑 知道这名喝场老者 是对灵石恭敬 并不是当真如此谦和 夜灵神色不变 依旧是冷冷地道 罢了 快放出三阶做齐来 或好采买 如果货色寻常 我往别处去了 喝场老者赶紧取出个精致的灵兽袋 笑眯眯的道 小老从仙门里 带来一条三阶便衣妖龙 只卖八千零食 绝对便宜 道友请上演 便衣妖龙 夜灵星神为之一阵 妖龙做齐 绝对是在三阶灵兽中 最难得的做齐 尤其是便衣的妖龙 说明亘古资质不差 更是有晋升四阶的可能 就见贺场老者一拍灵兽袋 一条水蓝色的妖龙腾空而起 令整个东门外的灵兽方式上 一阵惊呼 什么 三阶妖龙 哪里来的 咱们风桥镇周边 罕见携带这种灵兽的 是啊 我只听说 镇守松阳密林的 有条七阶冰龙 除此之外 还不曾见过妖龙 众人议论纷纷 都围拢到贺场老者周围询问价钱 甚至有不少人 神色不善地盯着这条妖龙 十分眼红 贺场老者得意地把食指和拇指一分 冲着众人量的八字的手势 傲然道 八千零十 怎么样 老夫卖得不贵吧 嘿嘿 你们也别打什么歪主意 老夫是御兽仙门的 第84章 轰杀驴绍 贺场老者弄出的动静不小 几乎轰动了整个灵兽方式 上前围观的重修士 越举越多 甚至有几名有钱的修士 一听说是御兽仙门喂养的三阶妖龙 纷纷一动 抢着要买 嘿嘿 这位御兽仙门的兄台 在下是封桥镇东门真寿方的掌柜 这条三阶妖龙 我要了 同事买卖人 还请兄台多多照拂 黄掌柜 等等 不就是八千零十吗 本少爷出得起 你让给我如何 就当给本少爷一个面子 今后少不了你们真寿方的买卖 一个身着银色法衣 手摇几品精灵扇的顽固公子 十分气派的昂昂然走来 身后跟着三名练弃后期的家丁蒲丛 在后面垂手势力 真寿方的皇掌柜赶紧上前 抱拳失礼 哎呦 原来是吕氏家族的吕绍公子 嘿嘿 没得说 让给公子 我想在场的众位 也都没有意义吧 叶灵见他们横插一刀 眉宇间闪过灵力的杀技 他已经用神石 细细扫过了这条三阶妖龙 光从他通体水蓝的颜色 光泽判断 就可以断定 他是变异灵兽 所以 叶灵势在必得 什么吕绍公子 在他眼里 修仙家族的顽固子弟 好不到哪里去 叶灵不冷不淡地道 玉兽仙门的老道友 咱们事先说好的价钱 八千零十归你 这条三阶妖龙归我 成交 吕绍公子一干人 和真寿方的掌柜 齐齐变色 都是怒目横眉地瞪着叶灵 见他身着朴素的月白段长衫 腰间记着的是要补宗玉牌 孤零零一人 一看就没什么来路 吕绍公子鼻子里冷哼一声 口出不逊 你算老几 一边去 先来的算个屁 有钱的才是大眼 嘿 老头 本公子出一万零十 必须卖给我 玉兽仙门的贺场老者 见钱眼开 喜得梅花眼笑 知道这银一公子 是个地头蛇 使劲地点头答应 好 一言为定 老夫在跪地的灵兽方式摆摊 还请这位公子 关照依二 不等吕绍公子说话 他身后的四个家丁仆丛 见公子正在信头上 赶紧溜须拍马 纷纷得意洋洋地道 这还用说 在封桥镇东郊外 谁敢欺负你 只管抱上我们吕家的名头 贺场老者心满意足 召唤下三接妖龙来 收进灵兽带 正要给吕绍公子献上 心中沾沾自喜 按道还是跟修仙家族的 顽固子弟 好做生意啊 慢 叶玲挥手指住了 玉兽仙门的贺场老者 冷冷地盯着 吕绍修仙家族的一干人 很冷酷地道 你们几个 既然敢插手本修的交易 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吕绍公子气急返校 无名小辈 在老子面前卖狂 给我揍 吕氏的三个家丁 修为最低的 也有炼器七层 一个个摩拳擦掌 虎视眈眈地瞪着叶玲 恨不能在少爷面前 好好表现表现 围观的众人中 大多数都是封桥镇的散修 对叶玲都抱之以 同情和怜悯的目光 都以为这月白断长山的 平凡少年 经番难逃此劫了 不死也要被打成重伤 但众人又都畏惧 吕氏修仙家族的势力 敢怒不敢言 只有少数几个热心肠的 悄悄潜入东门 回去知会风桥镇的 巡逻修士 或可以出面解围 欲受仙门的贺场老者 暗叹这小子还是茅嫩啊 对眼前发生的一切 漠不关心 即没有出言 劝阻的意思 也没有出手的意思 一双贼亮的老眼 紧盯着叶玲 抛在他摊位上的一袋零食 老者心中暗道 嘿嘿 打死他才好 这带零食 就是老夫的了 两万零食啊 比卖零售赚得多得多 几乎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老夫的运气来了 谁知就在这时 叶玲的手腕一番 灯时亮出一张 紫光闪耀的三阶群弓符录 赫然是他从凤池禁地 得来的上股悬雷符 沙 随着叶玲清冷的声音响起 抢先下手 上股悬雷符轰出 哄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无数紫色雷光闪耀 镇的周围众人耳朵嗡嗡直响 满眼看到的都是紫光 半上都没回过神来 等到雷光消散后 再看吕氏 修仙家族的一干人等 化作了满地的灰烬 分不出哪一堆是吕少公子的 哪一堆是家丁仆从的 咦 人呢 众人从发懵的状态中惊醒 却不见了那月白断长山少年的身影 欲受仙门的贺场老者 好不容易从一脸震撼中回过神来 喃喃叹道 老夫要是没猜错的话 他用的一定是上股群弓灵符 威力果然强大 还好还好 他没有针对老夫 真是侥幸 看来三接妖龙 只好卖给他了 谁让人家手握霸道的群弓灵符呢 贺场老者一阵叹息之后 从腰间一摸 吃惊飞小 他装有妖龙的灵兽袋 竟然不翼而飞 更令他悲痛欲绝的是 贺场老者低头一看摊位上 那个装有两万零食的储物袋 和他摆摊的几个灵兽袋 都不见了踪影 好小子 全带着跑了 出手够快 可恨 老夫跟你势不两立 玉兽仙门的贺场老者 气得暴跳如雷 开始还发疯般地 在人群中找起了夜灵的踪迹 等他定下神来 末地想起了 那少年手持着上股群弓灵符 不禁机灵灵打个冷战 彻底打消了寻找的念头 在贺场老者周围的重修室 早就忘了他的三接妖龙 正七嘴八舌的议论纷纷 脸上都现出了忧虑之色 那月白断长山的少年 当真了得 竟然有传说中的上股群弓灵符 以一人之力 轰杀了吕氏家族的少公子 和三名炼器后期强者 够狠 我们撤 免得招惹是非 杀吕少公子的 是要古宗弟子 与我等无关 嗨嗨 吕氏 修仙家族一怒 应该会找上要古宗 咱们快走 就在东郊灵兽方式乱成一团的时候 夜灵早已施展谁影树 潜回了丰桥镇 在东城的一处暗巷现出身来 夜灵颠了颠手中的锄带 和几个灵兽带 嘴角抿起一个弧度 尽数收进仙府玉佩里 然后夜灵换了一身紫衫 戴上阻隔神石 探入的静置斗笠 飘然往中心方式的传送镇走去 第85章 回宗 书勋令 夜灵乔装之后 一路上并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 顺利地通过丰桥镇的传送镇 传送回药谷 但他这个打扮 连代表身份的门派夜行玉牌 都刻意隐藏了 立刻被守卫门派传送镇的 执事弟子拦住 谁 这里是要古宗 闲杂人等 不得入骨 夜灵摘下斗笠 整了整衣衫 不等他亮出门派玉牌 两名执事弟子赶紧躬身失礼 哎呀 原来是夜师兄 恕我等屋里 有眼不识泰山 啊 夜师兄 你的修为何时到了炼气气层 难道是小弟看错了 两人恍然惊觉 摘下斗笠的夜灵 炼气后气的强大气息外放 令二人惊疑不定 夜灵摆了摆手 不做任何解释 微微一笑道 我师尊他老人家 可在 哼 我听说以着门派的惯例 修为进阶后 可以找师尊领取装备 门派也有奖励 在 宗主就在大殿 恭喜夜师兄 从此也是 本门的精英弟子了 恭喜恭喜 夜师兄还不知道 前阵子庄良寿庄师兄 进阶炼气六层 宗主大家赞赏 庄师兄沾沾自喜的好一阵 跟我们吹血了好几天 如今 夜兄竟然踏入了炼气后气 嘿嘿 庄师兄的得意 简直就是个笑话 哈哈 两人对夜灵更加的恭敬 恨不能一路把夜师兄 送到药谷大殿 夜灵淡然一笑道 刘布 我自个儿去 你们要是有空的话 替我把孟昌梦师弟找来 让他在大殿外等我 是是 小弟这就去 我也去 梦师弟进来再给长老们照看灵田 赚些许零食 我知道他在哪 两人抢着要去 看到夜灵点头阴郁 立刻撒脚如飞地去寻孟昌 连门派传送阵都不守了 夜灵为了免去不必要的麻烦 省得被众同门围住 问长问短 也懒得听人们奉承恭维 夜灵干脆施展谁饮术 巧然谁饮 前行至药谷宗大殿 这才献出身来 迈步进殿 拜见师尊赵宗主 药谷宗主赵元珍见他回来 初初没有太在意 只是看在仙门 刘长老的面子上 和颜悦色地问道 近来炼丹术掌握得如何 可以炼制二阶灵丹了吗 回禀师尊 弟子已然达到了炼丹师的水准 可以炼制出四阶灵丹 夜灵淡淡地道 在炼丹意图上 夜灵没必要隐瞒自己的炼丹水平 炼丹术越是精湛 越受门派重视 得到的待遇和特权也就更多些 赵宗主狠狠吃了一惊 从夜灵初学炼丹 到现在才一个月的功夫 炼丹的进步 简直是突飞猛进 真可谓是要古宗开宗立派以来 历代炼丹水平 晋升最快的炼丹师 是吗 跟为师去炼丹阁 炼给我看 赵宗主似信非信地 重新审视起 他这个清传弟子来 就在这时 他的瞳孔猛的一缩 立刻察觉到了夜灵身上 散发的炼气七层的气息 什么 你不是炼气五层的修为吗 怎么才过了一个月 就修炼制了炼气七层 这怎么可能 赵宗主瞪大了眼珠子 浮暗而起 连衣袖都微微有些颤抖 夜灵神色镇定如常 躬身一衣 回禀道 弟子在炼丹时 灵草不够用 外出采药 偶然得到几株不知名的珍稀灵草 弟子见这些灵草的灵气甚浓 试着把它们浸泡进 金露灵酒的酒坛之中 一连饮了十几日 修为大增 夜灵说的有板有眼 面不更色 神色泰然自若 令赵宗主不得不信 赵宗主脸色变了数遍 沉吟了片刻 暗道 这个夜灵不简单呢 如果像他说的那样 炼丹树真有长足的进步的话 药谷多了一名炼丹师 尤其是天赋高绝的炼丹师 对门派的未来有意无害 且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 总之是进阶到炼气后期 也算是给本宗主长脸 终于不是本宗主的清传弟子中 修为最弱的那一个了 于是 赵宗主脸上又露出了春风和煦的笑容 点点头道 也罢 你的灵根资质虽然平平 但等采摘的天才地宝 说明你先元深厚 我们要古宗的规矩 只要有内门弟子 晋升至炼气后期 即为门派的精英弟子 鉴于你之前就享有一定的门派特权 和精英弟子的待遇 本宗主会在此基础上另行封赏 不过要看过你的炼丹之后 本宗主才会酌情赏赐 要是真如你所说 晋升至炼丹师的话 嘿嘿 为师会考虑把你列为门派大弟子 夜灵赶紧躬身一礼 点头应诺 随着赵宗主来到了药谷的炼丹阁 执掌炼丹阁的 依旧是门派的炼丹大师崔长老 他见了宗主领着炼气七层的夜灵来 眼睛都直了 等赵宗主说起 夜灵晋升炼丹师 可以炼制比自己高一阶的四丹药时 崔长老惊讶地 险些没把下巴甩掉 快快 炼制四阶的清灵丹 给老夫看 崔长老 亲自为夜灵摆上炼丹炉 提供四阶灵草 催促他赶紧炼制 夜灵气定神闲 大模大样地坐在了青铜炉前 熟练的控火 头药 宁丹 一切都有条不紊 时机把握的恰到好处 令赵宗主和崔长老 看了不住的点头 最后开炉之时 一股浓郁的药香飘逸而出 崔长老进前一看 又惊又喜 四阶灵丹的出丹率 有五成之多 恭喜宗主 我要古又多了一位炼丹师啊 夜贤侄的炼丹天赋 是老夫生平所见过的 绝无仅有的 赵宗主也是一脸的喜色 越看夜灵越觉得顺眼 崔长老又和蔼可亲地 拍了拍夜灵尖头 笑容可惧地道 嗨嗨 当初老夫可是倾囊相授 把一生的炼丹绝学 滋滋不倦地传授给你 老夫就知道 你错不了 哈哈 夜灵心中一阵冷笑 脸上却不带出来 想当夜灵初学炼丹时 崔长老都懒得理他 是他送上的零食起了作用 崔长老这才肯好好传授的 赵宗主郑重地 从储物带中拍出五枚书勋令 递给夜灵 道 这五枚书勋令是奖赏你的 可以去门派的藏金楼 或仓库弟子处 兑换任意武剑装备 功法预检 丹药等物 另外 本宗主如之前所言 择日召集门人弟子 任命你为门派大弟子 第八十六章 藏金阁 夜灵功身谢过 依旧是宠辱不惊 神色镇定淡然地 领了五枚门派书勋令 辞别了宗主和崔长老 夜灵根本没有打算跟宗主说起 他深知 以现在的情形来看 即便供认不会 师尊赵宗主多半 也会袒护他 但是夜灵不需要他袒护 吕世家族想要找到他 千难万难 即便真的撞上了 夜灵也有几分自保之力 夜灵刚转过药谷大殿 孟昌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了 激动地上前抱拳一礼 夜老大 听说你领着何景生 肃清他们出去历练 回来时候 竟然修炼至了炼器后期 可喜可贺 夜灵微微一笑 拍拍他的肩头 见孟昌还是炼器三层的修为 甚至都没有突破炼器初期 夜灵很爽朗地道 此次历练 收获颇风 咱们庆祝院的几位好友 我都有临时相赠 虽然没有换你跟我去 但兄弟一场 同样有份 这一袋是给你的 我再送你几瓶丹药 拿去修炼 争取早日进阶炼器中气 说着 夜灵递给孟昌 装有两万零时的储物袋 还有几瓶如意转神丹 孟昌心神震动之余 一脸的感激之色 对夜老大更加的崇敬 孟昌叹道 小弟深感资质太差 又对勤修苦练不感兴趣 每日只知道在门派里 做各种杂物 赚取零食 哼 如今有夜老大这一大笔零食 小弟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 哦 夜灵对孟昌失去了进取之心 亦无可奈何 这是他道心所致 旁人也无法干涉的 夜灵问道 你有什么愿望 缺零食花吗 孟昌立刻兴奋起来 连双目都变得炯炯有神 嘿嘿笑道 小弟本来就打算攒足了零食 在风桥镇东城方市 开一家小小的商会 经营灵草和丹药 苦于一直没有攒够本钱 现在有了夜老大相助 小弟今天就去请示过师傅 明日就上风桥镇开设商会 夜灵见孟昌高兴的镜头 知道此事无法再劝了 人各有志 随他去做个商会的掌柜也罢 夜灵又取出一个储物带来 里面装有各色低阶的灵草 和上品和极品的丹药 都是他在初学炼丹时 为了提升炼丹术水平 炼制的大量丹药 他把大部分都送给了孟昌 淡然一笑道 我这里存有的低阶灵草和丹药不少 现在都用不上了 你拿去开设商会卖钱 孟昌打开 用神识一扫 倒抽了一口冷气 泽泽叹道 天哪 这么多灵草和丹药 夜老大此恩此德 小弟莫齿不忘 夜灵摆了摆手 笑道 谁让咱们是清竹院的老友呢 去吧 你只管张罗你的药铺商会 说不定以后我还有什么丹药 还要在你那里记手 孟昌一口阴郁 深深一一 拜别了夜老大 夜灵送走了他 折往门派的藏金阁 他怀揣有五枚书勋令 可以兑换门派中 藏有的任何三阶法器法衣 丹药和功法倒数预检 他不缺三阶极品装备 也不缺丹药 所以最感兴趣的 还是藏金阁中的功法和倒数预检 一个温雅的声音从阁中传出 且重 藏金阁这个月归本长老掌管 出示令牌 夜灵来到藏金阁门首 王里闪目一瞧 赫然是个熟悉的中年美妇的身影 夜灵赶忙把手中的书勋令往前一亮 恭敬得道 玄清长老 弟子奉了师尊赵宗主之命 持书勋令 特地来挑选功法倒数预检 玄清长老见识夜灵 对他的修为大镜微微有些吃惊 但最关切的 还是宝贝徒弟的安危 赶忙问道 紫山和肃秦呢 前些日 我差人去冰冻换他们来 却被告知 是你带着他们两个外出历练了 你都回来了 怎么不见 他们两个来拜见本长老 夜灵道 他们都安然无恙地归来 想必此刻正在风桥镇陆氏大修仙家族 料理一些事情 用不了多久 自然会回药谷面前尸姑 玄清长老总算把心放心 韩笑点头 那就好 夜师职修为大镜 宗主赏赐你们派的书勋令 十分难得呀 你要兑换功法预检 就进藏金阁里细细挑选吧 一旦选中 只管说与本长老 夜灵问道 不知本门的藏金阁中 可存有上古功法浩天爵的筑基片 玄清长老微微一震 惊讶地盯着夜灵 仿佛再看一朵奇葩 你修炼的是巴林根同修的浩天爵 玄清长老不可置信地道 夜灵点了点头 也不避讳 应道 正是 这就齐了 像浩天爵这样古老的功法 巴林根同修 按理来说 修炼的进度比丹一灵根的功法慢许多 极少人乐意修炼的 你的修为却是突飞猛进起来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另外 在本门的藏金阁中 没有这类上古功法 玄清长老茫然地道 对夜灵的全灵根寻常滋质 产生了怀疑 恨不能重新拿两天尺再量一量 夜灵唯有苦笑 索性在玄清长老面前 把向师尊说的那一套 又重新说了一遍 玄清长老点点头 虽然有些怀疑 但看在紫山和肃清两位宝贝徒弟的份上 还是和颜悦色地放夜灵进去了 夜灵在藏金阁中 总算挑选到几样像样的道术御检 这些都是平时从不分派给门人弟子的御检 只有用书勋令才可以兑换的 夜灵甚至还找到了 类似于风卷残云的群宫道术 都找玄清长老兑换 五枚书勋令 全部兑换了道术 令玄清长老更为诧异 但他也没多说什么 全部给夜灵踏应好 夜灵功身一礼 传送到了松阳密林的天然溶洞 十几日没有回来 夜灵不想惊动再溶洞一层历练和采矿的同门弟子 免得再被围拢上来 恭贺个不住 同样是一路水影 来到了冰洞门口 这才从水影的幽兰水泡中献出身形 首位冰洞的是孙二虎 他正在里面专心制制的清点零食 察觉到冰洞进至外面练气后期的气息 还以为是想要进冰洞历练的门派精英弟子 孙二虎美好气得道 今日二十人的限额已满 不放任何人进入 想要进冬历练 明天早来 第八十七章 冰雪山谷 夜灵沉生一颗 冷冷地道 是我 李宝他人呢 孙二虎一听 这熟悉的声音 吓了一跳 见是夜师兄归来 直到这时 孙二虎才惊觉到了 夜师兄练气七层的强大气息 漠然间心神一震 脸上写满了惊诧 愣了半晌 孙二虎总算回过神来 很麻利的一跃而起 赶紧开了冰冻静止 一脸的笑意 鳄鱼奉承之词 连绵不断 赞颂之词 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哎呀 夜师兄才走十余日 竟然修炼制了练气后期 这等修炼速度 简直是空前绝后啊 足以笑傲整个风桥阵修士 以后还肯请师兄多多照拂 属下一定尽心竭力地 为师兄效力 孙二虎整个人 都是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 胸脯拍的山响 已是自己追随夜师兄的决心 啊 回禀师兄 李宝被他师父周冲长老 召唤走了 只留下属下一人 这一向忙着照看冰冻 尽职尽责 不负夜师兄所托 嘿嘿 最近的冰冻收益 属下都为您储藏起来了 请师兄过目 夜灵听说 李宝被周冲老贼召走了 暗暗皱眉 又见孙二虎 毕恭毕敬的模样 点点头道 好 有什么稀罕物品 拿来我瞧 孙二虎把夜灵不在的时候 问每天静东历练的 精英弟子 献了出来 夜灵用神石一扫 都是些稀有的兵系灵草 还有少量的兽破妖丹 但品种 大多与以前上脚的相仿 没有一株出奇之物 夜灵看过 心念一动 暗探真有稀罕的物品 那帮精英弟子 又怎会上脚给孙二虎 冰冻中 真要有什么宝物 还得自己去寻 过去他没这个 独自深入冰冻的实力 因为他那时炼气五层的修为 但冰冻中 到处是成群结队的妖兽 从门口的二阶 直到里面的三阶 四阶妖兽 他根本无法深入 如今 夜灵灵兽袋中 就有三只四阶灵兽 无惧于冰冻中的妖兽 可以在冰冻历练了 于是 夜灵摇摇头道 罢了 都赏给你了 我要去闭关修炼 等到肃清 紫山和何景生三人回来 让他们来 冰年洞府找我 还有 记住每天放进冰冻历练的弟子 四时才准许开门 日暮之前 必须让他们及时出洞 一旦有人牵沿着不走 罚他一年 不准静动历练 孙二虎大喜之余 赶忙一一阴没 保证绝不会出任何差错 这才恭送夜师兄回洞府 夜灵回到冰年洞府 不知夏禁制阵法之后 开始盘膝打坐 进行日常修炼 他没有急着去打开 从玉兽先门老者手里 抢来的灵兽袋 毕竟冰年洞府的空间太狭窄 放不下那条水蓝色的便衣妖龙 夜灵打算等到夜间 等冰洞中历练的弟子都走了 然后才出了冰年洞府 过了阵棋的范围 哪怕在冰洞深处 再开辟洞府和地盘 以公斤后历练所用 眼看到了定更天 夜灵正准备行动 就听到洞外配还叮咚 有熟悉的脚步声 然后就听到紫山的声音 夜大哥 我们回来了 打扰你闭关修炼了吗 夜灵挥手撤去静止 打开洞门一瞧 紫山 肃秦 何景生全都回来了 何景生抢前一步 上前拜斗 谢过夜师兄 夜灵赶忙扶起 笑道 我去凤池宗救了肃秦和紫山 一路往北去了 把你留在云环山上 让你久等了 你被陆氏门人 安然无恙地接回来最好 起来起来 咱们兄弟之间 何必言谢 肃秦和紫山 也重新谢过了 夜灵的救命之恩 夜灵摆摆手 笑道 你们两个 还不知道吧 今天我去藏经阁 碰上玄亲长老了 他命你们回来之后 就去拜见他 令师对你们十分关心啊 二女连声应诺 紫山悠然道 不急不急 咱们今夜 就在冰岩洞府休息了 明早再去拜见师尊 夜灵又拍出一个储物袋 装满了零食 递给何景生 这是给你的 此行多亏了众位相助 何兄更是把命险些 扔在了凤池宗 呵呵 你的三万零食 请笑呢 何景生瞪大了眼珠子 开始还不信 等打开了储物袋一瞧 可不是吗 何景生惭愧地道 这怎么好意思 夜兄豪爽慷慨 这份情意 小弟心领了 这么多零食 万万不敢收下 夜灵微微一笑 无妨 人人有份 肃秦和紫山 我都给了 哼 连孟昌孟老弟 我也送了两万零食 好让他在 风桥镇东城方市 开一家药谱商会 何景生勉强收下 谢了又谢 三人都对孟昌 开始商会之事 很感兴趣 说定了 等开张之日 一定前去捧场 夜灵好 容易看待三人 各自回归了洞府 这才关上自己的府门 而他人 却悄悄水影 穿过了阵旗的光幕 往冰洞深处走去 一路之上 开始遇到的 多是二阶冰系灵兽 即便有的有火焰天赋 也看不透他的水影树 等到绕得远了 回头望不见冰年洞府 夜灵 这才献出身来 拍出了四阶深 紫色冰年兽开路 这样一来 冰洞中的二阶 三阶妖兽 纷纷避让 夜灵有冰年兽护驾 只走出数十里远近 寻到了一处 一线天使的峡谷 甚是偏僻 再往近走 居然是一个 红阔的冰雪山谷 嗯 此地不错 只要设下静置阵法 封住了峡谷 鸟都飞不进来 至于谷中的妖兽 即便有四阶的 也奈何不了我 正是个绝佳的 闭关之处 夜灵对这优批的 冰雪山谷十分满意 又拍出了四阶雪雕 与深紫色冰岩兽一起 驱逐山谷中的妖兽 只留下四阶灵归手 在身旁护驾 随后 夜灵拍出了 从玉兽仙门喝场老者那里 抢到的几只灵兽袋 要一一验看 三阶灵兔 夜灵随手 抓了一个灵兽袋 打开一桥 蹦出个粉嘟嘟的 变异灵兔来 令她有些哭笑不得 夜灵再看看 灵兽袋中 抖落出来玉剑 用神石一扫 脸色更是古怪 风系灵兔 擅长速度深法 有火眼天赋 攻击力 防御力一般 可用于探路 灵兔打下灵魂烙印 暗暗沉吟 她有探路用的四阶雪雕 虽然生性胆小 但还有冰刃攻击 而这只粉色灵兔 除了速度快以外 唯一令夜灵感兴趣的 就是她的火眼天赋了 可以洞察识别 隐藏的危险 与四阶雪雕各有千秋 值得饲养 于是夜灵 未给灵兔极品灵草 好让她及早地 长成四阶灵兔 反正仙斧玉佩的仙斧灵田 能够种出大量的 几品灵草 多携带一只灵兽 相当于多了几分实力 何乐而不为 随后 夜灵又打开了 另外两只灵兽袋 却是两头 根骨资质一般的 三阶灵宝 是无法进阶位 驻基期的四阶灵兽的 对此夜灵多少有些遗憾 但她随即释然 毕竟这些灵兽袋 是从玉兽先门的 炼器九层喝场 老者手中夺来了 就算她喂养的灵兽再多 也不能个个 都是根骨资质 卓绝的变异灵兽 夜灵取来了 最后一只灵兽袋 里面装有水蓝色的三阶 变异妖龙 夜灵为了得到她 不惜动用上古寻雷符 轰杀了吕氏修仙家族的吕少爷 包括她的家丁蒲从 为此所担的风险 和代价不小 但夜灵 只要看到水蓝色的妖龙 冲天起 就觉得冒这个风险 绝对是值得的 水系妖龙 擅长水剑术 水系群攻水龙营 飞行速度快 可乘其 夜灵看过灵兽袋中的御检 打算喂养她大量的水系极品 灵草灵果 就如冰岩兽 和灵龟一样 不难进阶成四阶妖龙 到时候 骑着妖龙坐骑出行 堪比铸鸡初期 修饰遇见飞行的速度 比原先的二阶火雕 快了何止数呗 想到这里 夜灵立刻给三阶妖龙 打下灵魂烙印 又再奋出心神 在仙府摘兴牙的灵田里 大肆种植几瓶水系灵草 全都用于喂养三阶妖龙 夜灵派出去的 深紫色冰岩兽 和四阶雪雕 在冰雪山谷里纵横驰骋 驱散了分布在山谷中的 大半妖兽 都争前恐后地 从入口的峡谷冲出 夜灵看着差不多了 总得留下 点儿供自己试炼法术 所以命令冰岩兽 挡住峡谷口 使得余下的三阶妖兽 指得退回 稀稀落落地分布在谷中 便与夜灵逐个击破 疏散了妖兽以后 夜灵在峡谷口不下静止 令冰岩兽驻扎 守护此处 之后夜灵又在冰雪山谷中 选了灵气最浓的灵脉 新开辟了洞府 门前布置上阵旗和禁法 由四阶的雪雕 和灵规看门护法 任由三阶灵兔 和妖龙吞噬堆的 跟小山丘式的极品灵草 这一切都布置妥当后 夜灵回到洞府 开始沿袭 从门派藏经阁领导的 五种道术预检 火与术 火系群宫道术 法力消耗甚至 需练起七层以上 方可修炼 施法之后 火与笼罩方圆十余杖 施法的范围和威力 与自身法力 和道术熟练程度相关 夜灵认真修习 火与术预检 细细领悟 随后又翻出了 土刺术的预检 最适合用于埋伏陷阱 也算是一项土系群宫道术 在看到第三块道术预检时 夜灵新神位之一阵 这是他在藏经阁里 挑到最好的封印道术 云洛术 隶属于水系封印道术 弥补他修炼过的悬兵咒中 单体冰封的不足 夜灵留意到 这三样群弓和群风道术 都是极为耗费法力的 几乎施法一次 就要消耗吊体内的大半法力 需要不断地 用如意转神单补充法力 除此之外 还有两种灵气化型的道术 一种是木系的傀儡草人 可施法召唤出草人来 能够发挥出自身三分之一的攻击力 和防御力 用于试探或牵制对方 再一种 就是灵气化型罩 换出一张大小的雷鸟 可以进行各种雷属性攻击 威力是本尊施展雷系道术的一半 这两种灵气化型的道术 耗费的法力更多 几乎要消耗掉 炼气七层修饰的大半法力 夜灵看了暗暗感慨 自从进阶炼气七层以后 原本以为较之从前炼气中期 法力大增 谁知要修炼这五种道术 法力依旧不算多 甚至无法连续施展两次 看来我试炼道术之余 还要好好的进行日常修炼 再辅之以仙辅玉佩中的星辰之精 早日提升修为 进阶炼气八层 从而使自身的法力得以提升 就这样 夜灵呆在冰雪山谷中 除了日常修炼 单要粹体雇本培圆 就是找谷中三阶灵兽的晦气 试着试炼 这五种道术 争取达到纯熟的境界 到了第三天头上 洞府外 一股堪比筑基初期的强大气息 冲天起 夜灵大喜 赶紧出洞关桥 赫然是妖龙进阶到了四阶 从水蓝色蜕变成了深蓝 通体散发着蓝色的水灵气光滑 似乎凝成了一层水雾护体 夜灵召唤来四阶妖龙 一跃而起 傲然立在了龙头之上 命妖龙坐骑载着她 在冰雪山谷中飞了两圈 迎着刚风 速度之快 让夜灵备胆惬意 又过了一日 变异灵兔也进阶为四阶 兔眼上的红芒更加的明亮 宛若两块红宝石一般 夜灵试着命四阶灵兔和雪雕一同飞奔 惊奇地发现 灵兔的速度更胜一筹 缺点是 没什么攻击技能 看来只能用作探路了 在这些天里 夜灵新学的道术日渐熟练 火雨术和云落术 在不断的试炼之下 终于达到了纯熟的境界 次数的时候 漠然间察觉到 峡谷口的静置阵法 有灵力波动 夜灵立刻召唤上 所有的四阶灵兽 架上妖龙坐骑 赶到峡谷口 并没有发现任何修士的踪影 只看到一张传音符 陷在了阵法光幕中 夜灵取下来 用神识一扫 却是紫山的声音 夜大哥 宗主召唤 定于明日召集所有炼器弟子 赶赴药古宗大殿外的道坛 说有要事宣布 尤其是令夜大哥务必赶到 我等造访冰岩洞府 不见大哥应答 想必离洞远去 我等一不知大哥在何处修炼 特地打出传音符 知回大哥 夜灵淡然一笑 看来宗主要履行承诺 封他为门派大弟子了 夜灵略略收拾了一番 过了峡谷 重新设下静置 封锁了冰雪山谷的入口 直接架上四阶妖龙 横穿冰洞 第89章 不死不休 松阳溶洞二层 冰洞 一股堪比筑击初期的灵压 惊动了冰岩洞府里 修炼的肃琴等人 他们都以为是冰洞中的 四阶妖兽侵袭 纷纷出来看个究竟 甚至连冰洞门口守卫的孙二虎 也是好一阵的心惊肉跳 赶忙望向冰洞深处 就见一条通体深蓝的 四阶妖龙飞腾 周身散发出的水雾护体 更增添几分气势 是四阶妖龙 从没有听说过 冰洞中有这么稀有的妖兽 何景生心神震动 回头看向肃琴和紫山 见二女也都是面面相去 似乎在担心冰岩洞府外的震旗 能否抵挡住四阶妖龙的攻击 这时 妖龙飞旋而下 顺利冲过了震旗的光幕 令他们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 回头就跑 孙二虎更是狠狠地唬了一跌 哆哆嗦嗦地去开启冰洞门口的禁止 却连遇见都没有拿稳 掉进了雪堆里 十分狼狈 嘿 别害怕 是我 妖龙上传来夜灵的声音 紧接着她暗落龙头 冲着众位欠然的抱拳一礼 何景生 肃琴和紫山齐齐愣住 瞪大眼睛看了看夜灵 又打量着她的妖龙坐骑 都是倒抽了一口冷气 紫山嘖嘖叹道 夜大哥 险些吓坏了我们 你从哪里寻到的妖龙坐骑 好像很听你的话脸 夜灵微微一笑 避而不答 只是说道 收到你的传音符 我即刻赶来了 哼 我连四阶冰岩兽都可以召唤出来 区区一条妖龙而已 不足为奇 何景生一脸的羡慕 孙二虎也急急忙忙地跑过来 对夜师兄的坐骑赞口不绝 夜灵招呼上众人 笑道 听说宗主定于明日 召集所有恋气弟子 咱们今日就赶赴药谷 大伙都上妖龙来 我在你们一程 众人大喜 还从来不曾有幸 坐上四阶坐骑 都是无比的兴奋和激动 都飞略上龙身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出了冰洞 又穿过龙洞一层 来到了松阳密林中 药谷弟子 大多收到了宗主的征召令 几乎都赶回门派去了 在龙洞一层历练和采矿的弟子 寥寥无几 所以夜灵等人架着妖龙出洞 并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 反倒是刚出了松阳容洞口 守卫在松阳密林的七阶冰龙 猛的一阵 充满敌意地瞪着四阶妖龙 等他看到了龙头上 傲立着月白断长山的身影 顿时又尾顿在地 闭目休息了 仿佛在七阶冰龙的眼里 夜灵跟收复他的天丹仙门 金丹长老一样可怕 是值得畏惧地存在 紫山提议道 夜大哥 咱们直接飞过松阳密林 过长溪远野 从耀谷的溪谷 护山大镇静吧 哼 还从来不曾在半空中 俯视长溪远野 想必一定惬意 肃秦也点了点头 孙二虎赶紧附和 夜灵岁驾着妖龙 出松阳密林 一路关风赏景地过长溪远野 来到了耀谷西谷 突然间 夜灵发现在耀谷宗的 护山大镇外 徘徊着一道剑光 似乎在警惕地留意着什么 夜灵略感诧异 令妖龙放缓了飞行速度 何景生对这道剑光 早就见怪不怪了 冷笑道 夜兄还有所不知 我这些天来回耀谷两次 听众师兄弟提及一件蹊跷事情 说吕氏修仙家族 日夜派人守在耀谷的护山大镇外 还说咱们耀谷宗的弟子 杀了他们吕氏家族的少爷 扬言要缉拿凶手 这飞剑上的人 定是吕氏家族的助击修士 夜灵心头一灵 冷冷地望向了这道飞来飞去的剑光 果然是在耀谷的溪谷外巡视 夜灵暗道 看来在丰桥镇零售方式上 闯得祸不小 明明是吕家少爷 和跟着他的家丁仆从 嚣张跋扈地要杀人 却被我一张上谷群功俘虏 全部轰杀了 如今 他们吕家还不死不休起来 这倒是个问题 肃秦和紫山 虽然不知晓 轰杀吕少的正是夜师兄 但看到 吕家的助击修士 在耀谷外肆无忌惮地盘查巡逻 他们俩都是一脸的忧色 肠子都毁清了 对夜灵道 夜大哥 要不咱们暂避一时 回松阳密林 通过传送阵 直接传送回耀谷大殿外吧 夜灵却末地拍出了一张画 有猙獰的金色巨剑的福宝 盘西坐在龙头上 施起法来 淡淡地道 晚了 他已经看到我们了 唯有一战 争取在甩脱他的飞剑 冲过去 你们先替我周旋一二 待我施法完成后再对付此人 众人吃了一惊 果然远远望见西谷外 那道清光飞剑 直射而来 在飞剑上立着的吕家修士 开始以为 驾着四街妖龙的 必然是药谷的助击长老 谁知竟然是一对炼器小修 修为最高的也只有炼器七层 令他倍感诧异 但这些天来 他受驻击后期的吕氏家主之命 要为贤侄报仇血恨 一直在药谷外徘徊 专门盯着药谷弟子 这些细致末节 倒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吕家修士沉声喝道 你们都是药谷宗的弟子吗 你们几个闪开 那炼器七层的 给我站出来 他也从零售方式上的 人们口中听说 是个药谷宗炼器七层的弟子 轰杀的少爷 故此对药谷的炼器七层修士 格外的留意 恨不能见一个杀一个 孙二虎看到叶灵正全神贯注地 给一张奇怪的符绿 注入法力 所以依着叶灵的吩咐 给眼前这位吕家 驻击修士周旋 孙二虎夸张地深深一一 嘿嘿笑道 不知前辈喊住我等 有何吩咐 借问一句 您老人家是吕氏 修仙家族中人吗 除了您之外 还有谁来我们药谷外的护山大阵了 孙二虎反客为主的一番询问 令吕家驻击修士很不耐烦 废话少说 所有炼器七层的药谷弟子 都得死 你们也一起跟着陪葬 吕氏驻击修士冷哼一声 欲空二力 催动轻光飞剑 不由分说地直斩向四阶妖龙 毕竟这条妖龙堪比 驻击初期的实力 是唯一能给他带来威胁的灵手 叶灵立刻下令 命四阶妖龙攻击 从妖龙口中 喷射出一道蓝色的水剑 打得他的飞剑轻光不稳 摇摇欲坠 第九十章 福宝逞胸 四阶妖龙的水剑术 堪比驻击初期 水系修士的奋力一击 打得吕氏驻机修士的飞剑 节节败退 原本提心吊胆 闭目等死的肃秦 何景生等人 发觉对面的飞剑迟迟不到 睁开眼一瞧 都是惊喜不已 紫山激动地叫喊道 快快 叶大哥 命妖龙飞腾起来 居高临下地压制住他 孙二虎连连喝彩 哈哈 叶师兄的妖龙厉害 龙身足够长大 腹中的水灵气极多 无惧于他 吕氏驻机修士心头一灵 赶紧召回青光飞剑 免得被接连不断的水剑术击落 他的脸色有些难看 这还是他生平头一遭 被一个炼器修士挫败 尤其是在这一帮炼器小修的注视下 连个四阶灵兽都对付不了 颜面何在 就在他架着飞剑 拍出四阶冰冻符 试图封印妖龙时 夜灵画有猙獰金色巨剑的福宝 终于贯注满了法力 闪烁出夺目的光滑 那是什么 吕氏驻机修士的瞳孔猛的一缩 顿时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危机 斩 夜灵清冷的声音传出 福宝的光滑大作 墨地画作一柄金色巨剑 猙獰灵力 瞬间展向了吕氏驻机修士 吕氏驻机修士急忙打出四阶冰冻符 想要冰冻住这柄巨剑 就听得喀拉一声翠响 冰冻符的冰屑纷飞 金色巨剑去世不衰 依旧展在了他身上 啊 一声淒厉的惨叫 吕氏驻机修士 从轻光飞剑上跌落下去 周身的护体法衣 进阶被穿透 一瞬之间便受了重伤 何景生 宿秦等人 早已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都以惊骇的目光望向夜灵 以炼气后气的修为 重伤驻机修士 在过去 他们想都不敢想 但如今 夜灵做到了 孙二虎对夜师兄 佩服的五体投地 一脸的激动和兴奋 紫山望向夜大哥的目光 也透着无比的狂热 肃秦神色复杂地 望了夜灵一眼 又俯视下面 见吕氏驻的助击修士 重重地跌落到尘埃里 但似乎并没有断气 依旧在挣扎着爬起 肃秦赶忙催促道 夜师哥 快 咱们趁他重伤之余 赶紧逃回药谷西谷的护山大阵 怕他作甚 趁火打劫 让他永无翻身之日 夜灵冷酷地道 立刻暗落龙头 放出四阶深紫色冰年兽 朝着重伤的吕氏驻机修士 投掷冰块 两块冰块下去 吕氏驻机修士 一命呜呼 夜灵立刻抄起了他的飞剑和储物袋 然后召唤回冰年兽 架上四阶妖龙 急速地往药谷的护山大阵飞去 一路上 夜灵匆匆打开储物袋 用神石一扫 只见里面仅有不到两千零石 法宝装备大都是四阶中品的 唯有那柄青光飞剑 也仅仅是上品而已 夜灵略显失望 看来这家伙在吕氏家族里 地位不高 虽然是驻机初期的修士 但实力和家底实在太弱 连剑极品装备都没有 妖龙穿过了护山大阵 立刻引起了药谷弟子的一阵赞叹 都以为是哪位驻机长老 新换的座旗 通体深蓝再加上水雾护体 煞是好看 等他们看清楚了 妖龙上面坐着的 是一对炼器弟子 尤其是为首的夜灵 在药谷里几乎人人都认得他 众人更是倍感惊奇 连练拱手 询问道 夜师兄 你如何能驾驭得了四阶妖龙坐起 莫非是仙门的金丹长老又道 派你来的 夜灵冲着众人摆了摆手 微微一笑 眼看到了药谷重队 这才暗落龙头 与肃琴等人纷纷跳下 收起了妖龙 夜灵提着吕氏驻机修士的储物袋 淡淡地道 你们各自回宅院洞府歇息吧 我要上药谷大殿面见师尊 臣说此事 何景生 孙二胡等人点头应诺 夜灵独自一人赶奔药谷大殿 却被守卫弟子告知 宗主他老人家正在进修 不传唤任何人 夜灵把储物袋往上一地 令守卫弟子 速去禀报宗主 就说是吕氏 修仙家族 在滬山大阵外 陨落了一名铸鸡修士 特此把储物袋献给宗主 守卫弟子大惊失色 接过储物袋 撒脚如飞地往里跑 过不多时 宗主赵元珍急急忙忙地走出大殿 满脸疑惑地看着夜灵 差一道 你从哪里识得的这个储物袋 赵宗主无论如何联想不到 是清传弟子斩杀的吕家铸鸡修士 还以为是夜灵路过捡道的 夜灵镇定自若地躬身一礼 道 回禀师尊 吕氏家族蛮横无礼 先前在灵兽方式上 吕家少爷险些要了弟子性命 却被我轰杀 如今 他们吕家的助击修士 又在本宗的滬山大阵外游异 是弟子灭了此人 顺手捡回了储物袋 什么东西都没动 全都上交给师尊宁老人家 赵宗主听得发证 不可置信地望着夜灵 差一道 原来在风桥镇灵兽方式上 闯祸的人是你 为师还以为是吕氏家族无礼取闹 管我要古宗要什么人 但就凭你的修为 杀了吕家少爷 已经是十分勉强 又如何斩杀得了助击修士 在为师面前 不得撒谎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夜灵唯有苦笑 叹道 人的确是弟子斩杀的 弟子修炼过先门刘长老赐予的御兽诀 又承蒙刘长老赠给三阶冰岩兽 和妖龙做起 现如今 他们每日在冰冻中游荡 吞食灵草 已然突破了四阶 弟子正是凭借着四阶灵兽的威力 打了那四个措手不及 这才侥幸取胜 赵宗主听到先门刘长老的名头 心中一灵 又听夜灵说 修炼过御兽诀 他难免有些嫉妒 连他身为一宗之主 助击后期的修士 都无缘修炼御兽诀 心里很不平衡 但看在刘长老的份上 赵宗主也无法怪罪夜灵 只好听之认之了 嗯 为师看过了这吕氏的储无怠 即便在助击初期的修士中 也不算什么强者 跟你斗法 想必也是事先轻敌 这才让你得逞 以后切不可大意 最好不要离开本宗的实力范围 以免吕氏家族的找你寻仇 赵宗主言语中颇有袒护之意 除了刘长老的缘由外 对这个即将胜认为门派大弟子的实力 也是十分嘉许 同时笑纳了吕氏助击修士的储无怠 对夜灵自然是另眼相待 第91章 门派任务 夜灵见师尊赵宗主一脸的春风和煦 并没有怪罪的意思 其中缘由 夜灵也隐隐猜测到了十之八九 淡然道 多谢师尊厚爱 弟子倒退 且慢 赵宗主辗须笑道 为师明日就当中封你为本宗大弟子 你身受先门金丹长老器重 又斩杀过助击修士 足以服众 哼 尤其是你在炼丹树上的天赋和造诣 堪称是我要古宗开宗立派以来 千年难遇的奇才啊 为师打算给你提供灵草 多多炼制丹药 用以提高炼丹术水平 让你早日晋升为炼丹大师 夜灵心中一动 师尊收受了吕氏助击修士的储物袋 不怪罪他杀了吕家的人也就是了 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好心起来 令夜灵多少有些惊讶 不过在师尊面前 夜灵还是宠辱不惊的功身义礼 师尊有何吩咐 弟子在炼丹意图上定当尽心竭力 不负师尊所望 赵宗主笑眯眯地道 近来本宗需要一大批三阶还神丹 至于什么用途 你明日便知 总之要全部分发给本宗的精英弟子 为师特地命药仓弟子 准备了足够还灵草和精英花 并没有让门派炼丹阁的崔长老炼制 而是要把这个差事交给你 给你增加炼丹经验 提升炼丹水平的机会 要出丹率达到六成以上 怎么样 这个门派任务 你可以完成吗 夜灵恍然 原来是个炼丹的门派任务啊 看来师尊不仅为门派着想 同时也把他捎带了进去 可谓是一片苦心啊 于是 夜灵点点头道 没有问题 可以完成 很好 这是令牌 今日天色已晚 明日风赏之后 你持此令牌去仓库弟子处 支取还神草和精英花 赵宗主兼夜灵接下了门派任务 心中慎喜 立刻塞给他令牌 同时又承诺道 这些天 你只管钱星炼丹 吕氏家族的事 为师自会帮你料理 嘿嘿 他们吕家又不是丰桥镇上的大修仙家族 吕氏家族也不过是刚刚踏入住基后期 敢威胁我们药谷宗 可笑之极 夜灵谢过师尊 离开了药谷宗大殿 一路上 夜灵心中暗叹 倘若没有先门留长老的这份交情 即便交上了储物袋 宗主知道自己得罪了吕家 也非重重责罚不可 如今师尊既没有开罪 反倒是十分袒护 不惜与吕家抗衡 看来今日之事 不仅得意于此 而且与自己所谓的炼丹天赋 有很大的关系 夜灵更深刻地感悟到 要想在这弱肉强势的修仙界中立足 没有强大的实力 是行不通的 没有特殊的技能 也是无法受人重视的 等他回到药谷内门的灵脉洞府 早有一人在他门首等候多时了 夜灵闪目一瞧 原来是在内门洞府的邻居 同是宗主清传弟子的庄良兽 夜灵抱拳一礼 呵呵笑道 庄兄 多日不见 你也进阶到炼七六层了 恭喜恭喜 以往 庄良兽对夜灵这个师弟十分热情 从来都是一脸的谦和 甚至还有几分拉拢之意 可是到了现在 夜灵的修为突飞猛进 在松阳溶洞开辟之初 修炼到炼气五层道也罢了 如今 竟然超越了他 这让庄良兽 好不容易突破了一层境界的高兴镜头 全部烟消云散了 甚至庄良兽见到夜灵 脸上的笑容也多了好几分僵硬 变得很不自然起来 嗨嗨 夜兄客气了 以后断不可如此称呼 叫我庄师弟好了 呵呵 恭贺夜兄 踏入了炼气后期 列入了门派精英弟子之炼 真让人羡慕啊 庄良兽嘴上说的是羡慕 心里却是赤裸裸的嫉妒 夜灵看出了他复杂的表情 微微一笑道 不值得一提 若是庄良兽没什么别的事 在下回屋歇歇了 庄良兽往寺外看了看 一脸神秘的道 夜兄留步 听说 明日师尊他老人家 要涉宗门大弟子了 肯定是在本宗的精英弟子中选拔 不知夜兄对此事怎么看 夜灵微微一正 看来庄良兽还不明底细 再探他的口风 令他有些 哭笑不得 但夜灵脸上却不带出来 淡淡地道 嗯 略有耳闻 选拔大弟子 这有什么要解 庄良兽敢忙道 你还不知道啊 但凡是宗主受命的大弟子 即为首座弟子 就是本宗上上下下 千余名练器修士的大师兄啊 有指挥众师弟师妹的权利 大伙都得听命于他 相当于半个长老 哦 还有这等权利 我以为是被人们尊称 一生大师兄罢了 夜灵暗喜 看来以后不仅在实力上 无拘于跟住击出气的周冲老贼 就是在身份地位上 也可以与之抗衡 庄良兽又压低圣灵道 现如今 在本宗的精英弟子中 原是大修仙家族的少主元昊 最有可能被任命为大弟子啊 夜兄可要当心了 你在外门弟子大笔上 曾得罪过此人 当初是幸亏他生性傲慢 没有把这种丢人的事情 禀报给原家老祖 天丹县门的金丹长老袁光熙 要不然 夜兄早就被县门派人抓回去了 直到后来 夜兄身受刘长老器重 这袁昊也无可奈何了 但他定然是一直怀恨在心 无时无刻都在想着报仇学耻 嘿嘿 夜兄啊 你我亲师兄弟一场 我可得提醒你 最好早做打算 夜灵目光一宁 差一道 袁昊 很久没有见到过他了 我还以为 自从外门大笔之后 他去天丹县门了 难道还在我们要古宗里 他现在什么修为 难道破例生认为精英弟子 庄良寿苦笑道 袁昊拥有68点的雷灵根 天资高绝 宋长老把他安排在门派灵气 最浓的洞府 一直在那里闭关修炼 足不出户 服侍最好的丹药 享有最好的门派资源 现在早已炼气八层的修为 要不是备战明年的风桥镇 炼气弟子大比 早就去找你的麻烦了 夜灵心神震动 默然了半赏 点点头道 怪不得我在冰洞 从不曾见他来过 原来这袁大少主 一直憋在药谷修炼 进步得如此之快 出人意料啊 哼哼 照你这么一说 他还真有担任 门派大弟子的前置 多谢庄兄提醒 这台二阶极品金鹿灵酒 是我心静酿造的 送给庄兄了 庄良寿愣住 下意识地从夜灵手中 接过金鹿灵酒 按道夜兄如今 也不同于往日了 执掌冰冻 定是发了不少财 竟然连极品灵酒 都舍得随意送人 庄良寿笑呵呵收下 对夜兄不住的千恩万谢起来 第九十二章 齐聚道坛 夜灵回到内门的灵脉洞府中 布下静置阵法 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原是大修仙家族少主 元昊 险些忽视了此人 丰桥镇上的大修仙家族没有几个 除了陆氏和曹氏 当属原家了 夜灵暗自沉吟道 看来师尊赵宗主 明日要封我为门派大弟子 是顶着极大的压力的 他在赌 赌县门的两大金丹长老 刘君堂和袁光熙 将来谁对耀古宗更加重视 松阳溶洞的归属 刘长老是给耀古带来切身利益的 而袁长老 虽然是丰桥镇上大修仙家族的 袁家老祖 但对耀古宗并没有给予什么好处 反而宗主和长老们 还得把他的孙子当神仙供着 想必师尊心里极度不爽 又不得不为之 早就对袁氏不满了 这也难怪 无论是刘君堂刘长老 还是师尊赵宗主 都是平民散修出身 没有修仙家族的背景 我叶灵亦是如此 封我为大弟子 不是师尊一拍脑门 心血来朝想出来的 必定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 早有此意 叶灵想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心下坦然 他这个门派大弟子 受之无愧 至于袁氏 少主袁浩 再有通天的手段 也奈何不了如今的叶灵 叶灵有五大助击七灵兽 还有得自奉持禁地的上古福禄护身 除非是袁浩回家请长辈 否则单凭他个人 根本无法对叶灵构成威胁 只可惜啊 听说明年的风桥镇 炼气弟子大比上 跟外门弟子大比的规矩一样 是不允许携带灵兽和灵服的 袁浩身为雷灵根 资质极高的雷修 修炼速度之快 令人发指 他的雷系倒数 有着先天的优势 也让人不得不防 好在我有先辅预配 再有两个月左右 星辰至今恢复满后 又可以加速修炼了 但最多也是 进阶到炼气八层而已 凭着以往的经验 星辰至今再次恢复 总要增加半个月的时光 延长到九十天 也就是说 光凭先辅星辰之今修炼 要达到炼气九层的境界 至少也得五个月之后 岂不是误了 风桥镇炼气弟子大比 尤其是炼气后期 炼气八层和九层相比 法力上的差距极大 是万万没有胜算的 叶灵寒心般的眸子中 泛畜毅然之色 必须加快修炼速度 才可以在风桥镇炼气弟子大比上 不被袁浩一雪前耻 于是他立刻吞下两枚极品如意转神丹 开始进行日常修炼 雇本培圆 虽然以夜灵全灵根的寻常资质 又是八灵根同修 日常的修炼速度 根本无法与那些天之骄子相提并论 但夜灵胜在有大量的极品丹药 多多少少 也可以弥补天资寻常的不足 到了第二天一大早 药古宗大殿的钟声响起 在整个护山大殿里回荡 庄良寿急匆匆地来到夜灵的洞府外 招呼上他同去 夜灵从盘膝打坐的状态中 缓缓睁开双目 点了点头 撤下静止阵法 出洞府与庄良寿彼此一拱手 邀约着一起赶奔药古宗大殿外的道坛 两人在一路上 见众同门 师兄弟师姐妹们 都是满脸的兴奋之色 七嘴八舌的议论起 即将任命的门派大弟子 依我看 此次门派大弟子的人选 一定是宗主的清传弟子 炼气九层的左伯明左师兄 嘿嘿 左伯明修为虽高 但背后没有什么势力 不是大修仙家族弟子 要我说 肯定是袁氏少主袁浩 那不一定 袁浩才炼气八层 又是雷修宋长老的弟子 并不是宗主的清传弟子 任命外人 不像是宗主他老人家的风格 咱们要古宗 想要在丰桥镇周边 取得大修仙家族的支持 宗主多半会妥协的 倾向于袁少主 众人争论的面红耳赤 甚至有女弟子十分看好 同样是炼气八层的谢湘师姐 争执道 宗主的清传弟子谢湘 据说也快突破之炼气九层的境界 在门派的精英弟子中 爱慕他的人不少 他要是做大师姐的话 会有更多的人心服口服 庄良寿深受他们影响 以拳击掌 则则叹道 叶兄啊 要是左师兄和谢师姐 无论是谁被封为大弟子 都对咱们有利 毕竟亲师兄弟一场 肯定会对我等有诸多照顾 不过 这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我看大弟子之位 多半还是袁浩袁少主的 叶玲默然不语 不发表任何意见 等来到了药谷大殿前的道坛上 已经聚集齐了七八百人 叶玲悄然散开神识 往人群里扫去 总算找到了何景生 肃秦和紫山 他们三个早已聚集在了一处 叶玲别过庄良寿 静止来到了他们身边 紫山以无比崇拜的目光 望向叶师兄 似乎还对昨日叶玲 斩杀助击初期的吕家修士 而钦佩不已 你们可曾见到袁浩 叶玲压低声音 开门见山地问道 就在那里 他来的动静还不小呢 在众弟子中 呼声最高 何景生摇摇一指 人群中被众星捧月般围拢的 赫然是一身华衣锦秀 雍容华贵的原室少主袁浩 叶玲目光一宁 见这四一副信心满满 志在必得的样子 欣然接受着众人的恭维 这段时期以来 袁浩一直在闭关修炼 要古宗的不少门人弟子 都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 如今终于有机会 与这位袁氏大修仙家族的少主攀上交情 都蜂拥着上前围拢住他 仿佛跟袁氏少主说上句话 都是无上的荣光 叶玲心中冷笑 才过了多久 这家伙就忘记了外门弟子大笔上的耻辱 又洋洋得意起来 恐怕袁浩还未必知道 他进阶练弃后期的消息 否则又怎会如此 叶玲懒得留意他 目光转向了门派的精英弟子中 寻找两个较为熟悉的身影 同为宗主的清传弟子 练弃九层的左伯明 和练弃八层的谢湘 他在执掌冰冻期间 也曾见过这两位师兄师姐 但跟他们打交道的 一般是李宝和孙二胡两人 叶玲和他们并不熟络 左伯明每天一副苦瓜脸 见人爱理不搭 加上修为最高 众师弟大多对他有些敬畏 而谢湘虽然天性活泼 招惹的众精英弟子 神魂颠倒 但对叶玲这样的相貌平凡 资质其差的师弟 根本不会倾慕一二 甚至从不曾跟他说过一句话 第九十三章 宗门大弟子 要古宗的二十几名 炼器后期的精英弟子 自存被封为门派大弟子的 希望渺茫 目光都散落在左伯明 谢湘和元昊这三人身上 在他们眼里 唯有这三人 才有做门派大弟子的资格 余下的百十多名内门弟子 还有近千名外门弟子 几乎都报以同样的想法 根本没有人会留意到叶玲 包括左伯明和谢湘的注意力 也不约而同地停留在 众星捧月般的元昊元少主身上 元昊才是他们最大的劲敌 至于叶玲 在众人的印象里 还停留在架着 先门长老的金丹座齐 撞了大运的 炼器五层平凡弟子 顶多有个执掌冰洞的美差 跟大弟子之争 毫无半点关系 甚至绝大部分人 并不知晓 叶玲进阶到炼器七层 他扎在人堆里 实在是太不起眼了 叶玲对众人的无视 丝毫不以为意 在他看来 与其说门派大弟子 象征着身份和地位 倒不如说 更像是一道护身符 有了这个名位 跟他结下梁子的周冲和元昊 或者是封桥镇上的任何修士 今后想要明着陷害他时 都多了一层顾忌 这才是叶玲 欣然领命的缘由 要古宗大殿的钟声 敲过酒响 不仅众弟子 全部齐聚到谈 连诸位住机器的长老们也匆匆赶到 最后 赵宗主 还不出要古大殿 目光扫过整个道坛 朗声道 众门人弟子听令 明年开春 就是封桥镇炼器弟子大比 此次大比的名次 关乎着我们要古宗 在封桥镇五大宗门里的地位 更关系到先门 对我要古宗的赏赐 赵宗主顿了一顿 目光停留在了门派 精英弟子身上 期许厚望的道 为了备战此次大比 提升门派 精英弟子修为和实力 如今其余的四大宗门 纷纷派遣炼器后期的弟子 去封桥镇以东的 东灵泽历练 我们要古宗也不例外 本宗主特命精通阵法的 玄清长老 和实力较强的宋长老 五天后 领门派精英弟子 赶赴东灵泽 在此期间 你们都要做好准备 众人心神位之一阵 东灵泽历练 外门弟子和内门弟子 都以无比羡慕的目光 望向门派的精英弟子 叶灵虽然没有 跟他们站在一处 但同样受到和景声 肃秦和紫善的关注 东灵泽堪称 是封桥镇周边 最凶险的所在 没有炼器后期的修为 根本无法踏入 这个妖兽横行的地方 在那里分布着最低阶的 也是三阶妖兽 除此之外 更有四阶 乃至六阶的助击七妖兽 就算是个宗门的助击长老 也不敢独自一人 深入东灵泽 可以说随时都有陨落的危险 但风险 往往与收益是并存的 东灵泽虽然凶险 但灵气最浓 灵草灵矿极多 妖兽分布极广 在那里历练 不仅可以猎妖寻宝 还可以提升修为和战力 正是这一片 神秘而又凶险之地 吸引的风桥镇 众散修 成群结队的静东 灵泽寻宝 尤其是在历次的 炼器弟子大比之前 同样吸引各大宗门的注意 派门人弟子 到东灵泽历 众精英弟子 都对五天后的东灵泽历练 兴奋不已 都在盘算着准备法器 丹药和灵符 等到玄亲长老 和宋长老出列领命后 赵宗主又环是 道坛上的重门人弟子 高声道 除了两位长老带领 本宗主决定 今天还要任命一位 宗门大弟子 同去东灵泽历练 整个药谷大殿外的道坛上 顿时鸦雀无声了 上至长老下 至练气初期的外门弟子 都在留神倾听着 新认的宗门大弟子是谁 谢湘已经绝望 听宗主说 大师兄云云 显然不是他 一双妙目瞥向了 左伯明和元昊 心中燃起浓浓的极度之意 左伯明 是重精英弟子中 唯一一位练气九层的师兄 本来这大弟子之名 是理所应当的 但多了元氏 大修仙家族的少主元昊 就多了好几分辨数 令他此刻 心里无比紧张 元昊 则是胸有成竹 胜券在握 用眼角撇着左伯明 嘴角泛起了得意的笑容 论天资 论家世 论前途 甚至是修炼的速度 左伯明都比不过他元少主 叶琳看着他们 勾心斗角的样子 心中暗叹 这大师兄之名 其实根本没有他们的份 他们几没弄眼的 都是白忙活了 果然 就听得大殿前赵宗主沉声一颗 正色道 本宗主决意 封心进阶练气 后期的弟子叶琳 为宗门大弟子 而等众弟子 无论外门 内门还是精英弟子 今后皆以大师 兄叶琳为榜样 务必听从大师兄之命 道坛上 灯石一片哗然 众人心头轰然俱正 满脸惊异 纷纷回头瞧看 寻找叶琳的踪迹 甚至许多人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赶忙交头接耳问身旁的人 得到大师兄 确然无疑是叶琳时 个个的震撼和不解 越发的强烈了 何景生下意识地倒退了几步 愣呵呵的一时半刻 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肃琳和紫珊都是又惊又喜地望着叶琳 尤其是紫珊最为乖巧 赶忙万福一礼 温柔可爱的道 恭喜叶师哥 从今往后 就是我们的叶大师兄了 叶琳微微汗手 神情依旧是泰然自若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穿过道坛 就算是所有的门人弟子都疑惑不解 他心里却跟明镜似的 师尊赵宗主 事先早跟他打过招呼了 他也彻头彻尾地分析过一遍 事实如此 谁也无法阻挡 他担任宗门大弟子的脚步 人群中 庄良寿瞪大了眼珠子 一脸的不可置信 他千算万算 却没有算到叶琳头上 但是无论如何 只要是师尊的清传弟子担当此任 对他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所以 庄良寿强压下心头的亥然 赶忙冲着叶琳连练拱手 摇摇作衣 靠前站着的精英弟子们 纷纷回过头来 个人脸上的表情丰富极了 谢湘从开始的一阵茫然 似乎对叶琳这个名字很熟悉 但又有种很陌生的感觉 等他想到是执掌冰冻的那人 谢湘险些跳了起来 正正地望着 从人群中走来的 身着月白段长山的平凡少年 宗主凭什么 任命他为门派大弟子 莫非宗主昏了头了 谢湘小声嘀咕着 再回头看看左伯明左师兄 原本的苦瓜脸 现在阴沉似水 几乎都铁青了 第九十四章 明镇耀谷 执掌冰冻的叶琳 他前些十日不是炼气五层吗 怎么半个多月未见 转眼修炼至了炼气七层 宗主封他为大弟子 这是何意 左伯明一脸阴沉地盯着叶琳 仿佛原本是他的宝座 却生生被个名不见经传的师弟抢了 好在他和谢湘都是宗主的亲传弟子 算是叶琳的亲师兄亲师姐 在赵宗主面前 两人不敢出言抵触 跟其他的精英弟子一样 虽然一脸的不服 却只能是小声地嘀咕着 最惊讶地莫过于趾高气扬的原氏大修仙少主原浩 他猛地回头看到是叶琳 嘴角狠狠地一抽搐 就好像被人抽了一鞭子似的 浑身都在站立 五不服 宗主 凭什么封叶琳为宗门大弟子 原浩一脸的激愤 大声嚷道 全场登时 从一阵窃窃思议中沉静下来 众人瞅了瞅原浩 又看了看宗主 都不敢乱说什么 在场的 也只有原氏少主原浩 身为天丹仙门金丹长老袁光熙的孙子 身份摆在那里 有这个底气来提出质疑 耀鼓宗的众位筑基七长老 也是十分不解 玄亲长老和宋长老等人 齐齐愣住 周冲周长老的方面扩脸上 龙眉紧锁 疑于密布 颇为不善地盯着夜灵 心中的震撼不同于旁人 甚至因应有种不安的感觉 夜灵 又是夜灵 他一定修炼了什么逆天的功法 对我隐瞒了什么 照这个修炼速度 只怕用不了多久 就会超过我 周冲攥紧了拳头 眼看夜灵一天天强大起来 他就越发地怀疑和惊骇 心中暗暗发誓 拼着仙门留长老责怪 也一定要找个机会除掉夜灵 如今 袁浩站出来反对夜灵 周冲是乐见其成 因为只要夜灵当上了宗门大弟子 他周冲要动手时 就多了一层顾忌 赵宗主脸上 丝毫没有显出为难之色 沉声道 袁浩 你自负天资高绝 修炼速度较快 就想与夜灵相提并论吗 袁浩被宗主训斥得一头雾水 便解道 宗主明鉴 修仙界不是以强者为尊的吗 即便是由炼器九层的左师兄 出任大弟子 我等也是心服口服 他夜灵刚晋升到炼器后期 论资质论修为 可以说是本宗精英弟子中最差的 他何德何能 可以窃居大弟子之位 让我等尊称 他为大师兄 左伯明听的受用极了 赶紧冲周围的精英弟子 递个眼色 要他们随身附和 袁师兄说得不错 论修为 我们哪一个都比不过左师兄 论背景出身和灵根资质 我们哪一个都比不过袁师兄 这夜灵比 我们还差劲 让他做大师兄 我等不服 对 我等不服 重炼器后期的精英弟子 纷纷跳出来反对 甚至连谢湘也改变了初衷 开始替左师兄说话 道坛上的近千名外门弟子 和百余明内门弟子 虽然跟他们关系不大 但是也大多人露出了质疑之色 今后让他们叫左伯明为大师兄 似乎是理所应当 顺其自然的 就是叫袁浩 也未为不可 叫这炼器七层的夜灵吗 他们很不甘心 数月前 夜灵还在清竹院 一个小小的炼器一层的外门弟子 甚至还不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 现在勉强叫一声夜师兄 他们已经是违心的 够丢脸的了 再让他们叫一声大师兄 简直是丢脸丢到姥姥家了 周冲长老看着夜灵成了众矢之地 免须微笑 瞥着眼 大家看看宗主如何收场 宗主赵元珍沉下脸来 双臂举起示意 令到坛上再一次的安静下来 赵宗主冷冷地道 好一个强者为尊 我要古宗是采药炼丹的门派 选宗门大弟子 不仅要求修为和战力要高 还要求在丹修意图上 有极高的天赋和造诣 夜灵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试想 你们哪个能够以炼器七层的修为 斩杀了助击修士 你们哪个能够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 从初学炼丹 进阶到炼丹师 你们都做不到 夜灵却能做到 整个道坛上 上千名要古弟子又是一阵哗然 目光全部从宗主那里 聚集到了身着月白段长山的夜灵身上 不可能 夜灵斩杀了助击修士 这不是说笑吗 元昊的心仿佛被重锤狠狠击打了回去 倒退几步 一脸的不相信 夜灵始终泰然自若 宠辱不惊 即便面对上千人的目光 也依旧镇定淡然 赵宗主拍出了吕氏家族助击修士的储物袋 向众人简单地说明了情况 说到夜灵蒙仙门留长老传授玉兽诀 可以召唤四阶灵兽 杀助击初期的修士也是实情 周冲看了 心神俱阵 倒抽了一口冷气 心中暗叹 天哪 夜灵竟然有四阶灵兽 真的斩杀了助击修士 只怕是以我的修为 也很难杀了他 可恶 他怎么会变得这么强 稍不留神 连本长老都置不住他了 众人也都傻眼了 一个个大眼瞪小眼 尤其是袁浩 倒抽了一口冷气 开始以非人的目光 重新审视起夜灵来 心中感到深深的无力 赵宗主对他们的表情十分满意 又道 至于夜灵的炼丹天赋 自本宗开宗历派以来 千年难得一见 这点 炼丹大师崔长老可以作证 崔长老赶紧上前攻身一礼 回头对中门人弟子朗声道 夜闲之不到一个月 就从初学炼丹 晋升到炼丹师 现在能够炼制出四阶丹药 嘿嘿 他的炼丹术 还是本长老青囊传授 你们要是个个能有 夜闲值炼丹天赋的十之一二 我们要古宗 绝对可以名扬无国修仙界 深受仙门重视 这一回 全场都静悄悄的了 反对夜灵的 都像泄了气的皮球 再也提不起精神来了 要说夜灵召唤得出四阶灵兽 斩杀助击修士 这是得自于 仙门金丹长老赐予他的造化 那么千年难遇的炼丹天赋 任由谁都比不了的 助击长老们 除了周冲脸色难看至极意外 都不住地点头赞叹 他们深知 培养像夜灵这样的炼丹天赋 极高的丹修 意味着什么 对整个药谷 甚至上诉到天丹仙门 都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第九十五章 封赏 夜灵上前 赵宗主见重门人弟子再无意义 暗地里长出了一口气 赵夜灵来到了大殿时间下 开始正式封赏 本宗主封 你为宗门大弟子 从即日起 你便是要古宗中练弃弟子的大师兄 赐予高阶回春术预检 如意转神丹五平 七药丹卢一座 赵宗主把事先准备好的赏赐之物 都装进锦囊储物袋中 郑重地交付给夜灵 又吩咐到 高阶回春术为门派秘书 堪称是本门重宝 预检上 有本宗主的神识烙印 休息过后立刻销毁 不得外传 夜灵心神震动 赶忙接过 功身一礼 弟子谨遵施命 整个道坛的重炼器弟子 甚至是助击器的长老们 都以无比羡慕和嫉妒的眼神 望着夜灵 若是眼神可以杀人 夜灵只怕要死上千百回了 在他们看来 奖赏夜灵如意转神丹 和七药丹卢倒也罢了 如崔长老所说 夜灵炼丹天赋极高 这些本来也是夜灵应得的 但高阶回春术 就不一样了 要古宗的重弟子 无论外门还是内门 都只吸得低阶回春术 治疗的能力和范围都很有限 至于中阶回春术 只奖励给对门派 做出巨大贡献的 或是历劫外门弟子 大比的头一名 而高阶回春术遇捡 向来是药谷的不传之秘 只传宗主一人 如今赵宗主此举 无疑是把夜灵 当作了真真正正的门派大弟子 列为下一任宗主的人选 左伯明 谢湘和元昊 从垂头丧气的失落中 立刻惊醒 目光灼灼地盯着夜灵手中的 紧囊处无带 从刚才的备受打击 转眼变成了 对夜灵的不甘和仇恨 甚至助击长老周冲 也是脸色铁青 对夜灵的恨意 可谓滔天 心中暗暗发誓 无论如何 也要找个机会 暗算掉夜灵 已出心头之患 夜灵领得风赏之后 道坛上千余名药谷弟子 又是好一阵的怯怯思议 在人群中 最激动的要属孙二虎 他为了今后 能够继续为夜师兄效力 领头大喊道 孙二虎拜见大师兄 他这一嗓子 立刻提醒了众人 如今夜灵今非昔比了 很可能就是 下一任的要谷宗主 他们一个个 登时热情高涨起来 纷纷高叫道 内门张勇 拜见大师兄 精英弟子黄昌 恭贺夜大师兄 东陵则历练 我等一定听从大师兄号令 何景生恭贺大师兄 肃情 紫山也纷纷冲着 夜灵万福一礼 见过大师兄 夜灵团团一一 算是给众人还礼 站在了千余名要谷 练弃弟子前面 位居左伯明和谢湘之手 左伯明无可奈何 黑着脸 勉强抱拳失礼 谢湘则是看在 夜灵将来前途远大的份上 甜甜一笑 深深万福 已然把夜灵 比他修为低着一层的事实忽略了 叫了一声大师兄 夜灵汗手点头 抱拳还礼 对左伯明也好 谢湘也罢 都是一副不冷不淡的神情 这令谢湘郁闷无比 心中暗恨 哼 摆什么臭架子 翘眉眼抛给瞎子看了 难得老娘这么殷勤 竟然连正眼都不看眼 赵宗主又交代了精英弟子 在赶赴东林泽前因做的准备 出发之前 门派给发放一英的正旗 帐篷 灵符等物 至于丹药 赵宗主大有深意地看了一眼夜灵 又对二十几精英弟子道 你们的三接还神丹 我已吩咐大弟子夜灵炼制 届时 你们的大师兄 自然会分发给你们的 众人都是一正 精英弟子中 不少人贪图门派的丹药 对夜灵大师兄 越发地恭敬了 嘿嘿 我等恭祝大师兄的炼丹水平 再上一层楼 对对 夜大师兄只用了短短一个月 便晋升到了炼丹师 只怕用不了许久 晋升炼丹大师 也指日可待了 像元昊等大修仙家族子弟 不缺极品丹药 他们冷哼一声 是死也不会服用夜灵炼制的 还神丹的 一切都交代清楚以后 赵宗主领着众长老 回药谷大殿 遣散了道坛上的众弟子 这时 无数的炼器弟子 又纷纷给夜灵道喜 不管是平日里跟夜灵熟识的 还是从来没有 说过一句话的 现在都变得热情洋溢起来 夜灵除了对何景生 肃秦和紫山三位好友见过李以外 对其他人 依旧是不冷不淡的 冲着众人淡然道 我还得去门派药舱 领取还神草和金银花 即刻炼丹 众位告辞 嗯 了解了解 大师兄慢走 嘿嘿 领取药材这等小事 小弟为大师兄代劳 何必大师兄亲自去 甚至还有不少那门女弟子们 一个个双眸中一彩连连 娇羞无限地询问道 不知大师兄缺倒药 照看丹炉和服饰的人吗 小妹情愿为大师兄做个侍女 夜灵听了 头皮都发麻 摆了摆手 拒绝了众人的美意 分人群扬长而去 她走了以后 袁浩等一伙修仙家族子弟聚在一处 各个义愤填膺 低声咒骂着 她夜灵有什么了不起 全窃居大弟子之位 我第一个不服 宗主挥庸 对自己的清传弟子护短倒也罢了 放着左伯明和谢湘两位 修为高的清传弟子不选 选了个夜灵 岂不是让封桥镇周边的 其他四大宗门笑话 就是 她夜灵有什么能耐 炼丹 谁知道崔长老说的是真是假 即便夜灵的炼丹天赋当真了得 这斩杀铸鸡修士的事吗 打死我也不信 吕家的铸鸡修士 多半是宗主看着不顺眼杀了的 让手下的弟子鞠躬 必然如此 这些人的不服不愤 句句打在了原氏少主元昊心坎里 元昊沉声道 不管宗主和崔长老说的是否属实 这该死的夜灵 本少主跟她没完 在外门弟子大笔上 让本少主颜面尽失 如今又得了高阶回春术 还让我们尊称她为大师兄 可恨 请元少主放心 我们今后只听元少主的号令 不听她夜灵的 谁都不准叫她大师兄 懂吗 不少修仙家族子弟纷纷表态 拥护元少主 要孤立夜灵 孙二虎混在人群里 听到他们不服不愤的议论 悄悄地从人群中退了出来 恨不能即刻就给大师兄报信 第96章 关照好友 夜灵亲自前往门派药舱 持令牌领取还神草和金银花 后面有一大群的师弟师妹 小心翼翼地跟随着 他们不甘心这样离去 巴不得为大师兄效劳 守卫药舱的直视弟子孔心间这么多人前来 不由地吃了一惊 他身为药舱弟子 守卫门派重地 即便宗主召唤 向他这些重要的直视弟子 还得照常守卫 不能输于职守 所以 药舱弟子孔心并不知晓 夜灵为新任的宗门大弟子 见这些人中 只有夜灵手上持有令牌 自然而然地冲着夜灵说话 孔心依旧是直视弟子的架子 很冷淡地道 你 要兑换什么药草 可是炼丹阁崔长老派来的 夜灵身后跟来的众弟子 纷纷呵斥道 孔心 见了大师兄 不得无礼 还不赶紧赔罪 孔心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 见众口一词 又正正地看了看炼器七层的夜灵 诧异道 他是大师兄 你们不会是耍我吧 人们七嘴八舌地道 宗主方才召集门人弟子 任命夜灵为宗门大弟子 我等皆要听从大师兄之命 孔心 你辟除药仓 孤陋寡闻 快向大师兄见礼 药仓弟子孔心见这阵史 确然无疑了 虽然心中十分不解 宗主为何会任命个 炼器七层的做宗门大弟子 但他还是赶忙上前深深一依 嘿嘿笑道 原来是夜大师兄 不知者不罪 哼 大师兄要兑换什么灵草 只管吩咐下来 在下马上去办 夜灵淡淡地道 宗主特地命我领取 十捆三接上品 还神草 三十捆上品金银花 这是令牌 好好 就来 孔心双手接过令牌 赶紧去开启药仓取灵草 现在他额尖也冒了汗了 表现得非常积极 生怕大师兄怪罪下来 夜灵一边等待 一边挥手散去跟来的 众师弟师妹 依旧是十分淡然的道 这里没你们什么事 去吧 替我知会众精英弟子 就说三天后 我会派人把炼制好的上品 还神单送来 众人赶忙应诺 立刻风风火火地 替大师兄传话去了 一个个争先恐后 生怕丧失了这个替大师兄效力的机会 药仓弟子孔心 尽心竭力地给大师兄收拢起灵草来 全部装进储物袋中 恭敬地捧了回来 夜灵用神识一扫 满意地点点头 飘然而去 孔心见大师兄并未见责 擦了擦额尖的汗珠 总算尝出了一口气 等到夜灵来到门派传送阵时 孙二虎已经等他很久了 孙二虎连声喝喜 又忽然压低声音道 大师兄 属下听到以袁浩为首的几个修仙家族子弟 在背后议论大师兄 不听从大师兄号令 甚至对宗主都口出不逊 他们都以袁浩袁少主的马首是瞻 大师兄不得不防啊 夜灵点了点头 同门弟子不服 尤其是这些修仙家族子弟不服 都是在他的意料之中的 不过夜灵对他们服与不服 丝毫不感兴趣 在他的眼里 要古宗大弟子的身份 只是个护身符 方便他以后在封桥镇修仙界行走 只要不干扰到他的修炼 夜灵懒得去理会 若有朝一日 实力强如天丹仙门的刘长老 驾灵耀鼓 他们只有顶礼膜拜的份 夜灵淡淡地道 好了 我知道了 最近众精英弟子 一定会忙着去准备东灵泽历练所用之物 不会上冰洞了 我准你的驾 把冰洞的静置 预检给我 孙二虎一愣 随即想到门派的精英弟子 都要去东灵泽历练扬扬扬动的冰洞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都不会有人去了 孙二虎赶紧献上了静置预检 苦着脸道 大师兄 您今后上冬灵泽历练 冰洞用不着属下代管了 不知大师兄 可否再为属下安排一样拆室 属下赴汤蹈火 甘愿为大师兄做事 夜灵略一沉吟 吩咐道 想来这些日子里 你在冰洞中 问静洞历练的修士 收敛了不少灵草 灵矿等物 如果不愿在门派中担任直视 可以去风桥镇孟昌那里 帮他经营 药铺商会 出售你收敛来的宝物 并且可以替我打探 风桥镇周边的一切 有价值消息 让孟昌每月支给你 五百零食的用度 你愿意吗 孙二虎大喜 他的造化 都是夜灵赐予的 现在夜灵非但不追究 他在冰洞中收敛所得 还允许他迈出去 孙二虎已经是感恩戴德了 如今一旦失去了 守卫冰洞的差事 孙二虎又沦为了 寻常的外门弟子 天天要去外门大殿 点卯接繁重的外门任务 故此 当孙二虎听到夜灵 要委派他这个差事 每月有五百零食进账 这比普通的外门弟子 强了几十倍 当下孙二虎赶紧点头应道 愿意 当然愿意 属下是最喜欢打探 小道消息的 实话说 这些天来在冰洞 当守卫都闷坏了 要不是有大师兄之命 并且顺带着有些收益 属下早就想离开了 只要不做繁琐的门派任务 能在风桥阵位大师兄笑里 也是一样 夜灵拍拍他肩头 笑道 很好 以后我有什么要打听的 会给你打传音符的 你去给我找何景生 肃秦和紫山来 让他们跟我同会冰冻 然后吃我的传音符 去孟昌那里吧 孙二虎一叠声地硬了 赶忙急匆匆地跑去找人 不大话的功夫 何景生 肃秦和紫山都到了 一个个喜气洋洋 又重新给夜大师兄见礼 夜灵微微一笑 招呼上三人 直接传送回松阳溶洞 然后驾着四街妖龙 载着众人回到冰冻 夜灵把静止御简交代给肃秦 叮嘱道 你是冰修 在冰冻的冰岩洞府中 闭关修炼 远胜过别处 我不在的日子里 以后冰冻归你掌管 何兄 紫山 你们两个也要勤家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 突破炼气中期 踏入炼气后期的境界 肃秦赶忙接过 万福谢过大师兄 紫山也服了一服 笑容可惧的道 嗯 有大师兄关照 我们也可以安心修炼了 任由是谁 也奈何不了我们 何景生抱拳一礼 道 大师兄放心 现在我们临时很多 灵气浓郁的修炼之地也有了 定要好好修炼 不辜负大师兄的厚望 第97章 高阶药师 备战东灵泽 夜灵安顿好了几位好友 即刻驾着四街妖龙 来到了冰冻深处的冰雪山谷 在这里 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天地 夜灵斗落出了宗主封赏 给他的锦囊楚无带 被其中的五瓶如意转神丹 直接无视 顺手丢在了一旁 这是药谷宗主赵元珍 不惜血本 忍痛割爱赏赐给夜灵的 甚至比 奖赏他高阶回春术 和七药丹炉还要心疼 因为在整个药谷宗 如意转神丹 用一瓶少一瓶 每一瓶都足以另练弃弟子为之疯狂 多少门人弟子 不不仅仅眼红夜灵的大师兄之位 更是眼红他得到的丹药 而夜灵有仙斧灵田 可以大量地种植 极品如意草 卷叶黄金等药材 炼制的此类极品丹药 太多太多了 在他眼里 这五瓶如意转神丹 是可有可无的 尚且不及七药丹炉的十之一二 更不用说和高阶回神术相比了 夜灵用神石细细端向过七药丹炉 通体暗红 并且散发着盈盈的光泽 前后分阴阳 日月两行的两大炉洞 丹炉有五角 分金木水火土五种属性 七药丹炉散发出的灵力波动 远胜过夜灵常用的青铜炉 夜灵奋出心神 直接把七药丹炉 射入仙斧斋心芽中 在周围摆下阵齐 试着用七药丹炉炼制三阶 上品还神丹 最后发现 出丹率 要比使用青铜炉炼制 提升了足有一成之多 于是 夜灵干脆把门派药舱领来的 海神草和金银花 全部射入仙斧摘心芽 以一丝分魂之体 在仙斧中炼制丹药 余下的大瓣 心神和魂魄 依旧留在体内 开始修习高阶回春树 这样一来 炼丹和修炼 可以同时进行 不至于被门派任务 耽搁了他的修炼 整整一昼夜过去 夜灵收敛神石 点指掐绝 打出一团晶莹的绿光 较之中阶回春树 大了一倍有余 紧接着 夜灵袍袖一挥 绿光如雨露般地落下 覆盖了足有两丈方圆 赫然是群体治疗之术 高阶回春树果然强大 如今 我也算是一名 丰桥镇周边 罕见的高阶药师了 其实在丰桥镇方圆数千里 只有耀谷宗主赵元珍 和夜灵两人 修炼过此树 构得上高阶药师的称谓 其他的各大宗门 和丰桥镇的数万修士 再没有一人会高阶回春树 夜灵如之前 跟师尊赵宗主约定的 随手打出火球树 焚毁了高阶回春树的预检 避免让门派秘术流传出去 等到高阶回春树熟练以后 夜灵又开始修炼在藏金阁 用书勋令兑换来的土刺竹 还有两种灵气化形的稻树 召唤傀儷草人和召唤雷鸟 又是两天的功夫过去 夜灵已然可以比较熟练地 施展这三种稻树 此刻 她的分魂之体 在仙斧摘星亚里练丹 门派任务分派的 约定的六成 甚至夜灵还为自己在东陵泽历练 炼制了不少特殊的丹药 如抵抗兵系攻击的三级极品玉寒丹 抵抗火系的屁火丹等等 这三天的炼丹 使得夜灵的炼丹水平有所提升 离着炼丹大师的境界又迈进了一步 到了现在 夜灵不仅完成了门派任务 各种道数也全都休息已毕 只需多多试炼 争取尽早达到纯熟的地步 一切都收拾好以后 夜灵离开了冰雪山谷 驾着四街妖龙 一直飞到冰洞门口的冰岩洞府外 寻找何景生 何景生从闭关中惊醒 赶忙开了洞府门 冲着夜灵抱拳失礼 大师兄 你找我 夜灵淡然一笑道 嗯 这个储物袋里 装有我为门派新进炼制的上品还神丹 出丹率在九成以上 你拿着去一趟药谷 替我向宗主负命 分发给门派的精英弟子 何景生接过储物袋 点头应诺 对夜灵的炼丹水准 只能用惊叹来表示 他也曾见过他的师傅炼丹 炼制三街丹药的出丹率 在五六成左右 根本比不过夜灵 等到何景生神时 扫过满满一处无怠的上品还神丹时 夜灵早已驾着四街妖龙 返回了冰洞深处 专门找三街妖兽 甚至是兽王来试炼倒数 火与朔 夜灵点指掐绝 袍袖一挥 使得方圆十丈的雪狼 进阶被火与击中 灼烧的一片焦黑 夹着尾巴拼命逃窜 夜灵每施展一种群弓倒数 法力消耗过半 立刻吞下如意转神丹来 急速地补充法力 这才得以停顿几夕之后 可以继续施法 云落 夜灵施展这水系封印倒数 一大团云雾笼罩 瞬间围困住了三只雪狼 令它们进退不得 灵气化形 召唤草人 在夜灵的法力凝聚之下 三夕过后 在他身前显出了一个 半人多高的傀儡草人 如影随形地跟着夜灵 傀儡草人 无论是攻击力和防御力 相当于他实力的三分之一 虽然不够强悍 甚至连一只三阶雪狼都打不过 但胜在可以牵制对方 一时半刻也很难消散 就这样 夜灵在冰洞中 大肆寻找妖兽试炼倒数 心学的五种倒数 都熟炼了好几分 等到了赶赴东林泽历练的前夕 夜灵才从冰洞走出 要去丰桥镇方式一趟 取在百炼阁回炉再断的法剑 顺道与何景生 肃秦和紫山三人辞行 祝大师兄早日进阶练齐八层 大师兄 你在东林泽历练 一切小心为上 我等都盼着大师兄早日归来 夜灵点了点头 又见何景生递给他一份预解 不由得微微一愣 何景生解释道 今天一大早 内门弟子李宝来过 他见大师兄不在 特地用神识踏印 给大师兄留下密捡 由大师兄亲起 李宝还再三嘱咐过我 在大师兄赶赴东林泽前 务必送到大师兄手上 夜灵心中一动 他知道李宝前阵子 被周冲老贼传唤走了 一直待在周冲老贼身边 如今突然有了消息 多半是很机密的事情 必定是周冲那丝的心动向 令夜灵不得不防 夜灵收下密捡 与三位好友拱手道别 等出了冰洞 到了松阳密林间 夜灵这才开启了密捡的静止 用神识一扫 脸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第九十八章 冰破剑 主人亲起 周冲近日想要趁东林泽历练之机 暗地里对主人不利 曾几次三番与宋长老联络 不知其所终也 小的李宝顿手在败 镜上 夜灵捏碎了密捡 陷入了沉思 如果仅仅对付周冲老贼一人 他很有把握 毕竟夜灵携带有五大四阶灵兽 还有上古群弓俘禄 两大福宝 和提升战力的天拳丹等诸多手段 又曾斩杀过祝鸡初期修士 所以他根本不惧周冲老贼 而宋长老身为雷修 有祝鸡七层的修为 堪称是除了宗主之外 要古宗修为和实力最强的长老 同时 他又是原始大修仙家族 少主元昊的师父 在外门弟子大笔上元昊 惨败给夜灵 肯定对夜灵心存芥蒂 夜灵对付他 几乎没有任何把握 此次东林泽历练 是由宋长老和玄清长老带队 万一周冲和宋长老勾结上了 在东林泽这样的凶险之地暗算他 夜灵的处境就十分危险了 夜灵寒心般的眸子中 泛出毅然之色 又权衡了一二 好在玄清长老对自己不错 有他在 宋长老没有机会下手 除此之外 夜灵对付驻击后期的强者 虽然没有胜算 但还是有几分自保之力的 想到这里 夜灵紧锁的双眉舒展开了 立刻通过松阳密林的传送阵 传送回药谷 并不在门派中做停留 折往了风桥阵方式 夜灵禁止走向方式西街的百炼阁 楼下的侍者一看是他 赶忙躬身失礼 一脸的笑意 道兄是来取货的吧 请 徐大师在楼上钻等 夜灵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跟随侍者上了三楼 又见到了百炼阁的炼器大师许扬周 隔音的进法光幕落下 徐大师满面红光地 捧出了一只狭长的玉侠 不无得意地道 阁下的三阶极品兵灵剑 回如再断 已经与千年兵破 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本大师人兵保证 绝对没有偷工减料 请上演 玉侠开启 一股冰寒之气 灯时散满了百炼阁的三楼 夜灵的目光 灯时被侠中的兵剑吸引 通体湛蓝 寒气缭绕 剑风上更是隐隐地有一层紫色雷光 较之从前的三阶极品兵灵剑 气息凌厉多了 夜灵池在手中 立刻感觉到此剑的寒意 和肃杀之气 满意地点了点头 赞叹道 许大师的炼气之术 果然名不虚传 这是余下的八百灵石 如数交付 许阳周收了灵石 笑容可居 倒不是由于赚了点灵石的缘故 而是炼制此剑 尤其是淬炼千年兵 破这等极品材料 极大的提升了他的炼气水平 许阳周呵呵笑道 此剑的威力 远高于三阶极品法器 附带有冰冻的效果 甚至还有一定几率 触发雷鼠性攻击 令敌方短暂地陷入麻痹状态中 堪称是本大师生平的得意之作 还请阁下为此剑命名 本大师好踏印到剑谱中 叶灵淡然一笑 这柄冰临剑回炉重断 又经过千年兵破的融合 同时还没有丧失掉之前的雷鼠性 的确是剑顶级法器 干脆就叫兵破剑吧 许大师连连点头 取出剑谱预剑 照着踏印下了兵破剑的剑名 样是 这才恋恋不舍地 让叶灵带走了兵破剑 叶灵打下神石烙印 收好了兵破剑 心中也是十分欢喜 同时对许大师练气成吃的样子 暗暗好笑 她练丹之后 是从不会记录某年某月 练制成什么极品丹药一炉 因为叶灵但凡选取药材 必定会在仙府灵天里终成极品 练制出来的丹药 自然也都是极品 如果每练制成 一炉极品丹药 都要记录药谱的话 太费时间 再加上叶灵也无异于开药铺商会 更懒得给别人炼丹 从不会像旁人炫耀她的炼丹术的 叶灵一切都以修炼为主 像采药 炼丹这样的生活技能 只是用来辅助修炼的 叶灵绝不会舍本竹墨 去安于现状 做一个没有修为 没有战力的炼丹师 她的单修之徒 注定与别人不同 自从叶灵看到仙府玉杯上 刻着她微末的修为 和有限的寿源 叶灵就开始追求长生大道 追求成为真正的强者 耀鼓宗的格局太小 已然容不下叶灵的眼界 封桥镇方圆数千里 亦不是叶灵最终的归宿 她要走出封桥镇 踏入更广阔的吴国修仙界 就必须在封桥镇 炼器弟子大笔上夺得名次 才有资格进入主宰吴国的 九大仙门之一 才有助击的可能 为了尽快地提升修士和战力 东陵则历练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无论在历练中有多么凶险 甚至还有门派的长老 惦记着暗算她 都阻挡不了叶灵的决心 叶灵目光中流露出无比的坚定之色 迎着苍茫的木矮 正要踏入方式 西街尽头的传送阵 忽然 有一个银铃般的声音 冷冷地道 身穿月白段长山的少年 刘布 叶灵听着这个略有些熟悉的声音 豁然回头 立刻看到喊出她的不是旁人 赫然是曹氏大修仙家族的天之娇女 曹真 曹真披着大红色的披风 助力在晚风中 阴沉着翘脸 冷冷地盯着她 仿佛一眼看穿了叶灵 丝毫不加掩饰满脸的质疑 姑娘换我何事 叶灵的神色依旧镇定淡然 丝毫不避曹大小姐的目光 这位曹氏的天之娇女 拥有炼气气大圆满的修为 又是玉须松的大师姐 看似柔弱 但又不失傲气 绝对是个棘手的人物 越是如此 叶灵就越发得泰然自若 曹真上一眼下一眼地 打量着她 沉声道 你的背影 很像我见过的一个人 她当夜现身万宝阁 竟拍下了不少三阶几瓶法器 她身着阑珊 头戴斗笠 又杀了我玉须松不少师弟 凭本大小姐的直觉 此人或许是你 叶灵丝毫不为所动 冷笑道 何以为正 诬赖好人 空口无凭 仅仅凭你的直觉吗 简直是可笑之极 我如果说 你长得很像我的双修道驴 难道你还要承认不成 曹真翘脸一红 一脸的蕴色 怒道 你可知我是谁 敢跟本大小姐说笑 你活腻了 哼 当时她的声音沙哑低沉 很显然是刻意伪装的 你压低声音让我听听 或者打开所有储物袋 任我搜查 若真不是你 本大小姐赔礼道歉 甘愿送上一千零食 否则的话 光调笑一醉 本大小姐就可以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以后别想在风桥镇地面上出没了 第99章 前居后宫 叶玲冷冷地盯着曹真曹大小姐 如今 她在风桥镇上 并没有走出西郊野外 这曹真便如此的霸道 咄咄逼人 令叶玲不得不感慨 大修仙家族的千金 果然交惯得紧 把风桥镇 当成了他们曹家的地盘 恕不奉陪 告辞 叶玲很冷酷地道 曹大小姐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 叶玲一件都不会去做 就在叶玲转身要踏入传送阵时 曹真莫的身影一晃 以炼气七大圆满的身法 公然拦住了叶玲的去路 曹大小姐沉声道 想走 没那么容易 但凡被我们御须踪盯上的 不经过检查 谁都别想轻易离开此地 说着 从万宝阁中走出两名御须踪鸡七长老来 后面跟着几名炼气弟子 都是用不善的目光盯着叶玲 呈包围之势 叶玲微一正 还以为是东窗事发了 玉须踪怎会布置下这么多人 莫非丹等着自己不成 但是等到叶玲不动声色地仔细一瞧 见这些玉须踪长老也好 弟子也罢 都是一副例行公事 洋洋不彩的样子 叶玲顿时放下心来 原来 当夜在封桥镇西门外 玉须踪弟子和韩氏家丁仆从 被叶玲的两大四街灵兽诛杀了大半 曹大小姐妄自猜测 误以为是南盛宗某位助击长老干的 等她回去 请玉须踪宗宗主和曹氏的家主 在纠集上韩氏家族的人上南盛宗问罪 毫无意外地碰了钉子 南盛宗宗主唐雄拒不承认 为此 玉须踪 曹 韩两大家族与南盛宗翻脸 一直明争暗斗 玉须踪为此特地派了几位长老 和当日幸存的弟子 天天守候在方氏西街 期待能够寻找到头戴斗笠 身着阑珊的修饰的线索 几乎没碰到一个 让他们觉得可疑的人 玉须踪当直的长老和弟子 都会点指贺问 甚至连筑基强者也不例外 今日正是曹真大小姐这一伙人巡查 撞上了准备回药古宗的叶灵 看她的背影很熟 凭着直觉 莫得想起了那阑珊修饰 只是叶灵练弃七层的修为 似乎与那阑珊修饰 在修为和实力上的差距太大 令她也拿不定主意 但曹真又深恨叶灵不与配合 决一步查个水落石出 绝不放她走 玉须踪的一位筑基中期长老 皱着眉头打亮过叶灵 摇头叹息道 曹侄女 她腰间挂着的是 要古宗精英弟子的玉牌 修为也只有练起七层 肯定不是那叶的阑珊修饰 曹真却是越看越像 陈寅道 我看她的背影和那人很像 连走路的姿势 都有几分神似 谁知道 她是不是真的要古宗弟子 再者说 只要贴上张颖修符 修为可以隐藏的 请长老仔细看看 她是不是隐藏了修为 伴猪吃老虎 叶灵被这些玉须踪上下围拢着 神色一直镇定淡然 只等待风桥镇的巡逻修路过 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叶灵就算有实力 有机会逃脱两大玉须踪长老 和庶民练起后期弟子的包围 但这样一来 就坐实了此事 令他们更加怀疑 如果在冲破重围的过程中 叶灵再迫不得已使出了杀手锏 就直接露线了 反为不美 叶灵一阵冷笑 这里是风桥镇 还没有出城呢 你们敢如之河 本修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要古宗大弟子叶灵 确然无疑 都给我让开了 围拢住我做什么 简直是莫名其妙 要古 宗大弟子 这 玉须踪的两大长老都是一愣 他们最近也听说了 要古宗新任命了一位 炼丹天赋极高的炼器七层弟子 做宗门大弟子 难道就是他 曹真大小姐也是愣了半上 左一眼右一眼的看得不住 心中也有些动摇了 能被要古宗主任命为大弟子的 那就确确实实是炼器七 不可能是举手之间 杀了玉须踪和韩氏门徒 数十人的阑珊修士 曹真总算和缓下了神情 挤出一丝笑容来 她是玉须踪的大师姐 算起来跟叶灵同是宗门大弟子 地位相当 于是曹真一改之前的盛气灵人 温柔了好几分 哦 真的吗 请叶道友摘下玉佩 让我等瞻仰瞻仰 如果真是传说中的 药谷大弟子叶灵 小女子甘愿赔罪 叶灵随手把玉牌摘给她们 玉须踪的两大长老和曹大小姐 都凑过来 用神石一扫 就件树叶形状的门牌玉牌上 刻着药谷宗大弟子叶灵几个字 闪烁着药谷宗特有的印记幽光 真实无虚 玉须踪的两大长老的脸色 立刻变得复杂起来 十分尴尬地冲着叶灵陪着笑脸 呵呵 果真是药谷的大弟子 嘿嘿 我们也是例行公务 不慎得罪了叶贤侄 请贤侄回去 不要跟贵宗的赵宗主说起 以免伤了两宗的和气 嗯 看在老小的面上 叶贤侄务必要赏 我们的脸面 来啊 给叶贤侄呈上两千零食 全且当作赔礼道歉 唉 曹侄女 还不赶快向叶贤侄赔罪 曹真曹大小姐 虽然心中很不情愿 都怪他又看错了人 曹真只得装作一脸的巧笑嫣然 千千玉手捧还了叶玲的玉牌 深深万赴陪礼道 恕小女子有眼不识泰山 还望叶兄消消气 不计较小女子的有眼无珠之过 嘻嘻 闻听贵宗要派精英弟子 去东陵泽历练 我们玉须宗也在这几天出发 到时候 还请叶兄多多关照 叶玲顺破下驴 毫不客气地 收了玉须宗长老的两千零食 潇洒地挥了挥手 好说 好说 在下还有失明在身 告辞 叶贤直慢走 叶兄 咱们东陵则见 曹真甜甜一笑 目送着叶玲 消失在传送阵的阵法光幕后 曹真的翘脸顿时阴沉了下来 气愤愤地道 什么人吗 大大咧咧地 收了萧长老的两千零食 明明是虚让他的 他倒好意思呢 助击中期的萧长老叹道 罢了 听说此子炼丹天赋极高 从初学炼丹 晋升到炼丹师 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将来极有可能成为咱们 丰桥镇周边的第一个炼丹宗师的 像这样的奇才 只得与之交好 不能得罪 以后少不了有珍惜灵草 需要请他炼制 第100章 派系之争 叶玲传送回药谷 本打算趁着暮色 神鬼不知地回到门派的灵脉洞府 等待明日整队出发 赶奔东陵则历练 谁知没等他走出两步 守卫传送阵的弟子 就好像见着了宝一样 赶紧上前失礼 大师兄 您回来了 嘿嘿 大师兄一向身居简出 潜心修炼 我等很少有机会见上大师兄一面 叶玲心中一动 询问道 你可知晓 这几天来 我世尊他老人家 是在后山闭关进修 还是在药谷大殿公干 守卫传送阵的弟子 恭恭敬敬地道 回禀大师兄 宗主是在后山修炼 小弟今日去大殿复命 也不曾见上宗主之面 叶玲点了点头 穿入了木崖中 一路上 他的目光流露出沉吟之色 心中暗道 师尊把我任命为宗门大弟子后 即刻闭关进修 不问宗里的大小事宜 很显然 他也在顶着压力 是在躲着原氏大修仙家族 也不允许左伯明和谢湘提出质疑 索性闭关进修 不让任何人打搅他 叶玲叹了口气 看来宗主不好当啊 他这个宗门大弟子 是宗主力排众议 这才当上的 叶玲深知 在整个药谷里 有很多人对他口服心不服 尤其是将要去东陵泽历练的精英弟子 少数的向元昊等修仙家族子弟 根本不服他 甚至抱着仇恨和敌视的态度 针对叶玲 余下的十五六人里 跟叶玲都是练气七层的弟子还好些 而像左伯明 谢湘这些修为比他高的 同样是不服他 明日就要赶赴东陵泽历练 我虽然身为大师兄 但同盟的精英弟子 几乎都靠不住 不能跟他们组队 否则 人心叵测 出卖队友的事情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还不如我一个人去历练 反倒安全线 除了他们 叶玲还要提防的 是此行领队的宋长老 谁知他跟周冲老贼串通好了没有 这一回东陵泽历练 可以说是步步危机 一招不慎 满盘皆输 随时都有可能 搭上自己的小命 想到这里 叶玲为了保持足够的警惕 直接水影 悄然回到了灵脉洞府 盘膝打坐 进行丹药脆体 日常修炼 叶玲脑海中盘算的 尽是对付同盟的办法 权衡敌我双方的实力 存夺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仿佛较知东灵泽这样的凶险之地 同盟上下的敌人 更加凶险 最后 叶玲打定了主意 令他充满自信的 唯有自己的实力 除此之外 另外一名领队玄亲长老 对他还算不错 可以信任 对于一起出发的精英弟子 叶玲从没有和他们朝夕相处过 根本没有师兄弟之情可言 除了敌对的关系 就相互利用的关系了 叶玲想清楚了这一切 心中处之泰然 只等着到时候借机而做 随机应变 等到了第二天 要古宗大殿的钟声敲了无响 叶玲如期而至 见到了聚集在道坛的 众门派精英弟子 叶玲猜得不差 道坛上总共就两伙人 一伙以袁浩为首 都是修仙家族子弟 一伙以左伯明为首 占了大多数 都是一直以来的门派精英弟子 没有人招呼叶玲 他完全被孤立起来了 甚至原本恭贺 他成为大师兄的几个精英弟子 都装作没看见 袁浩冷眼盯着叶玲 冲旁边的一个 姓黄衣衫的修士一撇嘴 似乎在神识传音 嘱咐着什么 那姓黄衫修士会议 走上前来 随意一拱手 漫不经心地道 呦 这不是叶玲叶大师兄吗 此次东林则历练 我们都准备了上品 乃至极品的法器和灵符 怎么不见大师兄四处采买啊 叶玲早已把一切看在眼里 知道他是来找茬的 淡淡地道 我一直在冰冻练丹 进修 并没有多做准备 以我的修为 在东林则历练时候 练一练道数就可以了 法器装备用不着多极品 哈哈 是没钱了吧 袁浩放肆地嘲笑道 几个修仙家族子弟 立刻随声附和 纵声大笑 都以鄙夷的目光 望着后来居上的叶玲 仿佛都以有这样的大师兄为止 叶玲冷冷地道 临时对我来说 不算什么 说吧 叶玲副手而立 一个人助力在道坛前 静静地等待四十出发 袁浩哈哈哈哈大笑道 连剑三阶的上品法衣都没有 还愣冲什么好汉 你们说说 他除了仙门长老 赠给他的四阶灵兽以外 还有什么 要修为没有修为 要实力没有实力 只仗着助击七的四阶灵兽 充门面罢了 当我们的大师兄 可笑啊可笑 叶玲对修仙家族子弟们的嘲笑 充耳不闻 真正的实力 不是嘴上说的 更何况 叶玲并不想及早地 在他们眼前漏了财 绝对不会跟任何人 炫耀他的好几种杀手锏 对面的左伯明等精英弟子 开始还幸灾乐祸地 看着叶玲被袁浩等人冷嘲热讽 到最后 见叶玲对他们根本不做理会 而袁浩等修仙家族子弟 还一个劲地贬低叶玲出身贫寒 除了运气好之外 一无是处 连剑极品装备都没有 从而渐渐地引起 他们这帮平民子弟的同仇敌忾 左伯明沉声喝道 袁浩 你是在寒沙摄影 小看我等平民子弟吗 袁浩吃了一惊 这个左师兄千万别误会 绝无此意 我们是在跟叶玲说话 看不惯他穿得朴素寒酸罢了 连剑极品法衣都没有 你们说说 这要是让其他门拍历练的弟子们看了 多丢咱们要古宗的人 左伯明身后 十几名精英弟子全都站了出来 他们十个到有八个没有三阶极品装备的 纷纷对袁浩默默而视 这些人全都是平民百姓出身 虽然不及叶玲入股前 睡风桥桥洞那么落魄 但身后也没有修仙家族支持 更没有多少零食 都是凭借着资质林根还不错 从炼器一层 修炼至炼器后期的 所以这些精英弟子最看不得的 就是修仙家族子弟 叫嚣有钱 纷纷慷慨激昂地驳斥着袁浩 怎么 你说大师兄寒酸 没有极品装备 是不是也想嘲笑我们 袁浩 这里是要古宗道坛 不是你们原家大院 你放尊重些 什么叫没有极品法器法医 就见不得人了 众人七嘴八舌 你一句我一句 恨不能跟寥寥五个修仙家族子弟 切磋一番 甚至谢湘都颇为同情地 望着叶玲萧书的背影 跟左伯明略意商议 走上前来 柔声道 前日大师兄派人送来的上品还神单 我们都收到了 比往常发放的要多 足见大师兄练单之术了得 哼 我跟左师兄说了 邀请大师兄进我们队伍 不知大师兄意下如何